第1662集 小姚子手持断念剑 一剑斩下 一道惊天剑棘 贯彻成空 撕裂苍穹 快如闪电地向着地鸡当头斩下 这一剑 可令风云变环 可令天地失责 这一剑 不死凡间所有 这一剑 调动了这方天地之力 恐怖无疲 地鸡眉头微皱 心面移动 面前的古琴 顿时竖了起来 地鸡双手 食指飞速地在琴弦上拨动着 一阵阵急速的琴音 在天底间响彻而起 同时只见一道道残月形的气刃 不断地从古琴击射而出 铺天盖地地涌向了那道剑气 发出一阵阵急切而尖利的呼啸声 空间顿时被切割的千装排孔 下一瞬 砰砰砰砰砰砰 一连串爆响声 在天际炸裂 那无数技人 冲撞到小猴子 斩出的欠气之上 一时间 能量激荡 空间震动 只是 那道剑气 就不见减弱 依旧是一往无前的势头 转瞬之间 剑气便撕裂了空间 突破了气人 斩至地鸡面前 地鸡双手同时向着琴弦压了下去 顾琴发出一阵地鸣 瞬间便在地鸡的前面 形成了一道白色屏障 成半球形 将地鸡保护了起来 外面是小子展出的 数十件长得惊天剑气 里面是面色淡然 目光平静的地鸡 白色屏障上 一剑气接触点为中心 向着周围 荡开了如同水波般的波纹 屏障在微微闪烁 两股能量激烈交锋 发出了耀眼夺目的光芒 剑气虽强 却不能突破光幕分号 地鸡右手手指微微收回 然后猛地向外引波 高亢而有力的琴 顿时爆裂而开 能量轻可见爆发 白色光芒迅速膨胀 以翠枯拉朽般的姿态 直接毁灭了 逍遥子的见解 随着一声温响 一切 归于平静 地鸡看着逍遥子 有幽道 以练须第一镜的修为 能将我逼到如此地步 你很不错 若是他日 你达到第二镜修为 恐怕我便不再是你的对手了 逍遥子怂了总监 非常潇洒地说道 但是最起码现在 我不是你的对手 其实 逍遥子还有句话没有说 不用等他修炼到第二镜 只需要再过半月时间 逍遥子彻底稳固境界之后 斩地鸡便不是难题 毕竟曾经也是大罗天界的最强之人 地鸡小了 随后看向其他人 长发 一群在刚风中疯狂地飞舞 让地鸡的身上多了几分 决绝悲气的味道 地鸡声音嘶哑地大声喝道 来吧 你们不就是想将我 摩洛族赶尽杀绝吗 但是我告诉你们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你们就休想靠近 森罗殿半步 说到这儿 地鸡回头 目光深情 而又饱含眷恋 期盼和不舍地看了 森罗殿一眼 仿佛那目光 可以穿透 森罗殿的宫墙 看到里面沉睡的摩帝 想要将摩帝的相貌 永远地鸣刻于心 随后 地鸡猛地一扭头 本就偏红色的眼眸 此刻变得一片心红 整个眼眶都充血了 遍布血丝 看上去极为恐怖 额头上脖子上 手臂上轻轻抱起 显得非常疯狂 地鸡发出一声 尖利而又悲弃的尖叫声 双臂张开 长发猛地向身后飘飞 而起 张扬而霸起 如同觉醒一尊盖世女魔头 鼓停砰的一声 就炸裂 周围顿时响起了 一连串的爆炸声响 下方的山外开始崩塌 大地在颤抖 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而在这些裂缝之中 有着星红的血腥气息 升腾而起 在空中汇聚 形成了一道血色漩涡 向着地鸡的身体涌去 那是沉浸在大地之下的血气 被地鸡以密法调集 为他提供着无穷无尽的能量 随着血气入体 地鸡的气势也在节节攀升 一种疯狂的姿态 在迅速地提高 他在突破连续大圆满 快阻止他 吃烟脸色顿便 连忙抱贺一声 随后他直接化为了本体 一条白米长全身上下覆盖着 黑紫色鳞片的巨龙 比九龙老祖的本体 更加威武 更加霸气 也拥有九龙老祖 不曾拥有的神异气势 远古天魔龙 天地间仅此一条的奇特物种 论血脉品级唯有五彩神凤 能够与之媲美 吃鸳凹的一声 一双肉鱼 猛地煽动一下 迅猛无比地冲向地基 萌荒黄天羊也双双化为本体 萌荒的本体是黄金笔萌 其肉身力量当势无敌 足以生丝巨龙 体型庞大 高达数十米 身上覆盖着黑色毛发 那毛发每根都如同一根 尖利的长矛 四肢如同底天之柱 粗壮而有力 一倒踏在地上 便是地动山摇的景象 黄天羊的本体 则是双翼一盏 超过五十米的巨大凤凰 双翼山洞间 寒风肆虐 冰锥呼啸 三大妖尊同时化为本体 三个庞然大物 向着地基猛冲过去 昆仑仙界八大主宰 也纷纷祭出了本命圣武 向着地基 发出了强悍的攻击 一时间 各种颜色的能量皮链 在天空中绽放 剑起 拳影 掌风 圣光 各种攻击 呼天盖地 仿佛 要将世界 都毁灭了一般 连续强者 全力为之 威力确实 太过恐怖 地基此刻 正是在施展 某种秘法 强行突破 炼须大圆满 这秘法 必然有着极为严重的后遗症 或许代价便是地基的性命 但是地基不在乎 他只要能够为魔地争取时间 争取机会 便无悔牺牲自己 以地基的心智谋略 他既然要当着昆仑强者的面 突破 就不会没有准备 在赤渊距离地基 仅仅只有三十米不到的时候 东地一声 爆响传遍四野 天地间 突然亮起了一道屏障 居然将赤渊挡了下来 与此同时 蒙荒和黄天阳也被阻挡 主宰们的攻击 也全部被拦下 那光幕 看似轻薄透明 却给众强者一种 难以撼动的感觉 这是一座大阵 防御类型大阵 是摩罗族耗费百年时间 才得以搭建完成的 其坚韧程度 足以承受炼虚强者 猛攻十七时间 而这十七时间 便是地基施展秘法 强行将自己送上 炼虚大圆满的时间 快 全力进攻 痴渊狂吼出生 同时粗壮的龙尾一百 带着胡小生 狠狠地砸响了锅目 众强者也知道 此时不能留守 纷纷全力出手 一连串攻击 惊险在光幕上 荡起一圈圈连移 却一时半会儿的 无法将其攻破 没用的 你们阻止不了我 地基嘴角危险 脸上露出了 孙然的笑容 他已经到了 突破的临界点 无人能阻 第1663集 终于在昆仑联盟 十一强者 眼睁睁的注视下 轰弄一声 轰鸣之后 地基的气势 达到了顶峰 冲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地基疯狂地大笑起来 身躯舒展 长发在身后 疯狂乱舞 他伸出右手 看向手掌 脸上带着凝笑 豹子的轻轻 逐渐平息下去 身体 就在此刻 微微颤抖了起来 紧接着一股 恐怖的能量风暴 瞬间席卷而开 天地动荡 山崩地裂 地基的气势 与之前大不相同 此刻的他已经达到了 炼须大圆满 你们 都得死 地基双目星红地 环视一圈 仰天嘶吼一声 他的面庞有些扭曲 带着猙獰之色 恐怖的杀意 在头顶凝聚 竟然引来了雷霆轰击 阵阵声响 在天地间回荡 这方天地 顿时电闪雷鸣起来 昆仑重强者 甚至感觉到 天地灵气都变得 稀薄了许多 能供他们调前使用的能量 大大减少 天地能量就那么多 有人分得多了 其他人自然就分得少了 地基已是 炼须大圆满境界 他一人便独占了 这天地间 超过五成能量 昆仑强者总共 能够调用的也不足一半 虽然炼须强者自身的 真气除量 便如同大海一半浩瀚无穷 即便不同天地能量 也不会对战斗力造成明显的影响 但是要知道 他们这个级别的大战 消耗也是极为恐怖的 若是 可供使用的天地能量少了 势必会影响到持久战能力 而且对于一些绝招 大招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此消彼掌之下 双方的实力差距 进一步拉大了 虽然地基只一人 但是给昆仑强者带来的威胁和压力 却是无比的大 众人面色凝重了许多 他们都明白 到了拼命的时候了 下地狱去吧 地基率先出击 他抬起右手 举胸前 五指聚拢 开始蓄力 十几厘米长的指甲 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仿佛化作了锋利的小刀 一个白色耀眼的光球 在地基的手中凝聚 成经坤之士 疯狂地吸收着周围的天地能量 吸收着地基的真情 眨眼的功夫 那光球便如同烈日一般 闪耀夺目 散发着恐怖的能量波动 下一瞬地基右手一甩 烈日光球 暴射而出 并且在途中迅速的膨胀变大 天地都在此刻变得一片死寂 那轮烈日 带着可怕的呼啸声 直接祸碎虚空 出现在了职渊 第一神 小子等昆仑联盟 练须强者的头顶上方 昆仑中强者脸色顿扁 联盟 调集真起真元 全力尽心防御 一个练须大圆满 境界强者的大招 威力必定极为恐怖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有光束从烈日光球之中 暴射而出 穿越空间的声音响起 那轮烈日旋载众人头顶 缓缓地旋转着 有一股股可怕的能量射线 向着下方清醒而下 第一神等强者 顿时便如遭累计 他们刚刚凝聚起来的防御 竟然 瞬间便崩碎了 有几人便是当场喷出鲜血 气息直接萎靡了不少 练须大圆满的攻击 惊恐不如斯 只一招便伤了数位 练须第二进强者 不 这还只是半招 第七的攻击 还没有完全爆发开 紧接着 那轮烈日开始向下碾压而来 昆仑强者全力抵挡 却感觉到一股难以撼动的恐怖 力道压在头顶 似乎天都塌下来一般 根本抵挡不住 甚至有几位主宰的本命圣武 都受到了损坏 就在这时 一道惊天动地的龙银声 陡然间在这方天地响彻而起 只见池原身体表面的黑紫色龙铃 疯狂地蠕动了起来 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涌遍全身 龙铃表面也闪烁起了光芒 他龙手高昂 龙嘴大张 猙獰而霸气 龙尾一摆 狠狠地向着头顶的烈日光球 攻击而去 作为昆仑联盟最强者 唯一的炼须第三劲强者 池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竟然 要独抗地级的攻击 一声惊天动地的暴响声 震动天地 大片空间开始剧烈地震战 恐怖的能量不动开始 迅速地荡砍 池原龙危大震 但是依旧力有不殆 他的龙躯顿时裂开了道道血痕 有部分地方甚至被那可怕的射险直接洞穿 远古天魔龙的肉身强毒 在整个昆仑仙节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而且他的境界又是炼须第三劲 强悍无比 此刻面对地鸡 却被打得如此凄惨 强悍的龙躯瞬间变得千疮百孔 吃烟愤怒地吼叫一声 龙园疯狂地涌动起来 巨大的龙躯在空中 激烈摇摆着 躺壁挡车 真是找死 地鸡冷笑一声 然后双手齐出 肥快地变换了几个手印 向下一压 那轮烈日顿时变得更加耀眼 能量更加强悍 并且有一股诡异的紫色烟雾 从烈日上迷茫而出 翻腾着 向着吃鸢涌去 在紫色烟雾接触到吃鸢的一瞬间 一阵阵腐朽之声响起 池渊身体表面的龙铃上 居然冒起了震震青烟 就好像金属表面上 被淋上了浓硫酸一样 他的龙铃居然被腐蚀了 刀砍不断 尖刺不穿 不惧烈火 不畏寒冷的龙铃 居然毫无反抗能力 便被腐蚀了 变得无比脆弱 池渊整个身体顿时 崩得挺直 发出一声惨叫 背上大片区域的龙铃 被腐蚀的严重受损 竟是直接裸露出了 龙铃之下的皮肉 在紫色烟雾的腐蚀下 鲜血淋漓 极为凄惨 有些地方甚至连骨头 都露出来了 饶是以作风强悍而著称的 吃鸢都发出了如此惨叫 可见其承受痛苦 有多么严重 吃鸢打算 其鱼强者 齐齐惊呼一声 开始全力示威 给池渊分担压力 他们也都明白 如果池渊倒下了 恐怕这场战斗都真的没有丝毫希望了 一旦战败 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作为昆仑仙剑和弯腰狱的扛顶人物 必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在昆仑十一位 炼虚强者的联手之下 终于是将地基的攻击防御了下来 但是众人都不敢有丝毫放松 因为这仅仅是地基的一次攻击而已 仅仅是一次攻击 便已经让昆仑强者 应对的艰难无比 谁也不知道 这样的攻击 甚至是更强的攻击 地基还能施展几次 多了不说 再来一两次 昆仑强者便无法承受了 第1664集 痴渊狂喘粗气 双目远征 死死盯着云端之上的地基 他的目光之中 有着极为浓烈的忌惮 以及担忧之色 地基太强了 他就仿佛一座 横更在众人的面前 高耸入云的山峰 给他们一种难以逾越的感觉 也让众人生出了无虑之坎 原本痴渊以为 练须第三境和大圆满的差距 应该不会太大 以自己的实力 全力以赴的话 就算不能击败 练须大圆满 最起码 也不会败得太惨 然而 现实 却给了痴渊狠狠的一巴掌 现在的地基根本不是痴渊 能躺得住的 当然了 这其中并不单单是 炼须大圆满 带来的实力 提升 还有 域外无数无银的大帝之侠 那无穷无尽的血气 这些血气 给地基提供了强大的增幅 使他的实力远远地超出了 炼须大圆满的平均水准 而昆仑强者 普遍只有炼须第二境 如何能提得过 你们居然挡下了 我的大日轮回面 真是让我意外 不过 游戏才刚刚开始 地基脸上露出了一抹凝笑 同时 手一抬 熟悉的手势 熟悉的动作 一颗光球 迅速凝聚 又是大日轮回面 虽然是老一套 但是威力 绝对够强 这就够了 诸位 地基 透支精神力 强行突破大圆满间接 肯定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大家坚持住 拖 我们也拖死 莫道子 巨见高呼 这一下 倒是点醒了众人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但是除掉你们 足够了 地基咬牙说道 说话间 那颗光球已经凝聚成形 地基甩手将光球丢了出来 防御 诗言怒吼一声 再次挺身而上 黄天阳和蒙荒同样怒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 狠狠地冲撞过去 昆仑仙界七大主宰 则是不计消耗的调动真气 疯狂地催动 各自的本命盛气 在头顶 构筑起了一道道防御 为什么说是七大主宰 而非八大主宰 那是因为 逍遥子并未出手 他覆手而立 目光之中闪烁着阵阵惊膀 四处看着 眉头微皱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逍遥子 还愣着干什么 难道你想背弃我们 莫道子瞥了逍遥子一眼 顿时立合一声 他还真担心逍遥子 从背后给他一剑 或者干脆就袖手旁观 看着他们被地基打压 毕竟逍遥子是林凡的朋友 而林凡跟他可是大仇人 所以莫道子才会如此说话 算是抢占先机 逼迫逍遥子出力 无知不是你的错 但是无知还这么跳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看好了春花 逍遥子淡淡地说了一句 随后 断念剑一甩 向着大地便挥出了一道剑气 看到这一幕 昆仑诸强者 都有些疑惑 那边并无敌人 萧子为何向那边出钱 难道真的是出功不出力 但是这也不合理 萧子应该明白 如果真让摩罗族阴谋得逞 让摩帝得以苏醒的话 这个昆仑仙姐都会面临巨大的浩劫 正所谓 覆巢之下 其有顽暖 到时候萧子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 只是他这般行为 确实难以理解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 地基在看到萧子的举动之后 脸色顿时就有些变了 眼眸之中甚至还闪过了一丝慌乱 眨眼之间 萧瑶子的剑气 已经狠狠地轰在了大地之上 原本从大地的裂缝里 声唐而起 汇聚向地基的血迹 被剑气 斩断了一部分 而这些斩断的血气 并没有重新连接 而是就这么断裂了 与此同时 昆仑 朱强 感觉到自己的压力 居然减弱了几分 这 蓝冰月眼睛一亮 说道 是血气 那些血气给地基提供了能量支持 萧瑶子斩断了血气 便是断了地基的能量来源 他的攻击便减弱了 蓝冰月一语道破真谛 其余众人也都明白了过来 同时心里暗暗赞胆 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之下 萧瑶子 居然还能够保持如此冷静的心态 而且眼光独烂 居然一眼就看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让众人自愧不如 不过萧瑶子这一剑给昆仑诛强者注入了一剂强星剂 萧瑶子冷笑地撇了地基一眼 接连初剑 一道道剑脊呼啸而出 斩断那些天地间连通的血气 没斩断一条血气 地基的气势和攻击强度就弱一分 地基尖笑连连 却也阻挡不住萧瑶子的动作 没多时 所有血气 近数被萧瑶子斩断 而地基失去了血气的支撑 实力明显地降了一个档次 只能算作寻常炼虚大圆满了 虽然单对单 昆仑诛强 没有一个人能够敌得过地基 但是众人合力 已经可以跟地基占个你来我往了 甚至还能略占些优势 而只要能够维持不败 便相当于胜了 因为地基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所以昆仑诛强一点都不急 反倒是地基越来越急了 他透支能量 强行突破炼虚大圆满 本就是破釜沉舟的一步 如果不能将昆仑诛强全部斩杀 一旦进入虚弱期 便再也没有半点机会 这一点昆仑诛强知道 地基自然也很清楚 所以地基急了 他直接拿出一把魔灵果 一夜苦恼地塞进了嘴里 摩罗果是摩罗族的特产 可以临时提升实力 但是后遗症也极为严重 所以飞到必要关头 不会实用 而且一般来说 也只会服用一颗 但是地基此刻 却一口气吞服了至少七八颗 魔灵果 魔灵果下肚 地基的身体 顿时发出了 砰砰砰的一连串爆响声 一股狂暴的能量 轰然爆发 地基的头发瞬间 披散而开 在风中狂舞 眼睛散发出了射人的胸膀 中围空间发出了 一阵阵酸牙的声音 已经难以承受 这恐怖的压力 死 死吧 地基疯狂地吼叫着 双手十指的指甲 如同锋利的刀刃 闪烁着寒芒 是地基最强悍的武器 他挥舞着双手 尖笑一声 率先 杀向萧姚子 若不是萧姚子 地基不会败得这么快 而且在地基的心目中 萧姚子的威胁 甚至比池圆更大 他甚至已经无法将 昆仑珠强全部杀死了 既然如此 便优先 出击威胁最大的 而萧姚子 便是地基的首选目标 第1665集 面对着怒冲而来的地基 萧姚子瞳孔微微一缩 感受到了极党的威胁 一个疯狂地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 而且还是服用了魔灵果 实力大大增强的 炼须大圆满境界的强者 所能爆发出来的杀伤力 太过恐怖了 即便是萧姚子 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萧姚子双目一凝 断念剑振长不已 发出了一阵阵剑影声 恐怖的剑意瞬间激发 周围大片空间都被剑意影响 压强变得极低极低 空中仿佛有无数淡黄色的光点 从四面八方向着断念剑汇聚而去 随着这些光点汇聚 断念剑逐简散发出了光芒 断念剑的光芒越来越耀眼 萧姚子的气势也越来越强盛 下一瞬 萧姚子手腕一振 断念剑顿时光芒大胜 向着地基电光 一剑斩下 一股令人心机的能量波动传来 这足以表明 萧姚子这一剑非常强 强盗给周围 这诸多炼须第二剑强者 都带来了浓浓的威胁 但是却不见丝毫见剑 只有剑意剑时 却不见剑气 这也是神鬼莫测的一点 净乎是在萧姚子挥剑的瞬间 地基便双手交叉 挡在了身前 把音搜都挺快 不过还不够 萧姚子淡淡出言 地基完全是本能的双笔 交叉于胸前 由于防御这一剑 但是他还是低估了萧姚子的剑 命剑 在小子巅峰时刻都算得上他最强杀招之一 顾名思义 以剑技出 必取人性命 命剑的墙不但在于他无形无影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属性 那就是他可以一定程度上无视防御 地基双臂挡在身前 但是命剑却穿透了他的手臂 直接命中地基的胸口 由血光一傻而视 由血珠抱剑而起 地基身形抱腿 在他的胸前有一道淡淡的血痕 空中遗留着几滴鲜血 地基的脸上满是意外 练须大圆满境界的他 居然被一个刚刚突破的练须 第一镜的弱者伤了 如果不是服用了魔灵果 大大提升了肉身防御 而且关键时刻 后退及时的话 这一剑足以给他带来不轻的伤势 两人相差了足足三个小境界 如此之大的境界相差 按理来说 应该是地基可以轻松秒杀小腰子的 然而 虽然命剑只是对地基造成了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轻伤 但是小腰子并不失望 命剑虽强 但地基也不是小鱼小虾 没那么容易杀他 不过 能一剑将其逼腿 便是成功 小腰子一剑逼腿地基 其他昆仑珠墙 全部都围攻上来 地基愤恨地利吼一声 他明白 自己失去了斩杀小腰子的最佳时机 昆仑珠墙与地基展开大战 每一次的交锋 都是对这片天敌 承受极限的严重挑战 空间不断破灭 不断地出现裂缝 又很快复原 周围大片范围 都受到了严重破坏 大地崩壘 山峰倒塌 不过 森罗殿却没有受到损害 依然屹立在大地之上 地基既然选择在此处阻拦 昆仑珠墙 自然是有所准备的 整个森罗殿 都被一道防御阵法保护了起来 甚至连地下都在保护范围之内 而且这道阵法是以地基为阵 搭建起来的 只要地基不死 阵法就不会被迫 而一旦地基陨落 森罗殿将再无半点保障 借是昆仑珠墙 便可指导黄龙 将磨底彻底抹杀 地基便是挡在昆仑珠墙面前最大的阻碍 地基以炼须大圆满之警 战胜昆仑联盟十一大炼须强者 这一战不论结果如何 都将永远地铭记在昆仑仙界珠墙的心中 这场大战从白天打到黑夜 又从黑夜打到白天 依然不分胜负 但是众人都有些疲惫了 这种规模 这种层次的大战 是对双方所有人精神 真气等多方面的巨大消耗 连续大圆满的实力 确实强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地基逐渐显露颓势 强行突破境界 以及服用魔灵魂的后遗症 开始渐渐地展现了出来 地基不得不分心压制后遗症 这让他的战斗力有所下滑 甚至出现了一些伤势 地基已经不行了 诸位加把剑 没错 地基强行突破 此刻必然遭到了反噬 此阵昆仑必胜 杀 昆仑珠墙都是眼光毒辣之人 第一时间便发现了地基撞他的下滑 顿时精神大震加大了攻击强度 我就是死 也要拉你们几个垫背的 地基浑身浴血 双目星红发出了凄厉的嘶吼 那你就去死吧 光明丝然出声 身上笼罩着圣光 鬼魅般出现在了地基的身后 拳风上包裹着金芒 向着地基的后背便一圈砸去 地基仿佛没有觉察到来自背后的攻击 依然象征横万古攻去 见状光明冷笑不已 而横万古却全身汗毛炸裂 地基这副架势 分明是要以杀换杀 居然无视光明的攻击 铁了心要杀横万古 横万古脸色巨扁 连忙抽身后退 但是他的速度却远远比不上地基 根本逃不出地基的攻击范围 地基五指成长 带着阵阵紫色烟雾 再向着横万古脑袋抓去 这紫色烟雾 连吃冤的龙鳞都能腐蚀 横万古这一下若是躲不开 恐怕不死 也得丢半条命 就在这时 一道剑光从侧面一闪而逝 吃地一声 地基整个手掌 齐腕而断 飞了出去 一道血柱瞬间喷出 喷了横万古一脸 小瑶子 地基嘶吼一声 身形只是顿了一下 顾不上自己的伤势 换了一只手继续杀向横万古 不过他被小瑶子阻拦立下 给了横万古脱身的机会 横万古身形抱腿 已经脱离地基的攻击范围 地基一击未重 手掌背斩 而且更要命的是 光明的攻击也已经袭杀而至 而地基根本必无可避 光明一拳狠狠地轰在地基后背 地基整个人都向前猛扑了一下 身前的空间都爆开了一个圆形黑洞 同时地基喷出一口鲜血 气息顿时萎靡了许多 趁你变 要你灭 光明眼眸闪光 一拳得手之后 再度骑尸而上 闪电般连出竖拳 铺天盖地的拳影 向着地基笼罩而来 第1666集 地基咬牙 梦得回身 表情争鸣可怖 满脸力气嘴巴大张 满脸的鲜血看上去极为凄惨 也极为恐怖 一道极具穿透力的叫声 从地基口中发出 一鼓鼓声波 以地基的嘴巴为中心 呈扇形向着周围凶猛无比的扩散开 如同惊涛拍案 狠狠地震荡着虚空 追上来的光明 首当其冲 瞳孔梦得一缩 还没等他做出什么应对 便被那声波直接击飞数百米 气血一阵翻涌 随力填 又鲜血从嘴角渗出 漫天拳影 也纷纷被声波摧毁 周围 其他强者也被声波 逼退几十米 地基身形摇晃冷下 差点从云端跌落 他的脸色苍白如纸 气息混乱无比 终于到了强弩之末 地基双眼星红的环视一圈 眼神之中满是不甘和愤恨 左手紧紧地抓着右手手腕 右手掌已经跌落大地 被沙徒掩埋 手腕处鲜血淋漓 地基脸色惨白 露出立抹讥讽的笑 紧接着脸色一变 歇斯底里地嘶吼道 你们这些卑鄙小人 枉你们一个个都站在 整个昆仑仙界的最顶峰 却出尔反尔 以多欺少 背后偷袭 你们枉为主宰 枉为妖尊 我恨 我恨 我恨哪 我恨 不能看到我的王军临天下 我恨 不能陪伴在王的左右 我恨 不能斩禁你们这群小人 带到我的王醒来之日 便是你们这群卑鄙之徒 混沌之石 地基宛如发狂的野兽 又如猙獰的猎鬼 两道血泪 从眼眶汹涌而出 他缓缓低头 看向下方的森罗殿 目光深情而不舍 充满了眷恋 也饱含绝别的意味 愿君安好 你若安好 我便是身坠久忧 我便是粉身碎骨 也心甘情愿 只可惜 不能看到你王者归来 距离天下的那一天了 杀 地基发出最后一声吏吼 蹭了一下 身体周围顿时 涌起那股紫色烟雾 紧接着 地基便带起 道道残影冲了出去 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是地基已经心怀死之 这最后爆发出来的战斗力 还是极为恐怖的 杀 驰渊暴和一声 昆仑出墙再次出手 萧瑶子悠悠叹了口气 眼眸之中有钦佩有欣赏 却没有丝毫的怜悯和不忍 如果双方不是不死不休的关系 或许 萧瑶子会选择 跟地基还有那至今未苏醒的摩帝做朋友 他们两个都是性情众人 身上都有着难以掩盖的闪光点 如此人物 即便是夏瑶子也见过不多 只可惜 这世界上没有如果 双方的立场注定了只能是敌人 所以夏瑶子只能收起钦佩和欣赏 然后初见 这一次地基没过两招便被击飞 整条右笔都被斩下浑身浴血 但是地基战役丝毫不减 气势始终不坠 杀 地基再次嘶吼一声 无退反进主动出击 但是很快又被击飞 如此往复 地基终于奄奄一息 赤渊化为人形 来到地基面前 右手握拳 澎湃的龙云激荡而起 让他整个人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地基 结束了 赤渊看着地基面无表情 淡淡地说道 地基吐了口鲜血 嘴角扯了扯 目光平静地看着赤渊 没有再说什么 赤渊举起拳头 向着地基的脑袋砸去 这一拳下去地基必死 就在这时 一变陡升 一股恐怖的能量 从下方森罗点轰然爆发而起 形成了能量风暴 向着天急 席卷而来 这股能量风暴 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威势 比起地基最强的时候 也不成多让 赤渊脸色巨变 连忙闪身躲避 能量风暴以催枯拉朽般的姿态 掠过了赤渊方才所在的位置 却没有继续向上 而是环绕一圈 形成了一个球形能量护照 将地基保护了起来 哇 地基喃喃一声似乎想起了什么 顿时脸色大变 猛地低头看向森罗点 方才面对赤渊的必杀一拳 地基都坦然以受 但是现在地基被这道能量护照保护了起来 更加的安全 暂时没有了性命之用 却显得焦急 惶恐 悔恨 不安 种种情绪 已经写在了地基的脸上 下一刻 一道高大魁梧的 人形蓄影 从森罗点缓缓升起 身穿紫金龙袍 身材彪悍雄壮 脸庞如同刀削腑般 棱角分明 鼻梁挺翘 嘴角偏厚 那双乌黑浓密的冲天眉 更是让它增添了几分霸气 整个人散发出了一股强悍的王霸之气 宛如苏醒的巨兽 欲要咆哮出天 这道 虚影刚毅出身 昆仑珠强顿时本能地绷紧了身体 危险 极致的危险 昆仑珠强的脸色都变得凝重不已 他们竟然从这道虚影的身上 感受到了远超地基的威胁 他们明白 这恐怕便是摩罗族的王 曾经达到过 练须之上境界的超级强者 摩帝 我 我的王 你怎么呢 地基泪流满面 摇着头 自言自语 这道人形虚影正是魔帝的灵魂化身 原来 在魔帝陷入沉睡之前 强行剥离的部分灵魂 单独封存起来 并且就在地基的身上 留下了灵魂烙影 当地基 遭遇生死危机的时候 便会触发 从而 唤醒魔帝的这一缕分魂 为地基解围 刚才正是吃冤的拳头 给地基带来生命危险 所以触发了地基身上的灵魂烙影 魔帝的分魂被唤醒 险下而出 分魂现身 对魔帝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如果这一缕分魂始终不被触发 那么当魔帝苏醒的时候 便会自动将其融入主魂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就当无事发生 但是如果在魔帝苏醒之前 分魂被触发 险下而出 那么这一缕分魂 将会因此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变得不纯净 简单来说 就是当魔帝苏醒之后 主魂融合分魂 将会是一件麻烦的事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才能彻底融合 而在这之前 魔帝的实力 将会有所折损 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 如果点子背点 分魂受到损伤 甚至是被毁灭 那么对魔帝造成的伤害 将会更大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 魔帝苏醒之后 不但实力大减 可能连神志和记忆 都会出现问题 这一点魔帝自然心知肚明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 在地基的身上 留下了灵魂烙影 你若不离不齐 我必生死相依 地基对魔帝至死不欲 魔帝对地基 又何尝不是康护有加 唯恐地基出了意外 才在他身上 留下灵魂烙影 婴儿 你是委屈了 假的接下来交给我吧 魔帝分魂 向着地基微微一笑 目光一如万年前 那般深情 生也如万年前 那般温柔 并且充满了 令人心安的力量 地基再次累崩 一个练续大圆满境界的强者 就那么捂着嘴 大哭了起来 婴儿 他已经超过一万年 没有听到过这个称呼了 他甚至都快忘记自己的本名 是死烟 自从魔帝沉睡之后 地基便再也不是 那个无忧无虑的烟儿 再也不能躺在 那宽厚有力的 壁弯里撒娇 他收起了所有的柔弱 让自己身披铠甲 化身为地基 扛起了整个 魔罗族的重担 撑起了 所有族人的希望 无数次想放弃 无数次想逃避 但是 对魔帝的感情 对族人的责任 让地基一次次地坚持了下来 魔帝的一举 你受委屈了 就轻而易举地 击破了地基的心理防线 让他瞬间累崩 此刻 地基很想扑到魔帝的怀里 痛痛快快地嚎啕大哭一场 好好地向他的王 倾诉万年的思念 万年的委屈 但是不能 中围群狼还死 危机死伏 魔帝分魂险身 虽然 解了地基的危机 却让魔帝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王 你不要管我 你快走 快走啊 带着你的肉身离开 他们肯定留不下你 等你苏醒之后 再来为妾报仇 地基泪流满面地向着魔帝 分魂大声喊叫 这群蝼蚁 还没有资格 让本帝退走 魔帝分魂环视一圈 目光之中充满了浓浓的愤怒 说道 婴儿你且看看 本帝如何为你抽气 话音间 魔帝分魂瞬间消失在原地 第1667集 此刻出现的 虽然仅是魔帝的一缕分魂 却也有着相当于炼虚大圆满境界的超强实力 他一出手 昆仑珠强顿时便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此前他们与地基一战 便已消耗巨大 现在面对突然出现的魔帝分魂 着实有些难以应对 一声暴响在天地间炸裂 距离森罗点最近的光明 身体猛的一攻 宛如煮熟的虾一样 向着大地急速坠去 一边下坠 一边狂喷鲜血 身上的圣光在第一时间便已经被打散 片刻后 光明重重地砸在了山壁之上 轰隆一声 直接将那座陡峭山石砸得轰然倒塌 巨石碎裂 山土倒塌 浓烟生腾而起 光明被巨石掩埋 气息全无 天际有雷霆乍响 同时有星辰影像从光明掩埋之底显现而出 却很快变得透明 满天星辰开始解体 化作无数光点 成螺旋状向着天际飘散 然后迅速消散在空中 这方天地突然之间狂风大起 天地间隐隐传来一声悲弃的低鸣声 惊雷响星辰县 是用人突破炼虚境界引起的天地异象 而雷霆阵星辰散 视为炼虚陨落 其余昆仑珠强看到这景下忍不住瞳孔一阵 剧烈的紧缩 脸色同时大汗 光明昆仑仙界八大主宰之一 脸须第二镜强者居然陨落了 摩地分魂 竟恐怖如斯 只是 灵魂却拥有尸体 而且一击之下 便直接击杀了一个脸须第二镜强者 这也让其他人 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 他们突破炼虚境界之后 已经最起码有数千年 不曾有过这种感觉了 主位 平命吧 吃烟爆合一声 防守发出了一道高亢的龙吟 双翼一阵 悍然冲向摩地分魂 平命 本地今日必经而等 斩杀于此 摩地虚法结章 衣袍狂舞 彰显绝伦霸气 一击秒杀光明之后 摩地再次出招 这次 他的目标是吃鸳 区区一具灵魂体液 休得成功 小妖子双目神盲爆闪 一眼看穿了摩地分魂的底细 手中断裂见光芒大圣 右手一摆 一道毫不起眼的剑气 便呼啸而出 从侧面展向摩地分魂 精魂斩 此招是小妖子处于灵魂状态所感悟 专门针对灵魂体 小妖子当初闯天路失败 只剩下一缕残魂 以灵魂形态存在了许久 所以他对灵魂的研究和感悟是非常深刻的 也正因如此 所以才有所感悟 创出了精魂展 摩地分魂发出一声惊疑 他居然从这道毫不起眼的剑气上感受到了危险 而发出这道剑气的居然是在场修为最低的 炼须第一镜修士 这着实让摩地分魂感到意外 不过意外归意外 摩地分魂应对的还是非常迅速 他放弃攻击志愿 双手快速结印 在胸前一对 瞬间便有一圈黑色光圈扩散而出 在摩地分魂的面前 凝聚起了一道黑色半透明光盾 那光盾上 有漆黑浓雾在缓缓地有动 用黑色光芒一圈一圈地挡开 下一瞬 精魂展已然略知 轰击在黑色光盾之上 一声轻响 没有惊天动地的动静 也没有耀眼夺目的能量爆发 仿佛这不是 练须级别强者的大战 只是普通人之间的碰撞 然而 就是这毫不起眼的攻击 却给摩地分魂都带来了几分威胁 黑色光盾 激荡起了一圈一圈的光影联谊 却未曾破灭 你的攻击很不错 可惜 还是无法击破本地的黑光盾 摩地撇了肖子一眼 夜眸之中有几分诧异 淡淡地说道 不过你因此激怒了本地 所以去死吧 话音录 摩地分魂凶猛的攻向逍遥死 摩地曾经是合体巅峰期强者 现在出现的虽然只是一缕分魂 但是他的实力 也绝非一般的炼虚大圆满可比 以摩地分魂的实力 昏伦珠强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威胁 但是有一个人除外 那就是逍遥死 这个曾经也登上过合体巅峰期的强者 与摩地有着同样深厚的底蕴 而且他的见到连摩地都有些看不透 单单是那一招惊魂斩 并让摩地都感受到了些许威胁 如果摩地不是有着黑光盾这样的宝物 或许刚才还真的被伤了 所以摩地决定先解决掉 逍遥子这个最大的威胁 关于对逍遥子的评价 摩地和弟妻有着同样的看法 逍遥子的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若是同等境界 萧子自然不具摩地 但是现在双方实力差距非常显重 萧子能越接对敌不佳 但摩地同样也是能够越接对敌的 所以单从明面上的实力来看 萧子势不敌摩地的 不过萧子还有机会 因为摩地只是一缕分魂 而非本体 萧子又领悟了针对灵魂体的金魂斩 对摩地有着针对性 倒是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萧瑶子眼眸放光 战意高昂 除了凌凡之外 摩地分魂 更是萧瑶子灵魂重生 肉身重塑之后 所见的最强之人 也是第一个 能真正引起萧瑶子 重视的对手 所以此刻 萧瑶子心无畏惧 有的只是高昂的战役 来得好 金魂斩 萧瑶子当即长剑一甩 又是一道金魂斩 剑技斩冲 摩地分魂 以黑光盾所护身 抵御金魂斩 同时飞速向着萧瑶子逼近 萧瑶子接连初见 金魂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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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不在心 奏孝则灵 面对摩地分魂 毫无疑问 金魂斩就是 最有效果的招数 所以 萧瑶子根本不变招 就以金魂斩 攻击摩地分魂 虽然摩地分魂 有黑光盾 护身 金魂斩并未取得 太大的成效 但是最起码 能够干扰 摩地分魂的进攻节奏 而在萧瑶子正面 牵制摩地分魂的时候 昆仑珠强 也全都没闲着 共同向着摩地分魂 发动了攻击 一时间天地能量震荡 狂猛的能量风暴 接连在空中 席就而开 二等老爷 承受本地的怒火吧 大黑魔 摩地分魂双臂伸展 身体在虚空中 缓缓地旋转起来 一叶鼓鼓黑猫 出现在了摩地分魂的周身 环绕着它 包裹着它 显得无比诡异 又透露着恐怖的能量波动 不好 赤猿脸色巨贬 从那黑芒之中 感受到了浓浓的威胁 还没等它做出什么 应对措施 就见摩地周身 那些黑芒 开始向着周围扩散开 好似墨汁在清水中 散开一样 迅速地将大片天空 都染成了漆黑一片 黑芒中传出令人头发发麻的 嚎哭声 惨叫声 扎眼的功夫 黑芒便迷茫到了 昆仑珠墙的身边 从黑芒里面伸出了一只 漆黑无比的诡异手掌 一根根手指在空中 胡乱抓着 第1668集 这 这是什么鬼东西 第一神皱眉怒骂道 刚才说完话 第一神面前的那几只黑手 便一把探前 抓住了他的肩膀手臂 大腿等部位 向着黑芒的方向 用力地拽着 见状 第一神脸色一变 雄魂的真气澎湃而起 笼罩全身 让他整个人都如同战神一般 高大威猛充满力量 你给我扑 第一神以调动真气 双臂猛地向外伸展 全力抽身 然而 这些黑手 居然如同 橡皮制成的一样 拥有着极强的柔韧度 被第一神 拉扯出去树米 不然 文有断裂 只是整体被拉扯了许多 而且 很快便发出了更大的力道 竟然将第一神 又拽了回去 一只黑手 猛地拍在了第一神的脸上 还没等第一神 做出进一步的反抗 便直接被黑手 拖进了黑莽之中 很快便完全被黑莽吞噬 激烈的惨叫声 从黑莽中传出 很快 惨叫声戛然而止 同时有雷霆阵响 有星辰消散 继光明之后 再有竹崽隐落 魔地分魂雷霆出手 直接 便是秒杀了光明 和第一神两位竹崽 大家 当其这些黑手 痴渊 爆吼出声 提醒众人 其实 根本不用痴渊提醒 第一神的惨叫声 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其余人自然不敢大意 冰华圣连 极致绽放 蓝冰月娇齿一声 本命圣武 冰华圣连 自动飞出 在他面前两三米处 旋停下来 缓缓旋转着 一圈一圈的冰蓝色涟漪 在空中荡漾着 下一瞬 冰华圣连的花瓣 开始向着周围散开 仿佛 莲花绽放一般 很快 冰华圣连 彻底绽放 光芒大盛 同时 也一股充满着 冷冽气息的 强悍的能量 彻底爆发 形成了一个 能量领域 将昆仑珠墙 都包含在内 昆仑珠墙 顿时便感觉到 受到了不小的振幅 冰华圣连 便辅助增幅类 本命圣武 此刻发挥了 他最大的作用 子索金灵 花千古瞬间 掠至蓝冰月的身边 手腕一番 叮铃铃一声 清脆的声音响起 这件花千古 纤细的手腕上 有一串 紫金手链摇晃着 铃铛轻轻碰撞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一股股 肉眼不可见的声波 向着周围扩散 如同浪花一般 一股接一股 一波接一波 在这声波之中 居然显化出了 花瓣的形态 飘飘洒洒 非常美丽 那些 花瓣看似 娇柔美艳 却蕴含着恐怖的能量 随便一朵 都能轻易秒杀 化神巅峰强者 全部飘荡而出 向着黑莽涌去 与那些黑手碰上在一起 能量瞬间爆发 一朵朵花瓣破碎 很快便有更多的花瓣涌上去 花千古和蓝冰月关系精密 黑河更是默契 蓝冰月以本命圣物 兵华圣连作为辅助 增幅队友 自己势必会空门大开 而花千古便充当了防护的角色 将自己和蓝冰月一同保护起来 让蓝冰月得以无所顾忌地发挥 他的增幅作用 两人相当于法师和战士的组合 配合之下 打出了不错的效果 其他主宰也纷纷祭出本命圣武 与那些宿命的黑手战斗着 三大妖孙并没有本命圣武 他们更加注重修炼自己的肉身 此刻全部真圆狂勇 增幅己身 与黑手进行着最为粗暴的正面硬杠 最终在昆仑珠强齐心协力之下 黑盲终于被打退 但是昆仑珠强再次受创 状态更差了 反观摩底分魂 却依然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 没想到 你们这小小的昆仑仙剧 倒是有几个不错的人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本帝分魂继续 而得一个都别想到 摩底分魂依旧霸气侧漏 了得不行 话一落 他手腕一翻 手中出现了一把漆黑如墨的重剑 造型猙獰霸气 表面呼地燃烧起了熊熊魔焰 让这把重剑充满了魔旗和霸气 那把剑 莫道子瞳孔猛的一阵收缩 眼眸之中 升起了几分惊议 摩底分魂手中的剑 竟然与霸凡的剑 极为相似 莫道子跟霸凡也算是老相识了 自然认得霸凡的恶魔凶威 但是 摩底分魂手中的剑 怎么会与恶魔凶威 如此相似 不 这已经不是相似这么简单了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完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就连那剑上弥漫的魔旗 也都一般无二 小子也同样的大感意外 相比其他人 小子与霸凡接触的瞬间更多 与他更加熟悉 自然也知道恶魔凶威的特征 所以在摩底分魂的手中出现恶魔凶威的一刹那 逍遥子便认定 那把剑就是恶魔凶威 或者说 是恶魔凶威的能量显化 摩底分魂是灵魂体 所以他手中的剑 也是由能量显化而出 并不是真正的恶魔凶威 不过 这也足以说明 恶魔凶威曾经是摩底的武器 至少 摩底肯定使用过恶魔凶威 而且对恶魔凶威非常了解 其他人也都产生了疑惑 不过 眼线的情况 倒是容不得他们多想 因为摩底分魂已经一剑横场而出 顿时便有一道数百米长的恐怖剑气 呼啸着割裂空间 向着昆仑珠强呼啸而来 这剑气之强乃是众人 见所未见 昆仑珠强不敢大意 连忙使出全力进行防御 喷喷喷喷喷喷 一连串爆响声 炸裂天气 昆仑珠强尽数被剑气击腿 然后狂喷鲜血 受伤最重的萌荒 甚至一条手臂直接被斩断 一剑之位 重强皆伤 摩底太强了 仅仅是一道分魂 便将昆仑十一位炼须强者 压得脱不够气来 两死久伤 不过这一剑之后 摩底分魂竟然明显 便透明了几分 这一剑耗费了太多的能量 不过成效显著 绝对是值得的 摩底分魂也知道自己的状态 无法维持太长时间 所以他决定速战速决 长剑一阵 剑锋上 魔气狂涌而出 立刻出声 这一剑 彻底解决你们 话一落 摩底便掉进能量 灌输于恶魔胸位置上 这一剑 尚未斩出 但已经散发出了比之前一剑更强的气势 摩底分魂 所述非虚 这一剑 确实能够解决昆仑出墙 但就在摩底分魂即将出点的一瞬间 他脸色微扁 身体 微不可查地抖动了一下 原本凝聚耳机的能量 居然直接消散 同时身体再次变得透明了几分 摩底分魂猛地抬头看向天气 喝道 是谁暗算本尊 滚出来 身震如雷 翻滚汹涌 摩底 我们终于见面了 一声长啸 自天际传来 下一刻便有一道剑光 急速掠来 第1669集 这道声音无喜无悲 似乎摩底并不是他的仇人 反而有一种战友相见的感觉 而且隐隐之间透露出了一股踏破云霄的霸气 仿佛知道声音主人的心目中一缕分魂变压的昆仑联盟 是一个练须强者抬不起头的魔地 只是寻常存在 并不能让他感到棘手 这道声音的主人正是林凡 他来了 他来了 他霸气侧漏地走来了 在沃龙山大战之后 林凡先后使用了三颗龙珠 一股作气冲上了化身期 而且直接便是化身中期 除了修为突破化身巅峰之外 神石也同样取得突破 一路高歌猛进 冲上了化身巅峰 至此 林凡修为 神石 双化身 战力飙升 不知几何 突破之后 林凡半刻没有停留 第一时间便赶往预外 林凡总觉得昆仑仙界这些货不太靠谱 如果不能清零现场 他始终放心不下 还好林凡来得非常及时 赶到的时候 正好是魔帝分魂 要放大招清场的时候 便直接以单体爆发精神力 战机化身针 攻击魔帝分魂 迫使其放弃出招 魔帝分魂是灵魂体 而精神力战机 针对的便是灵魂体 如果说逍遥子的精魂斩 只是粗浅的灵魂攻击手段 那么精神力战机 便是灵魂的可信 具有明确而强力的针对性 林凡以化身巅峰境界的神识 施展精神力战机 威力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一气之威 不仅中断了魔帝分魂酝酿的大招 而且还重创了魔帝分魂 使其变得透明了许多 是灵魂 是灵魂 他来干什么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真是不知死活 昆仑珠强听到这个声音之后表现不一 有的疑惑有的担忧 有的幸灾乐祸 除了逍遥子之外 没有人觉得林凡 有资格参与到 练须级别大战 哪怕林凡 有着朱砂画神 巅峰强者的实力 也远远不够资格 因为 即便是顶尖的画神巅峰 来到这里 也只是沦为 炮灰角色 逍遥子 看一下那道剑光出现的方向 感受到林凡的气势 不由的一阵惊讶 画神终极 正所谓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仅仅仅日不见 林凡竟然已是画神终极 不愧是你啊 说是迟那是快 一眨眼的功夫 林凡已经出现在了场上 他脚下踩着恶魔凶威 身躯挺爬如枪 整个如同 开封出窍的利剑 直指苍穹 又如统御四海八荒的皇者 禀离天下 风姿武双 看到林凡 魔帝分魂瞳孔微微一缩 化神终极的楼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魔帝分魂 却从林凡的身上 感受到了浓浓的威胁 无关实力 无关修为 这是魔帝分魂面对 足以威胁到自己的敌人的时候 所产生的本能的反应 下一刻 魔帝分魂看到了 被林凡踩在脚下的恶魔凶威 双目微密 那是他的配件 地界看到了恶魔凶威 脸色顿时激动了起来 若不是他遭受重创 奄奄以息 恐怕早已出手抢夺了 恶魔凶威对魔帝 对整个魔罗族 都有着极大的意义 恶魔凶威 曾是魔帝的配件 随魔帝南征北战 隐穴无数 不知道斩下了多少敌人的头颅 在魔罗界成就无敌威名 当初魔罗界爆发 蔑视浩劫的时候 魔帝便守持恶魔凶威 与座下三十六魔王 共同对抗那场浩劫 结果恶魔凶威 受到严重损伤 魔帝也身受重伤 三十六魔王更是陨落大阪 只剩下十人 再后来 魔帝护着族人 冲进空间乱流 再度燃烧精血 激发潜力 以恶魔凶威来开道 穿越空间乱流 恶魔凶威再度遭受到 空间乱流的侵蚀 损伤程度进一步加重 在最后关头 魔帝将恶魔凶威投掷出去 破开空间 带着族人冲进了昆仑仙界 而恶魔凶威 却被空间乱流卷走 不知所踪 魔帝以为再也没有机会 见到恶魔凶威了 没想到今日居然在这里 重新看到了恶魔凶威 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两个宿命之中的对手 早在万年前 便已经因为一个意外 而给未来的相遇 拉上了一条线 与此同时 林凡也看到了 魔帝分魂手中的恶魔凶威虚影 脸色有些怪异 两人远隔千米而对望 虚空之中似乎有 电流火花 批米啪啦响起 有些人 只要出场 便是无可争议的主角 比如林凡 昆仑珠强 在此时 沦闻林凡的背景板 魔帝分魂 没有去管昆仑珠强 他的目光 落在林凡的身上 小子 你也叫林凡 你很不错 片刻后 魔帝分魂开口了 然而他开口第一句话 并不是愤怒 仇恨 反而是带着几分欣赏 还有一丝疑惑 从刚才昆仑珠强的话语中 魔帝分魂知道林凡的名字 林凡淡淡地说道 魔帝 你也不错 语气平淡 有点类似长辈对晚辈说话的语气 有意思 魔帝分魂大笑几声 饶有兴趣地看着林凡说道 有意思 我突然有些舍不得杀你了 小子 将本帝的剑拱手送了 便臣服于本帝 本帝可以考虑不杀你 如何 你的剑 魔帝 不是我看不起你 这剑真是你的 文言 魔帝分魂脸上闪过利丝诧异 林凡居然看出来了 还是说 他只是猜测 是的 魔帝只是恶魔雄威的前任主人 却并不是第一任主人 这把剑是五万年前 突然撕裂空间 降落在魔罗界的 魔戒将士 引起了天敌意向 紫色的冲天光主 大半个魔罗界都能看到 天降神物自然是能者居之 当时的魔帝 虽然不能算得上是绝对的无敌 但是 魔罗界有数的强者 一番争夺之后 占有了这把魔剑 后来数万年光阴 魔帝守持恶魔兄威 征战四方 可以说 魔罗族之所以能够成为 魔罗界的主宰 恶魔兄威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魔帝正是在 恶魔兄威的帮助之下 才得以击杀 魔罗界另外一个 合体机强者 登顶魔罗界 但即便是 魔帝站在世界的巅峰 也依旧无法真正地 看透恶魔兄威 这把绝世魔剑 来历成谜 但是现在 林凡居然一语道破 恶魔兄威 并不是魔帝所有 这倒是让魔帝 颇为意外 第1670集 小子 本帝没有耐心 跟你打雅弥 机会仅有一次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 魔帝分魂沉下脸 看着林凡沉声说道 沉浮 或者死 魔帝啊 我见你是一条汉子 但是你我立场不一样 助地不能成为朋友 所以 林凡看着魔帝 身体微测 左手背在身后 右手平身而出 腰战魔帝 来战 好 来战 最后两个字 不断地在虚空之中回响 如同一道道闷雷 接连炸响天际 直接将林凡的气势 送上了巅峰 吼 魔帝分魂 双目暴闪 气势同样 狂暴体声 喝倒 朕 话音落 魔帝分魂 身形 暴射而出 手持着魔剑虚影 携带着滔天之威 冲向林凡 林凡浑身 战意澎湃 手腕一翻 恶魔凶威 出现在手中 同样暴冲而出 声震撼天底 魔帝啊 你若是本体苏写啊 我确实不定 但是 如今的你 只不过是一缕分魂 我又有何惧在 今日 我便超度了你这道分魂 面对魔帝分魂 这样强大的对手 林凡自然不会有所保留 朕且被第一时间 便记了出来 一股诡异的黑芒 从恶魔雄威之中射出 瞬间便灌入了 魔帝分魂的眉心 不过魔帝分魂 仅仅身形 维持 便再度冲来 气势几乎没有影响 朕解碑 起到的作用 极为的有限 但也算了胜于无 祭出朕解碑的同时 林凡双目之中 神盲暴闪 神石澎湃而起 瞬间完成实质化 凝结成了真肩 向着魔帝分魂 便直策而去 精神力战机 便是林凡对付 魔帝分魂 最强力的武器 不过吃了一次亏的魔帝分魂 这次有了防备 黑光盾 魔帝分魂 爆合一声 瞬间便有一圈 黑色光圈扩散而出 在他面前 凝聚起了一道 黑色半透明的光盾 黑色光盾除了拥有不俗的物理防御之外 还可以防御灵魂攻击 此前 逍遥死的金魂斩便是被黑光盾锁挡 一声惊响传出 有点类似冯一针射在玻璃上的声音 黑光盾爆闪两下 出现了宛如蜘蛛网一般的裂纹 然后轰然破碎 化作漫天光点 消散在空中 画神针霸道无比 直接便击破了黑光盾 胃里还余流接近一半 狠狠地轰散了魔帝分魂的脑袋上 魔帝分魂闷哼出声 只觉得大脑好像被针扎了似的 剧痛无比 眼前变得白毛毛一片 身形都晃了一下 虽然有黑光盾的阻挡 这一记化神真威力 已经不足一半 但也绝对不好受 魔神霸体 魔帝分魂咬牙怒吼一声 虚发结章 霸气无比 轰地一声 一股冲天气势轰然爆发 浓浓黑芒自魔帝分魂的脚下升起 快速向上翻滚着 瞬间 便将魔帝分魂整个包裹了起来 下一个 黑芒暴力而开 魔帝分魂自黑芒之中大步踏出 整个人都比之前澎湃了接近一半 原本就身形魁梧 现在更显霸气 他携带着滔天霸气 携带着灭食之威 悍然冲向灵凡 此时的魔帝分魂竟然比受到灵凡攻击之前更强 魔神霸体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效果 但是它可以清除一切负面状态 并且在魔神霸体状态下可以免疫魔法攻击 还能增幅力量速度等是魔帝的底牌之一 魔神霸体虽然效果霸气 但是消耗巨大 别说魔帝分魂了 即便是魔帝本体 也无法支撑长时间 运转魔神霸体 一旦开启魔神霸体 便需要速战速决 魔帝分魂 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化神中击的龙椅 居然能逼得它视斩 魔神霸体 在魔帝分魂差异的时候 林凡也颇感意外 一直望而不立的精神力战机 首次遇到阻碍 不光是黑光盾 还是魔神霸体 都对精神力战机 有着防御作用 化神针 林凡再次全力运转神时 仍是以化神针攻击魔帝分魂 又来 魔帝分魂冷恒一声 竟然不偏不移 不躲不闪 继续静止向前冲 这一次 化神针几乎没有给魔帝 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魔神霸体 端得是霸道无比 不过林凡并不慌乱 在精神力战机中 化神针只能算一般 单体爆发虽然强 却不是特别的强 在面对炼虚之下的对手时 化神针就是大杀气 还能大杀四方 无往而不利 不过面对魔帝分魂 这样强大的对手 化神针已经不够看了 所以林凡准备变招 神罗波 林凡心神一动 一股精神冲击 便从神石至海中抱涌而冲 并且按照某种特殊的 频率飞速旋转着 在林凡的面前 凝聚成了一道青紫色的 四五两三人 合抱粗细的尖锥形 精神冲击波 这道精神冲击波 不但拥有着具体的形体 而且呈现尖锥形状 后面粗前面戏 最前面更是尖锐无比 尖端处 还缠绕着一圈圈螺旋纹 在飞速旋转着 散发出了一道道 螺旋形的能量 迎通周围空间 仿佛都跟着旋转了起来 呼啸声响彻而起 神罗波的表面 滋拉滋拉地 闪烁起了紫色的雷霆 此等气势 可远非化神针可比 去 宁凡双手截着手印 合并在胸前 猛地向前一指 神罗波 顿时旋转得更快了 带起无数道残影 向着魔体分魂 暴舍而出 所过之处 前方的空间 仿佛豆腐一般 被轻易破开 而周围大片范围内的空间 都被神罗波的高速旋转 所带动地扭曲了起来 魔体分魂当下目光一凝 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魔神霸体竟然自动提升 这是魔神霸体 在感受到重大威胁的时候 自行做出的应激反应 这一招中 魔体分魂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 大天魔斩 魔体分魂举起了恶魔胸威 双手合握 狠狠地向前一展 天地间 顿时响起了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 不航而立的嚎叫声 恶魔胸威 魔气大涨 瞬间斩出一道黑色的弧形剑气 撕裂空间迎着神罗波而去 下一瞬 爆响声炸裂天气 天摇地动风云呼啸 恐怖的能量袭准而开 周围昆仑珠墙脸色纷纷一变 各自后退防御 如此规模的能量爆发 即便是他们都感到了浓浓的威胁 难以相信这居然是凌凡一个化神中击 能打出来的 再经一致于 昆仑珠墙死死盯着场上 想看看是谁占上风 第1671集 虚空之中 金紫色螺旋状的神罗纹 飞速地旋转着 狠狠地搅动虚空 在神罗波的前方 则是一道宛如食指般的黑色弧形剑气 发出一阵阵尖厉的呼啸声 神罗波和大天魔斩 在互相叫着静 一边青紫色 一边漆黑色 两股其让不同能量激烈碰撞 一圈一圈的能量波动 向着周围席圈 大片空间剧烈扭曲着 颤抖着 天地间一阵一阵 嘶啦嘶啦 劈里啪啦的爆响声 就好像电钻头 在钻金属一样 摩蒂分魂保持着 一键斩下的姿势 你反而保持着双手 携手翼 向前指的姿势 两人在持续不断的发力 在进行着决力 僵持了不到两秒钟 神罗波 转速都让加快 高速地旋转 给神罗波 带来了更强的迫害力 随着砰的一声爆响 黑色 弧形剑气 竟然被神罗波 黑色弧形剑气 竟然被神罗波 直接攥穿 神罗波呼啸着 继续向前抱声而去 摩蒂分魂的剑气被毁 顿时便遭到了反噬 身形摇晃两下 还没等他做出什么应对措施 神罗波便已经 袭杀之面前 摩蒂分魂也催促 再次凝聚出黑光盾 黑光盾是一件实体宝物 被摧毁便彻底毁了 无法再用了 但是 摩蒂分魂 施展的黑光盾 只是实体黑光盾的能量显化 与恶魔凶威 蓄影一个道理 即便是被摧毁 也可以重新凝聚 只不过这次 黑光盾未能起到护身的作用 刚刚凝聚而起 便被神罗波 催姑拉朽般 冻穿了过去 下一瞬 神罗波狠狠地钻入 摩蒂分魂的美心 摩蒂分魂身具遗产 眼睛瞪得老大 变得极为透明 透明度直接降到了 百分之十以下 黑光盾和恶魔 雄微虚影 同时消散 哇 地鸡惊呼一声 虽然 这个只是摩蒂的一缕分魂 并不是真正的摩蒂 但是分魂如果被毁的话 对摩蒂的损害 也是非常大的 即便摩蒂苏醒 也会因此实力大大折扣 甚至 还有可能出现一些 别的情况 相较于 地鸡的激动 摩蒂分魂表现得极为平静 摩蒂分魂目光 眷恋无比地 看着地鸡张了张嘴 但还没等 摩蒂分魂说什么 旁边便陡然 响起了一声爆哼 去死吧 在话音响起的同时 一道超过了百米长的炽热剑戟 呼响而止 这道纵贯长空的恐怖剑戟 轻松 斩裂空间 狠狠地展在摩蒂分魂的身上 这一剑 直接将摩蒂分魂彻底打灭 消散在空中 莫刀子左手背负身后 右手持着一把 燃烧着熊熊烈焰的长剑 挺装得虚空而立 望着摩蒂分魂消失的地方 淡淡地说道 这语气仿佛在 除掉摩蒂分身的事情上 它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似的 凝凡撇了莫道子一眼 目光鄙夷 却并未说谎 地鸡呆呆地望着 摩蒂分身所画的光点 表情呆滞 尤其难以执行 也有着浓浓的悲伤 他一扭头 目光怨度无比地 看向莫道子 张牙舞爪 声音尖利地喊道 你这天杀的 我一定要杀了你 杀了你 相比林凡 地鸡更加憎恨莫道子 虽然在摩蒂分魂 陨落的事情上 林凡起到了主要作用 但林凡是堂堂正正 将摩蒂分魂打败的 地鸡对他并没有太多的怨恨 而莫道子 却是被地里偷袭 而且还是最后捕刀之人 让地鸡如何不恨 莫道子这一剑 不仅仅是打散了 摩蒂分魂 而且还打掉了摩蒂 本体至少两成的修为 杀我 莫道子冷笑一声 目光森寒地看向地鸡 死到临头 还在那大放厥词 本作今日 不但要灭那封魂 还要将那摩蒂 彻底摸上 你放心吧 我也会送你上路 话一落 莫道子便持剑冲向地鸡 人还未到 剑气先知 剑气狠狠地 斩在地鸡周围的防护罩上 那防护罩顿时暴闪光芒 出现了一道轻微的裂纹 摩蒂分魂一灭 无法持续加持防护罩 这道裂纹出现之后 根本无法修复 莫道子嘴角危险 闪电斑再出一件 防护罩上的裂纹更大了 照这样下去最多三件 防护罩必破 而防护罩只要破了 莫道子便可以毫无阻碍地击杀地鸡 地鸡似乎已经任命了 没有反抗 也没有躲傻 就那么跪坐在防护罩之中 劈头散发 壮如厉鬼 目光愿毒地盯着莫道子 似乎要将这满是褶子的老脸 牢牢地记在心里 便是化作厉鬼 魂坠久忧 也要记住这个仇人 那眼神让莫道子 这个练须第二剑的强者 都有些心里发毛 他左右一看 喝道 诸位 你们莫非是来看戏的 速速出手 诸杀妖女 刀毁森罗殿 消灭魔帝 我来助你 黄天阳长小一声 率先出手 携带着冻结虚空的寒意 略向地鸡 其余诸强者 也纷纷动手 不过灵凡没有动 他转身向着场外而去 大局已定 这最后收拾残局的事情 谁愿意做 谁去做好了 灵凡没兴趣 他准备跟蕭子打个招呼 便返回万摇狱了 然而就在灵凡 转身的一瞬间 场上 局势顺便 逗然之间发生了 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原本冲着地鸡而去的黄天阳 双翼猛地向前 横山一下 一股夹杂着冰锥的寒风 呼啸而出 黄天阳在这股反冲力道之下 瞬间调转方向 向着灵凡袭杀而来 立朝反射着寒猛 与此同时 一直叫嚷着要杀地鸡 杀魔帝的墨道子 也猛地转身 火属性真气 涌变全身 他抱和一声 双手合握长肩 向着灵凡 展出一道惊天烈焰剑 并且自己也持剑杀出 除了黄天阳和墨道子之外 昆仑仙剑方向 突然出现了一道全身黑衣 身躯挺拔 手持长枪的身影 转身之间便出现在千米之内 长枪如龙 在虚空之中 卷起可怕的螺旋 枪身周围 简化出龙形虚影 带着尖小声 目标赫然也是灵凡 三大练须强者 从三个方向 同时向灵凡发动了攻击 第1672期 二等好胆 剑死一扁 逍遥死顿时勃然大怒 爆喝出声 周身剑以瞬间击挡而起 震撼的虚空一阵站立 断念剑脱手而出 化作一道剑光 射向墨盗子 这剑光 转瞬之间便已经掠指墨盗子进前 逼迫墨盗子不得不放弃林凡 来体育断念飞剑的攻击 而小子自己也暴使而出 冲向墨盗子 湘盗子距离林凡较远 现在支援肯定来不及 他只能唯唯救账 先把墨盗子拦住 剑气林凡的压力 墨盗子虽被断念飞剑所俗 但那恐怖的烈焰剑气 已经撕裂空间 来到林凡面前 将林凡的半边身子 都映照成了红色 同时 黄天阳紧随其后 也已经杀着 寒冰气息在身前 凝结成锋利的冰锥 带着足以洞穿苍穹的恐怖威势 并且黄天阳还直接启用了 七彩神凤留下的 三大传承质宝之一 神凤金铜 上古七彩神凤留下的 三大传承质宝分别是 凤神意 水晶凤爪 以及神凤金铜 这三大传承质宝之中 神凤金铜是最诡异的 据说拥有着洞穿空间 洞穿人心 洞穿一切 虚往换进的能力 并且在攻击方面 也当属质宝中最强的一个 凤凰族三大传承质宝 分别被三大主族所保管 其中神凤金铜便是归水晶凤凰族所有 唯有族长有资格使用 当初黄天阳成就 妖孙之为 将族长传给他儿子黄宁寒的时候 便一并将神凤金铜也传给了黄宁寒 毕竟以黄天阳的实力 已经不需要神凤金铜的帮助了 不过这次 公罗联盟总攻欲外 那是真正的炼血级别的生死大战 即便是黄天阳都感觉到了一丝危机 所以他在离开万妖孕的时候 以为不时之虚 便将神凤金铜也带上了 三大传承质宝 即便是在炼血级别 也足以称得上宝物 能给黄天阳带来木小的增幅 但即便是与地基大战 与魔帝大战 黄天阳都没有动用神凤金铜 而现在为了杀灵凡 黄天阳毫不犹豫的 便催动了神凤金铜 可见其对灵凡的杀心有多种 黄天阳的眉心多出了一道 妖异的树筒 放射着耀眼的金色光芒 那树筒之中仿佛有一道 飞速旋转的旋涡 又仿佛蕴含满天星辰 端得是诡异无比 神凤金铜 咪 黄天阳低河一声 树筒顿时金铜大胜 一道拇指粗细的金色光束 从树筒之中射出 洞穿虚空 后发先知 居然超过了墨盗子的烈焰剑气 直逼灵凡 真正的快如闪电 极致的速度带来的便是 极致的洞穿力 黄天阳有自喜 即便是肉身最强悍的吃鸢和猛荒 也难以抵御这种 神凤金铜的穿透力 灵凡瞳孔顿时微微一缩 从这金色光束之中 灵凡感受到了明显的危机 刚才与魔底分魂绝力 灵凡虽然胜了 却也消耗巨大 神石之海都快要干枯见底了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而在这之前 神石基本上指望不上了 否则神石一出 黄天阳早就嗝屁了 至于修为境界 灵凡只有化神中期 与黄天阳这些老牌炼虚强者相比 差得不是一心半点 此刻又是三人围攻 除了神凤金铜之外 还有莫道子的剑骑 以及那个神秘炼虚强者的枪锦 同时从另外两个方向袭来 虽然那个神秘炼虚强者 只是炼虚第一锦 但是战斗力 也绝对不是化神巅峰可比 同样杀伤力不足 同时面对三个炼虚强者的围攻 即便是灵凡 都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 灵凡对敌惊艳 何其丰富 底蕴和其身后 在剑光火石之间 灵凡便做出了应对之举 鸿蒙不灭金身 催动了极致 灵凡的金身各处 都有淡淡的金色光芒 从皮肤下向外渗透了出来 环绕在了身体周围 翻腾胸动着 紧接着这些金芒瞬间向内一收 全部贴附在林凡身体表面 好像在他身上贴了一层金粉 让林凡整个人都变成了一个金人 虽然无法动用神石 但是鸿蒙不灭金身的超强防御力 依旧能给林凡带来不足的底气 与此同时 林凡竟然闭上眼睛 双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 都指在了额头上 靠近太阳鞋的位置 鸿蒙创始觉 按照某种特定的运转方式 在飞一块地运转着 鸿蒙 你也腰的红 林凡内心低河一声 紧接着 林凡的眉心竟然出现了一道竖线 并且一阵蠕动之后 诡异地裂开了 有无数能量光点 从林凡的手指涌出 向着那裂缝汇聚而去 在林凡的眉心处 凝聚成了一枚昏色的眼球 那枚诡异的灰色眼球 闪动两下 林凡周围的空间 陡然之间扭曲了起来 一枚恐怖到极限能量波动 瞬间向着周围席拳 这股能量波动 令在场的遗嘱练须强者 都是脸色一变 身体本能地紧绷了起来 这是什么招数 还没有正式爆发 没有如此恐怖的能量波动 装神弄鬼 我凤凰族传承至宝自带的神通 就算你开天眼 今日也必死无影 黄天阳冷横一声 目光冰冷无比 凌凡嘴角微先心眼一动 一道小拇指粗细的灰色光束 从眉心那个诡异树童之中 暴掠而出 没有丝毫的声响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动静 毫不起眼 转身之间便掠过虚空 与黄天阳 神奉金铜的金色光束 撞击在那一起 两道光束 撞击的刹那 爆发出了一枚惊天动地的暴响 一切能量冲击波以两道光束撞击之处为中心 向着周围疯狂的扩散 大地被这道冲击波直接切割开了一条数千米长的沟壳 撞击之后 两道光束并未消散 而是形成了僵持状态 一边金芒四射 耀眼无比 一边灰色光束毫不起眼 两道同样强大的光束 激烈对拼 疯狂对抗 能力激烈地爆发 这一幕 极具视觉冲击力 鸿蒙 聂妖童 乃是鸿蒙创世学 这门 神秘莫测的功法中 自带的隐门 神通绝技 鸿蒙出品 必属精品 所以这一门 神通绝技 自然威力不俗 黄天阳大感意外 神奉金童的威力 他再清楚不过 在场这些炼虚强者 至少有一半的人 是挡不住 神奉金童的袭击的 而林凡不过是一个 化神中期的龙椅 他居然挡了下来 不过 黄天阳并不担忧 因为林凡面对的 可不只有他一个人 第1673集 林凡以鸿蒙烈妖童 对抗黄天阳的神奉金童 双方僵持不下 而莫到死的烈焰剑截 以及那一道龙形枪劲 已经同时袭杀而至 林凡被牵职 无法分身应对 在黄天阳等人的眼中 此前无解 这时 林凡猛地睁开双眼 眼眸之中神盲暴闪 并且有烈焰在蔓延 左眼日月高悬 右眼星辰满布 一股强悍的气势猛地冲天而起 席卷八方 天空在摇晃 大地在颤抖 一道挺拔如枪的身形 虚影 自林凡的身后缓缓升起 高度超过了五米 面如冠玉 见眉心目 英俊的脸庞上有着神秘 玄奥的古老图文 时影时现 眼眸深髓 瞳孔之中有活海蔓延 在活海之上 高悬着日月星辰 日月在左 星辰在右 竟然与林凡 本体颇为相似 乌黑的头发 继承了发簪 两鬓 各有一缕头发 缓缓地摇摆 身穿流光闪烁的 冰月流仙袍 身躯 修长挺拔 虽然并没有其他动作 但是身上 却散发出一股 比尼天下 俯瞰苍生的绝顶霸气 同时又有一种 墨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的 儒雅气质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 竟然同时出现 而且还不会让人感觉 丝毫的违和 正是林凡的超天阶 天地法相 宣扬先尊 林凡的天地法相 是奋力时 也就是说 天地法相是 独立于本体之外的 可以单独对敌 而且是天地法相 发生了变异 根本不用本体分心控制 便可以在本体周围 一定范围之内 自由作战 玄奥先尊法则 刚一现身 便急速列出 携带着无可匹提的力量 冲向了那个突然杀出的 使枪的黑衣 练须强者 玄奥先尊 虽然只是天地法相 连分身都不容 但是他继承了 林凡前世的部分 战斗本能和技巧 战斗力颇为不俗 五行帝王拳 轰击而出 天地间五行元素 疯狂地向着 玄奥先尊的拳头 跪距而去 竟然形成了 恐怖的元素漩涡 林凡前世 赖以纵横 修身界的最大仰仗 便是五行帝王诀 这部顶级功法 有这五个配套的 攻击神通 分别 对应金木石活图 五行属性 林凡常用的零件值 便是其中的 精细攻击神通 但林凡 将这五个神通修炼 到极致之日 偶有感悟 竟然 开创性的将其 融合在一起 创造出了 另一个神通 便是五行帝王拳 五行帝王拳 蕴含五行元素 拥有五行之位 有金的钢猛 木的生机 水的盐绵 火的狂暴 土的厚重 一拳之位 足以负面苍穹 一拳顶五拳 如今天帝法像 玄扬先尊 施展五行帝王拳 倒也有几分林凡 当初的运位 那黑强者 脸色顿扁 不敢大意 无奈 只好放弃攻击林凡 全力应对 玄扬先尊的攻击 他右手 抓起 长枪末端 向着侧眉一摆 枪尖 划破虚空 牵引着 那股龙行 枪尽 临时转向 向着玄扬先尊攻击 能量激烈碰撞 玄扬先尊被打退 落了下风 不过倒是不至于 直接被打散 第一时间便反冲而来 继续与黑衣强者 缠斗 单论实力 这个玄扬先尊 绑在一起 也不可能是 黑衣强者的对手 但是 他的各种神通技法 却是对手 拍马都赶不上的 倒是一定程度上 拉近了双方的实力差距 黑衣强者被 林凡的天地法向锁拦 一时半会儿 是无法脱身了 至于莫道子的烈焰剑气 林凡一咬牙 看来只能硬扛了 以鸿蒙不灭今生的强度 挡住这一剑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虽然林凡 如此也完全是无奈之举 因为他现在必须 全力围成鸿蒙 烈妖童 根本无法分出精力 使用其他的宝物 或者招式 否则就挡不住 神奉金铜了 惹死 莫道子一剑 荡开孝耀子 是来的非剑 撇到林凡这边的情况 不由冷笑出声 以肉身硬扛 他的权力一剑 即便是蒙荒 都不好受 林凡此举 在他看来与宋死无异 推一万步讲 即便林凡真的扛下来了 也绝对会受到影响 届时便是黄天阳的机会 他的神奉金铜 可以趁机击几林凡 取其性命 在我面前还敢分心 你是真不怕死 逍遥子面色冰寒刺骨 杀意透体而出 他已经劣至莫道子的身前 一把抓住断念间的剑柄 向着莫道子便是朴实无华的意见 莫道子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 连忙全力应对 在昆仑仙界七大主宰中 莫道子是年纪最大的 活了超过八千年 境界稳固无比 修为深不可测 但即便如此 在面对逍遥子这个新晋主宰 莫道子也只能收起精神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刚才一场大战 萧子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可绝对不是炼须第一精 就能够拥有的 两人持剑而战 周身剑意肆虐 空间不断地塌险 而林凡这边 却发生了令所有人 都想不到的情况 一道魁梧身影 陡然挡在林凡面前 面对着烈焰剑脊 一拳轰出 拳风剑脊 轰然相撞 可悟身影 狼狈倒腿 身后虚空塌险 一直退出去 数十米才停了下来 他的右臂袖子 尽数炸裂 整条手臂 都握着严重的灼烧痕起 铁拳上鲜血灵衣 甚至有几处露出了森森白骨 脸色也苍白如指 显然是吃了不小的亏 不过到底还是挡下了那一件 横曼谷 你这敢坏笨做的好事 你 莫道子不让大怒 暴吼出声 不过很快便因为逍遥子 狂风咒语一般的攻击 无暇再说什么了 当下烈焰剑脊之人 正是横腕谷 横腕谷面无表情 没有搭理莫道子 而是看着逍遥子大声道 逍遥子 一箭之恩 一箭之恩 业一还琴 说完便列着一旁 不再插手 一箭之恩 不久前 萧子斩下地基首长 救了横腕谷一命 否则横腕谷大概率会陨落 这次横腕谷出手相助 便是报销子那一箭救命针 你一箭救我一命 我便替你挡下一箭 化解危机 有恩必报 这就是横腕谷 本来必杀的局面 却因为这一箭针 出现了如此大的转折 这恐怕是莫道子万万没想到的 第1674集 万古主宰 多谢了 逍遥子长小一声表达谢意 声音中充满了畅快之感 没想到他方才顺手一箭 救了横腕谷一命 这么快救了回报 因果如此便是天意 萧子并没有请横腕谷 继续出手帮忙 因为双方萍水相逢 一报还一恩 已经两清 而且横腕谷接连收窗 状态并不好 再让他出手帮忙 并有点强人所难了 更何况以林凡的实力 足以解决剩下的事情 这混蛋 黄天阳咬牙怒骂一声 脸色硬霾 本来十拿九稳的局面 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 横万古该死 不过 林凡 就算是有人帮你 今日本作也必取你性命 黄天阳爆合出生 直接便是燃烧了一滴 本命精血 本命精血之中 印含着极为浩瀚能量 一经燃烧 瞬间便爆发出了恐怖的能量 黄天阳 眉心的树桶 犹如冲血一般 直接变成了星红鱼片 人那金色光束之中 都带上了一层层的星红血丝 林凡顿时便感觉到压力大增 金色光束将灰色光束 顶得不断后撤 再这样下去 灰色光束 很快便会彻底被击溃了 林凡目光微拧 一咬舌尖 一股血腥味 在口腔里弥漫开 林凡的体内爆发出了一声轰鸣 一股强悍能量的风暴 在体内轰然爆发 向着眉心的树桶狂涌而去 那灰色光束在加持下 居然再次顶住了金色光束 而且还反过来 将其压了回去 这不可能 黄天阳双目圆正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燃烧精血可以带来实力暴涨 即便是与同级别强者大战 也足以战尽上风 现在居然被林凡受压了 黄天阳总共也就只有三滴精血 每用一滴就少一滴 数千年前用掉一滴 刚才又用掉一滴 今生最后一滴了 不过事已至此 黄天阳别无选择 唯有将这最后一滴精血 也燃烧掉 但是就在他一咬牙 准备再次燃烧精血的时候 鸿蒙 灭腰筒 斗然发威 竟然以一种催枯拉朽般的姿态 强横无比地将神凤金铜的金色光束 顶得飞快后撤 紧接着便是在黄天阳震惊的目光中 突进到了他的面前 黄天阳恐恐剧烈地收缩了起来 想要干什么却已经来不及了 一声惊响 鸿蒙 镊腰筒直接射入黄天阳眉心处的树桶里 黄天阳身体一缠 僵在了空中 强悍的洞窗里 竟然直接将黄天阳脑袋 射了个洞窗 从眉心射入 从后脑射出 继续向上 消失在武警的虚空之中 黄天阳的脑袋上出现了一个 手臂粗细的穿孔 鸿蒙 镊腰筒 射穿他脑袋的同时 能量爆发 将黄天阳脑袋里的血肉 都蒸发掉不少 黄天阳毕竟是练须强者 而且他此刻是本体形态 光是一个脑袋 并有一栋房子大小 这一个手臂粗细的贯穿伤 还不至于威胁到他的生命 不过重创是必然免不了的 林凡 黄天阳嘶吼一声 声音中满是愤怒 他的双眼都变得一片星红 林凡脸色冷峻 持剑便冲了上来 一剑斩向黄天阳的脑袋 黄天阳仓皇硬斩 这下 双方的处境直接是反过来了 在林凡的猛攻之下 黄天阳这位妖孙节节败退 处境极为的不妙 而黄道子也在被肖子压制打 虽然黄道子凶为比肖子深厚 但是 论剑道造诣 黄道子 恐怕连仰望肖子的思考都没有 剑修之间的对决 剑道是决定胜负的一大因素 所以黄道子不敌也不为惯 这场面让在场朱强 脸色都是一阵怪异 林凡和肖子可都是越阶对敌 反战上风啊 一个比一个妖孽 不过另一边 玄阳先尊却是不敌黑衣强者 被其三五枪便打散了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 就觉得玄阳先尊弱 玄阳先尊只是一道天地法像 完全是自发作战 而且林凡此时的秀为 仅有化神中期 这尊天地法像 竟然能够在一个炼虚强者 全力猛攻之下 价值三五招 已经刷新了在场这么多人的认知 黑衣强者击溃西洋先尊之后 便持枪杀下林凡 不过 却有两道身影挡在了他的前面 傅青山 你干什么 蓝冰月翘脸寒霜 瞪着黑衣强者 娇吹一声 花千古也盯着傅青山 面色不善 这突然杀出的黑衣强者 正是傅青山 为了对付 摩洛祖 昆仑仙姐将仅有的一枚炼身种子 给了傅青山 让其全力冲击脸虚 只不过 在这次出征之前 傅青山 依旧没有突破 没想到 他此刻居然 会突然出现了此处 而且 静姐赫然已经是脸虚 变月主宰 千古主宰 傅青山 只不收枪 向着蓝冰月和花千古 抱了下拳 态度颇为恭敬 说道 尽量为主宰让开 傅青山 我们助你突破炼虚 是为了对付摩洛祖 可不是让你搞内斗 自相残杀的 蓝冰月语气 极为严厉地喝道 傅青山脸色 有些不自然 目光闪躲 片刻后说道 抱歉 我没得去 这时 木道子抱贺一声 傅青山 你还在等什么 速速出手 傅青山一咬牙 举起了手中长枪 说道 两位主宰 还请让开 花千古 手腕摇晃两下 手腕上的紫索精灵 发出了一阵 清脆的碰撞声 傅青山 我们是不会让你过去的 除非 你将我二人击退 花千古 语气平静地说道 蓝冰月虽然 没有再说什么 但是他的态度 也已经很明显了 无边寒气 从他体内蔓延而出 终为空间 都被其冻结了起来 两位主宰 你们 傅青山瞥了一眼 占据情况 脸色焦急了几分 一番内心斗争之后 咬牙道 青山 得罪了 话音落 傅青山长枪一阵 带起一阵呼啸声 直辞向蓝冰月 放肆 蓝冰月勃然大怒 傅青山是晚辈 即便现在突破练须 成就主宰 但是他在这些 老牌主宰的面前 也只是想老弟而已 但是他居然敢对 蓝冰月出手 这蓝冰月极为恼怒 三人顿时打了起来 然后没出两招 傅青山就被打趴下了 第1675期 傅青山刚刚突破练须 胸围偏弱 而且境界不稳 跟蓝冰月和花千古 这样的老牌 练须强者比起来 实力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落败也就是 分分钟的事情 毕竟不是谁 都能像肖子那样 刚刚突破练须第一颈 就能压得 练须第二颈 抬不起头来 不过蓝冰月 花千古 还是有分寸的 冰月没有对傅青山 下太重的手 只是将他击败制服 便收手了 花千古 召唤出一节花疼 将傅青山 双手反绑 双脚也捆了起来 并且封住了他的针迹 便没有再为难他 你好好冷静一下 稍后再跟你算账 蓝冰月冷冷地 撇了傅青山一眼 便不再管他 傅青山 鼻青脸肿地 躺在地上 昏为狼狈 任命般地 闭上了双眼 一杆长枪 插在旁边 枪身微斩 姐姐 你说谁会咬 花千古小声 跟蓝冰月说道 蓝冰月嘴角微先 淡淡地说道 自然是林凡和逍遥子 仿佛是在回应 蓝冰月的话 他刚说完 肠上局势瞬间 发生了变化 逍遥子的剑椅 如同狂风咒语一般 将魔盗子的剑椅 狠狠地压制了下去 而且逍遥子的剑招 也远比莫盗子的更加高超 那角度刁钻 速度奇快 力道凶猛无比的剑 让莫盗子 疲运对 狼狈不堪 小子一剑 直此而出 直直莫盗子的胸腹位置 剑还未至 剑起 便已经让莫盗子 感觉到皮肤生疼 莫盗子脸色微贬 一边抽身后撤 一边单手持钱 在身前向上一撩 企图将 香瑶子的剑荡开 不过就在莫盗子的剑 即将与断念剑 相撞的一瞬间 香瑶子手腕一转 临时变招 横拉一剑 由真词 改为横切 断念剑闪烁着寒芒 向着莫盗子的脖子 斩了过去 莫盗子眼睛瞬间瞪大 脸上浮现起一抹绝望 这一剑 他躲不开 但就在 萧盗子 要将莫盗子 一剑斩首的时候 一道漆黑剑盟 从侧面 急速掠来 那漆黑剑盟 正在撞在 萧盗子的剑上 强行改变了 萧盗子这一剑的轨迹 莫盗子 趁机连忙后撤 剑回了一条命 冷汉 已经将他的后背 都浸湿了 萧盗子 人狠话不多 根本没有对白 断念一阵 便继续追了上去 前方空间 扭曲两下 一身黑衣的 嘟骨裘白 挡在了萧盗子的面前 抱剑在胸 身体微微侧着 脑袋低垂 表情酷酷地 淡淡地说道 萧盗主宰 停手吧 另一边 凌凡打黄天阳 那就跟打三孙子似的 一剑一剑地 斩在了黄天阳的身上 在他身上 留下了无数道剑痕 每一道都深可见骨 若非黄天阳是妖手 皮操肉厚 恐怕早就扛不住了 原本 威武雄壮的一只 冰晶凤凰 变得跟个 带载的公鸡一样 浑身浴血 尤其是那一堆翅膀 更是受损严重 掉了许多羽毛 都快凸了 不过就在 林凡准备了 截掉黄天阳的时候 却也跟 相熬死一样 被拦住了 一身龙吟 赤渊龙尾一摆 强激的力道带起 整呼啸声 将林凡 避杀一剑挡了下来 随后 赤渊化为人形 当在林凡前面 双手背在身后 看向林凡 说道 林凡小友 够了 够 不不不 这只杂猫鸟还活着 这怎么能算够 林凡小友 魔狼族大患未处 这个时候 我们可不能内护 林凡冷向两声 语气瞬间冷了下来 赤渊叹了口气 说道 是我要内护吗 刚才他们 围攻有 难道不许我还手了 林凡小友 我知道 天阳他们的做法 有点过分 不过好在 没有出现最坏的结果 不如 这件事就此结果 我带天阳 向林凡小友道歉 说完 赤渊向着林凡 抱了抱拳 小子看向林凡 他在等林凡的一个态度 如果林凡要打 那小子便会动手 哪怕要跟多谷球外为敌 林凡嘴角微微上挑 露出立抹 露出立抹讽讽的笑 说道 赤渊大尊 我不想欲动手 让开 赤渊 面色一沉 已经几万年 没有人敢用这样的态度 跟他说话了 即便是另外两个妖孙 还有昆仑仙界的主宰 在赤渊面前 也都保持着足够的尊重 林凡只是一个小辈 而且境界也远远不如 居然如此无礼 林凡小有 我也不想与你动手 还请你不要自悟 赤渊一摆手 沉声说道 林凡目光一寒 他已经够给赤渊面子了 既然赤渊铁了心 要保黄天阳 那便只有做过一场了 念及至此 林凡直接抱女而出 杀向黄天阳 好胆 沉渊抱和一声 也是怒了 两条手臂直接龙凯滑 身形一晃 挡在林凡面前 两人大站了起来 黄天阳目光狠毒地盯着林凡 抓紧使剑了伤 见林凡动手 小子也持剑掠出 向着莫道子攻去 都谷求败脸色一变 就要再度出手阻拦 这时蓝冰月喊了一声 求败主宰 独谷求败叹了口气 提起的真气又运了回去 身体再度恢复放松 没有出手 本来就是莫道子不地道 主动出手 还是偷袭 不管他落的什么下场 都是均有自取 而独谷求败之所以会救他 只是单纯地不想损坏 昆仑仙剑的实力 毕竟昆仑仙剑已经损失了 光明和第一神两位主宰 经不起再有主宰陨落了 不过现在看来双方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关系 根本不是三言两语能劝贺他 而且又有蓝冰月从中周旋 所以独谷求败也就不再插手了 没有了独谷求败的阻拦 夏妖子顺利地杀到了莫道子身前 莫道子按马一声 只得提借应对 同时抱贺道 傅秦山立刻来帮我 你的帮手都被绑了 还指望他呢 夏妖子冷笑出声 同时一剑刺向莫道子 莫道子眼皮一跳 连忙横剑在胸 一剑人挡住了夏妖子的剑尖 当地一声 火星暴剑 莫道子身形飞快后撤 而萧子则单手持剑 剑尖始终死死 顶在莫道子的剑刃上 傅秦山 我若死 再没有人能够帮你 莫道子再次抱贺出声 蓝冰月花千古心中 暗道一声不妙 连忙扭头看向傅秦山 二女刚合过头 便有一股凶猛无比的能量风暴 习卷而来 第1676集 捆绑傅青山四肢的花疼 直接被他粗暴地争断 那花疼可是一件低级法器 竟然被傅青山蛮横地损坏了 傅青山猛地站了起来 双目赤红 皮肤下的血管 一下一下大幅度地跳跃着 长发劈散开 疯狂乱舞 傅青山双手握拳 仰天发出一声 如同野兽般的吼叫 他竟然经脉逆行 反向运转攻法 强行冲破了花千古 射下的封印 已经可以自由调动真情 而且实力大增 随后傅青山右脚在地上狠狠一跺 地面顿时塌陷下去 而他则抱着而出 顺手一招 原本插在巨石中的长茧 顿时猛地一铲 飞入了傅青山的手中 那块巨石轰然炸裂 而傅青山则持枪杀想想要死 长枪在前 人枪合一 速度快如闪电 启龙破晓 傅青山大吼一声 枪身周围 顿时出现了一道青色的龙形能量 龙形猙獰 龙嘴大张 一股凶悍暴力的气息冲跳而起 傅青山只是一届散修 没有宗门和家族的资源支持 也没有后台靠山 他完全是凭着自己一个人 一路摸爬滚打 修炼到了化身巅峰境界 而且傅青山竟然 能被昆仑仙界七大主宰 一直选为最有希望晋级炼薰的人 自然也不是一般的化身巅峰 不论天赋还是实力 在突破之前 傅青山都当得起昆仑仙界 练须之下第一人的美誉 如此人杰肯定有不少底牌的 此前的境外逆行之法 便是傅青山压相挤的一个底牌 可以临时提升实力 而且提升幅度很大 而此刻傅青山施展的青龙破响 也是他的底牌 是傅青山最强悍的攻击手段之一 龙行枪影向着萧子后背猛攻而去 感受到来自身后的威胁 萧子皱了下眉头 回身便是一剑 一道光剑虚影顿时射出 光剑虚影与青龙破响轰然相撞 一道黑色身影持肩掠来 冲过爆发而开的能量 长剑卷起可怕的螺旋 向着萧姚子的心脏位置 狠狠地绞杀过去 另一边墨刀子也持剑杀来 杀一暴涨 与傅青山一同围攻萧姚子 来得好 面对一个练须第一镜 一个练须第二镜的围攻 萧姚子丝毫不慌 反而战意高昂 嘲笑一声 断念连辉与两人站在一起 以一敌二 萧姚子虽然无法取胜 却也不至于落入下风 三人爆发激烈大战 而此时黄天阳也稍作调戏 便再度冲杀而出 与池渊合力占领帆 两处战场六个强者 大战的动静异常激烈 地基跪坐在防护罩里 宛如疯癫一般地笑了起来 你这妖女 你这妖女笑什么 花千古呵呵知道 地基撇了花千古一眼 说道 看到可笑的事情 当然要笑了 我不仅要笑 我还要痛快地笑 地基又大笑了起来 笑容之中充满了讥讽 充满了嘲笑 在面对摩罗族威胁的时候 昆仑仙气和万妖玉 可以联合起来 共同应对 然而 威胁刚刚消除一般 便有人安耐不住 挑起了内战 当真是讽刺得很 你 花千古翘脸一寒 就要上前 蓝冰月拦了花千古一下 说道 先不要理她 眼下的局面 必须有个结果 否则一直这么打下去 恐怕有变 姐姐说得极是 但是现在双方僵持不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 蓝冰月回头看了眼 两处战场 也颇感无奈 现在两处战场 都处于胶着状态 双方恐怕短时间内 分不出胜负 但是现在情况不明 魔帝分魂 虽然被消灭 但是她的本体 随时都有可能醒来 每耽搁一夕时间 危险就会增多一分 必须得尽快将魔帝 彻底消灭 念及至此 蓝冰月向着横万谷 督谷求败 和蒙荒 发去信息 五个人 第二阵强者聚在一起 共同商讨 应对之举 简单磋商之后 五人达成了共识 帮一方 压一方 他们五人 强势出手 足以影响战局 帮助一方 压制另一方 只有这样 才能很快地 让这场战斗 有了结果 但问题是 帮哪方 压哪方 五人决定投票 我帮林凡 蓝冰月第一个表态 前不久在地球 他曾救过我一命 这个人情 我得还 花千古接着说道 我也一样 林凡同样救过我 我帮他 两女明确表态之后 便看向其他三人 蒙荒说道 我也帮林凡 此言一出 众人都有些诧异 汪瑶玉三大妖孙 此刻有两个 都在跟林凡战斗 蒙荒怎么会帮林凡呢 蒙荒淡淡地吐出四个字 九龙老祖 众人恍然 当年黄金比蒙族 有一个重要成员 便是死在了 九龙老祖的手里 是蒙荒的兄弟 蒙荒大怒之下 要亲自出手 解决九龙老祖 只不过被赤鸢拦下 几日前 林凡杀掉九龙老祖 相当于 借了蒙荒心头之恨 蒙荒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会选择帮林凡 五个人已经有三票投给林凡 结果自然也就明朗了 都谷求败和横万古 虽然没有明确表态 但是他们五个 对林凡和萧奥子 最起码是没有恶意的 所以五人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分歧 便达成了意见一致 随后立即出手 蒙荒和都谷求败 前去支援萧奥子 横万古 蓝冰月 花千古 前去支援林凡 有了这五个练须 第二进强者加入战局 很快便分出了胜负 赤渊黄天阳 穆道子和傅青山被惨败 蒙荒 你干什么 黄天阳冲着蒙荒 立一声喝倒 赤渊却叹了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没有多说什么 在看到蒙荒出手支援萧子的时候 赤渊就已经猜到了 他这么做的原因 九千多年前种下的鹰 今日结出了果 怪不得旁人 莫道子眼神凶利地瞪着林凡 一副要杀人的表情 林凡根本不跟莫道子废话 争起澎湃而起 就要动手 蓝冰月略至林凡身前 急到 林凡 先别动手 眼下当务之急 还是解决 摩罗族的威胁 你们的个人恩怨 荣厚在说 林凡看了蓝冰月一眼 没有说话 但是真气已经 缓缓平复下去 见状 蓝冰月松了口气 若林凡执意要动手 他还真不知道 该不该强行阻拦 好在林凡收手了 那么接下来 便是要解决 摩罗族的问题的时候了 第1677集 地基 你 蓝冰月看向地基 刚好说什么 但是他话还没说完 变脸色一变 难以置信地 看向另一边 时间仿佛凝固了 只见 莫道子的脖子上 出现了一道 很淡的血线 他的表情中 帮含了金额 呆致 难以置信 以及悔恨 等多种不同的情绪 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但是 只有血抹 从嘴里涌出来 下一刻 莫道子眼睛之中 神采 瞬间退去 身体摇晃两下 轰然仰面倒地 生机尽失 伴随着雷霆阵 星辰散的天地异象 彰显着一位 主宰的陨落 与此同时 黄天阳也猛地瞪大了眼睛 紧跟着莫道子的步伐踏上黄泉 不过 他的身体表面却看不出丝毫伤口 因为黄天阳是死于化身针之下 林凡的神识也就刚刚好 恢复到能施展一次化身针的程度 便以此秒杀了黄天阳 至于莫道子是被林凡电光一剑 直接封喉的 至此 莫道子和黄天阳双双隐落 其余众强者都愣住了 林凡 你好大的胆子 至于莫勃勃然大怒 眼睛瞪得跟同龄一样 怒视着林凡 一副要将其生吞活剥了的样子 林凡却表现得颇为淡然说道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至于啊 你也活了几万年 我问你 如果我今天封过木道子跟黄天阳 他们以后 会不再饶我的麻烦吗 会吗 痴冤喘着粗气 瞪着林凡却没有说话 因为他也知道 双方的关系是同水火不死不休 即便林凡这次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 他们也绝对不会感念林凡的恩情 事后必然还是会发难 而且说不定还会比这次更加凶猛 站在林凡的角度 他做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痴冤还是难以接受 万妖狱的炼虚强者总共也就三个 现在蒙荒断壁 实力必然受损 而黄天阳又陨落 万妖狱的顶尖站立折损过半 反观昆仑仙姐 虽然陨落了三个主宰 但是同样的也诞生两个新生主宰 实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充 而且还有林凡这个怪胎 虽然只是化身秀为 却有着秒杀主宰的实力 如此一来 万妖狱的整体实力将会大大的落后于昆仑仙姐 只怕解决掉摩罗族之后 双方平等相处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贪婪的人类将会大规模地涌入万妖狱 猎杀妖手 获取妖单 略取资源 这是痴冤真正担心的 似乎是猜到了痴冤内心所想 林凡说道 痴冤老头 你也不用这副表情 我虽然宰了你万妖狱一个妖尊 但是 我会培养一个新的妖尊 并且实力 将会远远超过黄天阳 痴冤和萌荒都猛地扭头看向林凡 林凡淡笑一声 说道 五彩神凤血脉 不比那个冰金凤凰更厉害吗 五彩神凤 痴冤和萌荒眼睛都是一亮 但论血脉品级 五彩神凤 率冰金凤凰几条街都不值 一旦五彩神凤成长起来 恐怕实力会直逼痴冤 甚至更强 如此一来 万妖狱的实力不降反增 这么想一想的话 似乎黄天阳的死 也不是那么的难以接受 林凡看到痴冤和萌荒的表情 便知道了他们的态度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诸位 沐道子与黄天阳主动出手 我将其诛杀 没毛病吗 林凡环是一圈淡淡地问道 蓝冰月 趁怒地看了林凡一眼 摆了摆手说道 算了 杀就杀了吧 不过林凡 可否饶附青山一命 虽然附青山的某些做法 让蓝冰月挺恼火 不过蓝冰月大赌 并不会因此记恨宰心 而且 刚才的情况 明年人都能看得出来 附青山是受了墨道子的胁迫 不得已才会出手相助 现在莫道子已经死了 附青山自然也就没有理由 再对林凡出手 饶他一命 倒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请求 林凡自无不可 如果林凡要杀附青山 根本不会给蓝冰月求情的机会 早就让他跟随莫道子和黄天阳 一起走了 不用了 你杀了我吧 附青山此刻密法反噬 后遗症起来 浑身浴血 气息紊乱无比 满眼血丝地看着林凡 眼神之中满是仇恨 却是满满的绝望 杀了我吧 我到此死了 万里没酒了 我独活于世 有什么意思 欢迎谢谢 附青山缓缓抬头 脸上带着笑容 仿佛想到了什么美妙的事情 难难道 万林 万林她是我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人 她将一切都给了我 但是我却没有好好地表护她 我没有保护好她 修炼 修炼 我只知道修炼 我只知道变强 我就忽略她身边的人 如果连自己最在乎的人都保护不了 我要这一身修为 又有何用 最后这句话 附青山是吼出来的 可见其内心的动荡 凌凡又问道 莫盗子 有办法救万里吗 不过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莫盗子一死万里彻底没救 我喝着还有什么意思 空有这一身修为 没用了 都没用了 谁告诉你 除了莫盗子 就没人能够救万里呢 附青山猛地扭头看向林凡 眼睛瞪得老大 眼神之中有诧异 也有期望 林凡说道 你先别死 待此件事了 我随你走上一趟 或许我会有办法救你的万里 真 真的 附青山狂喜 就担心是空欢喜一场 小心翼翼地问道 并不是附青山不相信林凡 实在是他为了救万里 踏遍了昆仑仙界四大玄域和万瑶域 想尽了一切办法 找了无数能人隐士 却始终没有收获 已经绝望了 不久前莫盗子跟附青山说 他有办法救万里 但前提是 附青山要为莫盗子做一件事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 附青山才会对林凡出手 现在林凡连婉林都没有见到 更加不知道他的情况 就说自己有办法救人 附青山也想信他 但又怕空欢喜一场 林凡淡然一笑 再度开口 声音虽不高 但语气之中 却是满满的自信 让人不由的就会幸福 我说有办法就是有办法 只要人没死 我将他把他救回来 虽然林凡并不知道 晚林的具体情况 但他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和自信 附青山咽了下口水 连忙说道 晚林还活着 我用万年寒冰将他封存了起来 林先生 你真有办法吗 林凡缓缓点头 附青山长出一口气 正色道 林先生 说是你能够救完脸 青山当牛做马 必将报辞大恩 等我先处理了摩罗族 便与你走一趟 是 附青山点头不再多言 第1678集 众为众人看到这一幕 脸色都有点怪异 林凡居然在昆仑仙界 有了如此恐怖的人脉 至此 与林凡有仇的炼须强者 都已经陨落 第一神死在了魔体分魂的手上 墨道子和黄天阳 则是被林凡亲手踩了 而剩下的炼须强者 竟然有一大半都受过林凡的帮助 或者欠他的人情 先是蓝冰月和花千古 后来有了萌荒 现在又多了一个复青山 哦对了 还有那刚刚晋级炼须 便能压得炼须第二进 抬不起头来的超级剑修 逍遥子 而且再过不久 或许万妖狱将会诞生新的妖尊 那也是林凡的朋友 如此人脉 当真令人惊讶不已 当然了 除了这恐怖的人脉之外 林凡本人的实力 也足以令这诸多炼须强者 不敢有丝毫的心事 我虽未入炼须 却有着秒杀炼须强者的实力 这话说出来是何等的庄啊 但这确实就是林凡实力的真实写照 不知不觉之中 当年那个被圆门河 帝皇阁追杀的颇为狼狈的青年 已经成长到令所有人都不敢轻视的高度 如此速度 当真令人惊叹不已 若是他们知道林凡曾经登上过的绝颠 知道林凡曾经见识过的风景 或许就不会如此惊讶了 好了 现在先该干正事了 林凡拍了拍手 看向地基 唱上林凡胸为最低 但此刻众人却隐隐地以林凡为核心 不得不说 实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 林凡 你的确是个人物 地基挺平静地看着林凡 淡淡地说道 说给你 不远 林凡怂怂肩 或许吧 话音罗 林凡身形一闪 暴射而出 带着滔天杀意冲向地基 他可不会跟敌人莫及 地基瞳孔微微一缩 下一瞬 林凡已经略至面前 双手合物恶魔凶味 带着浓烈的魔企 向着地基狠狠斩下 一声暴响 地基周围的防护罩 就如同玻璃般 轰然破碎 轰开防护罩之后 恶魔凶微 携带着滔天的威石 继续斩下 一道凶猛无比的赤色剑芒 过带着无边魔企 孤小而出 皇 来生再见 地基 眼角有一滴 晶莹的泪珠滑落 随后 便被无边魔企吞食 化为虚无 与此同时 森罗殿中围的防御阵法 也自动失败 除掉地基之后 林凡 剑指森罗殿 喝道 地基已死 诸位 随我公主森罗殿 舟下谋地 舟下谋地 昆仑珠强顿时 气势狂勇 向着森罗殿杀去 林凡 也身形一闪 率先冲入森罗殿 森罗主殿内 四大魔孙和十大魔王 依旧围坐成两圈 在维持着天眼化穴大阵 整个大殿 都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 并且有一种 玄妙的能量波动 地基大人他 见到林凡等人 出现在森罗殿 摩罗族强者同时 睁开了眼睛 他们知道 地基肯定是死了 否则的话 昆仑珠强 是不可能 攻入这防御大阵的 跟他们贫乱 四大魔孙中的 金刚魔孙 勃然大怒 强行从天眼化穴大阵中 退了出来 顿时受到阵法能量反噬 嘴角溢出了鲜血 金刚魔孙一咬牙 右手猛地一拍地面 向着林凡抱舍而去 天眼化穴大阵一断 其余魔孙和魔王 也都怒火冲天地 从阵法中退出来 杀向林凡等人 于是一场大战再度爆发 不过这次 摩罗族没坚持几下 便溃败了 因为四大魔孙和十大魔王 维持天眼化穴大阵的运转 已经掏空了他们的身体 即便是拼尽权力爆发 战斗力也不过只有 全盛时期的两三成 根本不是昆仑诸强的对手 不脱使 四大魔孙十大魔王 尽数陨落 鲜血轻染大殿 摩罗族的覆灭 就在今日 诗渊大笑几声 排手一掌 便拍向大殿中央的青铜骨官 一道龙行絮影咆哮而出 一声暴响 青铜骨官顿时炸裂 但是就在池渊准备出手 彻底消灭摩帝的时候 却惊愕地发现 青铜骨官中 根本没有摩帝的影子 这摩帝呢 池渊大为惊讶 爆喝一声 其他人也大感意外 找 一定就在这大殿里 就算绝地分吃 也要把摩帝给我找出来 池渊怒倒 话一落 池渊直接献出本体 龙尾一摆 随着轰隆之声响起 森罗殿化为了一片废墟 浓烟生腾而起 昆仑珠墙开始寻找摩帝的影子 然而 一无所得 本应在天眼化学大阵中的摩帝 居然不见了踪影 昆仑珠墙不死心 扩大了搜索范围 但是依旧找不到摩帝的踪影 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 这成为众人心里放不下的石头 虽然 摩罗族从十大魔王到四大魔尊 再到地基都已经陨落 但是 摩帝这个最大的威胁 却没有彻底清除 如果死了还好 万一他没死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出现 一个曾经达到过 炼虚之上的境界强者 对于昆仑仙界来说 绝对会是一场灾难 所以 昆仑珠墙决定继续搜寻摩帝 同时他们传了消息回去 让各方势力派出强者进入狱外 一方面 清剿摩罗族余孽 另一方面 也是要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 继续寻找摩帝 不过这些事情 宁凡都没兴趣 他留下肖子跟众人一同搜寻摩帝 自己 则与傅青山返回了昆仑仙界 答应了傅青山的事 是时候兑现了 宁凡和傅青山两人 进入昆仑仙界范围之内 一路向西 速度飞快 没多久 并接近了一座威鹅雪山 这座雪山名为玲珑雪山 有很长一段时间 傅青山便是在玲珑雪山闭关修炼 一个化身巅峰强者的闭关之底 即便是一流势力 也不会贸然闯入 所以 这玲珑雪山 也就相当于成了傅青山的私人领地 在玲珑雪山上有一个洞府 名叫玲珑洞府 万灵出世之后 傅青山便用万年寒冰 将它洞峰起来 放置在玲珑洞府内 并且在洞口设下强大的禁止 以作保护 而傅青山 则外出寻找 解救 万灵的办法 但是 当玲珑和傅青山 来到玲珑洞府洞口的时候 却发现 玲珑洞府的禁止 居然被破坏了 第1679集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万灵 万灵不能有事 千万不能有事 看到洞口自己 亲手布置下的 静止被毁 傅青山的心 瞬间乱了 堂堂的炼须强者 居然如同一个 突逢大便的普通人一样 一瞬间就变得 惊慌失措 跌跌撞撞地 冲进了洞府内 凌凡 眉头 微微移皱 也跟着走进了洞府 玲珑洞府 完全是在冰山上 开草出来 里面并不昏暗 相反还因为 里面全是光滑 晶莹的冰面 所以 颇为明亮 只是极度寒冷 而且 并不是单纯的温度低 而是直接 深入身体内部的寒 由内而外 散发出来的冷 若是没有修为的 普通人 进入着洞府 恐怕没几分钟 就会冻出毛病来了 幻灵 洞府身处 传来 附青山 极度慌了 而且 愤怒的吼叫声 岂有此理 是谁 是谁 随着这声音 爆发而出 正座玲珑雪山 都摇晃了起来 宛如地震一般 片刻后 雪山顶上的积雪 开始向下坍塌 爆发了恐怖的雪崩 林 林先生 万灵不见了 万灵不见了 傅青山 掠了出来 向着林凡说道 与其焦急担忧 眼神慌乱 林凡 抬了下手 沉声说道 先别急 我进去看一看 话一落 林凡身形一闪 带着阵阵残影 向着洞府深处而去 傅青山连忙跟上 眨眼的功夫 两人来到了 玲珑洞府深处 这是一个半球形空间 面积大概有 一百平米出头 在正中央位置 有一个冰块 雕刻而成的床 只是此刻 床上却空空如也 傅青山大步 来到冰床前 指着冰床 语速极快地说道 万灵出事之后 我便以万年寒冰 把它冻结了起来 放在这悬冰床上 可以保护它的肉身与灵魂 并且在洞府外 舍了尽致 就算是化神巅峰修士 一时半会儿 也无法破开 但是现在 现在万灵不见了 万年寒冰也不见了 只留下了一张悬冰床 空空如也的悬冰床 林凡四处打亮了一眼 默念心法 右手截着手印 向前一指 周围冰元素 迅速汇聚而来 在林凡的手指前 林凡成了一只 巴掌大小的冰晶蝴蝶 静踢头 非常灵巧 缓缓扇动着 翅膀在空中飞舞 好似小精灵一般 林凡看向傅青山问道 你身上 有没有把您的东西 无论什么东西 有有有 有有有 傅青山连连点头 从杵戒指中 拿出一张手帕 说道 这手帕 是万灵当年送给我的 林凡点了下头 指挥冰晶蝴蝶飞到傅青山 手上的旁边 记下了手帕上的气息 随后冰晶蝴蝶便转过身 向着洞府外 正直飞出 在身后留下了一传 晶莹的光点 跟着冰晶蝴蝶 就能够找到万里 林凡 紧随冰晶蝴蝶向外而去 同时留下了一句话 问言 傅青山的脸上顿时出现了 狂喜之色 连忙跟上 冰晶蝴蝶在前 林凡和傅青山在后 一路向东北方向飞去 冰晶蝴蝶速度很快 没多时 便带着林凡和傅青山 来到了北玄域 停在了一座 巍峨山脉上风 这片山脉明显 比其他地方的天地灵气 更加充裕 若是在此处修炼 不说事半功倍吧 但肯定是会提高 不少修炼速度的 冰晶蝴蝶停下来 看来 晚林就在下 林凡俯视着山下的群山 淡淡地说道 冰晶蝴蝶在他的前方 扑乱着翅膀盘旋着 傅青山眼神阴霾地看向下面 眼眸中顿时生腾起一抹 暴力之色 嘴角抽搐两下 发出了一阵低沉沙哑 而又充满了 森寒语气的声音 是圆门 没错 林凡和傅青山所在的位置 正是圆门上方 下面这片山脉 名叫太原山脉 是圆门的山门所在 方圆上千公里的范围 全部都属于圆门 昆仑仙姐七大顶级宗门中 圆门的实力 能够隐隐地排进前三 绝对是巨无霸级别的 所以圆门的山门 也极为的威武奢华 占据着北旋域天地灵起 最是充裕的地段 没有别的势力 敢给予 岂有此理 圆门竟敢如此气我 傅青山双眼通红 发出野兽般的低吼 现在他已经想明白了 圆门肯定是在 莫道子的授意下 才会去玲珑雪山 将宛林劫走 以此来打倒控制 傅青山的目的 由此推测 恐怕莫道子说的 他有办法救宛林 多半也是假话 这是傅青山 并极乱投意 再加上莫道子 德高望重 不止于信口雌黄 所以傅青山才会选择 相信莫道子 现在看来 莫道子就是个骗子 林先生 还请指示 宛林的具体方位 傅青山深呼吸几下 平缓了情绪 向着林凡抱拳道 虽然傅青山 极度愤怒 但是他挂念 宛林的安慰 第一要务 还是要先找到宛林 林凡说道 随我来 说完林凡便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原地 傅青山也紧随其后 消失无踪 这两人 一个是新晋主宰 一个是先尊转世 他们想隐藏气息 潜入原门 而不被发现 并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两人很轻松地 便来到了原门覆底 一座淡雅别院门口 在别院大门 等旁边 矗立着一座 五六米高的青石板 上面写着两个龙飞凤舞 苍静有力的大字 静底 旁边还有一排小字 苍云别院 来者止步 如若擅闯 门归严城 苍云别院原本是 原门某位长老的居所 虽然平日里 就没有普通弟子 敢擅闯 但也肯定算不上禁地 不过在半月前 苍云别院 突然变成了 原门的禁地 原来住在 苍云别院的长老 已经搬了出来 除了长教 和几位太上长老之外 严谨任何人进入 为令者 将会被废条修复 逐出原门 并且在别院的外围 还设下了多道禁制 有防御 有警示 有迷失幻境等 即便是化神巅峰强者 想无声无息地 潜入别院 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这些禁制 却拦不住林凡 林凡抬手轻轻一挥 一道金王射向别院 在外围处 仿佛遇到了一层屏障 荡开了层层涟漪 随后 那些禁制 便被轻松破开 没有惊动任何人 傅青山 早已经等不及了 见禁制被迫 连忙冲入别院内 宛林果然在这里 别院内 某间房间里 宛林依旧被万年寒冰冻结着 静静地躺在床上 整张床都被寒气清洗 表面结出了厚厚的冰层 周围满是冰霜 房间内温度极低 如同冰窟 第1680集 找到宛林之后 傅青山 着急忙慌地检查 宛林的情况 发现他没有什么异常之后 才松了口气 林凡走进房间 看到了冰封状态的宛林 宛林人如其名 是一个温宛林洞的女子 虽然算不上美得惊心动魄 却也别有一番魅力 此刻 他被万年寒冰所封 双眼微比 表情甜紧 双手交叉 放在小幅位置 如果不是表面 这厚厚的冰块的话 他看上去 更像是在睡觉 观其面相 知其性格 宛林应该是一个 温宛如水的女子 就算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也不会相差太多 傅青山蹲在床边 隔着冰块厚厚的 抚摸着宛林的脸 目光柔情似水 饱含深情 林先生 还请您看着宛林他 有没有办法救他 傅青山深细口气 站起身向着林凡 身居一躬 态度诚恳地说道 林凡点点头 走上前 右手伸出 按在冰块上 对应宛林的小腹位置 一阵诡异的能量波动传来 林凡的手开始散发光芒 淡黄色的光芒 手掌中 有星星点点 向着周围发散 渗透过冰块 向着宛林的身体 跪距而去 片刻后 这些星星点点 全部汇入宛林的身体 让他的身体 都开始散发出了 淡黄色的光芒 林凡闭上双眼 细细感知起来 片刻后 他收回右手 睁开眼睛 心中 已经有了计较 林 林先生 如何 傅青山 见林凡睁眼 小心翼翼地问道 双眼始终盯着林凡 生怕看到林凡摇头 或者叹息 林凡看了一眼 傅青山 暗叹一声 世间文字八万个 唯有情子最难解 傅青山 曾经的恋虚之下第一人 现在的心境主宰 屹立在整个昆仑仙界 顶端的存在 纵红昆仙界 含有第一手的男人 此刻 却如同一个至亲 身患绝症的普通人 将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医生的身上 诚惶诚恐 备受煎熬 我且问你 婉林可是灵魂 受到过重重 是 是 婉林是被一种 因为弑魂掌的 阴毒张发所伤 表面看不出外伤 细茶也发现不了内伤 但是她一直处在 昏迷的状态 生命体征 也是越来越弱 我只能用万年寒冰 将婉林边封起来 否则她 傅青山连忙点头 简要说明了一下情况 她的心里 升起了几分希望 宁凡只是稍作检查 便找到了根源所在 是不是意味着 她真的有办法救万灵 其实这事说起来 也算是一段孽缘 当初傅青山 万灵 还有另外一个男子 名为 英笋 他们三个人是好友 一同闯荡江湖 探索秘境 行侠正义 作为一段佳话 只可惜三个人的关系 永远都不会像三角星一样稳固 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多 他们三人之间 发生了最为俗套的三角恋情结 英笋喜欢上了万灵 万灵 却忠情于傅青山 而傅青山 就剩个十足的钢铁之男 而且他最心五道 一心只为变强 无心考虑男女之事 对万灵的感情 毫无知觉 也没有任何回应 慢慢的三个人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尴尬 后来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具体细节 就不展开多说了 反正结果就是 阴损 嫉妒傅青山 得到万灵的芳心 嫉妒慢慢的演变成了仇恨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仇恨非但没有减轻 反而还越来越深厚 终于有一天 压制不住彻底爆发了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英笋给傅青山下了毒 将他打成重伤 但是在最后关头 当英笋 以试魂掌对付青山 痛下杀手的时候 万灵却意外地 出现在了现场 并且义无反顾地 替傅青山挡下了一掌 这个情节大概可以参照 风云里面 孔慈替聂风挡下了 不经云一迹 排云掌的情节 只不过不同的是 孔慈当场就死了 而万灵却没死 英笋发现自己打错了人 后悔不已 用真气护住万灵 最后一丝残魂 保下了他的命 在那之后 英笋陷入疯癫 冲入暴雨中 消失不见 而傅青山 也因此 终于醒悟 知道了万灵 对自己的心意 也认清了 自己的内心 人只有在 失去的时候 才懂得珍惜 傅青山 拖着重伤之躯 疯狂地 向万灵 度去真气 却始终 无法救他 失魂掌 应毒无比 直接吞噬了 万灵的 两魂六魄 并且 还在持续吞噬 最后的一魂一魄 傅青山 没有办法 只能 以万年寒冰 将万灵 冰封起来 同时 也将 失魂掌的掌力 暂时禁锢 阻止 其继续 伤害万灵 随后 傅青山 就踏上了 救万灵的 漫漫长路 万灵魂魄受损 三魂七魄 只剩下一魂一魄 并且还是要 不完整的 一魂一魄 所以他才会 陷入昏迷 想救万灵 只需要重新聚集 他的三魂七魄 几个 林先生 所言极是 傅青山连连点头 声音苦涩地说道 这些年来 我早遍 大江南北 寻遍 无辜四海 边方明人意识 确实依旧没有找到解救之法 能够看出 万灵问题根源的人 没几个 更别提 有能力 为他重聚三魂击破 林先生 您这么轻易就看出了 万灵的问题 您一定有办法救他 对不对 傅青山 殷切地看着林凡 在他期盼的目光中 林凡缓缓点头 说道 我确实有办法救我 但是 傅青山的脸上 刚刚浮现出狂喜之色 就听到林凡 最后来了个 但是 顿时表情就凝固了 在这种时候 最怕的就是 但是 傅青山 他咽了下口水 不安地看着林凡 林凡 微微一笑说道 不用担心 我说 但是并不是无法救万灵 只是需要再过一日 此前 与魔帝分魂大正 我小口颇大 需要一天时间 来恢复神态 一天之后 便可以为万灵 重聚魂魄 重聚魂魄 需要神石支撑 而林凡 现在的神石之海 依旧处于 接近干枯的状态 无法支撑 这么大的工程 不过 问题不大 只需要一天时间 便可恢复 林先生 您需要什么天才地宝 就跟我说 我上穷 碧露下 红泉 也为您招来 傅青山松了口气 说道 林凡 白手道 不需要 就在这时 一道如同 红中大铝 一般的浑红 又蕴还着 浓浓怒气的声音 在太原山脉 深处响起 何方蜀背 竟然敢擅长 太原山脉 与此同时 无数道 强悍的气息 冲天而起 向着太原山脉 北边冲去 境界着 那边爆发了 激烈的战斗 第1680一集 竟然敢闯太原山脉 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愣头青啊 傅青山随意地往北面看了一眼 摇着头说道 刚开始听到那一声爆吼 傅青山还以为是自己被发现了 现在看来 暴露的另有其人 圆门可是 昆仑仙界七大顶级宗门中 位列上三宗的超级大宗 即便抛开其背后的主宰不谈 圆门的整体势力 也绝对是非常强悍的 宗内藏门卧虎 强者无数 即便是最顶尖的华神 巅峰强者 也不敢擅闯太原山脉 傅青山在突破之前 堪称 炼虚之下第一人 但是 如果 他来硬闯太原山脉的话 也绝对 讨不了好 圆门之中并不缺乏 能跟傅青山过招的强者 不过傅青山 也只是随口一说 他对这个敢于 升闯太原山脉的愣头青 并没有兴趣 他的心里 只有婉龄 不过林凡 却神色激动 看向傅青山说道 胡小 你应该会对这个人感兴趣 傅青山猛的扭头 看向林凡 眼神惊恶 太原山脉北侧 此刻正在爆发 激烈大战 战斗双方竟然 全部都是化身强者 其中羽方 是圆门妻子中的四位 而圆门妻子 是圆门守护者中的佼佼者 青一色的化身巅峰秀为 另一方 却是一个披头散发 满脸落腮胡 穿着一身满是破洞的灰色粗布衣 赤裸着双脚满是污垢的男子 这男子形象于乞丐无异 极为拉荡 而且身上 还散发着一股臭味 不知道有多少年 没有洗过澡了 但是他的实力 居然出奇的强 真气浑红无比 也霸道无比 以把生锈的铁齿做武器 每次挥动都能引动 周围空间 剧烈颤动 在圆门四位化身 巅峰强者的围攻下 竟然并没有落于下风 甚至还颇为的游人有余 此人是谁 竟然有如此实力 在占据不远处 一个身穿月白色长袍 白发白须 颇有种先锋盗鼓意味的老者 双目威宁的望着 鸡盏中的武人 南南道 这老者名为任元子 他的头衔很多 圆门三巨头之一 副长教 第一守护者等等 这些头衔无一不彰显出 任元子的实力和威望 不过即便是任元子 此刻也对这个邋遢男 也有些看不透了 这么一个来历不明 形象如同乞丐流浪汉 但偏偏实力强得离谱的人 为何突然闯入太原山脉 任元子想不通 他只是因为邋遢男 触发了太原山脉内 设的禁止 才发现有人闯入 周围还有众多原门守护者 全部都是化神之上的强者 围成了一个大圈 防止邋遢男逃走 原门七死中 另外三人也都在场 至于化神之下 根本就没有靠近的资格 片刻后 任元子目光闪烁两下 心中有了技巧 他对这个邋遢男 起了招揽之心 光凭邋遢男 能以一人之力 督战原门七死之四 而不落下风 便足以说明其实力 恐怕比任元子 多不逞多让 若是能加入原门 将会大大提升 原门的实力 副长叫陈匡 紧求出战 这是任元子旁边 一个求劫撞喊 抱拳大声道 他名叫陈匡 也是原门七死中的一个 陈匡见同门久战不下 才会向任元子请战 任元子却缓缓摇撩头 随后上前几步 手掌一抬 声如红中般的喝道 天手 园门四人听到任元子的声音 顿时虚晃一招 抽身后撤 拉他男倒也没有追击 收齿而立 脑袋微微低垂 枯草般的头发垂下来 遮住脸 让人看不清楚他的面容 阁下突然闯入我原门地界 却不知道 要是为何 任元子上下打量着 拉他男笑呵呵地问道 看不出丝毫敌意和愤怒 我来找人 拉他男开口了 声音非常沙哑 很难听 就好像用指甲重重地 压着玻璃滑过一样 任元子问道 阁下找什么人了 拉他男缓缓抬起头 目光从头发缝隙里 看向任元子说道 你们半个月前 是不是带了一个人回来 闻言 任元子顿时皱起了眉头 周围众人都是一脸的疑惑 唯有 原门妻子 神色有所变化 半月前 任元子和原门妻子 曾一同外出 执行过一次任务 他们在一处雪山上 找到了一个被冰封的女子 将其带回了原门 这件事被列为机密 这个原门上下只有长教天元子 副长教任元子 还有原门妻子是知情的 除了他们之外 再没有第十个人知道 但这个邋遢男是如何得知的 听他的语气分明是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的 不过这个事情 任元子自然不能承认 他摇撩头说道 抱歉 我不知道阁下说的是什么 不过 我早就知道你们不会承认 不过没关系 我自己找 邋遢男直接打断任元子的话 一股暴力气息冲天而起 紧接着邋遢男身体暴逝而出 冲向任元子 狂妄 任元子脸色一沉 多少年了 还没有人敢如此挑衅原门的威望 而且这人已经知道了 那个女人被带回了原门 就不能让她离开 否则 后果绝对是原门不想看到的 所以 任元子出手了 他长小一声 手中出现了一把 淡黄色的长剑 剑锋一阵 带着凌厉无比的剑衣 杀向邋遢男 两人顿时爆发激烈战斗 邋遢男是很强 但任元子也不是白给的 身为原门三巨头之一 任元子的实力 足以傲视绝大多数化神巅峰强者 两人战斗起来 在空中激烈的对拼 竟不分上下 叮叮当当的声音 在天界不断炸裂 火星暴减 狂暴的能量不断爆发 大片山体被外袭的能量摧毁 另一边 林凡和傅青山也赶到了附近 隐藏在虚空之中看着战场 至于宛灵则被林凡收入了储物戒指 他还有气息 是活物 普通储物戒指无法收纳 只有林凡自己特制的储物戒指才行 那是 那是阴损 傅青山认出了与任元子大战的拉遢男 顿时瞳孔微微一缩 虽然那人不修蝙蝠 形貌大变 但傅青山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拉遢男 正是阴损 傅青山目光复杂地看着阴损 双拳紧握 胸膛起伏着 很显然内心颇不平静 阴损曾经与傅青山是无话不谈 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好朋友 但是后来这两兄弟 却因为感情问题反目成仇 而且宛灵 也是因为中了阴损的试魂掌 才会落得如今的下场 傅青山对阴损 肯定是有仇恨的 这个仇恨并不会轻易地 随着时间的退移而减轻 即便多年过去 但是再看到阴损 傅青山还是无法释怀 就在傅青山思绪纷飞的时候 厂商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 第1682集 人缘子到底背靠超级宗门 他所能够享受和调动的资源 远远不是阴损一介散修能比的 虽然两人实力相仿 但是在装备层面 阴损吃亏不小 只见人缘子祭出了一个小巧的金色圆环 双手飞快结印 向着阴损一指 金环顿时化作一道金色闪电 击舍而出 阴损眼皮一跳 全身汗毛 顿时直竖 他想躲 但是身体动作 却跟不上思维的速度 咚的一声 金环正中阴损额头 阴损顿时如糙累积 眼前一黑 发出力士闷哼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无比 当场吐血而退 圆门妻子趁机拥而上 直接将阴损倾向 封住他的真旗 将他押解到了 下方一座山峰上 任元子收起了圆环 落到了山峰上 靠近阴损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低声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 边方女子的事情 混蛋 你这个混蛋 把腕链交出来 交出来 阴损宛如发狂了一般 瞪着星红的双眼 死死盯着任元子 口中发出了 野兽般的嘶吼 若不是他真旗被封 恐怕 圆门妻子都不一定 能按得住他 老实点 别不识抬举 陈宽狠狠地 压住阴损的肩膀 呵斥道 行了 这里人都引砸 把他带到后身去 是 圆门妻子齐声领命 就要行动 但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的威压 陡然降临 如同天都塌下来一般 任渊子和圆门妻子 顿时脸色一变 却根本无力反抗 双膝一般 直接跪在了地上 而且腰也在这重压下 无奈地弯了下去 即便是最强的人渊子 也无法直起腰来 周围 那诸多守护者 则是从云端跌落 全部落到地上 也都跪伏在下去 不过阴损却没有受到影响 除了真气被封 无法调动之外 一切如常 此刻正一脸的懵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是 是谁 是大卫主宰 大家光临 任渊子趴在地上 整张脸 憋成了猪肝红 额头上轻轻抱起 吃力地喊道 仅仅凭着一道气势 便将数十位化神强者 压得趴在了地上 唯有主宰才能做到 这使任渊子想不明白 哪怕主宰会突然如此发怒 难道 不顾及莫道子的面子了吗 这时 任渊子头顶空间 微微地扭曲了一下 随后 两道人影出现在了空中 正是林凡和傅青山 秦 秦深 阴损一眼就看到了傅青山 脸色大变 连忙低下了头 若非真气被封 阴损肯定掉头就跑了 他没脸见傅青山 傅青山看了眼阴损 没有说话 随后看向任渊子 缓缓开口 声音中充满了森寒杀意 你圆门 安甘欺我 青山主宰 任渊子表情十分疑惑 努力地转过脑袋 看着空中的傅青山 语气中充满了困惑不解 还有些许的委屈 青山主宰 不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任渊子只是接触到莫道子的旨意 前去玲珑雪山 将冰封中的婉铃带了回来 但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婉铃的身份 就连他的名字也是刚才从 殷损的口中才得知的 傅青山面色一寒 冷冷地吐出一句话 婉铃是我的道理 这句话不亚于在任渊子的心中 乍响一道惊雷 他顿时脸色惊举 联盟大声喊道 青山主宰 这是个误会 我们 但是已经晚了 傅青山随意地一甩手 便有一道能量枪影射出 直接贯穿了任渊子的脑袋 圆门三巨头之一 任渊子俗 圆门妻子也都意识到不妙了 因为婉铃是他们跟任渊子一起去带回来的 只是他们如何能想到 婉铃的背后居然站着心境主宰 只是还没等圆门妻子说话 便看到一个巨大的能量手掌狠狠地拍下 一声爆响地动山摇 圆门妻子直接被拍成了肉饼 死得不能再死了 在傅青山的心中 婉铃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够触碰的底线 圆门将婉铃带回去 其用意已经显而易见了 对待这样的人 傅青山不会留丝毫情面 别说圆门主宰莫道子已经陨落 就算莫道子还活着 这件事情恐怕也是不死不休的 傅青山举手投足之间 便秒杀了圆门八位顶尖强者 但是这显然还是不能平息 他的怒火 傅青山目光一宁 杀意如同食指一般涌现而出 周围那些圆门守护者顿时心胆剧烈 死 傅青山轻轻吐出一个字 狂猛能量席角而出 将周围那些守护者也一并送上了西天 青山主宰 青山主宰 这 这是个误会 误会 这时 一道焦急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就见一个儒雅的中年人从远处里来 只是从此刻他身上的儒雅气质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慌乱 焦急 惶恐 正是圆门长教天元子 天元子的时候 还有六个气势如冤的老者 他们是圆门太上长老 每个都活了几千岁 都是最顶尖的化身巅峰强者 实力比人元子只强不弱 是圆门真正的抵御 天元子发现傅青山 来到之后 便带着太上长老第一时间赶来了 只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满地的尸体 死地 你们 天元子震惊了 也心痛了 这些守护者可都是圆门的中间力量啊 也是圆门能够位列上三宗的主要保障 但是现在都死了 青山主宰 天元子到底是一派长教 面对傅青山 这位新晋主宰 倒也没有太过卑微 咬牙道 不知我圆门 如何得罪青山主宰 遭来如此横祸 他是我派老主 定会向青山主宰讨个说法 六个太上长老 也都满脸怒火地盯着 傅青山 天元子所说的老祖 自然便是木道子了 有这么一位实力强悍的主宰称妖 天元子 即便是面对傅青山 也不虚 他还真不相信傅青山敢杀他 杀傅长教也好 第一守护者也好 那是一个概念 但是杀一个长教 宗主家主登道 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 虽说傅青山是主宰 但是主宰和主宰也是有差距的 傅青山是最年轻的主宰 也是突破最晚的主宰 而墨道子可是最年长的主宰 也是突破最早的主宰 在墨道子的面前 傅青山这个新晋主宰 也只能是小老弟的身份 所以天元子笃定 傅青山不会对他下厮守 但是天元子却不知道 他最大的仰仗 原文主宰墨道子已经隐落 而且就算墨道子还在世 傅青山恐怕也不会顾及这个 当底线被侵犯之后 傅青山的心中文有杀法 第1683集 郑教 那是 林凡 天元子身后一个太上长老认出林凡 顿时眼睛一亮 靠近上来小声说道 几年前 圆门三巨头之一的地元子 在地球被林凡踩了 这是圆门的七尺大乳 双方结下了梁子 后来 林凡 孤身入昆仑 将圆门和地皇阁 搅合得鸡犬不宁 并且 直接 或者间接地 导致圆门众多强者 和天才 地死陨落 双方的仇恨越来越深 在圆门上上下下的心中 林凡已经是他们必杀名单中 名列前茅的存在了 即便是圆门中长期闭关 不问世事的太上长老 也都见过林凡的画像 将他的长相 深深地印在了脑袋之中 天元子自然也是认识林凡的 他们两人甚至还曾经照过面 只不过 刚才天元子的注意力 都在傅青山的身上 而且 因为任元子等人的死 让他的心乱了 所以 才没有注意到林凡 此刻有人提醒 天元子的目光 便顿时锁定在林凡的身上 眼眸之中 仇恨的火焰 瞬间窜息 林凡 果然是你 天元子脸上 浮现起了一抹凝色 咬牙道 林凡微微一笑 好整以暇地看着天元子说道 你没认错 确实是我 好 非常好 天元子点点头 随后向着傅青山抱拳道 青山主宰 这个林凡 是我们原门的死敌 也是我派老祖亲自放话要杀的人 还请青山主宰 少祖后退 省得见你一身血 要说跟傅青山动手的话 借他天元子一百个胆子 也不见得敢 而且他也没有这个资格 还是得等墨道子 去跟他算账 但是 面对林凡 天元子 可没有那么多顾虑 眼下正是绝佳时机 六大太上长老 已经分散开 从两侧向着林凡 包了过去 这一次 他们可不打算 让林凡再活着离开 谁知傅青山却摇摇头 青山主宰 您 天元子还想说什么 傅青山的脸色已经瞬间冰冷了下来 杀意十足地说道 天元子 你原本胆敢擅自如我道理 当真是万死 安消我心头之后 今日 我傅青山便以主宰之灭 灭你原文化神至上的所有人 华英语 在天元子等人惊骇惶恐的目光中 傅青山闪电般出击 全力反击 天元子抱和出声 与六大太上长老一起合力迎战傅青山 然而 练须对华神出手 完全就是 降维打击 天元子和六大太上长老 基本上 就是 原文最强战力了 但是 在傅青山的面前 还是没有丝毫还手的能力 片刻功夫 原文六大太上长老尽数雨落 傅青山 你坏我原文根基 坏我原文支柱 我派老祖 定当会找你 勤算辞账 天元子目自欲裂 披头散发 发出了痛心 又愤怒的吼叫 傅青山 没有搭理天元子 他也知道林凡和原文的恩怨 所以只是冷冷地瞥了天元子一眼 便退到了后面 将天元子 留给林凡处理 也算是一种嗜好 林凡双手背在身后 缓步上前 看着天元子说道 天元子 你还真是可怜 莫道子都死了 你还不知道 说完林凡摇摇头 死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天元子满脸的难以置信 整个人的信念都崩塌了 莫道子是谁啊 那可是纵横昆仑仙姐几千年的存在 在昆仑仙姐七大主宰中 实力就算排不上第一 也绝对是前几 如此存在 怎么可能 说陨落就陨落了 但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又让天元子 不得不接受这个残忍的事实 否则 父亲山一个心情主宰 又怎敢如此 林凡 我不信 我要杀了你 天元子 癫狂地冲向林凡 浑身上下 都涌现出一股 深红色的光芒 看上去 极为诡异 整个人 都散发出了 暴力的气息 拼命了吗 林凡从容一笑 他决定 首任天元子 给他这个掌教 一个尊重 于是林凡 抱手而出 迎着天元子 便冲了上去 这一日 元门从太上长老到长教 再到守护者 尽数陨落 这一日 元门从昔日上三宗 一举 跌落凡尘 沦为二三流宗门 门下弟子 出走大半 剩下的人苦苦支撑 这一日 宣告着昆仑仙姐 北玄狱 进入了长达近百年的混乱时期 没有了元门的统治 整个北玄狱 寻雄并起 宗派歌曲 混乱不堪 北玄狱 距离太原山脉 大约百公里距离 有一个湖 名为静阳湖 此刻 静阳湖边上 两道人影相对而立 正是傅青山和英孙 青 青山主子 英岁已经解除了真气风影 不过他受伤不轻 脸色稍显苍白 眼神复杂地看着 对面的傅青山 内心思绪万千 没想到多年不见傅青山已是主宰 何孙啊 你还是叫我青山吧 傅青山张了张嘴说道 其实 现在傅青山对英孙的恨意 已经减轻许多了 他对英孙的恨 无外乎来自两方面 一是当年英孙差点杀了他 不过差点的意思就是没杀掉 二自然就是婉林 不过现在婉林有了希望 极有可能恢复 所以他对英孙的恨自然也就消散了许多 毕竟两人曾经是同胸共死的兄弟 傅青山救过英孙多次 英孙也救过傅青山不止一次 两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 说断就能断的 英孙满脸的内疚 悔恨摇着头说道 青山 是我的错 是我错的 我害了你 也害了我自己 更加 更加害了婉林 这些年来 我始终不敢出现在你面前 我一直在寻找救婉林的办法 后来你被请去一外要塞 我便一直守在玲珑雪山附近 没想到一时不查 竟然让园门的人掳走了碗脸 我真没用 我差点住成大错 我 英孙痛心疾首 说道此处 狠狠地扇了自己两耳光 看到他这个样子 傅青山心里对他的悔恨 再度消散了不少 英孙是真的后悔了 很早之前就后悔了 而且这些年来 他过得不一定比傅青山好 傅青山叹了口气 扭头看向右侧 说道 林先生是有大本事的人 他一定可以救婉林 一定可以 嗯 一定行的 英孙也看了过去 咬牙道 他们两个既是在安慰对方 也是在安慰自己 而傅青山和英孙 视线延伸出去几十米 平凡准备动手救婉林了 第1684集 林凡的神士已经恢复大阪 足以救回婉林 并让傅青山和英孙 在旁边守着 不要靠近 不要打扰 而他则开始对婉林施救 婉林中 施魂掌 三魂七魄 只剩下一魂一魄 而且这最后的一魂一魄 还因为施魂掌的 英毒掌力 被吞噬消耗不少 变得极为的虚弱 要想救婉林需要两步 第一步是强化现存的一魂一魄 第二步便是重塑已经有了的 两魂六魄 说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但是真正做起来难如登天 第一步尚且简单一点 昆仑仙界应该有一些真正的 影视高人能做到 但是这第二步除了灵法能做到之外 别无第二人选 婉林静静躺在万年寒冰里面 神态甜静 如同一个睡美人 宁凡缓缓闭上双眼 神石涌现而出 从四面八方向着婉林笼罩而去 开始了第一步 强化魂魄 宁凡的神石将婉林的魂魄包裹了起来 不断地瘟养 强化巩固 过了大概十分钟多点 宁凡长长地吐出一口灼气 睁开双眼 婉林的一魂一魄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接着宁凡伸出手掌轻轻地按在了万年寒冰上 他的双手被一道淡淡的金芒所笼罩 看上去颇为玄幻 雄厚的真气通过手掌不断地向着万年寒冰涌去 之所以先巩固魂魄魄后 融化寒冰 是因为寒冰被融化之后 弑魂掌的阴毒掌力就会复苏 开始不断地侵蚀魂魄 所以要先保证万灵的魂魄足够强大 否则恐怕还没等灵凡进行第二步 万灵就撑不住了 万年寒冰极度寒冷 即便是最毒的太阳暴晒 也根本无法融化分毫 要想融化这万年寒冰 只能用真气或者其他雄厚的能量才可以 化身之下想都不要想 不过这个问题对于灵凡来说 根本不存在丝毫的难度 不断时万年寒冰已然融化 在脚下流力滩水 接下来就要开始中投袭 重塑魂魄魄了 万灵的魂魄魄并没有彻底消散 这也是灵凡能救他的前提 如果万灵已经魂飞魄散的话 别说灵凡了 就算是大罗惊仙也救不了他 试魂掌非常硬度 一掌之威 便将万灵的两魂六魄打散 不过这两魂六魄并没有彻底消散 有极少量的魂魄 变成无主形态 失去了意识 去到了虚灵界 虚灵界可以理解为 介入人间和阴间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这里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没有光明也没有黑暗 是一个极为特殊的 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虚灵界里全部都是 孤魂野鬼和残魂断魄 全部都失去了自我意识 在虚灵界中万无目的地游荡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或许这个游荡会永远地持续下去 灵凡现在要做的就是 神识潜入虚灵界 找到万灵的魂魄 唤醒其自主意识 并且将其召回来 重新送回他的肉身之内 如此一来 万灵魂魄魄齐举 便可以苏醒了 神识入虚灵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虚灵界中 有主的魂魄 或者神识 意念等 就相当于黑夜中的灯火 异常显眼 会引来那些 无主无意识魂魄的冲击 若是神识修为不够强 别人说到 万灵的残破了 恐怕自己的神识 都会被冲散 受到严重反噬 也就是灵凡现在 神识修为达到了化身巅峰 才能有十足的把握 若是他的神识修为 还未突破化身期 恐怕灵凡都不一定 敢打包票 能救回万灵 灵凡伸出左手 食指中指并在一起 摇摇指向万灵的眉心 右手则掐了个手印 放在面前 再度缓缓 闭上了双眼 神识开始迷茫而出 在广阔无边的宇宙深处 有一个名为 泰坦神域的世界 泰坦神域浩瀚无垠 大地之上 一道道 万丈纵横深渊 射人的灼热 气息 从那巨大无比的裂缝中 不断地生腾 强烈的高温 使周围的空间 似乎都有些扭曲 疑似做蜿蜒起伏的山脉 犹如洪荒巨手般 匍匐在大地之上 在那些山脉之上 溢出所有千百丈高的 远古巨树 苍天挺立 枝叶扩散开来 简直 遮天蔽日 在大地上 投下一个个巨大的阴影 猙獰的蛮荒气息 在这片空间不断翻涌 泰坦神域 乃是一个九级大世界 这里的主宰便是泰坦族 其整体势力 比全省时期的摩罗界更强 光是合体其强者 便不下两手之术 然而此刻泰坦神域 却面临着数万年来 最恐怖的浩劫 这场浩劫 足以使得泰坦族灭族 泰坦神域上空 毫无征兆地荡起 一圈圈巨大的黑色漩涡 一声声凄厉的尖小声 从漩涡之中传出 在泰坦神域不断回荡 紧接着 漫天乌云翻涌 将天空遮挡地掩掩实实 正片空间 瞬间变得阴沉下来 一股股恐怖的邪恶气息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 突破泰坦神域的防御结界 陡然降临 一道道闪电撕裂天 惊人的雷鸣声不断暴响 滔天魔气瞬间 蔓延到整个泰坦神域 漩涡不断地旋转着 尖小声也愈发临近 泰坦族强者顿时掠至高空 仅慎以待 这些合体气强者 此刻都面目严峻地望着天空 眉头紧锁 眼神中充满了凝重和忌惮 就在泰坦族强者 沿阵以待的时候 天空中 一边陡声 那一个个漩涡 都停止了转动 一双手臂 从其中最大的一个漩涡之中伸出来 向着两边猛地一撕 整片空间都被其撕裂出巨大的裂缝 紧接着 一道人影缓缓浮现 身穿宽松的黑色长袍 一头黑色长发随意劈散着 面容呈现一种病态的苍白 嘴唇却是深深的紫红色 一双狭长的丹凤眼 两只眼珠子则是心红之色 整个人散发着强烈的邪恶气息 周身似乎都弥漫着一股黑色魔契 强悍无匹的气息 肆虐看来 竟然让泰坦族最强的组长 都产生了一丝心机的感觉 紧接着 无数道黑色人影 从黑袍人身后的空间裂缝中裂出 密密麻麻占据大片天空 惊天魔契犹如巨浪拍打的礁石 一鼓鼓袭来 使得 刚傲如泰坦族也纷纷为之变色 弱者的气息 黑袍人神态轻松地撇了一眼 严阵已带的泰坦族强者 缓缓吐出几个字 狂妄 大言不惨 泰坦族强者 纷纷怒吐出声 算了 我也没功夫 跟你们这群蝼蚁多费口舌 黑袍人摆了摆手 万不经心地说了句 随后便随意地下达了命令 明月了吧 诺 话一诺 他身后无数黑色人影 齐声应和 随后 画为了一道道黑色红流 蝗虫般冲向泰坦族 赢敌 泰坦族强者也是怒吼出声 随即身形暴逝而出 一种强悍的姿势正面影响黑色红流 一场惊天大战正式爆发 然而这场战争 却呈现一灭岛的趋势 泰坦族强者如同麦子一般 被轻易收割 一个个壮硕如铁塔的身影 倒在血泊中失去了生命 没过多久 泰坦神域内 再没有一个活着的泰坦族 鲜血汇聚成了在一起 居然形成了长江大河 整个泰坦神域内 被刺鼻而浓郁的血腥味 充斥得满满的 骑饼修罗子大人 属下等已经搜遍了 整个泰坦神域 并未寻得圣仙的下落 一个黑衣人来到 围守黑袍人面前 行了个奇特的礼仪 回报道 既然没有 那就继续找下去 这个世界没有 就继续去下一个世界 修罗子眼皮未抬 淡淡地说道 是 黑衣人领命而去 修罗子眯了眯眼睛 也准备离去 就在这时 他突然身体一顿 抬头看向天极 眼眸闪烁起了一道 诡异的鸿芒 随后嘴角未现 莫科 我终于找到你了 第1685集 昆仑仙姐 北悬遇 一道剑光寺天际 急掠而过 向着东南方向飞去 正是凌凡 他将婉玲救回来之后 就离开了 至于 傅青山 婉玲和英笋 这三人之间 狗血的人物关系 凌凡没兴趣了解 也没兴趣知道 他们接下来 会如何相处下去 只是在婉玲醒了之后 便告别离开了 不过在林凡离开之前 傅青山 这个新晋主宰 向着林凡 千万谢 那驾驶 就差跪地磕头认主了 被一个恋虚 第一晋强者 欠了这么大一个人情 这个收获还是不小的 离开晋阳湖之后 林凡 便遇见前往万腰域 不过他的表情 似乎有些凝重 应有种心事重重的感觉 林凡 一边遇见飞行 一边神识探入储戒指 在储戒指中 某个角落 有两道人影 并排挨着 躺在一起 如同沉水一般 闭着眼睛 呼吸平稳 一男一女 男的高大威猛 眉宇间 有着难以掩饰的霸气 女的面容娇美 只是又比其间而断 大大的破坏了 这整体的美感 而且 这一对男女 居然都是紫色皮肤 这是摩罗族的标志 这一男一女 正是魔底和地基 原本应该死在 恶魔雄威之下的地基 居然出现在这里 除了断臂没有恢复之外 身上并没有增添 其他的伤势 甚至 就连施展密法导致的反噬 都被镇压了下去 原本在森罗殿中 神秘失踪的魔底 居然也出现在这里 依旧在沉睡 双目微鼻 眉头紧锁 但是 那股气势 却没有因为他在沉睡 而有丝毫的减弱 林凡没有杀地基 在恶魔兄弟 轰碎防护罩的瞬间 来了个偷天唤日 将地基藏了起来 并且营造出一种 地基被他轰成虚无的假象 不久前林凡在弯腰与卧龙山 就曾将黄争戎等人 轰成虚无 所以 倒也没有显得突兀 随后 林凡还在一众主宰的眼皮子底下 把魔底带走了 也就只有林凡有这个本事 并不是林凡富人之人 不忍心下手 只是 在与魔底分魂战斗的时候 林凡发现了一丝不寻常 魔底分魂上 有人为留下的追踪印记 也就是说 有一个神秘莫测的存在 居然在魔底 没有感知的情况下 在他的灵魂上 烙印了追踪印记 如此一来 不管魔底身处何方 不管他在哪个世界 只要满足某种条件 就会被对方感知到 从而找到魔底的位置 这个意外发现 让林凡产生了一丝怀疑 一丝好奇 同时 也隐隐产生了 一丝的不安 能在合体巅峰境界的 魔底的灵魂上 留下 追踪的印记 并且还没有让魔底发现 如此手段恐怕 即便是一般的 杜结期强者 都做不到啊 杜结期强者 魔底怎么会招惹 这个层次的存在 而且 这个杜结期强者 最起码也是 杜结后期 甚至是杜结巅峰 与林凡 前世站在同一个高度的存在 危机 前所未有的危机 哪怕是当初第一次得知魔底的存在时 林凡也并没有太过紧张 毕竟 魔底就算巅峰时期 也远远没有达到林凡的高度 所以 林凡心里有些本能地看不起魔底 但是这个神秘强者就不一样了 林凡曾经看到过的风景 他也看到过 所以 林凡不敢有丝毫的惊视 毕竟对方 仍处于巅峰状态 而林凡 却还相差甚远 要想知道这个神秘强者的情况 就必须从魔底的身上下手 所以 林凡秘密地把魔底和地基藏了起来 不过现在魔底的状态 可并不好 如果正常在天眼化学大阵中待着 估计 再有个个瓦月时间 他就能苏醒过来了 但是在这之前 天眼化学大阵 强行中短 对魔底造成的损害非常严重 再加上那一缕分魂的毁灭 魔底苏醒的时间 将会大大延后不说 苏醒之后 实力也会大大的削弱 相比之下 地基倒是还算好的 虽然没力挑手臂 但是养好伤之后 实力并不会减弱多少 林凡在处戒指中 不想离到养魂阵法 这套阵法的作用与摩罗族 布置的天眼化学大阵 具有类似作用 都对魔底苏醒有帮助 不过区别在于 这套养魂阵法 比那个名字听起来高大上了 天眼化学大阵更加高级 生效更快 更加温和 有了养魂阵法的辅助 魔底苏醒的日子 应该不会太远 魔底的身上隐藏着秘密 或许 魔底本人都不知道 但是只要他醒来 林凡自然有办法 能搞清楚 他想知道的事情 但愿 我的猜测是错的 林凡神识 跪出储物戒指 低头仿若随意地看了下 脚下 泛着汹涌魔际恶魔凶威 微微皱了下眉 随后 林凡不再多想 遇见继续前行 没多久 林凡便来到了一座 巍峨高山上空 在这座山的山顶上 建起了一座 宏伟无比的宫殿 金碧辉煌 非常的壮观 这便是昆仑仙界 七大顶级宗门之一 帝皇阁的山门所在 这座山 名叫黄极山 这座宫殿名叫 林霄地宫 方圆数百里范围 全部都是帝皇阁所有 林凡并不是一个大度的人 对待仇人 他的行为准则就是 能动手 绝不浪费唾木心思 当初林凡没有实力 面对帝皇阁 这个旁人大悟 而现在 是时候算一波了 如今 元门已败 帝皇阁 也该布上 元门的后尘了 竹天行 速速出来受死 林凡目光 幽深地望着下方的 辉弘宫殿 凝起成鹰 爆和出声 一圈一圈的声波 向着扩散而去 何人 竟然敢在此撒野 大胆狂脱 找死 哪里来的 不长眼的小畜生 林凡话音刚落 下方顿时 乍响起 数道惊天怒吼声 紧接着 便见一道道气势 强悍的身影 从林霄地宫 不断裂出 冲天而起 在空中分方位 虚空而立 将林凡包围在中间 一个个虎视眈眈 充满了沙眼 目光冰冷地看着林凡 脸上带有猙獰之色 林凡 竹天行脸色阴沉如水 眼眸之中 跳动着仇恨和愤怒的火焰 死死盯着林凡 声音略显沙哑地说道 哼 你一见人敢来黄极山 好 好得很 今天 你休想活着离开 声音中充满了森寒杀意 第1686集 竹天行 我来杀你了 林凡看着竹天行 目光平静 声音也很平稳 仿佛只是在说一件 稀松平常的事情 竹天行仰天大笑了几声 说道 林凡小儿 半年前 是谁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啊 惶惶不可终日 今天 你居然敢自投罗网 真不知道是你太愚蠢 还是太狂妄 在竹天行说话的同时 又不少强者踏空而来 这片刻的功夫 林凡的诸围 便围上了不下五十人 五十个化身强者 其中大部分都是化身巅峰 而且 还有五个气势如鸳 深不可测的老者 他们 是帝皇阁太上长老 每个都是最顶尖的化身巅峰 每个都不必 最倒人差 这就是帝皇阁的底蕴 能这么短时间 集结起超过五十个化身强者 这么强的力量 足以轻松赋美一个一流势力 林凡却依旧面不改色 心不跳 左右看了一眼 淡然一笑 说道 朱天行 你帝皇阁的化身强者 到齐了吗 等你的强者高手 都到齐了 再动手 省得事后还得去一个一个地找 麻烦 朱天行没有说话 站在他身旁的朱天翼 便踏前一步 手中长刀燃烧着熊熊烈焰 将周围空间都炙烤得扭曲了几分 向着林凡 摇摇一指 立一声喝脑 林凡小儿 今日你必死无疑 我必将你随时万段 以告为我侄儿 在天之灵 林凡摇着头叹了口气 说道 你们昆仑仙气的消息传播 真是太落后了吧 看来有很多事 你们都还不知道吧 你 你什么意思 朱天行眼皮一跳 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死死盯着林凡问道 林凡怂了总监 说道 如果你们知道在我龙山发生的事 知道在域外发生的事 就不会如此淡定 现在吗 只能说你们是无知者无问 林凡在卧龙山 屠龙沙凤 又荡平了十三族联盟 还在域外消灭了摩地分魂 亲手诛杀了 莫道子和黄天阳 这些事情 但凡有一件传入地皇阁这边 他们在面对林凡的时候 也不至于是现在这样的态度 完全没有把林凡放在眼里吗 大哥 不必跟他废话 直接杀了便是 竹天忆 瞥了一眼林凡 说道 竹天行没有说话 只沉着脸点了下头 拿命来 竹天忆率先出击 身体暴食而出 长刀一阵 带起数十米长的恐怖刀芒 斩向林凡 竹天忆一动手 其余地皇阁强者也同时出击 所以令任何一个化身强者 头皮发麻的攻击 铺天盖地地向着林凡 洗脚而去 林凡没有拖沓 直接祭出阵戒碑 黑猫一闪 这一众地皇阁强者 顿时如同闪老妖一般 境界瞬间跌落 当初林凡还是原因修为的时候 阵界碑作用在 化神巅峰强者的身上 或许只能 对方带来很小的影响 而如今却不同 阵界碑 依旧是原来的阵界碑 化神巅峰也依旧是 原来的化神巅峰 但林凡可不是当初的林凡了 现在林凡自身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化神中期 此时施展阵界碑 可就不再是很小的影响 这么简单了 化神巅峰直接跌落化神后期 化神后期 直接跌落化神中期 基本上 帝皇阁这些化神强者 普遍都向下跌落了一个小境界 然后就是林凡大开杀戒的时候了 阵界碑 祭出之后 林凡便持剑 暴尸而出 恶魔凶威带着 滔天魔旗 带着尖利的呼啸声 狠狠地砸向帝皇阁一个化神巅峰 守护者的脑袋 对方脸上满是惊恐的神色 根本来不及躲避 也根本无逢防御 砰的一声 一颗大好头颅 如同西瓜一般 直接炸裂 红白之物洒落天空 无头尸体坠落大地 鲜血狂飙 这打显了林凡屠杀的序幕 他手持绝世魔剑 化身 嗜血修罗 在帝皇阁化神强者之中 反复冲杀 轻松收割着一个个生命 场面有些少而不宜 没过多少功夫 帝皇阁化神巅峰强者 殒落者超过了九成 场上还活着的 只剩下竹天行 竹天义 兄弟俩 以及那五个太上长老 他们七个是帝皇阁 实力最强的七个人 不过这时 这七个人的脸上 满是惊骇的表情 眼眸之中甚至 有些惶恐胆怯 尤其是看林凡的时候 更像是看恶魔一般 其实在他们的眼中 林凡确实就是恶魔 天行 快走 我们这些老骨头 拖住那魔头 一个面容销售 满脸皱纹的老者 手里抡着一把 与体型极度不符的狼牙棒 疯狂嘶吼一声 宛如飞蛾扑火一般 冲向林凡 三叔狗 竹天行 悲怆大吼 那老者头也不回 冲向林凡 在他左右 则是其他四个太上长老 五人全都怒吼着冲向林凡 然后 他们就都死了 竹天行这个时候 倒是血腥领法 没有逃 也悍然冲向林凡 然后他也死了 还有竹天义 同样死了 至此 帝皇阁留在宗门内的化身强者 静树陨落 步了圆门的后尘 从上三宗的云端 跌落尘埃 沦为三流势力 东悬域也从此进入了混乱时期 杀掉帝皇阁化身强者之后 林凡似有所查 低头看向下方 在那个方位 有一个身穿帝皇阁制服的青年 表情复杂地与林凡对视着 那青年 满头白发 脸庞如同刀削腐皮一般 棱角分明 虽只有金丹修尾 却有着一股超凡气势 正是古风云 地球古武界古家天骄 显龙榜长期霸展榜首的存在 如同他的名字一般 是古武界的风云人物 横压一带 当然了 只是在林凡出现之前 四打林凡横空出时 古风云的风采 无疑变黯淡了许多 直到进入昆仑仙前 古风云再次声名鹤起 他的天赋 即便是在帝皇阁 都颇受关注 甚至有几位守护者 都非常关注他 入门几年时间 古风云便已经成为 帝皇阁内门弟子 而且还是那门弟子中 排名前列的存在 如此天赋 是帝皇阁 新一代天王的有力竞争者 只不过现在 一切都成了浮云 帝皇阁这座大厦 从地基础 直接就坍塌了 即便大厦再高 也成了空中楼阁 无法保持稳定 当初在地球 林凡和古风云的关系 算不上多好 但也绝对算不上坏 他向着古风云点了点头 随后遇见乘风去 古风云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 他是有一个有野心 有报复的人 如今的帝皇阁 已经难以支撑他的野心 所以古风云 要另谋出路了 第1687集 当林凡在帝皇阁 大开杀戒的时候 另一边的万妖羽 烈火岭 由危机悄然迷茫而来 烈火岭东侧十公里处 有一片紫竹林 此刻的紫竹林寂静得不正常 连一星半点的 虫鸣叫声枝都没有 一群身穿 淡金色服装 气势宝剑收敛了 锋芒一般的 人猫着腰 簇拥在一起 有肃杀之气 在他们之间蔓延 其中最前面一个 领头模样的中年 虽然半蹲在地上 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身材极为的高大魁梧 有着一头火红色的披肩长发 净显张狂本色 浓眉大眼 见眉入闭 自有一股不怒自危的气势 红发中年只是静静地 半蹲在原地 却如同一座巍峨高山 她身后众人 在看到这道身影的时候 心里才有不少的底气 对即将展开的行动 也多了几分把握和信息 因为她的名字叫做裴成龙 她有一个外号叫做拳皇 她还有一个身份 是原文神道君大统领 裴成龙身旁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神道君成员 神道君 那是原文内最神秘 也是最强悍的组织 成员人数不多 仅有33人 却个个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高手中的高手 胸围最低的 都在化神后期 此前 因为摩罗族派出18个大摩帅 潜入昆仑仙街进行破坏 杀害了不少强者和年轻天骄 高得人心皇后方不稳 所以昆仑仙街各主宰 便派出七大顶级宗门的顶尖强者 返回昆仑仙街去围堵 截杀大摩帅 其中 并有原文神道君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神道君没有在宗门中 所以才得以幸运地躲过灵凡 和父亲山的血腥清洗 竟然存活了下来 除去围杀大摩帅时 陨落了五个人 现在神道君还有28人 28个化神强者 绝对是一股强悍的力量 当神道君带着三个摩帅的脑袋 得胜而归返回原文后 却发现原文北山血流成河 宗门强者死伤殆尽 就连政府长交和太盛长老都隐落了 神道君不但是原文的精锐 同时也是对原文最忠诚的人 这次情景 神道君众人 顿时勃然大怒 报仇 成为神道君放在手的任务 但是 父亲山 乃新晋主才 让他报仇纯属找死 神道君自然不敢打负新山的主意 所以 他们把目标转移到林凡的身上 于是在裴成龙的率领下 神道君杀气腾腾地开始寻找林凡报仇 只不过他们根本没有林凡的消息 所以 便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 既然找不到林凡本人 那就找到他的老婆孩子 林凡的老婆孩子 在万妖与猎虎岭做客的事情 并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 神道君没有费太大的功夫就打听到了 当即便掉头秘密来到了 万妖玉猎火岭 准备行动 大统领 令燕凤凰族族长 带走了大半族中强者 前往域外搜索摩罗族余孽 此刻猎火岭内部空虚 正是我们动手的绝佳时机啊 一个神道君强者 在裴成龙身边小声道 行动 主要目标有三 一个女人 一个小男孩 一个小女孩 冲进烈火岭之后 第一时间寻找目标 然后立刻放出信号 三个目标 极有可能待在一起 裴成龙双眼一眯 沉声下令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如意抵抗 格杀无论 是 神道君众强者 齐声应和 随后 裴成龙率先动身 宛如出唐的炮炭一般 抱舍而出 向着烈火领冲去 在他的身后 神道君众人 全部跟上 一行二十八人 携带着恐怖的威势 冲向烈火岭 周围大片范围内 能量瞬间 肆虐起来 滴血 滴血 滴 烈火岭外围 一个 赤焰凤凰族 原因巅峰强者 发现了 那气势汹汹 狂冲而来的 神道君 顿时脸色煞白 高声示警 结果刚喊两声 就被一道鸿芒 射穿了美心 仰面倒地而亡 其他赤焰凤凰族 负责外围 守卫的族人 也被杀意澎湃的 神道君 顺手抹杀 神道君 势如破竹 直冲烈火岭 何妨狂徒 竟然敢慎宠烈火岭 找死 烈焰凤凰族化神强者 主灭来犯之敌 烈火岭身处 一声声爆和 炸裂天气 随后便有数十道气势 强悍的声音 冲跳而起 直接 献出本体 顿时 烈火岭上空 便被遮挡得 炎炎实实 那一只只巨大的 身上燃烧着 熊熊烈焰的凤凰 将大片天空 都染成了火红色 如同天空 都着火了一般 天地间 温度陡然升高 下一瞬 神道君 已经冲了过来 陈小龙 赢轻炎凤凰族 晒炎凤凰族 现任大祖劳 认出了 陈成龙 当即大怒 立声喝道 陈成龙 你好大的胆菜 竟然敢强行 闯我烈火里 杀我族人 陈成龙大手一挥 震撼的周围 空间顿时 响起了一道道 轰隆之声 声若 红中大吕 一般喝道 守废话 我们无意与你们烈焰凤凰族为敌业 将林凡的老婆孩子交出来 我们立刻退走 否则的话 今日你烈火里 必将血流成河 叫出来 裴成龙话音刚落 身后神道君众人便急声高呼 声势浩达 虚空震荡 气势汹汹如滚滚长江耳来 如此气势 令烈焰凤凰族强者心灵一沉 单凭目前烈火岭内 强者的数量和质量 恐怕并不足以抵挡神道君 以原文的实力 那是可以与整个凤凰族匹敌的 神道君作为原文中 最为神秘和强大的组织 其实力自然不容小觑 烈焰凤凰族 只是凤凰族中的一个分支 而且还因为前大族老之乱 导致实力大减 更何况 族长伊卡洛斯带走了族中 超过半数的强者 前往域外 搜寻 摩罗族余念 现在的烈焰凤凰族整体实力 是比不上神道君的 裴成龙 你疯了 你原文难道想挑起大战 大族老目光一沉 贺文道 裴成龙 仰天大笑几声 这笑声中充满了悲怅痛心之感 随后裴成龙 猛地看向大族老 脸色变得争鸣无比 右手握拳 向前一指 充满杀意和仇恨的一个字 在天际炸裂 杀 裴成龙等不及了 他不再多说什么 直接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一声令下 神道君强扯 顿时冲杀而出 岂有此理 猎炎凤凰族所属将来犯之敌 尽数歼灭 大族老 暴鹤出生 率先冲出 虽然神道君来势汹汹 实力强劲 但是 猎炎凤凰族不可退缩 也不可能真的交出 林凡的老婆孩子 先不说林凡对于 猎炎凤凰族的帮助 单单就说 猎炎凤凰族的 孙颜和骄傲 也绝对不允许他们 在面对 神道君的侵略的时候 做出丝毫让步 于是一场大混战 在猎火岭上空爆发 第1688集 妈妈 那些是坏人吗 猎虎岭 谋隐秘之敌 琪琪仰着小脑袋 看着天空中的 大战的景象 问道 在琪琪的旁边 林雪飞说道 是啊 他们都是大坏蛋 说话间 林雪飞 秀眉微醋 眉宇间有着淡淡的担忧 虽然她的修为并不高 但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猎炎凤凰族的强者 处于下风 不断 有猎炎凤凰重伤坠地 血洒长空 就连大祖老 都被裴成龙 一双铁拳打得 难以招架 在前任大祖老 没有倒台之前 她在祖老会 只能勉强排进前五 又怎会是拳皇 裴成龙的对手 若是猎炎凤凰族 真的挡不住 恐怕 放心吧 飞飞 有我们在 绝对不会让你和孩子们 受到伤害的 火凤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声音虽不高 却异常地坚定 林雪飞回头向着 火凤展颜一笑 在火凤的身后 便是烈焰凤凰族 一种年轻天骄 也都一个个面容严峻 目光坚定 偶尔看向火凤 眼眸之中 便充满了火热 这火热并不是战友和欲望 而是崇拜和轻敗 烈焰凤凰族化神强者 在抗击神道军 而火凤 便率领化神之下 这些半步化神 和原因巅峰境界的 年轻天骄 在此处保护林雪飞和孩子们 现在火凤 在烈焰凤凰族内的声望 已经达到了一个 极高的程度 恐怕比起 族长伊卡洛斯 都不成多让 尤其是在年轻一代里 火凤更是当之无愧的一姐 他一句话 烈焰凤凰族 无数年轻天骄 甘愿赴死 爸爸你快回来吧 回来打坏人 琪琪双手捧在胸前 笑声喃喃道 爸爸回来了 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琪琪脑海之中响起 啊 琪琪的眼眸 顿时闪亮了起来 抬头看去 刚才那道声音 分明就是爸爸的 林凡已经赶到 并且神识 传音跟琪琪说了一句话 琪琪怎么了 是 爸爸回来了 琪琪眸光闪亮地看着天空 握着小粉拳 小脸上满是自豪的表情 这些坏蛋 这些坏蛋 他们的末日来了 话音刚落 天气便有一道见光 急掠而来 携带着滔天怒气 灵魂战中的双方众人 同时脸色一变 各自向后退去 下一瞬 一道挺拔如枪的身影 出现在场上 脚下踩着紫色魔戚 弥漫的巨剑 双手背在身后 虽然只是孤身一人 却令烈焰凤凰族 和神道君的混战 轻刻间暂停 有些人 天生自带主角光环 只要出场就是主角 有些人 即便不说话 不做太大的动作 也会令旁人 不敢忽视他的存在 林凡就是这样的存在 林先生 你回来了 看到林凡到场 烈焰凤凰族大长老 顿时松了口气 向着林凡抱了下拳 他可是当初在 卧龙山亲眼见识过 林凡大发神威的场面的 对于林凡的实力 自然再清楚不过 而且在那之后 林凡可还经过了 疑死闭关 实力又有精进 比起当日 不知道强悍了多少 有林凡在神道君 不说弹指可灭 但也绝对蹦跋不了多久 大祖老心头大定 嗯 劳烦只为了 请下去休息吧 林凡向着大祖老和其他 烈焰凤凰族众人 点了点头 随后转头 向对面的神岛君 目光顿时变得阴冷了下来 声音也变得森寒糊笔 充满了杀意 至于你们 来都来了 就给我留在这儿吧 林凡 林凡 裴成龙双目星红地 瞪着林凡 喘得粗气 眼眸之中 怒火熊熊 声音低沉而沙哑 你这个天傻的 你毁我原本万年根基 今日我定要让你 血剑当场 杀 身后神岛君众人 借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林凡 齐声高呼 要打就打 废话 主持是有点多 林凡淡淡地吐出一句话 随后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原地 裴成龙眼皮一跳 顿时感觉到了一种 如芒在背的感觉 当下不敢大意 疯狂催动真起环绕全身 尤其是一双铁拳 便是包裹起了一层鸿芒 一股兄弟的气息声唐而起 然后 还没等裴成龙 有进一步的动作 就听到 砰的一声巨响传来 裴成龙身体 顿时攻了起来 宛如 煮熟的虾一样 眼球都快突出来了 昏出一口鲜血 向着后方飞去 甚至还砸到了 后面的几个人 而在裴成龙 原本站立的位置 林凡缓缓掀出身形 依旧保持着 出拳的姿势 不肯一击 林凡极为 装得淡淡地说了一句 随后身形再闪 化作一道肉眼 难以补说的光影 在神道军队伍中 左右冲出 砰砰砰的闷响声 接连响起 一声声惨叫 也不绝于耳 一颗颗大好头颅 当空炸裂 神道军二十多个 化神强者 在林凡面前不堪一击 几乎是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溃不成军 死伤殆尽 绝大多数人 都扛不住林凡那一拳 当场就死了 唯有裴成龙 等极个别实力 突出的强者 方才能够 勉强扛住一拳 不至于直接 被一拳打死 不过他们 也绝对不好受 重伤是免不了的 林凡仅仅一个 回合地冲杀 神道军 就只剩下四个活口 都眼神精俊 表情惊恶地 看着林凡 似乎还没有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这还是人吗 化神后期 甚至是化神 巅峰境界的强者 每个都有着 极为强悍的实力 每一个 都是成名几百年几千年的强者 每个都是尸山续海中 走出来的狠人 怎么在林凡这里 就如同 砍瓜切菜一般 不堪一击 林凡 你 裴成龙怒吼一声 结果话还没说完 林凡就闪身而上 一拳轰向裴成龙 裴成龙脸色争鸣 右手握拳迎着林凡的拳头 轰了出去 裴成龙有外号拳皇 一身实力尽在双拳之上 他的拳头 同级别强者 都没有几个敢应接 然而 裴成龙右拳 连带着右臂 被林凡一拳轰碎 这还没完 林凡的拳头继续向前 直接轰在了裴成龙的脑袋上 脑浆蹦裂 神道军大统领裴成龙 当场陨落 随后林凡又雷霆出手 加剩下三个人 也一并收拾掉 至此 原门神道军 全军覆没 第1689集 神道军全军覆没之后 林凡抛出些 疗伤丹药给大租老 让他分发给受伤的族人 随后 便向着林雪妃这边而来 爸爸爸爸 奇迹蹦蹦跳跳地向着林凡招手 林凡的脸上 浮现出了温和的笑容 哪里还有刚才大杀四方的 凶残暴力 都处理好了吗 林雪妃轻声问道 林凡知道林雪妃 问的是什么 他轻笑一声 说道 大boss都解决掉了 只剩下了一些小龙鹿 翻不起多大浪货 语态轻松 表情邪义 林凡口中的大boss 自然就是魔地 而所谓的小龙鹿 可也都是化神级别的强者 化神之下根本 连引起林凡注意的资格都没有 至于那个未知的神秘强者 林凡并没有说 这些事情他一个人扛下就好了 没必要让家人跟着担惊受怕 次日 伊坎洛斯返回猎火岭 他留下族中 强者留在狱外 继续搜寻魔地 清剿 摩罗族余念 自己先回到族中 因为伊坎洛斯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是时候跟冰晶凤凰族 清算往日就仗了 当年伊坎洛斯的儿子 菲尼克斯 还有其他几位族中年轻天骄 便是因为受到了冰晶凤凰族的出卖 被远古占天魔源 强者围攻 净数陨落在秘境之中 之前伊坎洛斯对此 只是有所怀疑 后来 活风带着菲尼克斯的传承记忆 来到烈火岭 向他阐明一切 伊坎洛斯便得知了当年真相 此等大仇不共戴天 只是有黄天阳这座大山 横供在面前 报仇之时 不能操之过急 否则非但报不了仇 反而还会遭来灭族之灾 而现在 黄天阳已死 血海深仇大仇 此时不报 更待何时 伊坎洛斯一同返回的 还是不死黑凤族族长 黑一骨 不死黑凤族同样与冰晶凤凰族有仇恨 深仇大恨 因为不死黑凤族前任族长 也是死在远古战天魔源的围攻下 而种种迹象表明 纳策的事情里面 有冰晶凤凰族的影子 远古这天魔源一族 早在数千年前 就被黄天阳灭口了 整个种族几乎灭绝 现在的仇人 只有冰晶凤凰族 虽然不至于将其灭族 但是 主要成员 肯定是不能放过的 与一坎洛斯和一黑一骨 一合计迅速达成共识 打 但是怎么打 是个问题 虽然黄天阳没了 但是冰晶凤凰族的整体实力 在冰晶凤凰族三大主族中 依旧能稳稳地排在第一的位置 族中强者无数 藏龙卧虎 尤其是族长黄泥寒 其个人实力 更是强得离谱 现在绝对是 凤凰族第一强者 就算炙手空拳 都足以击败使用 传承至宝的一卡洛斯 或者黑一骨 即便恋言凤凰族 与不死黑凤族联手 冰晶凤凰族对于他们来说 也绝对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强行去咬 就算最后能把骨头咬断 自己怕不是 也得绷几颗牙 伤敌一千自尊八百的事情 不划算 所以 一卡洛斯和黑一骨 便决定拉外援 至于拉哪个外援 也不做他想 最大的外援此刻 不就在烈火岭做客吗 当晚一卡洛斯 黑一骨和林凡 便杀向巫统岭 黄泥寒 速速滚出来受死 一卡洛斯立于巫统岭外 周身烈焰燃烧 将夜空都照亮了大片 大胆 巫统岭身处顿时响起了一道怒吼声 随后便有数十道气息 强悍的身影冲天而起 站在最前面的 是个身穿冰蓝色长袍 头戴白金皇冠 面容威严 无怒自威的中年 正是冰金凤凰族族厂 黄泥寒 以卡洛斯 黑一骨 黄泥寒 阴晦的目光 疑似扫过 声音之中带着无边寒意 还有你 林凡 你们残杀我族族人 现在竟然还敢主动送上门来 以卡洛斯冷哼一声 声若红雷般喝倒 黄泥寒 你冰金凤凰族赤里 爬外 勾结远古占天魔园 残害前任凤凰 陷害我族天骄 今日 就是你们还债的时候 化神级别 一个都逃脱不了关系 黄泥寒仰天大笑几声 那笑声令人不寒而栗 随后 黄泥寒嘴角一条 说道 伊卡洛斯 你快死了 你知道吗 伊卡洛斯皱了下眉 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一时半会儿 也没有找到 令他感到不安的根源所在 这时 黑衣骨瞳孔猛的一缩 脱口而出一个词 二十八周天 烟灭大阵 什么 伊卡洛斯脸色顿便 周围看了几眼 顿时死死盯着黄泥寒 咬牙道 黄泥寒 你疯了 疯了 对对对 我就是疯了 就是疯了 黄泥寒的表情 逐渐变得猙獰了起来 眼眸之中仿佛有雷霆风暴 在酝酿聚集 声音沙哑 携带着无尽寒意和沙意 我知道 这一天迟早会烧 所以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只可惜 居然只来了你们三个 哼 不过也够了 有你们陪葬 足够了 在黄泥寒说话的同时 冰金凤凰族 另外27个化身强者 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脸上都带着残忍的表情 一股隐晦而诡异的能量波动 在他们之间传递 这能量 仿佛形成了一条条绳索 将冰金凤凰族强者 都连接了起来 最后汇聚到了中心位置的 黄泥寒身上 加上黄泥寒总共 28个化身强者 合力布下一座大阵 正是28周天 湮灭大阵 一不得子 某处远古遗迹的阵法 27个强者 献祭自己的真元血肉 将能量 全部灌输到阵眼中的人体内 相当于 28人的力量合到移除 所能爆发出来的能量 绝对是惊天动地的 恐怕就算是 面对练须第一镜的强者 也足以一战 此外 28周天 湮灭大阵 还具有禁锢的作用 一旦启动 处于阵法周围内的任何生物 都无法离开 简单来说 就是必须 跟受到阵法加持的 黄泥寒决斗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只不过布置这道 阵法的代价 也是非常大的 那27个 陷进了自己的强者 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以 除非面临灭族之危 轻易不会走这条路 黄泥寒肯定是不缺少魄力的 在知道黄天阳陨落之后 黄泥寒就清楚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所以 他提前就做好了准备 做好了不止28周天 湮灭大阵的准备 现在 是时候爆发了 第1690集 周围27个冰晶凤凰族强者 一个个脸色猙獰 轻轻爆起 他们体内的能量 正在源源不断地向着 黄泥寒 传输过去 黄泥寒身体微微颤抖 脸色愈发地猙獰可恶 力量 这 就是力量 足以碾压你们的力量 黄泥寒张狂一笑 大声喝倒 周围空间发出了 一阵阵酸牙的声音 显然是不堪重负 但是很快 黄泥寒就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伊卡洛斯和黑衣谷 居然一点都不慌张 甚至 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仿佛 并没有把黄泥寒的威胁 放在眼里 装神怒贵 黄泥寒心里想到 伊卡洛斯和黑衣谷 分别站在林凡的左右两侧 他们同时扭头看向林凡 林凡上前一步叹了口气 用一种颇为怜悯的眼神 看着黄泥寒 缓缓说道 黄泥寒 看来有些事 你知道的并不多 黄泥寒眉头微肿 林凡咧嘴一笑 说道 你只知道黄天阳死了 但是你却并不知道 黄天阳 是我亲手杀的 林凡这一番话 如同在黄泥寒的脑海之中 乍想一道 蔑视惊雷 黄泥寒整个人都不好了 所以你说的一切 在我看来 着实可笑 林凡再次开口 淡淡地说道 二十八周天 湮灭大阵的加持 确定能给黄泥寒 带来极大的提升 但也只能 炼压化神强者 面对炼虚强者 还是会失败 而林凡能杀黄天阳 其实力必然不低于脸须 那这二十八周天 湮灭大阵 岂不是成了一个笑话 不 不可能啊 黄泥寒嘴角抽出两下 疯狂吼道 本座 本座先杀了你 黄泥寒抱和出声 冲向林凡 既然你不信的话 我就让你亲眼见识见识 林凡冷哼一声 直接暴尸而出 一声暴响 黄泥寒被林凡 一箭抽飞 半边身子都被打成了虚无 鲜血洒落场空 这 这不可能 黄泥寒只剩下了一半的身体 艰难吐出四个字 林凡直接上前 一箭结果了 黄泥寒罪恶的一声 黄泥寒一死二十八周天 湮灭大阵 直接被迫 其余强者顿时遭到强烈的反噬 狂喷鲜血 交给你们了 林凡留下一句话 转身离去 现在的冰晶凤凰族 已经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强者了 伊卡洛斯和黑衣谷 足以轻松收拾 林凡就不掺和了 还是回家老牌子热炕头舒服 冰晶凤凰族的霸主地位 彻底被颠覆 族中化身强者一个没留下 全部被杀 第二天 凤凰族推举了新的凤凰 正是火凤 一代女皇继位 虽然火凤修为 仅有化身前妻 但是 她继位凤凰 整个凤凰族都没有半个反对 和适宜的声音 而且 万妖狱各大种族 都派了代表 前来祝贺 四皇七王都没有缺席 五彩神风血脉 加上其背后林凡 所以让火凤 坐稳 凤凰的宝座 在继位后 火凤便进入了凤凰族 先祖继承之地 接受传承 等他出关的时候 绝对会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一日之后 小小旗依旧没有行 不过 冰霜妖狼族传来消息 小傻可能要出关了 于是林凡一家 便来到了冰霜妖狼族 领地 天狼宝 准备等小傻出关之后 便一同返回地球 值得一提的是 在神道军 冲击烈火岭 惨遭全军覆没之后 帝皇阁精锐组织帝皇位 也做了同样作死的行为 居然去进攻大青山 无提宗泄愤 结果 恰逢罪道人 突破炼须境界 成就主宰之位 于是帝皇位 就悲剧了 成为了罪道人突破之后 检验实力的魔刀石 至此 昆仑仙界的主宰 完成了新老更替 有老人陨落 有新鲜血液 得以补充 光明第一神 莫道子陨落 逍遥子 傅青山 罪道人 横空初始 星皇登基 蓝冰月花千谷 督谷求败 横万谷 坐稳钓鱼台 依旧是 一方剧情 七大顶级宗闻中 园门和帝皇阁 已经日落西山 从云端跌落凡尘 沦为二三流宗门 飞弹门中 化身强者灭绝 而且还要面临曾经 被他们打压下去的 敌对势力的反扑 另外还有不少人 想撑乱 掠得资源 可谓是群狼还死 处境堪忧 另一个失去了 主宰庇佑的 顶尖宗门圣堂 倒是情况 不至于太过糟糕 毕竟 除去其背后的 主宰光明 不算圣堂的 整体实力 也是要强过 绝大多数 一流宗门的 所以 短期内 倒也没有实力 敢于向圣堂发难 不过 圣堂的没落 是必然的 因为 与其 同处西玄域的 幽明殿 还有 主宰庇佛 而且 两大宗门 一直是敌对状态 持续了数千年 始终是 不相上下 但是从现在开始 圣堂 肯定是 要被幽明殿 打压下去了 而作为耀眼的 莫过于 曾经只是 帝皇阁附属宗门 被迫 举宗搬迁 远走他乡 并且实力 锐减的无其宗 现如今 一门两主宰 曾经有多落魄 现在就多辉煌 别说在昆仑仙界了 就算是把弯腰语算进来 也没有哪个势力 能与之争辉 昆仑仙界的格局 已经彻底改变 至于摩罗族 四大摩尊 十大摩王 尽数陨落 摩帝和地基 又被林凡秘密带走 十八个大摩帅 被各大宗门 顶尖强者围剿 也不可能活着离开 还存活下来的摩罗族族人 没有几个能站得住脚 在昆仑联盟 强者的围追堵截之下 死的死 抓的抓 剩下的则是躲避了起来 如同丧家之犬 恍恍不可终人 摩罗族的危机彻底解除 而这一切背后的推手 就是林凡 一个平平无奇的地球人 以此原本 只为度假而来的昆仑之旅 冰京妖郎族 领地天狼宝内 爸爸 潇洒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 他会不会遇到危险啊 琪琪拉着林凡的手 声音清脆地问道 明车的眼眸之中 有些许担忧 林凡说道 坏了 是的 快了 小傻登上宵月台 接受月光洗礼 这是他的机缘 也使他 瑞变得开始 而现在 距离小傻出关 已经不远了 到底能在宵月台上 得到多大的好处 那就看小傻自己了 小冰冰 拖着毛绒的大尾巴 在琪琪的旁边 悬浮着 叫唤两声 似乎在安慰小主任 他的额头处 多了一粗金色的毛发 看上去比以前更加具有神韵 当然 体型还是没多少变化 依旧小巧 浅可爱 尾巴也依旧是不成比例的大 不过小冰冰现在可不单单是一个萌物 他已经完成了从 冰岩雕到 紫冰破空雕的进化 从现在开始 小冰冰就是空间大师 他拥有了穿梭空间 破碎空间的能力 而且面对一些空间封锁 阵法 禁锢之类的阻碍 也可以轻松破开 单论空间方面的能力 即便是林凡 都不如小冰冰 除了血脉进化之外 小冰冰的定解 也得到了飞速提升 现在已经是原因后期 配合上 诡异莫凸的空间能力 以及那双利爪 小冰冰终于拥有了 像将的战斗力 恐怕一般的原因后期 都不一定是小冰冰的对手 这次昆仑仙界之行 虽然颇有波折 但是收获同样极为可观 现在就差小傻了 第1691集 冰金妖狼族组长沃顿 在旁边说道 小小傻的血脉 跟天赋都极为突出 这次笑月台开启 五族年轻天骄 已经陆续结束了月光洗礼 从笑月台出来 现在只剩下它了 接受月光洗礼的时间越长 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大 小傻的提升 恐怕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啊 说到小傻这个名字 沃顿的表情变得有些怪异 一代凶手居然有这么一个 跟闹着玩似的名字 确实容易让人出息 林凡点了点头 他对小傻还是很有信心的 冰霜腰狼族 登上笑月台的年轻天骄 实力都在原因中期到原因巅峰 他们接受了月光洗礼之后 血脉的提升先不说 光是境界就普遍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个人提升的幅度 获得的好处 跟他们在笑月台上 坚持的时间有关系 其中坚持了最长时间的 冰霜腰狼族年轻天骄 这些从原因后期 跃升到了半部化身 这样的提升跨度 着实惊人 小傻虽然只是普通哈士奇出身 但是他跟在林凡身边这么多年 各种灵丹妙药 天才地宝 就跟零食似的吃了不知道多少 血脉肉身 等早已经提升到了一个 相当高的程度 早就该晋升了 只是一直受限于地球天堂 并且缺少一个奇迹 而现在既没了天道的限制 契机也已经到来 那么小傻的提升就是必然的 而且绝对是非常惊人的提升 念及至此 林凡轻轻地摸着琪琪的小脑袋 抬眼看着 向笑月台出口 琪琪也睁着漂亮的大眼睛 看了过去 片刻之后 林凡眼睛一亮 轻轻吐出三个字 又出来了 话音刚落 笑月台入口出 那个万金巨石纹发出了一阵令人酸牙的声音 随后砰的一声 巨石从里面轰然炸裂 无数碎裂的石块向外飞射而来 林凡抬手一挥 一道半球形透明屏障 瞬间笼罩而起 挡住了射出来的石块 石门破裂后 从里面涌出了浓浓白雾 同时有塌塌塌的脚步声传来 紧接着 那浓浓白雾之中 隐约可见一道修长身影 缓步而出 琪琪满脸呆萌地看着浓雾之中的那道身影 夜眸之中 浮现起了一丝泥惑 看这个身形轮廓 也不像小傻呀 下一刻 那道修长身影 从浓雾之中走了出来 一阵风吹过 将石门外的浓雾吹散 终于露出了那道身影的庐山真面目 身材修长 个头接近一米九 脸庞棱角分明 浓眉大眼 见梅入兵 看上去像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相貌极为英俊 乌黑浓郁的头发 发型类似五十头 穿着一身黑白相间的宽松长袍 腰间却被一条细绳收紧 虽然衣袍宽松 但还是隐约能看得出来 这就身体并不消瘦 反而是属于比较健壮的类型 赤裸着双脚 踩在一堆罪食上 却没有丝毫的不适 脸上带着一抹坏坏的笑容 又一种野性之感 啊 爸爸 小傻呢 齐齐轻轻地拽了拽林凡的一脚 小声地问道 同时眼睛偷偷地瞅着面前 那个陌生的少年 小主人 我就是小傻 少年蹦到齐齐面前 双腿弯曲跪在地上 两只手掌撑着地面 吐着舌头摇头晃脑地说道 得 小傻虽然话行了 但是 显然还没有适应人类的身体 小傻 齐齐眨拔着名车的大眼睛 好奇地打量着蹲在自己面前的少年 有些迷糊 林凡说道 小傻 信出本体 小傻点了点头心念一动 只听到砰的一声惊响 一道烟雾从小傻的脚底升腾而起 把他整个人都笼罩了起来 烟雾之中传来几声犬吠 随后 烟雾散去 小傻以本体形态出现在面前 摇晃着尾巴 拖着大舌头 黑白相间的毛发 只是体型似乎比几天前大了些 而且整个看上去更加有神韵 更加威武霸解 仿佛狗中之王 犬中地皇一般 小傻叫唤着 蹦跶着 围绕着琪琪转了几圈 小冰冰看到熟悉的身影 眼睛一亮 飞到了小傻的脑袋上 毛茸茸大尾巴随意地垂了下来 轻轻摇晃着 果然还是这个位置舒服 柔软又温暖 呀 小傻 琪琪欢呼一声 蹲下身子抚摸着小傻背上柔顺的毛发 小傻在琪琪面前停下 匍匐在地上 两条前腿向前 伸着搭在地上 下巴抵着两只前爪 大尾巴在身后 随意摆动着 小傻 你现在可以变成人了 琪琪眼眸闪亮地问道 是的呀 小傻嘴巴张了张 口吐人言 啊 琪琪吓了一跳 任谁看到一条狗在张嘴说话 大概都会被吓一跳吧 不过很快 琪琪就镇定了下来 毕竟她也已经在林凡的带领下 正式走上了修真这路 所以对于 妖兽划行 口吐人言等这些事情 还是有一定接受能力的 刚才 只不过是一时之间 没有转过思路来 小傻小傻 你再变成人看看 琪琪摆了摆 白嫩的小手 信冲冲地说道 小傻从地上扑腾起来 往后跳了一步 然后又碰了一阵烟雾缓身 随后就化成了人形 一个风神如玉的俊朗少年 脑袋上趴着一只小雕 小傻 林凡轻声道 主人 小傻身心一闪 出现在林凡面前 收起了嬉皮笑脸 向着林凡 恭恭敬敬地拘了一躬 林凡看着面前这个比自己 还高出半个头的小傻 微微一笑 拍了拍小傻的肩膀说道 小傻 你既然已经能够化为人形 我便为你赐名 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便是 林凡 风驰定彻的风 林凡 林凡 小傻刀念两声 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 再次向着林凡一鞠躬 高声说道 林凡 林凡 谢主人自眠 以后啊 就不要褚人褚人地叫了 你呢 跟琪琪 还有小小齐 以 兄弟姐妹相称 叫林叔便好 是 林叔 小傻 不 应该叫林凡 重重点了下头 随后向着林雪飞 恭敬地喊道 林爷 哎 好 林雪飞笑着点了点头 眼神温柔地看着林凡 就好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其实林凡早就是家人了 不管他是小傻还是林凡 不管他是本体形态 还是化为人形 这一点都不会有变化 林凡 小枫哥哥 习气甜甜地喊了一声 林凡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第1692集 旁边的沃顿 看得一脸唏嘘 无数次想开口把林凡 留在族中培养 因为林凡的天分甚至比 冰霜妖郎族第一天交 莫里克都要更好 在登上肖月台之前 林凡只是金丹巅峰 但是现在 他已经是原因巅峰 这样的跨度几乎要刷新 肖月台 历年来的记录 这说明 他的血脉非常纯净 等级非常高 未来成就化身巅峰 甚至迈出 那阻挡无数人的最后一步 成为新一代妖尊 都极有可能 但是沃顿也得看得出来 林凡在林凡一家人 心里的重要性 所以这番话 沃顿还是没有说出口 强人所难的话 如果说出口 双方都尴尬 这个毒身为一族之长 沃顿还是心里有数的 沃顿组长 此番都谢了 林凡向着沃顿抱拳道 沃顿连忙摆手道 林先生客气了 区区小须 何足挂持啊 能跟林凡 除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沃顿自然 拎得清 要知道 林凡不但个人实力 冠绝昆仑 而且他的人脉 也极为恐怖 目前 昆仑仙界七大主宰 万妖语 两大妖孙 都跟林凡关系友好 尤其是小子 最道人和傅青山 这三个心境主宰 更是跟林凡的关系 极为亲密 要说如今昆仑仙界 哪个势力最大 非林凡莫属 至于林凡的敌对势力 已经死得死 残得残 再也没有能蹦跆起来的了 众人又寒暄了几句 林凡等人 辞别沃顿 离开了冰霜腰狼族领地 返回地球 两日后天水相全别墅 一股强烈的能量波动 轰然爆发 不过 却在即将扩散到别墅外的时候 被另一股柔和的能量 给阻拦了下来 并且 极为巧妙地化解开了 否则天水相全别墅 方圆百米范围内 恐怕都不会存在 完整的建筑物了 别墅内 小小琪从床上坐起来 有些疑惑地 看着自己的双手 她的身体表面 似乎萦绕着一层淡淡的金芒 让她整个人看上去 都显得非常神圣且神秘 爸爸妈妈 小小琪扭头 看着床边 站着的林凡和林雪妃 问道 我这是怎么了 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充满能量 前所未有的感觉 很强 好像一拳可以把地球打穿一般 林凡说道 儿子 你睡了一觉 金姐提升了 哈 小小琪脑袋上 顿时冒起了三个问号 挽着脑袋 看着林凡问道 爸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林凡给小小琪解释了起来 小小琪吸收了 九龙老祖的部分能量 虽然 这股能量对于九龙老祖来说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小小琪而言 也绝对能称得上 海量的规模 而现在 这些能量已经全部被小小琪 炼化吸收 化为其用 她的境界 自然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这是金丹中期 小小琪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双手 金丹中期 这是小小琪目前的境界 而她今年才八岁 八岁的金丹中期 说出去都没人相信 实在是太夸张了 别说在地球了 就算是昆仑仙姐 甚至是林凡前世所在的修真姐 都未曾出现过如此神童 先天灵体 后继薄发 雄活能量 三者缺一不可 共同造就了小小琪 八岁金丹的神话 爸爸那条大恶龙呢 已经宰掉了 中午爸爸炖一锅龙肉 庆祝一下小小琪的苏醒 吃龙肉 小小琪顿时两眼放光 兴致一下子就吊动了起来 吃龙肉诶 羡慕说龙肉好不好吃 光是这件事情 听起来就超级酷 林书林书 我也要吃 房间门口 一个身高接近一米九的少年 举一手喊道 踏实 小小琪又懵了 怎么感觉自己这次睡了一觉起来 很多东西都看不明白了 是我呀 是我呀 少年跑进房间 脚在地板上一踩 身体越起 上半身向前轻 双手也向前一抓 直接往小小琪的床上扑去 在扑到床上的瞬间 砰的一声 少年变成了一条哈士奇 小傻 小小琪认出来了 眼睛一亮 这不正是小傻吗 小傻你都会变人了 小小琪兴冲冲地问道 林峰从床上蹦下地 变成了人形 拍着胸脯笑道 小小琪弟弟 我现在有新名字了 我叫林峰 你可以叫我小峰哥哥 小峰哥哥 小小琪一时之间 还没有转过观念来 不过这个不急 中午提起放学回到家 看到小小琪已经醒来 开心得不行 随后林凡一家人 围坐一桌 大吃龙肉 林凡不由地心中感慨 九龙老祖真的是一个好人 大大的好人 他一条龙 造福了多少人 在吃过午饭之后 林凡开始分配龙珠 七颗龙珠 林凡突然化身境界 使用两颗 还剩下五颗 林凡把这五颗龙珠 全部炼化了一遍 加入了一些 其他的天才地宝 炼制成了一种 叫做龙魂丹的弹药 其效果也非常简单 就是补充能量 提升境界 林凡总共炼制出了 五百颗龙魂丹 也就是说 平均一颗龙珠 炼出来一百颗龙魂丹 因为龙珠之中 蕴含的能量 实在是太过浑厚了 原因巅峰之下贸然服用 怕是会当场暴体而亡 林凡交其 炼化成龙魂丹之后 能量经过了稀释 变得平和 大大降低了服用门槛 也实现了林凡所说的 把龙珠加工成零食的话 不过虽然说龙魂丹的药力 相对龙珠来说 平和了许多 但依旧是极为浑厚的 所以不能多吃 金丹之下 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颗 即便是金丹强者 最多也只能两天一颗 如果吃多了 会出问题 因凡每天早上都会给 娘仨一人吃一颗龙魂丹 经过一天的消化吸收 龙魂丹 蕴含能量 将会传遍他们全身 会在潜移默化间 改善体质 强化体质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龙魂丹的效果 会越来越显著 越来越突出 其中好处不可估量 林凡还分出100颗龙魂丹 给了两个徒弟 另外林凡 还以九龙老鼠的龙血 龙肉 龙骨髓等为原料 炼制了龙血丹 龙血丹的作用就更简单了 直接提升修为 强化体质 效果立竿见影 非凡安保队员 每人一颗龙血丹 整体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每个都是人形宝器 在地球上来说 横推七大舟 四大杨无敌 除了九龙老祖的馈赠外 林凡的手头上 可还有不少好东西 其中 要用价值最高的 便是当初十三族联盟中 各族族长的妖丹 这些妖丹 虽然比不上九龙老祖的龙元 但也绝对是好东西 在林凡的手上 更是能发挥出超强的作用 林凡将其中 大地铁甲龟 族族长的妖丹 给了老龟 并且将他带上昆仑仙剑 让老龟在无极宗内服用妖丹 开始闭关 化神巅峰大地铁甲龟的妖丹 虽然无法提升老龟的血脉 但是能够直接提升他的修为 强化体质 好处还是不小的 很快 又是几天时间过去了 这一日林凡 刚送琪琪和小小琪上学回到家里 便感觉到储物戒指内 传来了强烈的能量波动 他脸色一变 当即便已有神识探入储物戒指 在储物戒指空间内 一道伟岸的身影 虚空而立 周围能量狂拥 磨起缓身 磨地苏醒了 第1693集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儿去 我 我好迷茫 摩蒂双手抓着自己的脑袋 眉头紧锁 目光之中竟是迷茫的神色 林凡看到摩蒂的时候 他正在自言自语 自己发问 便以神识凝结成自己的形态 出现在摩蒂面前 你是何人 看到林凡出现 摩蒂顿时警惕起来 双臂一张 比划了一个棋手势 思思盯着林凡贺问道 林凡双手伸出 缓缓下压两下 示意摩蒂不要紧张 轻声说道 别紧张 别紧张 你受到了重创 既出现了问题 我是来帮你的 摩蒂的状况 并没有太过出乎林凡的预料 这一幕 林凡在灭掉摩蒂分魂的那一刻 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分魂被灭 导致主魂残缺 确实会有很大可能出现后遗症 除了实力会有所折扣之外 还很有可能出现精神错乱 或者性情大变的情况 现在看来摩蒂 有没有性情大变 先不说 最起码精神错乱是有的 也就是说 他现在失忆了 失忆的人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 更加不可能记得起其他人 他们通常会对所有的人 都保持有高度的戒备心理和敌意 所以摩蒂并没有因为林凡的话而放松 反而向后撤了两步 跟林凡拉开了距离 高声道 你别过来啊 再往前一步 我打你了 说话接摩蒂手一扬 手掌心中 顿时便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光球 能量汇聚 微微发光 看起来威力挺强的样子 林凡无奈地撇了撇嘴 看来光靠嘴皮子是没用了 现在的摩蒂恐怕就是 地基站出来跟他说话 都会抱着戒备心理 不会轻易相信 而林凡又没有太多的耐心 去感化摩蒂 于是林凡直接神识画针 直刺摩蒂脑袋 摩蒂惨叫一声 当空坠落 林凡飘然来到摩蒂身边 低头看着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眼眸惊心的摩蒂 得亏摩蒂苏醒之后 实力受损 而且林凡提前在摩蒂身上 施加了多种禁止 也进一步地限制了摩蒂的实力 否则说不定 在他醒来的那一瞬间 这个杵戒指空间就被撑爆了 还好还好 现在的摩蒂 实力在金丹巅峰 林凡还能治得住他 随后 林凡开始对着摩蒂施展 搜魂大法 虽然这种方法 对当事人的伤害比较大 不过摩蒂毕竟是曾经达到 合体巅峰境界的强者 这点伤害 对他来说 还算是能够接受的 摩蒂的记忆非常多 多到恐怖 多到 让林凡在搜魂过程中 都感受到了极大的负荷 毕竟是活了数万年的老怪物 记忆能不多吗 很快林凡找到了 他想了解的那段记忆 也就是摩罗界 遭遇天地浩劫的时候 摩罗界是一处九级大世界 这个世界中原本有不止一位 合体强者 不过后来 其他种族的合体强者 都被手持恶魔凶威的 摩蒂 给灭掉了 而摩罗族就此成为了 摩罗界的主宰 某一日 摩蒂正在闭关 寻求突破 突然 摩罗界上空出现了 无数个空间黑洞 有些恐怖的气息 从那些空间黑洞之中传出 弥漫至整个摩罗界 摩蒂大惊连亡结束闭关 吩咐手下人 守好家里 而他则孤身一人 直上隐消 查看情况 结果摩蒂在虚空之中 遇到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穿着宽松黑袍 长发飞扬的男子 面容呈现一种病态的苍白 嘴唇却是深深的紫红色 一双狭长的丹凤眼 两只眼珠子 则是星红之色 整个人散发着 强烈的邪意气息 竟然让合体 巅峰境界的魔地 都产生了一丝心机的感觉 在黑袍人的身后 还有两个如同铁塔一般的 巨大身影 好像是护卫 随从一类的角色 面无表情的守候在左右 一言不发 但透露出来的气息 却也让魔地心头一寒 这是区区守卫 竟然都比他的境界高 如此强者 到底是哪冒出来的 敢问阁下 是何人 魔地毕竟是一方 世界的最强者 他按耐住内心的不安 谨慎地看着 围首之人问道 男人咧嘴一笑 笑声在虚空中震荡传播 不知道传出了多远 随后那人笑容一收 宛如实质般的目光 直射魔地 缓缓开口道 在这种贫瘠之地 能够修炼到合体 境界 你不错 有资格知道 五之名号 听好了老爷 五之名号 乃是修罗子 这个黑袍人 正是那率领大军 覆灭了泰坦 神域的修罗子 而修罗子身后两人 则是他的两个 引奴 名字叫做谢天谢地 修罗子 魔地面露疑惑之色 喃喃一声 他并未听过这个名号 大胆 修罗子 顿时大怒 一股恐怖的能量 瞬间爆发而开 将魔地震退了 数千米距离 七驱蝼蚁 竟敢直呼 修罗子大人的名号 此罪当主 修罗子身后 名叫谢天的引奴 声震如雷 暴和一声 当主 另一个叫做 谢地的巨人 也暴和出声 这俩哥们就好像 哼哈二将一样 光是这股气势 就令人心惊不已 魔地也是来了火气 他毕竟是一切之主 虽然对方三人 都比他境界高 但魔地 依旧不能忍受对方 一口一个蝼蚁 一口一个当主 于是魔地双目一瞪 滔天魔起 狂勇而出 加持极深 如同红冲大吕一般的声音 轰然爆发 本地不管你们从哪里来 也不管你们来此际 到底有什么目的 现在 立刻离开此街 否则的话 否则 否则你待如何 一个蝼蚁 就要有身为蝼蚁的角落 居然还敢在这里 大放厥刺 匈罗子目光一宁 说道 蝼蚁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在你的地盘上 发动你的人 找到这把劲 把他带来 我可以赦免你的不尽之罪 心情好的话 或许还会赐你一生 受用无穷的机遇 那如刀剑般锋利的目光 落在魔帝的脸上 竟然让魔帝感受到 皮肤被刮得生疼 说话间 修罗子手臂轻轻一摆 他的面前 顿时有一阵 紫气迷茫而起 迅速地凝结成了一把剑的形态 那是一把 宽厚重大长的巨剑 而且其形态 竟然与恶魔雄妃 一模一样 第1694集 看到修罗子凝结出的那把剑 竟然与自己的意外得到的 恶魔雄妃一模一样 魔帝心头震动 掀起了惊涛骇浪 恶魔雄妃究竟是何来历 居然会引来如此强者追寻 看来这把从天而降的绝世魔剑 极为的不简单 虽然内心震动不已 但魔帝到底是一界之主 纵横万年的存在 心境何其坚定 所以他表面上丝毫不动声色 所以即便是面对面的修罗子 居然也没有察觉到异常 魔帝小声问道 敢问这件事 修罗子脸色一沉 锋利的目光看向魔帝 缓缓说道 此乃圣剑 不是你这样的楼椅能够规予的 即便是武 也只能隐约地感应到 圣剑就在此界 不过 也并不能确定 圣剑的具体位置 你是此界第一人 武命名 动物园你手底下所有的人 找到圣剑送来给我 你 可明白 话音落 一股强悍的气势 从魔罗子的身上升坑而起 向着魔帝碾压过去 魔帝脸色顿便 似乎感觉到自身周围的空间 都在急剧地压缩 似乎对方 稍微认真一点 就能将自己压便 好恐怖的人啊 笨 我知道了 魔帝沉着脸点了点头 没有嘴硬 修罗子脸色稍缓 似乎对魔帝的态度 极为满意 点头道 不错 你会倾向你现在 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现在立刻滚回去 找圣剑 魔帝深深地看了眼修罗子 转身离去 未发一眼 后方修罗子冷笑一声 拂袖而去 瞬间消失在 无尽空间之中 回到魔罗界之后 魔帝第一时间做的 并不是 号令族人找所谓的圣剑 而是进入了 除他之外 任何人都不能进的境地之中 召集了数道禁止 然后将恶魔凶威拿出来 仔细研究了起来 魔帝得到恶魔凶威 已经有数千年之久 正是借着恶魔凶威之时 魔帝才得以将其他种族的 合体强者 一个一个地载掉 率领魔罗族 成为魔罗界的主宰 而今天 看修罗子对恶魔凶威的 重视程度 魔帝便知道 这把魔剑恐怕远不止 自己所知道的这么简单 必然还有着更加恐怖的能力 没有被开发出来 或者是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不管怎么说 恶魔凶威都是一件宝物 魔帝不可能放弃他 虽然修罗子很强 他身边的两个隐奴也很强 但是魔帝还是不会轻易放弃恶魔凶威 大不了就说找不到了 毕竟魔罗子 也只是能隐约感应到恶魔凶威的位置 他或许都不能肯定恶魔凶威 是不是在魔罗界 于是 魔帝便打定主意 只要魔罗子敢问 他就敢说到做到 但是令魔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一天之后 异常恐怖的劫难 降临魔罗界 顿时魔罗界生灵涂炭 死伤无数 魔罗界所有的生灵 都以为这是天地浩劫 唯有魔帝知道 这是魔罗子搞出来的 修罗子不知道如何得知 恶魔凶威就在魔帝的手中 但是魔帝却并不准备交出来 而是准备 摊没了这把圣剑 于是修罗子恼羞成怒 决定杀人夺剑 从魔罗子这个名号 也不难猜出 他绝对是一个杀法狠辣之人 于是修罗子派出谢天谢地 直接对整个魔罗界降下劫难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 已经不是简单一句误会 就能澄清的 也不是魔帝交出恶魔修为 就能平息的 双方唯有一战 魔帝当即便率领坐下 18位魔军 杀上虚空 那场战斗残烈无比 魔帝合体巅峰强者 魔军也全部都是合体其强者 是魔罗族称霸魔罗界之后 用掠夺来的无数资源培养出来的 合体强者 其中佼佼者达到了合体中期 大部分是合体前期 如此强悍的力量 就连跟修罗子交手的资格都没有 仅仅是修罗子身边的两个影奴中的一个人 便将魔罗族强者杀得溃不成军 18魔军为了掩护魔帝撤离 疯狂地阻拦影魔 甚至不惜一个一个的自爆 合体强者的自爆 即便是杜劫强者也不能无视 就这样 在18魔军的拼死维护之下 魔帝逃出生天 天地浩劫依旧在魔罗界肆虐 魔帝重伤而归 18魔军尽数陨落 这个时候 魔帝其实已经后悔了 但是他明白 即便自己现在有恶魔凶威 也无法让修罗子停止杀戮 所以魔帝唯有带族人 离开魔罗界 于死地之中 寻找一线生机 后来的事情 林凡本来就知道 魔帝以恶魔凶威开鲁 带着族人在空间乱流中 闯荡 最后去了昆仑仙街 不过 魔帝因为受损严重 陷入休眠 而恶魔凶威 则不知所踪 修罗子 林凡双目一眯 眼眸之中 有金芒在闪烁 魔帝眼界有限 所以他只能感觉到 修罗子和谢天谢地的实力 非常恐怖 但是 具体恐怖到什么程度 魔帝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 林凡却是已经从魔帝的记忆之中 推测出了这些信息 两个隐奴谢天谢地 都是杜劫前妻秀为 而那个修罗子实力比谢天谢地要高出一个档次 应该在杜劫中期 而且林凡能看得出来 修罗子的年纪并不算太大 绝对不会超过五千岁 如此年纪就有杜劫中期秀为 即便是在修真节 也称得上几十瞩目的天才妖孽 而且能拥有两个杜劫强者做随从 所以见得修罗子身份不简单 恐怕其背后有一个更加恐怖的庞然大物 修罗子除了天分好 修为高 背景恐怖之外 做事也堪称滴水不漏 他在第一次见到魔帝的时候 就悄然在魔帝的身上留下了一道 类似监视器的法术 能够监控魔帝的一言一行 即使魔帝在静地之中 研究恶魔凶威的事情 早就被修罗子看得一清二楚 被一个自己看中的蝼蚁戏耍 修罗子勃然大怒 直接命谢天谢地毁灭魔罗界 给魔帝这个胆敢在自己面前 扬奉阴违的蝼蚁 一个狠狠的教训 这就是魔罗界天地浩劫的真相 后来虽然魔帝带着族人 蹲入空间乱流 令魔罗子无法追踪 但是在最后关头 魔罗子还是在魔帝的灵魂下 布下了一道追踪印记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魔罗子在魔帝灵魂上 布下的追踪印记 灵魂能够认得出其中奥妙 这道追踪印记的触发条件 非常简单 只要魔帝的灵魂气息 强盛到一个值 就能追踪到它的位置 而此前 魔帝分魂与灵魂大战 已经满足的触发 追踪印记的条件 换言之 如果现在修罗子没死的话 他已经知道了魔帝的位置 知道了昆仑仙界 在无尽空间中的坐标 第1695集 魔罗界遭遇天地浩劫 是在一万多年前 那个时候 修罗子就已经是渡劫中期修为 如今 万载时光已过 只要修罗子没有陨落 以他的天分和所能享受到的修炼资源 就算再不急 也肯定达到渡劫巅峰了 如果狗屎运好点的话 或许修罗子已经渡过勒劫 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看到了即便是林凡 巅峰时期 都未曾看到过的风景 而且 看修罗子 错失恶魔凶威时 那个气急败坏的样子 林凡便不能猜到 在修罗子或者说 修罗子背后的视力眼中 恶魔凶威这把圣剑 恐怕意义非凡 属于志在必得的类型 修罗子知道了魔帝的下落 必然会前来夺剑 其实魔帝死不死的 林凡也不关心 关键是 恶魔凶威现在 是在林凡的手里 让林凡交出恶魔凶威 林凡做不到 倒不是说 他有多在乎这把魔剑 多舍不得这把魔剑 而是这种行为 林凡无法接受 如果面对修罗子 这样的强者 林凡将恶魔凶威拱手相让 那林凡的道心 也就出现了瑕疵 即便他宠灵巅峰 也绝对没有可能 度过雷劫 修真意图 本就是逆天而行 腰弯一次 就再也挺不起来了 当初魔帝拒绝 交出恶魔凶威 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凡是强者 都有身为强者的尊严 可以败 可以死 但是不能跪地求饶 苟言残喘 而且 就算恶魔凶威 不在林凡的手中 林凡也得对这个 随时可能出现的 杜劫强者 提高警惕 杜劫强者 这样的存在 不管是对于地球 还是昆仑仙剑而言 都是一座 无法逾越的高山 可能对方随手一击 就能摧毁 整个昆仑仙剑 就能毁灭 整个地球 在杜劫强者的眼中 万物众生 皆是蝼蚁 蚁蚁的生死 谁在在乎 这样的心态 林凡再清楚不过 因为当初的他 就是这样的 虽说不是魔头 但也因为有人得罪他 而做过灭人满门的 这种事情 重活仪式也就是因为 有了个宝贝女儿 林凡的性格 改变了许多 否则 或许地球上 将会多一个 许怒无常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 而且有摩罗界 前车之剑 摆在那里 足以说明 修罗子的狠辣 这样的存在 如果来到昆仑仙节 那绝对是一场灾难 而且极有可能会 蔓延到地球 必须得尽快想出 应对之局 好疼 就在林凡沉思之时 摩帝捂着脑袋 坐了起来 脸上是痛苦的表情 受了神石攻击 而且还被林凡 施展了搜魂术 虽然这么快 就坐起来了 不愧是曾经的 合体巅峰强者 虽然现在实力受损严重 但也依旧能体现出 极强的底蕴 看着面前这个 坐在地上 揉脑袋的憨憨 林凡眼睛一亮 有了个想法 其实林凡的本意 是弄清楚 魔帝灵魂上的 追踪印记之后 就将魔帝彻底抹除掉的 毕竟 留着是个祸害 但是现在林凡改变主意了 或许 魔帝能够在应对 修罗子的事情上 出于分力 虽说 面对杜姐巅峰强者 魔帝就算恢复 巅峰实力也不够看 但是蚊子腿 再小也是肉啊 更何况 现在林凡能够想到的 实力最强的帮手 也就只有魔帝了 算了 凑合用吧 啥条件 就不挑三减四的了 练急至此 林凡打定了主意 再次看向魔帝的时候 目光之中多了几分身影 魔帝没来由地打了个寒盏 排头看向林凡 有些心虚地说道 你这家伙 在懂什么 我也心虚 林凡笑了笑 语气柔和地说道 我在想怎么帮你 我信你个鬼 魔帝脆了一口 然后从地上蹦了起来 四处打量了几言 问道 这是在什么空间里 魔帝看向林凡 喝道 是你搞的鬼 快点放我出去 否则我真对你不客气 林凡指了指 不远处躺在地上的地基 问道 你看看他 有没有印象 魔帝扭头看向地基 看了两秒钟 忽然眉头一皱 似乎在承受某种痛苦 甚至倒吸了一口两起 魔帝双手抱头 眼睛死死盯着地基 一步一步地走过去 咬牙道 你 你到底是谁 我 我能感觉得出了 我们认识 而且关系应该很清洁 但是 为什么我就是想不起来 为什么 你能帮我 你说你能帮我 对不对 魔帝仿佛 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看向林凡 说道 我似乎是 我似乎是失忆了 你能帮我恢复智力吗 林凡略一思索 点了脸头 谢谢 魔帝行了一个特殊的礼仪动作 颇为诚恳地说道 如果你帮我恢复记忆 我会感激你十八倍诅咒 不过林凡也知道 魔帝确实是因为自己灭了他的分魂 导致性情大变了 不能怪他 林凡 如实安慰自己 平复了一下情绪 林凡说道 魔帝 你的修为远不止如此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在那里你可以恢复巅峰的实力 也可以恢复记忆 好 魔帝略一思索 便点头答应了 随后林凡便带着魔帝和地基 离开了储物借着空间 这又是那方世界 空气竟然如此污浊 灵气如此枯竭 莫不是什么蛮荒流放之地 魔帝皱了皱眉 颇为嫌弃地说道 林凡撇了撇嘴 说道 你先不要吐槽 随我来吧 说完 林凡冲天而起 魔帝抱着地基 紧随其后 林凡带着魔帝和地基 进入空间乱流 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鬼虚界 当初鬼虚界入口在昆仑仙界显化 还曾经引起了昆仑仙界 诸多势力的争强 不过后来入口关闭 这个世界就彻底与世隔绝了 不过林凡现在身怀时空罗盘 通过这个宝物 林凡能够随时地往返龟虚界 就如同昆仑仙界那样 现在龟虚界相当于成为了 林凡的私人领地 后花园 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 而且龟虚界并没有天道的限制 魔帝在这里完全可以恢复他的实力 呃 此界虽小 这也是灵气充裕倒是不错 魔帝 公主抱着地基 虚空而立 深吸一口气 开始平头论足 林凡说道 魔帝 你在此界休养 我给你提供一些丹药 祝你恢复实力跟记忆 魔帝看向林凡 点头道 如此 就先谢过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先做一件事 第1696集 我没强 听了林凡的话 魔帝非常干脆 非常光棍 非常理智气壮地吐出三个字 林凡 脑门上 滑下三套黑线 那个霸气绝伦的魔帝 居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斗逼的样子 还真是事实无常啊 林凡说道 魔帝 坦白讲你我并不是朋友 你现在失去记忆还好 但是当你恢复记忆之后 或许你想做第一件事就是砍走 所以我在帮你恢复记忆之前 我需要你立一个誓言 不要与我为敌 不要伤害我 以及所有跟我关系亲近的人 魔帝没有说话 但只是目光直直地看着林凡 似乎要将林凡看透 但是魔帝失望了 他根本看不透林凡 他想不通 既然双方不是朋友 为什么林凡还愿意帮他 沉思片刻之后 魔帝目光一转 说道 只却告诉我 你这个要求是个坑 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刻 所以我不能答应 林凡脸色一变 魔帝继续说道 不过我确实需要你的帮助 来恢复实力跟记忆 这样吧 在你的修为 跟我达到一样的高度之前 我不对你出手 但是一旦你我修为相仿 我会与你一战 最后一句话 魔帝说得非常认真 林凡争了争 没想到魔帝会说这番话 不过他堂堂度解巅峰 学阳先尊 难道还会怕了魔帝不成 可是 林凡没有拒绝的理由 既然魔帝相站 那边站吧 见林凡同意了 魔帝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放心吧 我不会对你亲人朋友出手 我最多杀你一个 我谢谢你啊 林凡无奈道 这是多么耿直的一个孩子呀 魔帝低头看向怀里的地基 目光温柔了许多 说道 我虽然还记不起她是谁 但是我能感觉得出来 她对我很是重要 现在她受了很重的伤 你能救她吗 救她不难 不过到那个时候你拦着点她 别让这个疯女人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了 当初在森罗殿外 地基的疯狂 地基的不顾一切 都给林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个女人一旦疯起来 还挺麻烦的 魔帝又一本正简地说道 我会阅束她的 看在你救她的份上 到时候我打败了你 也可以饶你一次 我再谢谢你了 林凡撇了撇随 随后林凡留下了一堆丹药 有恢复的 有恢复经脉的 有补充珍奇的 并且给魔帝留下了一个用药说明书 让她遵医嘱服用 做完这一切 林凡便离开了龟虚间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魔帝望着虚空 目光复杂 喃喃一声 说完 魔帝低下头 看着手里那一堆丹药 陷入沉思 龟虚界恢复了一片寂静 另一边 林凡回到了地球 他也要为随时可能到来的 杜结强者修罗子 提前做好准备了 天水相权别墅内 孩子们上学老不上班 霍凤和老龟都去了昆仑仙间 林凡一个人待在偌大的别墅里 静下心来 整理思绪 杜结强者 而且是一个极大可能充满了敌意的杜结强者 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 林凡必须全力以赴 认真对待 提前复举 做好准备 林凡目前手上底牌主要有六张 一为鸿蒙创始觉 二为精神力战绩 三为圣戒碑 四为三昧真火 五为恶魔雄威 六为四项宣奇 鸿蒙创始觉 林凡现在主修功法 端得是高深莫测 玄妙无比 而且还附带有多门高深莫测的神通法术 不过林凡也仅仅修炼了其中的鸿蒙不灭体 和鸿蒙烈妖童 还有更多犹太发觉 只是林凡目前修为上前 还没有资格修炼 林凡有种直觉 等他修炼到化神巅峰的时候 就能解锁第三门神通了 精神力战绩 一直以来无往而不利 只要施展出来 就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是林凡最稳定的底牌之一 震解碑 堪比神奇 多次帮助林凡 以弱胜强 越界秒杀 只是随着林凡的敌人 越来越强 震解碑有点不够看了 林凡准备把震解碑重新炼制一番 不过震解碑属于无级别神器 没有所谓的宝器灵器法器仙器 级别之分 但还是可以通过高明的手段 去炼制 提升效果 三位真果没什么好说的 同样的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稳定输出 无人能挡 恶魔凶威曾经也是林凡的一大助理 只是现在林凡的肉身强度 已经不弱于恶魔凶威 所以这把绝世魔剑的作用 体现的不是特别明显了 接下来也需要重新系列一番 提升品质 四项玄奇 其中印含的四项玄奇 即便是以林凡的眼观看来 也得竖大拇指 但是它也面临着 跟震解碑和恶魔凶威一样的情况 现在有点跟不上林凡的步伐了 不过不同的是 要提高四项玄奇的威力 并不是重新炼制 总能做到的 最后效果的办法 是替换玄阵兽魂 四项玄奇内的兽魂 分别是地狱双翅天魔湖 八旗大蛇 玄灵龟和不思鸟 后两者还算比较高级 而地狱双翅天魔湖和八旗大蛇 在地球上都算不上高级 现在更加不够看了 所以 白虎玄阵和青龙玄阵 威力严重不足 进一步影响到了四项玄奇 中级玄阵 四灵伏魔阵的威力 要换 其实 凌凡已经变成了四分之一 受魂的替换 如今 青龙玄阵中的魂魄 已经换成了九龙老祖的魂魄 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感叹一声 九龙老祖好人啊 另外 玄武 玄阵和朱雀玄阵 林凡凡准备等老龟和火风闭关结束 再次得到提升之后 再重新从他们的魂魄中剥离出一部分 就像当初那样 目前而言 只剩下白虎玄阵的魂魄还没有目标 不过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大不了林凡再去万妖玉走一趟 逮个化神巅峰级别的虎类妖兽 就足以满足需要 除了这六个底牌之外 还有便是本命分身 林凡是林凡的本命分身 拥有独立的意识 独立的思维一直以来都在独立修炼 带着言语和众楼 这哥俩满世界闯荡 神龙见首不见尾 除了林凡这个本体之外 再没有人知道林凡在什么地方 在做什么 可以说林凡是林凡隐藏最深的一个地方 第六张底牌 关键时候绝能起到一锤定音 扭转局势的奇效 林凡自己玩 林凡现在要做的 就是强化自己的六张底牌 第1697集 林凡的六张底牌中 三味真火乃是天地神物 没什么好提升的 鸿蒙创始觉和精神力战绩 也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 只需要林凡修为提升就够了 能短时间内显著提升的便是阵戒杯 恶魔凶威还有四项旋旗 阵戒杯需要添加一些特殊的辅助材料进去 提升其阵戒效果 恶魔凶威现在是顶级法旗 林凡的目标是让它突破到仙气级别 唯有仙气才能对合体之上的强者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威胁 而要想提升恶魔凶威的品质 除了重新炼制之外 更主要的是要喂饱它 以各种神兵利己去喂养恶魔凶威 恶魔凶威是魔剑 自然不能以常规途径来提升品质 以法去喂养 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 纵观恶魔凶威这一路以来的提升 哪次不是吞噬了敌人送上来的武器才实现的 四项旋旗 只差一个狐狸 腰手浑破 补充进来就够了 如此一来 思路便清晰了 林凡长旭一口气 拿出纸笔开始描描画画 在纸上画了十五张画 上面都是各种材料 并且还用文字标出了特点 随后拿出手机 便拨通了一个号码 手机里传来几声提示音 随后便被接通了 林先生 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手机听筒里 传来一阵爽朗的声音 夏侯府主 别来无用 林凡淡淡地说道 电话那头 正是昆仑仙姐 最大商会玲珑商会 驻派地球 分布玲珑府的府主 夏侯武 夏侯武是上次 昆仑仙姐通道开启的时候 来到地球 他接替了上任辅主 风于修的位置 掌管 玲珑商会在地球上的分布 职责便是在地球上 为玲珑商会搜寻 各种天才地宝 和有天分的弟子 当初小耀奇满月的时候 夏侯武还曾一颗 空灵珠作为满月梨 也正是得意于此 林凡才发现了火灵族的踪迹 可以说夏侯武给林凡带来的帮助还是不小的 而且这种帮助是建立在林凡的力量 远远不如圆文和帝皇阁的时候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不认为林凡这条纤细的小胳膊 能拧得过圆文和帝皇阁这两条粗壮的大腿 夏侯武的帮助算是雪虫送炭 所以说林凡对夏侯武的态度也还算不错 甚至上一届医保大会 林凡还派了非凡安保的高手前去捧场 将林隆府的声望再次提高了不少 只不过后来林凡正式开始了 与圆文和帝皇阁的博弈 与夏侯武的交集变少了许多 夏侯武只是通过昆仑仙界总部的消息 知道林凡都做了何等京东天地的大事 这也让夏侯武对林凡更加敬畏 而且就在不久前 昆仑仙界玲珑商会总部传下消息来 嘱咐夏侯武一定要谨慎处理与林凡的关系 万万不能得罪林凡 夏侯武还准备这两天带点礼物登门拜访 没想到林凡的电话先打过来了 不过夏侯武还真不知道林凡突然的来点 所为何事 夏侯武虽心有疑问 倒也没有直接表达出来 只是笑着客气了一句 托林先生的福 夏侯武一切都好 林凡只有主题地说道 夏侯府主 我需要一些珍贵的材料 如果你那边有 我可以买过来 夏侯武心神一脸 不由地屁股离开椅子站了起来 心里按道一声好机会 林凡商会总部的意思 是让夏侯武进水楼台 与林凡搞好关系 夏侯武正发愁带什么礼物上门 现在林凡有需求 这不就来机会了吗 林先生尽管说 如果我这里没有 我大可以联系昆仑仙界商会总部 总之会尽最大努力 为林先生找到所需之物 我孝雷西木 赤某金 琉璃玉 赤盐玄随 风元石 玉光炎 黑冰石 火元金 天金沙 铁树梨花 玄冰玄铁 赤盐金 寒王冰成立 玄吉赤铜 以及六元玄中水 这其中或许有一部分材料 不叫这个名字 我给你发去图片 以及简单的描述 你可以对照看一下 好 好的 林先生 夏侯武说道 夏侯武 能被派来地球任职 足以说明 他在 玲珑商会的司职和能力 都是比较突出的 但饶是如此 林凡爆出来的这十五种材料 夏侯武 也仅仅听说过其中的四五种 其他的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林凡挂断了电话 把刚才绘制的图片 拍了照片 发给夏侯武 随后便静静地等待夏侯武的答复 片刻后 夏侯武打来电话 说道 林先生 您刚才发过来这些图片 我都看了一下 目前玲珑府内 只有三种 分别是铁树梨花 罕边玄铁跟玄吉赤铜 其他的 府内并无收藏 不过 我可以将这材料清单上报总部 总部那边 或许会有更多的反馈 文言 林凡不由内心威胁 本来他只是随口一问 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这些材料是重新炼制 阵界碑和恶魔雄危 所需之物 都算得上珍贵材料 没想到 夏侯武居然给了林凡一个惊喜 不愧是专业的 夏侯武在地球上这几年时间 看来没有头来啊 还是让他找到了不少好东西 地球这个末法之 越来越让林凡看不懂了 别的不说 就说那铁树梨花 虽然这名字听起来平平无奇 但这玩意儿可是货真价实的宝物 顾名思义 铁树梨花取自铁树 而铁树这种植物极为特殊 成年铁树 铁树干的强度 即便是低级掀起级别的武器 都无法在上面留下痕迹 而铁树梨花 便是铁树最顶端最嫩的枝鸭上 开出的花朵 呈白色 小巧而精致 铁树三百年一开花 而且花期只有短短三天时间 只有在这段时间内 将铁树梨花采摘下来 让其离开母体 才能保存下来 只要稍微晚一些时间 铁树梨花便会自动从母体脱落 化作春梨 滋润铁树 不再有丝毫价值 所谓铁树开花 便是如此 用三百年时间去等三天的花期 光是这个设定 便足以说明铁树梨花的珍贵程度了 而铁树本身也是非常珍贵的 光是树杆用来炼器 就能轻易炼制出掀起来 当然了 这需要至少是合体秀卫的炼器大宗师 亲自操刀 才能做到 换作旁人 怕是使出吃奶的力气 也无法撼动铁树分毫 地球上有铁树梨花 那就说明曾经有铁树生长在地球 但是要知道 铁树的生存条件可是极为苛刻的 光是灵气浓度 就必须要达到一定程度才可以 否则 铁树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夭折了 铁树的存在足以说明 地球曾经有过灵气极为浓郁的时代 万年前所谓的远古时代 还达不到这个条件 或许是更远古的时代 修炼文明更加璀璨的时代 第1698集 夏侯武又说道 林先生 我现在便亲自将这三种材料给你送过去 姿态摆得很低 态度非常端正 林凡没有客气 点头道 好 林凡知道 玲珑商会 这是在通过夏侯武 向自己表示友好的信息 对此 林凡并不反感 当一个人的能力 或者地位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这样的事情便是必然会发生的 而且林凡对玲珑商会的印象并不差 当初双方曾经有一些比较友好的接触 挂断电话之后 林凡便开始修炼 等待夏侯武上门 夏侯武曾经是原因强者 现在虽然境界被压制在林凡巅峰 却在实力不俗 而且它是风属性体质 本身就以速度渐长 没过多久 夏侯武就赶到了 林先生 您看一下 这是否是您需要的铁树梨花 寒冰玄铁跟玄吉赤铜 别墅内夏侯武 屁股沾了个沙发的边 将三个特殊材料 制成的盒子放在桌上 伸手做了个紧的手势 说道 三个盒子里 分别放着三样不同的材料 第一个是 几朵粗拥在一起的白色小花 带着星星点点的淡黄色点缀 淡雅而清理 第二个是一块跟不锈钢 级别极相似的铁块 只是在其上方 冒着丝丝寒气 有摄人的含义散发而出 第三个则是红铜一斑 引以散发出暗红之色 温度比较高 明反只是扫了一眼 便已经确定了 夏侯武拿出来的 正是他所需要的那三样材料 贴术梨花 含冰玄铁和玄疾赤铜 不错 这三样都是我需要的 夏侯府主 多谢了 夏侯武 连亡诚惶诚恐地说道 林先生太过客气了 这只是略进玻璃而已 林凡 陈寅片刻说道 我以二十枚破账单 换这三样材料 可惜吗 破账单二十枚 夏侯武 眼皮一跳 他知道破账单 据说 可以帮助练起巅峰修时 直接阻击成功 而且 能够提高阻击品质 单看这描述 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要知道 助击可是修炼之路上的 第一个关键节点 助击的品质 不但影响在助击境界队的战力 不但影响在助击境界时的战力 也会极大的影响 未来的修炼速度 和能够达到的高度 可以这么说 助击助击 就是为修炼 巩固基础 相当于建造楼房的底基 如果底基不稳 楼房 也不可能减得高 而且也不会稳固 相当初 冰凡正是在破掌单的帮助下 一举实现了完美助击 这为他后来的一路高歌猛进 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提高助击品质 对于各大势力的 培养下一代 绝对有着超乎想象的意义 夏侯武可以肯定 这破掌单抛出去 绝对会引来 无数强者和巨头 撑破脑袋 哪怕是四大顶级宗门的高层 也会心动不已 主宰隐落三位之后 其对应的顶级宗门便降级了 其中圣唐将为一流宗门 圆安门和地皇阁更惨 直接沦为三流宗门 所以现在昆蓝仙气只剩下四大顶级宗门 至于无集宗 暂时没有平级 夏侯武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 二十枚破掌单 这可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一旦夏侯武将其献给商会 他在铃铃商户的地位 绝对会像坐火箭一样 嗖嗖地向上冲 但是夏侯武略以思索 还是坚定地摇撩头 说道 林先生客气了 这三样材料免费赠予林先生即可 不需要收任何的费用 林凡 看了夏侯武一眼 随后点头道 好 我记住了 文言 夏侯武顿时面露狂喜之色 不过他很快压制了下去 送出三种珍稀材料 换来了林凡的一句 我记下了 这笔买卖血赚 夏侯武不由地 为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 林凡将三样材料 都收入了储戒指 夏侯武说道 林先生 剩下那十二样材料 我都将图鉴给发回了总部 总部那边第一时间给了我答复 除了雷积木 赤岩玄髓 月光圆根 六圆玄中水之外 其他的材料都有消息 哦 属此身好 夏侯服主 也跟贵商会商量讲 这些材料 都给我留着 我足以付出足够代价来进行换取 林先生放心 我们家会长 已经这样吩咐下去了 夏侯武说道 夏侯武口中的会长 便是雷龙商会的创始人 商会一把手 昆仑仙界一代传奇人物 裴军林 裴军林原名裴谦 原本只是生活在昆仑仙界 某小城的普通商人 家族世代经商 算得上富家一方 但是却遭逢大变 被一个宗派逼迫勒索 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裴家上下百口皆死 裴谦藏在死人堆里 得以幸存 从这件事情上 裴谦深刻认识到 在昆仑仙界 这个人吃人的世界 有钱有权 都不如有实力 所以裴谦毅然决然地 弃生从武 开始踏上修炼之路 还给自己改名叫裴军林 裴军林此人端的是天纵七彩 他经商的时候 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当他修炼的时候 就是天分高 悟性好的武学奇才 再加上有所奇遇 所以境界提升非常快 后来裴军林 找到当初的灭门仇人 将其尽数诛杀 再后来 裴军林的实力 越来越强 干脆自己成立了一个商会 以超强的个人实力 保驾护航 倒是没有再遇到 当初的情况 这个商会 就是现在昆仑仙界 最大商会 玲珑商会的起源 先前谢骨归会者 林凡孝道 正所谓猫有猫道 狗有狗道 若说寻宝 还得靠玲珑商会 他们是专业的 而且在昆仑仙界 有着极为恐怖的人脉 和消息收集 收狗 售卖 等海量的渠道 经营范围 覆盖了昆仑仙界 四大玄狱和弯瑶狱 只要陪军灵放出化学 玲珑商会这个庞大的机器 瞬间便会运转起来 有玲珑商会的帮主 找其材料的希望 无疑增大了许多 随后夏侯武便离开了 林凡没有浪费时间 直接用夏侯武送来的三样材料 再加上一些自己原本就有的材料 开始炼制振戒备 在林凡提出的十五种材料中 除了六元玄中水式 用在恶魔雄威上 其他的全部都是为振戒杯 准备的 都是能提升振戒效果的 第1699集 林凡一铁树梨花 寒冰玄铁 玄吉赤铜 以及其他的一些材料为基础 以三味蒸火为催化剂 在别墅内开始炼制振戒杯 整个过程持续了接近一个小时 林凡吐出一口浊漆 看向面前悬浮在空中的振戒杯 笑了笑 颇为满意 被重新炼制后的振戒杯 比之前多了几分厚重之感 林凡能够感觉得出来 此时的振戒杯 效果确实有所提升 已经足以威胁到炼虚强者了 这说明林凡的想法是正确的 这个方法确实能提升振戒效果 只不过就这样的幅度还原样不够 还需要继续炼制 继续提升 而这需要更多的材料 突然林凡眼睛一亮 炼制振戒杯需要的材料中 有一样名为吃眼玄髓 单单这一样 增幅效果就足以跟铁树梨花 这三样加起来比拟 如果说哪里最有可能存在 吃眼玄髓的话 有一个地方毫无疑问 是首要考虑的 大洋地底 火灵族七夕之地 无尽火灵深处 当初林凡正是在 无尽火灵深处发现了 菲尼克斯陨落后所化的凤凰蛋 让火凤获得了一份机缘 提升了血脉 那里身处地下 岩浆滚滚温度极高 而且还曾经有一只 炼烟凤凰陨落在那里 所以无尽火灵充满了火属性元素 这样的环境 确实是很有可能摧发出 赤岩玄髓的 炼击至此 林凡便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原地 不多时 林凡已经身处地下 无尽火灵外 林凡虚空而立 目光幽深地望着 无尽火灵深处 感受着周围 雄魂暴动的火属性元素 心神一动 化神巅峰境界的神石 如同潮水般汹涌而出 迅速地向着 无尽火灵延伸而去 神石所过之处 无尽火灵 尽在林凡的掌控之中 无尽火灵中 那无数原住民火蛇 在林凡的神石下 全部都趴在地上 瑟瑟发抖 如同 面对神明一般 这其中 不乏精丹禁忌的火蛇 盘踞在 无尽火灵中 让火灵族人 都不敢太过深入 不过这些火蛇 在林凡的神石面前 却如同小毛毛虫一样 弱小可怜无助 上次林凡进入无尽火灵 一路向深处推紧 找到了菲尼克斯 隐落的凤凰蛋 不过他并没有 全面地搜寻过 无尽火灵 主要是那个时候 林凡的神石 凶威有限 而无尽火灵的名字里 有无尽二字 绝对是不夸大几次 确实是无边无影 非常的广阔 以当初林凡的神石 要想扫描无尽火灵全貌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过现在不同了 林凡的神石修为 已经真至化神巅峰 一念起天地尽在掌握 要想搜寻无尽火灵 已经不是什么 难以办到的事情了 转瞬之间 林凡的神石 已经将整个无尽火灵 都笼罩在内 神石之下 任何东西 都无处躲藏 几乎是眨眼的功夫 林凡就找到了他的目标 赤岩玄髓 在林凡所在的位置的东北方 离此地 三十多千米的地方 那里盘踞着数十条 金丹巅峰境界的火蛇 涌动着狂暴火属性能量 果然在这里 找到之后 林凡当即动身 化作一道流光耳聚 林凡便来到了 吃眼玄髓所在之处 下方 是几十条 足有水缸粗洗 境界在金丹巅峰 充斥着狂暴的火属性能量的火蛇 在林凡的镇压之下 全部匍匐在地上 瑟瑟发抖 这里还有个幸运的小家伙 林凡颇为意外地看到 在一群金丹巅峰 火蛇群中央位置 有一条与众不同的火蛇 比其他的火蛇 更加的威武粗壮 长度足有四五十米 身躯盘系在一起 在他的脑袋上 居然有两个明显的凸起的肉包 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也远远地超出了其他火蛇 身躯上 隐隐有些金色光芒在闪烁 更加为它增添了几分 神韵和霸气 令它 如同火蛇中的 至高无上的帝王一般 这条火蛇身躯盘旋在地上 脑袋高高昂起 吐着杏刺 冰冷嗜血的双眸 死死盯着林凡 充满了警告和威胁 周围的火蛇 对这条火蛇似乎充满了敬畏 围惧在他的周围 却不敢接近十米之内 就好像是 帝王殿前的带刀侍卫 恭维着他们的黄 其实 这条羽中不同的火蛇 已经脱离了蛇的桎骨 它竟然已经净化成了脚 脑袋上的两个肉包 就是胶的标志 当那两个肉包下的骨骼顶出皮肉长出正式形成脚之后 这条火蛇将会再度进化 即使它将会成为龙 蛇化蛇 蛇化龙 每次进化都是一场天大的机缘 天大的造化 而且火蛇化龙之后 其血脉极有可能会比昆仑仙界的龙族更加高贵 因为它所画的乃是神龙 身形与下国神话传说中的龙相似 而昆仑仙界万妖狱的龙族更像是西方神话故事中的巨龙 单从血脉上来看 巨龙跟神龙压根没法比 即便是赤鸳这个远古天魔龙也不行 说到底 巨龙只是更加强大的蜥蜴而已 神龙才是真龙 林凡以为自己这一世没有机会再见到神龙了 没想到在这无尽的火力深处居然会见到一条胶 再进一步 便能成为翱翔九天的神龙 只是胶龙说起来简单 真正实现起来难如登天 如果没有特别的奇遇 恐怕几条胶都不一定有一条能化作龙 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而化龙失败的胶 将会面临极为悲惨的下场 化龙成功 亦飞冲天 化龙失败 神魂俱灭 眼前这条火焦运己还算不错 它所处的环境条件得天独厚 而且还遇到了 赤岩玄遂这样的天才地宝 倒是能增加火龙的把握 不过所谓的增加把握 或许也只是从1%增加到2% 还有极大概率会失败 在这条火焦的心目中 赤岩玄遂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是登天梯 是月龙门的助力 所以在凌凡突然出现之后 火焦异常地紧张 他本能觉得凌凡是来抢夺赤岩玄遂的 所以即便内心对凌凡恐惧不已 还是破着头皮 对着凌凡吐起了性子 释放出了警告的信息 小家伙不要紧张 遇到我算是你运气好 凌凡淡然一笑说道 第1700集 火焦森冷的眼眸 眨了眨 似乎听明白凌凡的话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 对凌凡放松警惕 依旧死死盯着凌凡 似乎只要凌凡有任何靠近的迹象 他就会发动攻击 哪怕眼前这个生物非常恐怖 带给火焦非常大的压力 但他还是丝毫不让 凌凡笑着摇摇头 也不生气 说道 你这个小家伙 凌智倒是不低 懂得借助赤岩寻脉 来提高画龙的把握 不过小家伙 即便是有吃盐悬脉的帮助 你也不见得能够画龙成功 也罢 既然遇见 我倒是可以赠你一场造化 闻言 火焦不为所动 而林凡却直接抬起右手 食指中指并在一起 向着火焦虚空点出一下 一道金萌 从林凡的手指射出 直指火焦的脑袋 火焦以为林凡在攻击他 顿时眼睛瞪着老大 脑袋一阵要奋起反扑 结果还没等他动起来 那道金萌便静止射入他的脑袋 火焦的身躯顿时僵直 两只眼睛瞪得跟同一样 周围大片范围内的火属性能量 在此刻变得极为狂暴 向着火焦狂涌而来 形成了恐怖的能量漩涡 而火蛇便是这漩涡的中心 下一瞬 一股极为强悍的气势轰然爆发 向着周围席卷而开 周围那十几条火蛇 顿时被全部给先飞了出去 那些足有几人核爆粗的火树 都被拦腰斩断 或者被连根拔起 火焦方圆数百米范围 出现了一片真空区域 片刻后能量间隙 火焦似乎有些脱离 脑袋渐渐下垂 打在地上 眼睛却努力地向上看着 看着空中那个光辉伟大的身影 虽然从表面上看 火焦还是之前那样子 但是它的身上似乎发生了 某种玄妙的转变 变得更加尊贵 更加有威严 如果把之前的火焦比一座 穿上西装打上领带 引以上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爆发户 那么现在的火焦 就好比是真正的贵族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 久居高位的气势 不可同人而语 谢 谢谢恩公 火焦口吐人言 声音虽然虚弱 却非常的诚恳 看向林凡的目光 再无半点敌意 而是充满了感激 因为他能够清楚无比地感觉到 在刚才那短暂的功夫里 自己发生了何等的变化 如果说借助 食言玄髓 火焦仅有2%的把握 能画龙成功 那么现在 这个几率或许已经超过了50% 再加上刚才出现在自己脑海中的一部名为 《青天画龙经》的那天功法 只要勤加训练 这个几率还能继续提升 已经找不出画龙失败的理由了 此等恩情如同再造 火焦对林凡自然是满满的感激 而且他也明白 随手便能让自己又如此提升 足以顺民林凡有着何等高深莫测的大神通大威能 林凡淡淡地说道 我赠你一场兆话 取你守护的食言玄髓 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 恩公 请随意拿去 火焦忙不迭点头 曾经火焦使吃眼玄髓为命根子 谁要是敢打吃眼玄髓的主意 他绝对会与之拼命 不过现在他已经不需要吃眼灵髓了 跟他得到的造化相比 吃眼玄髓算个屁呀 恩公需要拿去便是了 林凡点了下头 伸手一招 那一大块吃眼玄髓便飞入他的手中 入手微尘 林凡眼磨微凉 颇为满意 这块吃眼玄髓居然有千斤重 吃眼玄髓的质量非常高 即便是巴掌大小的一块 也足有百斤重量 而无尽火灵中这些吃眼玄髓 居然超过了一千斤 这玩意儿可是炼器的好材料 除去炼制正解碑所需之外 还有诸多运触 林凡没客气 反正火焦已经不需要这吃眼玄髓了 他便将吃眼玄髓全部收入囊中 随后林凡又看向火焦说道 你乃天地灵物 由此造化 也是你的机会 慢走十年 快走三五年 便有可能化为神龙 熬育九天 希望你在化龙之后 能够造福一方 行守不知之 莫要祸害苍生 否则的话 即便是你化为真龙 我也定着你 最后一句犹如九天悬雷 乍想天际 火焦身躯一阵 连忙匍匐在地 惶恐地说道 尽尊 尽尊 公发之 林凡点点头 倒也不怕火焦 日后为祸 一般来说 天地灵物 品性纯良 内心向善 除非后天遇到什么特别大的变故 导致性情大变 否则是不会作恶的 而且林凡传辞给火焦天大的造化 自然也留力手 若是他本本纷纷 倒还罢了 但是 如果他胡作非为的话 自有林凡的后手 来收拾他 火焦小心翼地说道 可否 可否 独胆起恩公 赐我一名 此前火焦只是 灵止初开 连话都不会说 自然更加不会有名字了 刚才林凡 刺他一场造化 这才学会了口吐人言 灵止也提高了不少 希望林凡能伺他一个名字 林凡令一思索说道 既如此 你就随我的心吧 林言 以后 你就叫林言吧 林言 林言 火焦 喃喃两声 脸王大声道 林言 谢恩公辞命 林凡再次看了火焦一眼 转身便走 这时 火焦突然喊道 恩公 还请留下名号 林凡头也不回电视而去 由两个字飘荡而出 如同红中大缕 在这方空间中不断回响 林凡 林言望着林凡消失的方向 焦头再次深深地拜服下去 自言自语道 林言 金基恩公明舍 永世不甘忘 片刻后 洛言成 一时大厅 林凡双手背在身后 站在一时大厅 正前方中央位置的高台上 火灵族组长 火焦站在下方 向着林凡身居一躬 私态很低 火焦 坚固胜出 林凡不仅从根源上解决了 困扰火灵族万年的烙毒 而且还让火灵族得以重见天日 生活在阳光下 如此乃是天大的恩行 正因如此 林凡被火灵族仁尊称为圣主 在火灵族全体族人的心目中 地位至高无上 威望无人能及 基本是火焦这个族长 也对林凡尊敬有加 火焦不必客气 我这次来 是有一件事要告你 第1700一集 听到林凡的话 火影神坛一脸 争色道 圣主请说 林凡说道 火灵族人的体质得天独厚 对火元素无比亲和 这点无人能及 若是条件允许 成就不可限量 你们生活在地球上 实在首席太过限制 你有没有想过 带领族人去更高级的世界 生活反应 温言 火影愣了一下 随后问道 圣主说的 那里我们可以补守天道的限制 尽情的提升和发展 而且族中几位太上长老大县将至 如果不能够提升境界的话 恐怕 但是据我所知 这昆仑仙界 弱肉强食 惨苦无比 修炼文明 比地球高出了一倍不止 金丹修为在地球上是顶尖强者 去了昆仑仙界 恐怕都不敢高声言语 说了惭愧 这 以我族现在的实力和底蕴 如果贸然前往昆仑仙界 恐怕会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少 火影身为族长 看待问题倒是非常透彻 火灵族确实体质特殊 得天独厚 单体实力在同级别来说 绝对称得上是强悍 但是他们身处地球 受到了天道的压制 修为无法突破原因境界 最强不过金丹巅峰 就算一个个能越界对敌 也不够看的 昆仑仙界随便一个三流势力 都能轻松灭了整个火灵族 而且火灵族独特的体质 如果被昆仑仙界所知 恐怕会引来群龙虎豹的急遇 于火灵族而言 绝对是一场恐怖的灾难 林凡淡然一笑 眼眸之中顿时又金芒暴闪而起 赤地有声地说道 放眼整个昆仑界 谁敢动我灵族的人 这一刻 一股踏破云霄的霸气 自灵凡的身体汹涌而出 恍惚间 火灵仿佛看到了一个统于万界的帝尊 沐浴着盛光崛起 挥尺方球 指点江山 端得是霸气绝伦 举世无双 火灵心神一枕 这时才突然火而大悟 恨不得狠狠地扇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我真傻 真的 自己都抱上林凡这个超级无敌大腿了 哪里还需要考虑这么多有的没的 有林凡罩着 谁敢挑衅 谁敢侵犯 火灵连忙 抱拳攻身道 是我多虑了 以圣主的威名 实力 足以震慑嚣嚣嚣 必退去了 我会在昆仑仙界 挑选一处适宜火灵族生存修炼的地 专门开辟出来供你们繁衍生息 资源跟安全方面不用担心 现在你只需要告诉我 你们是不是愿意去昆仑仙界 就可以了 说完 林凡并没有催促 静静地等待着火雨答复 毕竟这件事情 对于整个火灵族来说 都是头等大事 关系到整个族群未来的走向 火雨身为组长 必须要全面考虑谨慎选择 火雨没有让林凡等太久 片刻之后 他的目光变得坚定了许多 一咬牙 下定了决心 向着林凡一抱拳大声道 圣主 我想好了 我火灵族愿意前往昆仑仙界 好 林凡点了点头 对于火雨的选择并不感到意外 白手说道 你先把消息告诉族人 各自准备一下 等我消息 是 圣主 火雨攻身应导 随后林凡便离开了洛宴城 火雨不甘怠慢 第一时间便召集族中太上长老和长老 将举族 先往昆仑仙界的决定说了出来 对于火雨的决定 火灵族一众高层都没有意义 全票通过 尤其是几位太上长老 更是举双手赞成了 他们每个人都在金丹巅峰境界 卡了超过千年 大限将至 如果不能突破原因期的话 恐怕没有几年可活了 进入昆仑仙界 不但能向着更高境界突破 还可以增加寿缘 这样的诱惑 没有人能抵挡得住 见此情况 火雨便说道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火明长老 你去飞火岛通知族人 火术长老 你在洛言城公布消息 所有族人 都要做好准备 只要圣主消息前来 我们便第一时间 前往昆仑仙界 是 族长 火砍和火力 两个长老答应一声 太上长老火无双感叹道 昆仑仙界 昆仑仙界之后 我们这些老家伙 就要开始 闭关突破境界了 火无敌 一握拳头 说道 圣主 天纵奇才 万年难见 如今已经达到了 我们看不见的高度 如果再不抓紧提升自己 我们恐怕会脱圣主的后头 以后 也没有连绵 再追随圣主左右了 没错 老哥几个 我们要努力 才行俩 以我们火灵族的天分 不出几年 就算 不靠圣主 我们也足以在昆仑仙界 沾纹脚羹啊 火无绝的眼眸之中 闪过了一道精芒 精神振奋地说道 到那个时候 我们便能给圣主 提供一些助力 嗯 众人皆点头 一股宁炼强悍的气势 在意识大厅内 激套不已 另一边 林凡已经回到了家里 他取了五分之一的 吃眼玄髓 用以炼制真戒杯 再次取得了显著成效 现在的真戒杯 即便是面对炼须大圆满强者 也足以将其硬生生地 落下一个小劲进来 短短一天之内 真戒杯得到如此大的提升 林凡还是颇为满足的 至于剩下的材料 除了雷基木和六元玄重水之外 其他材料 零龙商会都有收藏 倒是省了林凡不少事情 只是这段缺的月光炎 雷基木和六元玄重水 让林凡颇为无难 缺什么不好 偏偏缺的是这些 月光炎倒还好 但是雷基木和六元玄重水 可太重要了 是林凡所需所有的材料中 排名前两名的存在 其中 雷基木是提升阵戒杯效果的材料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 即便是吃眼玄水 都没法跟雷基木相比 可以说如果没有雷基木的话 阵戒杯提升到头 也只能影响到合体强者 根本没办法作用于材材强者 唯有增加了雷基木 方才能够使得阵戒杯 发生质变 才能对材材强者造成威胁 而六元玄重水 则是炼制恶魔凶威的材料 对提升恶魔凶威的品质至关重要 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就在此时 林凡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林凡拿起手机 见识夏侯武的来电 便接通了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 听通里就传出了夏侯武 兴奋激动的声音 林先生 有六元玄重水的消息 一千七百零二级 六元玄重水 林凡眼镜一亮 按道一声 好 问道 在公众 夏侯武连忙说道 刚才商会总部传来消息 有人要全权委托我们商会 拍卖他手中的宝物 其中一样 与林先生 描绘跟描述的六元玄重水 有八九分的相似 商会的鉴定人员初步判定 就是六元玄重水 拍卖 是这样的 我们玲珑商会 每五年会举行一次 规模巨大的拍卖会 夏侯武解释了起来 自裴军林创建玲珑商会以来 凭借其过人的商业嗅觉 敏锐的商业把握能力 出色的大举观 以及强大的个人实力 将玲珑商会迅速地发展壮大 商会的经营区域 由最初的一座城到几座城 又到覆盖整个南玄宇 再到 分会遍布整个昆仑仙节 甚至是万摇宇 成为了昆仑仙节当之无愧的第一商会 如今 已经算得上是昆仑仙节 最顶尖的一流实力了 而且因为商会的特殊性 所以即便是当初七大顶级宗门 轻易也不会开罪玲珑商会 玲珑商会的经营理念 最精髓的就是两个字 玲珑 玲珑意为八面玲珑 说得粗俗一点 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处事援华 办事面面俱到 会长裴俊玲更是眼光毒辣 看人很准 锦上添花的事情做了许多 学中送他的事情也并不少 这一点 单从当初临烦 还只是金丹巅峰 并且截下了圆门和帝王阁 两个超级仇家的时候 玲珑商会非但没有进而远之 反而还提予了诸多便利和帮助 就能看得出来 玲珑商会在短短百年时间 便迅速地发展壮大 而且建立起了恐怖的人脉关系 与昆仑仙姐超过六成的 一流势力和顶级宗门 都建立起了比较良好的关系 也产生了紧密的利益相关性 在这种情况下 对付玲珑商会 就相当于是损害众多势力的利益 自然没有人敢进去妄动 玲珑商会会长裴俊玲本人 便是最顶尖的化身巅峰强者 练须之下含有敌手 而且他的座下还有不少化身级别的供奉 其中不乏化身后期 甚至是巅峰强者 如此力量 比很多一流势力都强 虽令人望而却步 不敢再动歪心思 当玲珑商会的业务范围服饰到两个玄域之后 裴俊玲便牵头开始举办了第一届玲珑拍卖会 以一颗能提升化身强者领域能力的 妙娃神奇种子作为正会之宝 在昆仑仙界掀起了一股狂潮 一举打响了玲珑拍卖会的知名度 从那之后 玲珑拍卖会定为每五年举办一次 刚开始 玲珑拍卖会旨在南悬域和东悬域有些名头 到了现在 已经成为了昆仑仙界规模最大 影响力也最大的拍卖会 相当于玲珑服务 医保大会在地球上的地位 没人敢在玲珑拍卖会捣乱 上一个想在拍卖会 现场杀人夺宝的化身巅峰强者 坟头草都已经有两米高了 这件事情在昆仑仙界流传甚广 时刻警示着那些又非分知想的人 动手之前 要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每次玲珑拍卖会 都会提前将一部分拍卖品公布出去 吸引各门各派各家族的代表参加 万妖玉也是玲珑商会的老主顾 还有一些平日里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影视强者 或许就被某样天才地宝吸引 参加玲珑商会不但能见识到许多宝物 还有机会见到许多传说中的强者 不失为一个开眼睛的好机会 所以各方式里通常都会有老一辈 强者带着年轻一代的参加 给年轻一代长见识 扩眼界交朋友的机会 而关于六元玄中水的消息 便是从玲珑拍卖会传来的 再有两天时间便是玲珑拍卖会了 拍卖会的副作人在查看拍卖品清单时 看到了一种叫做不知名黑水的东西 各项特征都与会长吩咐下来 寻找的六元玄中水极为相似 便连忙上报了上去 后来经过玲珑商会专业鉴定人员的 仔细鉴定核查 基本上有八九成把握 这个不知名黑水就是六元玄中水 所以裴军林便将消息传了下来 让夏侯武告知林凡 原来如此 看来 我听起来算不错 听完了夏侯武的话 林凡难难道 夏侯武请示道 林先生 需不需要我们商会出面 私底下将六元玄中水买一下 拍卖会的目的就是进行 宝物流通 以物异物 让交易双方和中间 玲珑商会都拿到自己满意的东西 不过在这之前 还是会有一些暗箱操作 比如 A知道B手里有自己急需的宝物 要参加拍卖 为了防止被人拍走 便可以通过玲珑商会联系B 私下交易了 当然了 A肯定是需要准备好 能让B满意的报酬 另外 玲珑商会有时候 也会派代表出面 在拍卖前 向自己感兴趣的拍卖品的提供者 提出私下交易的提议 以玲珑商会的牌面 基本上各方都会给个面子 而且玲珑商会大户人家 肯定也不会亏待了对方 即便对方不同意私下交易 玲珑商会也不会强迫 这种砸自己招牌的事情 玲珑商会是不可能干的 只是正常的交易请求 类似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下后我的意思便是如此 由商会出面直接买下这六元悬中水 升去了繁琐的拍卖环节 也省得再出现什么变故 也好 不过 不用提前卖下来 劳烦贵会长 先联系一下卖方即可 我明日上昆仑 到那个时候 我与对方当面详谈 相信 我会拿出对方满意的东西 这一点 明方还是非常有把握的 夏侯武自无不可 好的 林先生 我这个就汇报给汇长 随后两人便结束了通话 六元悬中水 既然已经有了消息 现在就只差雷吉木跟月光炎 这次上昆仑 最好能够把这两个东西也找到 另外再把四项全奇提升下 把握 就能大几分 林凡如是想到 然后撇了眼手机屏幕 十七点半 该去接孩子们放学了 明天是周六孩子们不上学 正好可以带他们一起上昆仑 自从上次从昆仑仙界回来之后 琪琪和小小琪经常呼唤着 还要去昆仑仙界玩 两个小家伙的细胞里 都有着浓浓的不安分因子 虽然上次在昆仑仙界 遇到了一些危险情况 但是 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 对昆仑仙界的好奇和向往 地球上已经玩够了 没什么意思了 自然要开品新的游乐场 第1703集 果然 当林凡见了琪琪和小小琪 告诉姐弟俩 他明天要上昆仑仙界之后 琪琪和小小琪都喊着自己要去 好 明天爸爸带你们去昆仑仙界玩 林凡从车内后视镜 看了眼后排的一双儿女 笑道 耶 爸爸万岁 琪琪举着手欢呼一声 撅起小嘴 送给林凡几个绯闻 小小琪也满脸兴奋和期待 林凡笑着摇撩头 这两个小家伙还真是不安分 上次去昆仑仙界遇到了危险 居然丝毫没有打击他们 对昆仑仙界的向往 不过现在跟之前不同了 昆仑仙界这个副本 已经被林凡打通关了 最大的三个敌人原文 帝皇阁和冰晶凤凰族 都已经被打趴下了 摩罗族也被轻较 林凡之名想着整个昆仑仙界 谁敢与一致为敌 而且林凡还以九龙老祖的逆龄 炼制了三枚顶级法器 级别的护身符 分别给了林雪菲和两个孩子 进行了低血认竹 融入了他们的血肉之中 时时刻刻都在自动运转 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旦检测到主人遇到危险 护身符里面的攻击 防御等阵法都会自动出发 寻常化神巅峰强者 都难以真正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而化神之下如果敢动什么歪心思 就有可能被其中的攻击阵法 当场轰杀 当然最大的保障还是林凡自己 所以这次去昆仑仙节 完全可以看作 闯荡一个比较大的远古遗迹 危险系数为零 林凡自然也就答应了孩子们的请求 林凡偏过头说道 琪琪 给妈妈打个电话 问一下她要不要下班 我们是闹琪琪妈妈下来下班 嗯 琪琪乖巧地答应一声 靠在座椅靠背上 摇晃了腿 拿出手机 就拨通林雪飞的号码 随后清脆的嗓音 在车里响了起来 喂 妈妈 都六点多了 是不是要下班了 我们去接你下班啊 接到琪琪电话的时候 林雪飞正坐在办公室的老板椅上 她抬手示意一下 对面的郭亚涛 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暂停了汇报工作 做了个请的手势 示意林雪飞继续打电话 林雪飞吟一笑 说道 琪琪 妈妈还在忙工作呢 你和弟弟跟着爸爸先回家吧 妈妈 琪琪拖长了声音 表示心里的不满 说道 工作就像作业 是永远做不完的 千万不要为了工作忽视了家人 你看我 从来就不会为了写作业 就不跟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玩的 林雪飞忍俊不禁 称道 你这小滑头 还好意思说 家庭作业要认真完成才行 琪琪连忙抿住了嘴 宝石般的大眼睛眨呀眨的 就好像偷心的猫咪被主人抓到了一样 哎呀 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你呀你 妈妈 快点回来嘛 你都好几天没有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了 好好好 妈妈准备下班了 你让爸爸过来接妈妈回家吧 林雪飞想了想 最近几天工作确实比较忙 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不多了 所以就答应了 好的妈妈 我们马上就到 嗯 等你嘛 拜拜 妈妈拜拜 林涛 这 郭亚涛 看向林雪飞 林雪飞把手机放下 看向郭亚涛说道 郭总 回头你把提案发我邮箱 我晚上在家里看一下 如果有问题再联系你 现在 该下班回家陪家人了 郭总也早点下班吧 好的林涛 那我先出去了 嗯 郭亚涛走出了办公室 十几分钟后 林涛开车来到了非凡传媒大厦楼下 看到站在大厦门口 一身OL装 风华绝带的林雪飞 林涛一个漂亮的甩尾 车身横着停在大厦口的台阶下 光当一声 推开副驾驶的车门 探身向着林雪飞 找了下手 老婆 上车 林雪飞笑着走过来 坐进了副驾驶 随后嗡嗡两声 车一个弹射起步 驶离大厦 开去了不远处一个商业中心 琪琪对这里一家西餐厅的牛排 和饿干心心念念很久了 今天要去那里吃晚饭 在点好菜等上菜的时候 林雪飞说道 老婆 明天 一起去昆仑仙界玩吧 昆仑仙界 会不会再遇到什么危险啊 林雪飞对上次 在昆仑仙界发生的事情 还是信用余计 林凡 微微一笑 握住林雪飞的手 说道 放心吧 老婆 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你老公在昆仙仙界是这个 没人敢惹 说着 林凡竖了竖大拇指 林雪飞扑翅一笑 说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最厉害了 不过明天 我恐怕不能去 有个很重要的体验 要尽快敲定 抱歉了老公 你带孩子们去玩吧 林凡没有说话 向着对面的琪琪和小小琪 使了个颜色 姐弟俩顿时领会 从椅子上跳下来 跑到林雪飞的身边 一左一右地摇晃着林雪飞的手臂 撒着娇 你们两个 想去昆仙仙界玩的话 今晚就要把作业都写完 不然不许去 听明白了吗 林雪飞伸出轻松般的手指 分别在琪琪和小小琪的额头上 点了一下 哇 好可怕 琪琪表情夸张地喊了一声 溜溜地跑回了自己座位上 爸爸 我帮不了你了 小小琪向着林凡 耸了耸肩也撤了 林凡无语地看了眼两个不靠谱的孩子 随后看向林雪飞 说道 老婆 我觉得以咱们家的资本 已经能够告别辛苦工作的阶段了 林雪飞仰着下巴 说道 那不行 我可不想当花瓶 我要有自己的事业 你会支持我的对吧 老公 前一秒还是 骄傲的白天鹅 后一秒变成了撒娇的小白铃 两种风格无缝接缓 林凡还能说什么呢 他只能点头道 好 只要你喜欢 想做什么做事 不过 你不要因为工作的事情担心 开心在这最重要的 林雪飞点头 随后就不再谈论昆仑仙剑的事 一家人闲聊起来 琪琪和小小琪说着他们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认识了新朋友 学到了新知识等等 琪琪还提到 最近班上不少同学在看网络小说 男生普遍爱看玄幻修真 女生爱看都市言情 不过 有一个作者的书 却同时受到了男生女生的喜爱 那个作者叫做北玉狂生 第1704集 次日 昆仑仙节 东玄域 白云城 白云城是在东玄域最大的城市 常住人口过百万 非常繁荣 最近更是有不少外地人 从各处云集于此 他们都是为了五年一度的 玲珑拍卖会而来 白云城东城门 一个俊朗飘逸的年轻男子 从远处缓步而来 他的左右两边分别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小男孩看上去八九岁的样子 唇红齿白 见美心目 非常的帅气 穿着一条淡蓝色的牛仔裤 上身是一件黑色皮 好像一个小模特一样 小女孩约莫十四五岁 亭亭欲立 灵动而漂亮 尤其是那双眼睛 如同宝石一般 精英剔头 又如同天上的星辰一般 闪耀 戴着一顶米色的 带有碎边款式的草帽 扎着马尾便 身穿一条淡粉色的公主裙 粉白色的过膝筒袜 将纤细笔致的小腿 展现得淋漓尽致 浑身上下都洋溢着 青春亮丽的气息 正是林凡和琪琪 小小琪姐弟脸 哇 琪琪望着面前的城池 小嘴未张 发出了一声感叹 小小琪也仰着脑袋 呆呆地看着 眼眸之中满是惊讶 昆仑仙界的社会文明 有点类似下国古代 这里的城池也如同古城一般 带有高大宽厚的城墙和护城河 城门口和城墙上 都有士兵在守卫 眼前这座白云城 作为东悬域最大的城市 比下国任何影视作品中 出现的古城 都要更加的恢红巨大 雄雾 漆黑色的城墙 左右百米高 看上去就好像一头巨大的黑色巨龙 蜷缩着神区 盘踞在大地之上 只看一眼 便能感觉到那种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力 而且还带有一种洪荒远古的气息 说明这座城池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了 最起码要超过五千年 王祖两边看去 根本看不到边 站在这座城的外面 让人很容易油燃而生一种渺小感 白云城 被城墙包围起来 整体形状是一个方形 每个面的城墙都有三道城门 总共十二道城门 用作出入城池之用 虽然昆仑仙解修史 飞天遁地 都是家常便饭 但是出城池还是要通过城门 如果直接从城墙上飞进飞出的话 会被视作对这座城的挑衅 会受到城内所有势力的制裁 当然了 一些小点的城池 随便一个原因强者 就能飞来飞去的了 反正也没人管得住 不过在白云城 即便是化身巅峰墙者 都得老老实实地从城门进出 因为城内有一尊旁人大物 那就是玲珑商会的总部 没人敢公然挑衅玲珑商会 所以白云城各城门都还算有秩序 此刻零发三人便来到了 东城墙中间的一道城门前 这道城门叫做东门 是白云城最大的城门 也是十二道城门之中 人流量最大的没有之一 所有两道城门分别叫做 东一门和东二门 规模只有东门的一半 白云城三个龙飞凤舞 苍镜有力的大字 硬刻在东城门正上方 隐隐散发出一股 强烈的能量波动 这个题子是裴俊宁 以剑刻印上去的 其中蕴含着灵力的剑椅 据说有人从这三个子中间 领悟到了剑椅 从此一飞冲天 成为了一代有名的剑修 白云城 不愧是东旋域最大的城池 林凡望着面前的城池感叹一声 爸爸爸爸 我们快进去吧 琪琪摇晃着林凡的手说道 林凡笑了笑 牵着儿女的手 向着东城门走去 白云城是玲瓏商会的总部所在地 也是玲瓏商会的举办城市 所以林凡才会来此 此刻东城门外 右边进城区 排了五排长队 左边出城区域 也陆陆续续有人从城内出来 城门口有一对黑甲武士 在守卫城门以及维持秩序 这些黑甲武士实力并不算太高 普遍都只有金丹巅峰 其中最强的首领 也不过金丹巅峰而已 而出入城门的步伐原因 修食甚至是化身强者 但是没有人敢扰乱秩序 没有人敢闹事 也没有人敢公然挑衅黑甲武士 因为这些黑甲武士叫做黑灵位 都是白云城的城卫君 而白云城的城主 就是裴军陵 也就是说 黑灵位都是裴军陵的人 背靠大树 腰杆子自然就比较硬 出城门的人中 有未曾修炼过的普通人 有修为低下的散修冒险者 有来自一流势力的强者 三教九流 鱼龙混杂 不过这些人都在黑灵位的 指挥下 有序通过 并没有闹事的 大长老 我们 为什么要跟这些蝼蚁排队啊 啊 以我们留心店的排面 难道还不能插个队啊 队伍中一个油头粉灭的年轻人 双手背在身后 撇着嘴 满脸的不屑 向着身旁的一个老者 嘟囔闹 周围不少人听到这话 都扭头看了过来 这些人的眼神有惊讶 有意外 有戏许 也有看傻子一般的 还有带着几分幸赞乐祸 似乎想看好戏 老者脸色一扁 联盟 捂住青年的嘴 笑声说道 哎哟 少主啊 啊 谨言 慎言 你忘了店主的规矩 啊 来到白云城 一定要守规矩 千万不能坏的规矩 大长老 难道白云城 还敢得罪我们留心店不成 青年非常的不服气 跟着脖子说道 大长老眉头一皱 低喝道 少主 你在这般胡说 老夫就要将你强行带回去 看来你真是被太坏了 根本不知道世界之大 我们留心店 虽然为一流族门 实力强劲 但是 在昆仑仙界 有的是比我们更强的实力 这其中就有玲珑商会 你万万不可在白云城胡了 否则 一旦闹大 即便是店主 情志 恐怕也无法挽回啊 见大长老 语气严厉 表情严肃 青年咽了下唾膜 蒸蒸地点了下头 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喧闹了起来 大长老抬眼不看去 顿时瞳孔微微一缩 脸上迅速爬满了意外之色 竟然是 裴军领务会长 看她的样子 似乎是在等人呢 竟然有人能够让裴军领 亲自在城门口迎接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大长老的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跟大长老有同样心里波动的人 不在少数 裴军领在昆仑仙界 绝对能算作一方剧情 但个人实力超群 而且她所掌管的玲珑商会 更是遍布整个昆仑仙界 与诸多事里都有合作往来 她的卡位 比起顶级宗门的宗主 长教等人也丝毫不弱 但是即便九天太清宫的长教亲子来此 恐怕裴军领也不会到城门口迎接 到底是谁 第1705集 裴军领白面五须 相貌堂堂 穿着一件淡青色的长褂子 无黑头发扎成了发簪 与其说她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化神巅峰强者 倒不如说更像一个 私塾的教书先生 温文尔雅 儒雅随和 很像个斯文败类 她站在城门口 向远处眺望着 似乎在寻找什么人 神态之中并无半点不耐烦 在裴军领的身后 有四个气息各不相同 但同样强盛 都如渊庭四月一般的身影相随 当人们看到那四人之后 又是一阵骚动 因为那四人是玲珑商会 自裴军领以下最强的四个人 被称为四党天级供奉 玲珑商会的供奉都是化神强者 又按照具体的境界分为天地玄黄四个等级 化神前期休时 只能算是最低的皇级供奉 而唯有化神巅峰强者 才能称作天级供奉 玲珑商会的天气供奉只有四人 便是此刻站在裴军领身后的四人 他们也是裴军领最为器重的四个人 一个先锋道骨的老者身形消瘦 穿着一件朴素的灰色长袍 背后交叉 背着两把古朴长剑 白发白须 脸上钩和纵横 暴金风霜 眼窝深陷 眼神却如同利剑一般 不时有金芒闪现 黑魔老人 一个阴发花白的老玉 发丝干枯 在风中轻飘 勾搂着腰 右手拄着一根龙头拐杖 偶尔轻咳两声 就如同冒蝶之年 又生患疾病的普通老太太一般 在她的袖袍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游荡 一个凸起在衣袍下 随意地移动着 圣谷婆婆 一个身如铁塔的壮汉 持着双足 下身一条黑色短裤 上身赤裸 皮肤有黑 并且隐隐有黑芒 在表皮下 微微闪烁 肌肉如同岩石一般坚硬 一根根清晶 如同球龙般的盘踞在身上 让她看上去 如同人形凶兽一般 有失为证 抖辱八斗眼瞳灵 眉似扫把鼻横行 嘴若血盆乌舌精 齿露唇外下额尖 唇是怪兽不一般 头碗关精 发冲天 如此怪物 声祸端 阿哈一声震天吼 巨灵神 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 五腰肥臀 前扑后翘 穿着紧身的衣裙 领口开得很低 裙摆看得很高 大片大片白花花的皮肤 落落在外 让人看了不免口干舌燥 面容妖艳妩媚 尤其是那一双丹凤眼 极为的勾人魂魄 一拼一笑间 似乎都充满了蛊惑之感 魅惑魔女 这四人都是成名最少数百年的 化身巅峰强者 一身实力深不可测 不过他们都因为这样 纳案的原因 跟在裴俊林身边 称为 玲珑汇四大天际供奉 为玲珑汇这艘巨轮保驾护航 裴俊林和四大天际供奉 都是传说中的存在 常人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他们 即便是一些一流势力的掌权者 来自白城拜访 充其量也只有一两位出面招待 然而今天 这五尊巨头居然同时现身 东城门迎接 这无免让众人大为震惊 同时也对他们在等待和迎接的人 充满了好奇心 突然 魅惊林眼睛一亮 连忙大步向外走 四大天际供奉连忙跟上 前方的人都自觉向两边退去 让开了一条道 裴俊林大不留心地走过 眼睛始终看着远处 目光从未转变 途中有人跟裴俊林打招呼 但是裴俊林根本没有回应 很快林凡前面的人都向着两边让开了 不过他站在原地没有动 小伙子啊 赶紧上开 当初陪会上的路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旁边一个中年汉子压着嗓子提醒一声 林凡笑而不语 哎 你这 汉子 汉子着急地叹了口气 汉子转过头去 似乎不忍心看到这个年轻无知的父亲和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血洒当场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并没有惨叫声响起 也没有能量波动传来 而且周围人一个个瞪大了眼 张大了嘴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中年缓缓扭头看去 瞳孔顿时一阵紧缩 他居然看见裴俊林满脸笑容 一边大步往过走 一边抱拳 笑呵呵地说道 林先生 神骄已久 初次见面 君林 荣幸之至啊 周围响起一阵吞咽口水的声音 那青年到底是何方神圣 居然能让裴俊林如此对待 难道是某位主宰的私生子 四大天际供奉 也向着林凡抱了下拳 其实不光周围人 惊讶好奇 林凡的身份 他们四个也挺好奇的 在林凡的要求下 裴俊林并没有把他的身份告诉其他人 所以即便是四大天际供奉 也并不知道林凡是什么人 只能感觉得出来 对方是个化神中期强者 实力倒是不错 但是单凭这个 根本不可能让裴俊林如此重视 或许是因为他的身份 或许是因为他的身份 在四大天际供奉的心中 周倾向于林凡 来头比较大 或许是顶级宗文中的重要人物 而且极有可能与主宰有直接关系 除此之外 他们实在是想不出什么人 能让裴俊林如此重视 魅惑魔女眼眸闪烁地 看着林凡 嘴角危险 露出了一抹娇媚的笑容 伸出丁香小蛇 舔了舔红润的嘴唇 看到这一幕 旁边的巨灵兽 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本能地往旁边让开了半步 他知道 当魅惑魔女露出那种笑容的时候 就是他锁定猎物 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想到魅惑魔女的手段 即便是同为化神巅峰境界 杀人无数 肉身强悍无比 足以硬扛 同级别妖兽的巨灵神 都无由地赶到后背发寒 魅惑魔女 这个魔子可不是空穴来风 没有一些显赫的战绩 配得上魔这个字吗 裴会长 酒瘾 林凡也抱了下拳 客气离去 李先生客气了 你去 裴军灵侧过身子 做了个紧的手势 说道 林凡淡淡地点了点头 再度拉起姐弟俩的手 往前走去 这个时候有人注意到一个细节 裴军灵居然落后林凡半步 发现这个细节的人 再度把自己尽了个呆 之前表露过不满的流星殿少主 崇拜地看着林凡的背影 由衷地感叹了一声 由裴军灵亲自作陪 自然不需要在城外排队 一行人静止走进了白云城 城外这才再次恢复正常 进城的队伍开始缓慢移动了起来 第1706集 帆云城内 林凡牵着琪琪和小小琪的手 不紧不慢地走在城内 青石板路上 旁边是落后半个身位的裴军灵 后面则是四大天气供逢 以及其他玲珑商会的高层 宛如总公司领导视察 分公司负责人 谨慎做陪一样 周围无数人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脑子似乎都转不过弯来了 琪琪和小小琪 眨巴着大眼睛 好奇地四处瞅着 仿佛置身在古装电视剧里一样 道路两旁是各种小贩 店铺非常有年耐感 来来往的人穿着打扮 也捧若古人 跟地球上现代化的大都市 完全是两个世界 姐弟俩感到新奇无比 陪会长 咱们还是低调一点吧 林凡感激到自己身上 最起码汇聚了几百道目光 无奈地说道 对于林凡这近乎于 使唤命令的口吻 裴军灵并没有半点不满意 点头道 我明白了 林先生 随后 裴军灵回头 摆了下手 身后的四大天骑共逢 以及其他 商会高层 全部散开离去 不再跟随 裴军灵 又向着另一边招了下手 航边顿时有一辆马车驶出 四匹洁白如雪的高头大马在前面拉车 车厢非常大 也非常豪华 那四匹马可不光是看着好看 它们的品种也极为的是真奇 乃是传说中的汗血马 因为这种马的血温极度低 只有在奔跑起来的时候 血液才会逐渐升高 跑得越快 温度越高 因此它叫寒血马 在地球来说 日行千里的千里马就是马中的极品 而汗血马作为昆仑仙界马中极品 它的速度可不是日行千里那么简单 而是接近日行万里 就连驾车的车夫居然也是一位原因凶事 在马车界来说 这辆马车的地位 大概相当于地球上的劳斯莱斯 绝对的好车 车夫一拉绳子 四匹马顿时前踢一抬 停在了原地 车枪几乎没有半点震动和招摇 非常稳 气派讲究 而且舒适 林先生 请一上车 裴军林站在马车旁边 向着林凡说道 走了孩子们 坐马车了 林凡笑道 琪琪和小小琪欢呼着蹦上了马车 随后林凡和裴军林也上了车 去上回总部 裴军林在进入车厢前吩咐了一句 是 会长 车夫答应一声 便开始驾车 往商会总部而去 在白云城内 有两个地方是所有人公认的城内最重要的地位最高的地方 一个是城珠府 一个是玲珑商会的总部 都位于白云城的中心区域 而现在裴军林就是要带林凡去商会总部 挖车上 琪琪和小小琪坐在林凡的左右两边 掀开车窗上罩着的纱帘 看着外面的景象 性质非常高 而裴军林则坐在林凡对面 向林凡介绍着六元悬重水 卖家的情况 出售六元悬重水的人 名叫远山 化神后期修为 是二流家族 袁家的家族 这一次 袁山带了不少东西来白云城 想委托玲珑商会 在拍卖会上进行拍卖 只不过 玲珑商会对拍卖品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 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被搬上拍卖会 袁山带来的东西几乎都不够资格 不过审核员却在他的东西里面 意外地发现了六元悬重水 据袁山所说 这六元悬重水 是他在自家后山某个岩洞中发现的 呈在一个十碗里面 虽然只有一碗的量 却非常重 居然超过了一万斤 单单是这个重量 就让袁山明白 这个乌漆抹黑 如同墨汁一般的粘稠液体 绝对不是繁物 只是袁山翻遍了古籍 也请教了不少人 都没有搞明白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 索性便将其带来白映城 想碰碰运气 如果 林楼商会也判定这玩意儿是宝物 送上拍卖会 说不定能碰上冤大头 哪有价值的宝物来换 听了裴俊林的话 林凡笑道 这个袁山的运气 确实是挺不错的 林凡的本意是说 袁山居然能发现六元悬中水 这等天地七宝 是有大气韵的 不过这话传入裴俊林的耳中 后者本能地认为 林凡是说袁山遇到他这个食货 并且底蕴身后的人 愿意换他手中的六元悬中水 必然会拿出真正的宝贝作为交换 如此一来 袁山相当于是用一个自己捡来的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玩意儿 换了个宝贝 可不就是运气不错吗 而且如果能因此跟林凡搭上关系的话 恐怕袁家近即为一流家族 也只可待了呀 裴俊林点头道 是啊 袁山的运气 确实不错 这时马车停了下来 到商会总部了 十几公里的距离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含血马车 确实名不虚传 片刻之后 裴俊林带着林凡 来到了商会总部的一个房间内 房间内一个中联坐在椅子上 似乎有些局促 旁边的茶杯里已经见了底 听到开门的声音之后 那人就好像屁股底下 做了个弹簧一样 蹭底下就站了起来 看向门口点头道 裴 裴 裴伟长 裴俊林笑了想 向着林凡说道 林先生 这位就是原山 六元玄中水的拥有者 随后裴俊林又向着原山说道 原山组长 这位就是要买你六元玄中水的林先生 林先生您好 原山向着林凡打招呼 原山是一个二流家族的组成 自身实力也不弱 但是在这玲珑商会内 他依旧非常的拘束 虽然说玲珑商会有口戒杯 名气不错 但原山还是心里没敌 担心对方杀人夺宝 林凡似乎看出了原山的紧张 走进屋内说道 原山组长 不必紧张 如果你的东西确实是六元玄中水 我绝对可以拿出让你满意的包装 文言 原山心头烧鞍 拿出了一个石碗 碗中 盛着 漆黑如墨 而且有些粘稠的液体 这是静静地放在地板上 居然将地板都压得出现了 宛如蜘蛛网一般的裂纹 这要是放在桌子上 怕是桌子直接被压塌了 万斤重的分量可不是闹着玩的 林凡眼睛一亮 确实是六元玄中水 没错 确实是六元玄中水 林凡收回目光 看向原山说道 原山组长 这个六元玄中水 你希望换的是什么东西 原山咽了下口水 心脏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他敏锐地察觉到 原家的机会来了 第1707集 林先生啊 我 原山刚开了个头 旁边的裴军林就咳了两声 用警告的眼神 瞪了原山一眼 沉声道 原山组长 人心不足 蛇吞象 做人 贵在知足啊 回军林何等人物 一眼就看穿了原山内心的小九九 猜测他是要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所以才出言提醒 原山打了个机灵 连连点头 心里刚升起来的某个念头 也被他按压了下去 这时 林凡 抬了下手 说道 他 没关系 这个六元 玄中水 对我确实非常有用 原山组长 你帮了我大忙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不用跟我客气 这 原山看了看林凡 又看了看裴俊灵 裴俊灵笑骂道 你看我干什么呀 林先生居然这么说了 你就大胆提要求 机会只有一次 你要把握住了 原山只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 他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 林先生 我乃 被一玄域黑水城原家组整 我们原家只是一个二六家族 虽然算不上顶金 日子 也还算是过得去 只是 这前不久 把刀门门主方角刀 突然上门提亲 想让他儿子 引起我女儿 但是他那个儿子 天生是个傻子 说句话都留口上 生活尚且不能自理 我如何能让自己的女儿 嫁不去遭罪啊 所以 就回去了方角刀 结果 他竟然联合神剑宗 跟圣枪阁 一起向我原家实样 说来惨愧啊 我原家面临三个二流宗门的联合打压 确实有些支撑不住 所以 所以我都担请林先生 这我原家度过这个难关 我原家上下 顶当感激不尽 说完 原山双手抱拳 深深地弯了下腰 一直没有起身 片刻后 林凡说道 好 这事我替你平了 霸刀门 神剑宗 圣枪阁 三个二流宗门 原山组长 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于其轻松写意 一副完全不把三大宗门放在眼里的架势 李凡凡如今的实力和势力 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他都不用亲自出手 只需要动动嘴皮子 自然会有人去处理好一切 原山直起身子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裴绢林说道 原山组长 林先生是问你 那三个宗门 你想要什么下场 只是拯救一下 警告一下即可 还是打残 或者打死 闻言 原山心神泥颤 不愧是裴绢林 三个二流宗门在他口中 竟可以随意地论断生死村王 这一刻 原山对裴绢林的能量 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 而且他对林凡的来历 也更加好奇了 能让裴绢林如此礼遇有加 所以说明 这位神秘的林先生 来历不凡 看来这次家族难关 真的是可以平稳度过了 那期至此 原山连忙说道 林先生 把刀门是罪魁祸首 如果可以 最好能杀了方掘刀 跟门中其他的 化身强者 至于这 神剑阁跟圣枪阁 至于是被方掘刀 以利益笼络起来的 倒是罪不至死 警告一番足矣 林凡 林凡心中暗笑 看来 原山还有些放不开 原山毕竟是一族智掌 又岂会不明白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的道理 而且 他也定然不会有什么富人之人 之所以如此说话 大帝也是因为在林凡面前 不敢太过放肆 虽然林凡看穿了这一点 但是 他并不会多说什么 也不会多做什么 原山做出了他的选择 而林凡要做的 就是按照原山的期望去处理 如此便两斤了 至于日后三大宗门 会不会找原家报复 那就交给原山自己去处理了 好 我印象了 一天之内 解决到霸当门 贺退神剑总跟圣枪阁 多谢林先生 原山内心大喜 连忙深居一功 高声道谢 原山此次带着宝物 前来玲珑拍卖会 本身就是想着 或许会有哪位大人物 看上了他手中 莫用东西 借此能够跟对方 出好关系 或许能借助这层关系 帮助家族度过难关 此刻有了林凡的承诺 原山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终于失落地了 林先生 若不嫌弃 这件事 我玲珑商会可以带了 倒不麻烦林先生 请此动手 裴君林说道 林凡自无不可 点头道 好 有劳了 小事 裴君林笑着白了白手 对于玲珑商会来说 三个二六宗门 确实不知一提 裴君林看向 袁山说道 袁山组长啊 这几日 你 便在白云城住下 等拍卖会结束之后 我呢 会让 本会的黑魔老人 随你走上一趟 袁山 金磊呆 黑魔老人 成名千年的老牌化身强者 曾经单人双剑 吐露过一个一流纵门 上上下下鸡犬不流 血腥味弥漫了 个把月才散去 一举成就了黑魔老人的威名 没想到裴君林直接派了他出马 袁山 咽了下口水 连忙道 多谢 多谢裴会长 裴君林点了点头 随后袁山 便拾取得离开了 当然 六元玄中水 流了下来 您凡收起六元玄中水 看向裴君林说道 裴会长 此番 多谢了 林先生啊 您这也太客气了 对了 您需要其他材料 我也准备好了 您看一下 裴君林爽朗一笑说道 说完 裴君林手指上的储物戒指 微微闪烁了一下 顿时 有几道色彩不同的光团 从储物戒指中 飞了出来 悬浮在林凡的面前 林凡眼睛一亮 这几个光团分别是 赤魔精 榴莲玉 蜂元石 黑冰石 火元精 天金沙 赤岩精 以及寒玉冰尘力 正是林凡需要的其他起样原料 炼制阵戒杯所用 林凡没有客气 直接收了起来 随后他拿出了一个乳白色的小药瓶 抛给裴君林 裴君林 接住药瓶 看向林凡 裴会长 这些材料对我非常有用 我也不能白拿你的 这个里面 是五十枚破障单 算是用来交换这些材料 林先生 裴君林 举着药瓶苦笑一声 就要推辞 可是 还没等裴君林说完 林凡的手中又出现了一个 红色的药瓶 他说道 这个里面 是一百颗龙瓶 可以大幅度增强肉身 即便对化神修饰也有效果 这些龙瓶交给你来处置 按我全部换成装备 一件顶级法器 可以换取两颗龙瓶 第一级中级的高级法器 都是一件换取一颗 如果灵器的话 两件顶级灵器 或者五件中高级灵器 或者十件的低级灵器 可以换取一颗龙瓶 多多益胜 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不管是攻击防御 或者辅助类型 都可以 龙瓶完消耗完了之后 我再补充 说完 灵凡把红色药瓶抛给裴军灵 第1708集 红色药瓶在空中划过一道 完美的弧弦 啪的一声 落在了裴军灵的手里 裴军灵接住了红色药瓶 虽然他并不知道 灵凡要这么多灵器法器 要干什么 但是这并不妨碍裴军灵 答应灵凡的委托 裴军灵信心满满的说道 裴军灵信心满满的说道 裴 林先生放心 这一百颗龙血纹 三天之内 就能够消耗完 作为昆仑仙界最大商务会的会长 裴军灵有这个底气 也有把握说得出 就能做得到 他就好比掌握着一个 DAU的过亿的渠道 有的是流量 随随便便便 便能给一个APP 导过来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用户 所以这事儿 对于裴军灵来说 根本不是小事 当然了 最主要的是 裴军灵能够感觉得出来 这龙血丸之中 确实蕴含着极为浑厚浩瀚能量 甚至连他的气血都被牵动 出现了一丝的躁动 这让裴军灵明白 眼前这龙血丸 即便是对他 都有不小的弊意 要知道 裴军灵乃是最顶尖的化身巅峰强者 与突破前的傅青山 最到人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到了他这个级别 想要再度提升实力 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了 如果不能突破炼虚 估计千百年都会原地踏步 难有寸击 然而现在 这些龙血丸 竟然让裴军灵感觉到 他如果服用一颗将其炼花 绝对会有不小的提升 这样的神药 足以令无数人疯狂 自然不愁没人 拿着灵气 甚至是法器来交换 就连裴军灵自己都打定主意 要从商会内 拨出一部分法器灵气 来内部消化一部分的龙血丸 呃 林先生 这龙血丸 裴军灵看下灵凡 眼神中 有探寻之意 他很好奇 龙血丸的原料是什么 既然会有如此效果 林凡轻笑两声说道 裴会长应该知道 不久前我载了一条龙 裴军灵瞳孔微微一缩 林凡说的事情 他自然知道 灵龙商会在万妖狱 也是有分布的 当日在卧龙山发生的事情 作为会长的裴军灵 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九龙老祖万年前的至强者 被林凡踩了 裴军灵看向手中的龙血丸 心中了然 原来是九龙老祖的血肉炼制的丹丸 难怪难怪 原料如此高级 再加上林凡出神入化的炼丹技巧 有此神药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先生 这个究竟 能不能透露出去 随意 好 裴军灵点了下头 龙血丸单单这三个字 或许还不能够吸引目光 但是如果再加上 以九龙老祖血肉为原料 炼制而成 那效果可就不一样了 林先生 我去安排下龙血丸 换装备的事 你在这里稍等片刻 我马上上人过来招待你 如果林先生不着急的话 不妨在城里小住两室 白云城还是很漂亮的 我的人会给林先生当导游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招待 而且明天 玲珑拍卖会就会开始 或许 拍卖会上会有林先生感兴趣的东西 这是拍卖会的贵宾令 林先生拿着这个 到时候自然有专人接的 好 林凡略略一思索 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他本来就准备顺便看一下 这个玲珑拍卖会的 先林凡同意了 裴俊玲面色一喜 说道 这是拍卖会的黑金贵宾 林先生拿着这个 到时候自会有专人接的 说话间 裴俊玲拿出一张通体墨黑 刘友趟金边 正面雕刻着龙凤城祥 背面雕刻着 君林二次的金属卡片 双手捧着递给林凡 林凡接了过来 入手微尘 质地优良 好卡 见状裴俊玲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这时候 恭候林先生 大家光临 裴俊玲说完 便转身出了房间 爸爸爸爸 我们出去逛街吧 刚才在马车上 我看到了好多好多有趣的事情呢 琪琪蹦蹦跳跳地跑到林凡身前 摇晃着她的手臂说道 林凡收起黑金贵宾卡说道 好 等一下 会有人过来给我们当导游 我们出去好好地玩 拿到了六元旋中水 林凡 便了去了一桩心事 身心都非常地放松 好的 琪琪欣然应允 裴俊玲出了房间之后 便找到了风雨修 让她去接待林凡 风雨修是玲珑府前任辅主 在地球上的时候 跟林凡也有过一些接触 算是老熟人了 由她出面 还是比较合适的 从地球回到昆仑仙界之后 风雨修在商会的地位 提高了不少 现在已经是 玲珑商会 北玄域分部的副部长了 掌管着小半个北玄域的 算得上是一个风疆大力 这次也正是因为林凡要来 所以 裴俊玲才特意把风雨修 召唤回总部 得到裴俊玲的命令后 风雨修 欣然应允 便前往林凡所在的房间 风大部长 这么匆匆忙忙的 是要去哪里呀 突然 风雨修 听到身后传来一阵 娇媚入骨的声音 原来是柳共凤 风雨修转身 看到了身后说话之人 眼眸之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笑道 喊出风雨修之人 正是玲珑商会 天即共逢 魅惑魔女流入烟 柳如烟 扭着隐隐一卧的水蛇腰 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魅惑的笑容 说道 风大部长 你还没回答人家的问题呢 一股香气 飘入风雨修的鼻子里 让他不由地一阵 心神咬夜 眼神发直 整个人都飘飘然 仿佛置身在 失重空间一样 回流共放的话 我奉了会长之名 前去招待 重要的客人 风雨修声音平淡 丝毫不起波澜地说道 如果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 风雨修的瞳孔 仿佛两个漩涡一样 在缓缓旋转着 现在风雨修的心神 已经被柳如烟所影响 失去了自主意识 柳如烟问什么 他就回答什么 柳如烟说什么 他就会做什么 美猴魔女之名 可不是浪得虚名 说话间 便能控制一位 半步化身强者 此等手段确实不凡 柳如烟 眼波流转问道 那位客人 可是姓林 是 风雨修答道 柳如烟轻笑一声 丹凤眼 唯唯一眯 说道 带我过去 我也想见识见识这位 上咱们会长 都如此重视的客人 是 风雨修 鸡血般地点了下头 转身在前面带路 柳如烟扭啊扭地跟在后面 风骚无比 途中 柳如烟还顺手 从一个商会侍者的手上 拿了一壶茶水 很快两人来到 林凡所在的房间的门口 柳如烟示意风雨修 让到一旁 他走上前 没有敲门 直接推门而入 在前脚迈入房间的同时 那标志性地 听了让人骨头 酥麻的声音传来 林先生 你大驾光临 我们玲珑稍会 蓬并生辉 如烟掠杯茶水 请林先生品鉴 第709集 人味道生鲜至 话音落 柳如烟用托盘 托着茶水壶和茶杯 诗诗然走进了房间 一股香风随之飘散而来 林凡坐在椅子上 缓缓抬眼看去 目光平淡 不见波澜 林先生 如烟给你倒茶 柳如烟一步三摇地 走到林凡旁边 坐视就要给林凡倒茶 同时还向着林凡眨眨眼 一股魅意 在眼角散开 魅惑斜功已经悄然开始运转 然而还没等柳如烟 开始倒茶 就听到一阵 冷淡如冰块 犀利如寒风的声音传来 滚 柳如烟的笑容顿时便凝固在脸上 眼眸之中的魅意瞬间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森寒之色 你 说什么 柳如烟 眯着眼睛看向林凡 咬牙问道 林凡没有说话 似乎觉得 跟柳如烟说一个字都不自在 琪琪跳到林凡前面 养着小脑袋 双手插腰 瞪着柳如烟说道 爸爸很爱妈妈 你没有机会的 老阿姨 最后的老阿姨三个字 腰字尤为清晰且重 这一下顿时让柳如烟 双目都喷火了 虽然按照您来算 柳如烟确实是个老不死的 但是 只要是这个女人 是无法接受 被说老 不管普通人还是修炼者 不管丑八怪还是大美女 基本上都逃不开这个定律 小妹妹 初次见面 你为什么对姐姐 有这么大的敌意 柳如烟强行将火 挤压了下去 把茶壶放到桌子上 弯下腰 双手 挚着膝盖 凑近琪琪 挤出一个笑脸说道 你这个狐狸精 没茶表 琪琪夸张地叫了一声 连忙回过头去 高高举着两只手 蹦蹦跳跳地 去挡林凡的眼睛 爸爸不能看 不能看 因为柳如烟这一弯腰 胸前便暴露无遗 林雪飞不在身边 琪琪就要为她站好岗 赶走爸爸身边的阴阴厌厌 尤其是像柳如烟这样 娇如造作 表里表气的骚狐狸 柳如烟冷哼一声 站直了身体 双手抱胸 目光冷冷地看着林凡说道 林先生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你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 林凡目光淡然地 撇了柳如烟一眼 说道 可是我觉得 一见面就像对方施展魅属 更过分的 你 柳如烟 红唇微张 内心震动 这个人居然识破了自己的魅属 而且看他目光清明 根本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这怎么可能 柳如烟所修炼的功法叫做千交百魅大法 是一种魅惑类的功法 而且已经被柳如烟修炼到了极致 平时即便是不刻意地运转功法 也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魅惑之意 而且不光对异性有作用 就连同性也难以抵挡 即便是化神巅峰强者 意识不差 也有可能被柳如烟所迷惑 就算不能达到控制风于修的那种程度 最起码也会让对方精神恍惚一下子 而这 所以让柳如烟在面对同级别对手的时候 强占先机 也正是凭着千交百魅大法 所以柳如烟才能在化神巅峰这个级别里 拥有赫赫威名 令人不敢小觑 即便是同为天交供奉的另外三位 也对他忌惮不已 但是现在 一向无往而不利的千交百魅大法 居然失效了 而且对方还只是一个化神终极的弱鸡 这样柳如烟感到意外 又难以接受 以示想问我怎么知道的 对吧 林凡淡淡地说道 柳如烟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刚点了下头 柳如烟就意识到不对劲了 因为他居然在不知不觉中 被林凡带进了他的节奏里 察觉到这一点之后 柳如烟不满地轻哼了一声 林凡指了指门外 说道 在这个之前 我希望你能先解了我对我朋友的控制 他指的是风雨修 柳如烟再次惊讶了 深深地看了林凡一眼 随后扭头看向门外说道 风雨修 进来 下一刻 风雨修走了进来 呆呆傻傻的 柳如烟 还手在风雨修面前轻轻拂过 一条淡粉色丝带 随着柳如烟的手 缓缓飘过 然后 风雨修身体一颤 好似打了个冷颤 这 这是 柳公风 你 风雨修意识到了什么 苦笑着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 没有理会风雨修 而是看向林凡 等待着他的下吻 结果林凡摆了摆手 好似赶苍蝇一样 说道 没事就离开吧 我女儿不喜欢你 我也看不惯你 好走不走 柳如烟 怒气返笑 眼神冰冷地盯着林凡 说道 姓林的 这么多年来 你是第一个 敢这么跟我说话的 老娘我好心好意 给你端茶倒水 你可倒好 居然对我这副态度 看来你真的是有点飘了 别以为有裴会长撑腰 就能不把我魅惑 某女放在眼里 现在 你 立刻 马上给我道歉 否则 别怪我不给裴会长面子 话音乐 一股强横的能量波动 轰然爆发 风雨修脸色大变 连忙挡在柳如烟的面前 说道 柳公风 不可 万万不可 风雨修 你敢拦我 滚开 柳如烟一摆手 顿时 便有一道能量匹链呼啸而出 风雨修不过半步化神静节 离着柳如烟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所以 她毫无反抗能力 就被山飞了 柳如烟 发肆飞舞 衣衫飞扬 非常的凶利 现在 告诉我你的选择 柳如烟 语气森寒地说道 好凶啊 这么凶是架不出去的 就是就是 琪琪和小小琪 躲到林凡身后 探着小脑袋 冲着柳如烟 做起了鬼脸 两个小家伙 一个比一个聪明 一个比一个机灵 在看到柳如烟进来的时候 就从她的身上 感受到了不怀好意 所以 对柳如烟 自然是没有什么好态度 可把柳如烟气得够呛 老娘忍不了了 柳如烟尖叫一声 张牙舞爪地向着林凡扑了过来 十根手指上 指甲瞬间长了出来 足有十几厘米 锋利如钢刀 划过空间 发出了一阵尖锐声 向着林凡抓去 林凡却四平八稳地坐在椅子上 对柳如烟的攻击 视若无睹 甚至 还号尘以侠地 提起茶壶 往茶杯里倒茶 找死的小子 柳如烟冷笑不已 速度更快了 但就在她的爪子 即将攻击到林凡的瞬间 一声爆合 从身后传来 住手 1710集 声音响起的同时 柳如烟旁边的空间一致扭曲 紧接着便有一道身影显现出来 一身手竟然在许多重影之中 准确无误地抓住柳如烟的手腕 柳如烟乃是化神巅峰强者 虽然最大的仰仗是魅叔 但即便他不施展魅叔 其实力也绝对是强悍无比 速度快立到强 这一集 足以秒杀 寻常化神后踢强者 然后此刻 却被轻松 抓住手腕 而且瞬间动弹不得 可见对方实力之强 远超柳如烟 此刻现身之人正是裴军林 他也是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刚离开没多久 便察觉到了 林凡所在这个房间的方向 传来强烈的能量波动 裴军林来不及多想 便冲了过来 他倒不是担心林凡受伤 而是担心手下人 不识真神 如果得罪林凡 恐怕 玲珑珊会就要遭殃了 万一要伤害到林凡的儿女 那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这倒不是说裴军林胆小懦弱 实在是林凡的实力 和他背后恐怖的人脉 都远远不是玲珑珊会 能招惹的 可以说 只要林凡愿意 负面一个玲珊会 大概也就跟翻翻手掌一样 简单随意 而且谁不知道 林凡最是宠老婆宠孩子 所以裴军林才会如此紧张 刘古风 你这是在做什么 裴军林气势惊人 双目如垫地 瞪着柳如烟 喝道 柳如烟的手腕 被裴军林抓着 僵持在空中 难以存进 他皱了下眉 裴军林的手下 不但力道非常恐怖 宛如钳子一般 死死夹着他的手腕 而且 裴军林的真气 如同狂野的猛兽 冲入柳如烟的体内 红冲直撞 让他不得不分出 更多的真气去抵挡 去护盘 如此一来 柳如烟就更加 无法继续对林凡出手了 柳如烟嘴角扯了两下 缓缓往回抽了抽手 感受到柳如烟的动作 裴军林松开了手 不过他还是警惕地盯着柳如烟 提防他发疯 在玲珑商会四大天奇供奉之中 柳如烟 这个魅惑魔女 是性情最古怪 最不按常理出牌的 裴军林还真摸不准 他会不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会长大人 您这是干什么 怎么如此紧张 柳如烟 眼嘴倾笑道 裴军林狠狠地瞪了柳如烟一眼 然后向着林凡抱拳道 林先生 抱歉 林凡此时已经 倒满了一杯茶 端起来喝了一口说道 好茶 随后 林凡抬头看向裴军林说道 裴会长不必如此 我没事 裴军林松了口气 结果林凡紧接着又说道 不过我的朋友 受了一些委屈 林凡指向另一边 靠着墙脸色有些发白的 风雨胸 他身后的墙壁上布满了 宛如蜘蛛网一样的裂痕 后背中间 撞击的地方 更是直接凹陷了下去 刚才风雨胸被柳如烟 扇飞撞到墙上 虽然柳如烟没有下重手 但两人毕竟差着一个大境界 即便是柳如烟随手一击 也不是风雨胸能化解的 听到林凡的话 柳如烟冷笑不已 别说风雨胸 只是个半步化神的蝼蚁 就算是那些化神中期的供奉 又有哪个敢得罪这魅惑魔女的 刚才那一下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怎么难不成还想让他给风雨胸道歉 但是裴俊林接下来的举动 就让柳如烟大为意外 裴俊林先是询问了一下风雨胸的情况 然后对柳如烟说道 柳空风 向风部长刀切 什么 柳如烟难以置信地看向裴俊林 裴俊林加重了语气 向风部长道歉 这一下雄魂的气势随之升腾而出 柳如烟知道裴俊林不是开玩笑的 虽然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 但是柳如烟还是向风雨修说道 风部长 对不起 风雨修连忙摆手道 这 没事没事 我没事啊 多谢裴会想 为我做主 李先生说笑了啊 说起来是我输 李先生 其实这事根本就是一场误会 现在说开了就没事了 就让风雨修带您更令云令狼 在白云城内逛一逛 裴猫先试呗 好修 林凡点头 裴俊林向着柳如烟使了个颜色 然后转身变走 柳如烟连忙跟上 风雨修走到林凡面前 抱拳道 林先生 方才多谢了 风部长 不对 现在应该叫风部长 风部长 你我毕竟是老朋友 不用客气 风雨修看着面前的青年 内心感慨万分 当年初见林凡时 风雨修是以前辈高人的姿态相处 对林凡也是只有些欣赏 但是这才短短几年时间 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初在地球上 精彩绝艳的林凡 现在即便是来到昆仑仙节 也是一路高歌猛进 光耀八方 李记者 你以前应该没有来过白云城吧 我带你逛一逛 风雨修整理心情说道 林凡自无不可 随后林凡便带着琪琪和小小琪 在风雨修的导游下 游览白云城 另一边 会长 那个林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啊 居然能让你这样 柳如烟皱眉看着裴俊玲问道 柳如烟不是傻子 单看裴俊玲刚才处理事情的态度 就知道自己还是低估林凡的身份 她绝对不是身份不简单 这么简单 裴俊玲双手背在身后 看了柳如烟一眼 悠悠道 柳如烟 你想一想 如今的昆仑仙界 有哪位大能姓林啊 姓林的大能 没有啊 突然柳如烟瞳孔一缩 红唇微张 那 难道是 从地球上来的那位 脸露惊瑟 猛地看向裴俊玲 裴俊玲缓缓缓点头 柳如烟的小心脏顿时扑通扑通 加速跳了起来 她性格乖张 做事随心所欲 单凭自己喜好 从来都不顾忌什么 但是知道林凡的身份之后 柳如烟还是一阵后怕 心慌震惊 实在是林凡的战绩太恐怖了 杀九龙老祖 图十三族联盟 灭摩罗族 毁元门 平地皇阁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 随便拿出一件来 都是足以精调人眼球的大事 而当这些事的始作俑者 都是同一人的时候 那这个人该有多么恐怖 柳如烟一阵后怕 仿佛刚从鬼门关 绕了一圈回来 会长 我是不是需要 正式道个歉 柳如烟弱弱地问道 此时的魅惑魔女 哪里还有平时的半点气焰 完全是一个弱女子一般 裴去您说道 那倒也不必 林先生虽然杀法果断 十里通天 但他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当时没有怪罪你 那就表明他没有放在心上 不用担心 能不担心吗 柳如烟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同时也在心里警告自己 以后万万不能再像现在这样 随性所为了 这个世界还是有自己惹不起的存在 自从这件事情之后 魅惑魔女柳如烟 性情大改 变得低调了许多 倒是令所有人都大感意外 这是后话 这一天琪琪和小小琪的欢声笑语 传遍了白云城的大街小巷 彻底释放了天性 玩得非常惊喜 倒是没有遇到不长眼的二代 或者顽苦来挑衅 毕竟白云城马上就要隆重 举行玲珑拍卖会 在这个盛会即将开幕的时候 魅惑灵亲自放出话去 严谨任何人在白云城内起冲突 为者将会被取消 玲珑拍卖会的入场资格 如果事情闹大的话 甚至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 白云城的成卫军 黑林卫 城主府的禁卫军 以及玲珑商会的暴力机构 玲珑铁军 都在散步 在白云城各处固定位置防守 或者定时定点的巡逻 维持白云城的秩序 更有化神级别的商会 供奉坐镇白云城几个关键位置 领域之力辐射全城 这个时候 谁要是敢闹事 那就纯粹是老兽星上吊 找死了 各方势力的老一辈强者 都将自家小辈牢牢地拴在身边 生怕这些年轻气省 眼高于顶的小子们惹出祸端 直到夜幕降临 明月高悬 姐弟俩才拉着林凡 意犹未尽地返回了 陪军林安排的客栈 落脚休息 孩子们玩了一天 悉数之后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 而林凡则趁着这个时间 开始炼制恶魔雄威 这次是添加了六元玄重水 进行重新炼制 相当于硬件升级 是为了能更好地吞噬其他装备 吸收能量 进行软件升级的前提 只有诚心炼制之后 恶魔雄威才能够承受 大量装备的吞噬 否则恐怕当场就会报废了 在林凡全身心 沉浸下去炼制恶魔雄威的时候 在白云城城北的一个 大宅内的某房间里面 几道身影正在密谋着什么 这个房间非常宽敞 面积超过两百平米 雕梁画洞 装修豪华 明显能看得出来 这栋宅子的主人 绝对不是一般人 但是此刻门窗上 都遮着黑色的窗帘 隔绝了月亮星辰的光芒 房间内紧紧亮着 几根橘黄色的烛火 灯火摇曳 光线昏暗 气氛非常的压抑 此时房间内有四道身影 一个坐在墙角 一个背着双手 站在窗户前 还有两个则坐在 房间中央的圆桌旁 这四个人 全部都穿着一身黑色长包 宽大的帽都罩着脑袋 漆黑的阴影 遮挡着脸 奔究昏暗的条件下 更加难以看清楚 他们的面容 虽然这四个人 姿势随意 但是散发出来的气势 却带着无形而恐怖的围压 让整个房间的气温 都降低了许多 没有人说话 气氛非常诡异 房间内 静谧的似乎都能听到心跳声 突然 坐在圆桌旁的一个人 忍不住了 一拍桌子说道 两位 你们到底几个意思 痛快点表个胎啊 能干就一起干 不能就趁早散火 这么一直趁着累不累啊 话一落 墙角和窗户前的两个人 都抬头看了过来 贤侄这么沉不住气 如何能成事 墙角的人开口了 发出了一阵 机械般的声音 好像机器发出的一样 其中还夹杂着 类似齿轮摩擦的声音 明显是刻意模仿出来的 第一个说话之人 一把摘掉了帽兜 露出了本来面目 竟然是个白面无须 相貌阴柔的年轻人 相貌还算英俊 但是眼眸之中的阴霾 却大大破坏了 他给人的第一感觉 他瞥了一眼 墙角之人说道 大家既然有意向合作 为什么不能简单一些呢 你们有什么要求 直接提出来的 我们能接受 就一起干 我们无法接受 大家一拍两次 明天玲珑拍卖会 就正式开始 小爷我没有时间 跟你们在这打哑谜啊 不愧是铁掌王的后人 果然有气魂 昏暗中 一道如同闷雷一般的声音 轰然乍响 让房间内众人的耳朵 都点嗡嗡作响 说话的是 站在窗户前的人 听到铁掌王三个子 白面年轻人 脸色微扁 眼眸之中 声腾起怒意 冬的一声 拳头 狠狠地砸在桌子上 咬牙道 裴军林 那个老不死的 当年靠着 下三滥的手段 袭杀家父 这笔账 我王眼灵 时刻铭记在心 这次 势必要取得狗命 来报杀疯之仇 这个白面年轻人 名叫王眼灵 他的父亲人称铁掌王 当年也是 威名赫赫的一代强者 化神巅峰秀为 一双铁掌威力无穷 不知道拍碎了 多少人的脑袋 六十年前 铁掌王 在那一届的 玲珑拍卖会上 看中了一套 天蚕丝手套 对他的实力 能有显著提升 只可惜 铁掌王 出价竞争不过别人 无法拍得宝物 但是铁掌王 又不想就此放弃 所以 他便铁而走险 出手抢夺 结果 被裴俊林 追杀千里 将其击饼 不过裴俊林 仅仅是杀了铁掌王 追回了天蚕丝手套 顺利利威 并没有对铁掌王的 亲人斩尽杀绝 如今一甲子过去 铁掌王的后人 前来报复了 王眼灵是 半步化神修为 以他的年纪来看 绝对算得上是天才 而王眼灵身边 一直没有说话之人 则是铁拳王的生死兄弟 铁拳颜松 也是化神巅峰强者 铁掌王陨落后 颜松 曾想替他报仇 但是他心里 还是有数的 知道自己 不是陪军林的对手 所以 只好隐忍下来 暗中 发展势力 等待时机 现在 时机已经成熟 严松暗中联系了不少 与铃龙商会有仇 与裴军林 有仇的人 或者是李 积蓄力量 而且还联系了商会 内部高层 准备零音外合 此时房间内 另外两人 站在窗户边的 是与裴军林 有大仇的人 名叫蔡博 另一个坐在 墙角阴影之中的 则是商会高层 为了身份隐秘 以老中自称 这两人 也都是化身 巅峰小围 至于其他化身 巅峰之下的人 根本没有资格 参与这个会议 只能在其他地方 忐忑而激动地 等待命令 严松拍了拍 王彦林的手 缓缓说道 严林 不要激动 你放心 我们必杀裴军林 嗯 我明白 严重 王彦林点点头 严松看响 蔡博和老中 说道 两位 不管你我有 什么样的目的 但是有一点 毋庸置疑 我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敌人 裴军林 而且 我们已经提前 有过多次沟通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妨 直白一点 直接一点 有什么话 挑明了 摆在台面上 直接说 再怎么磨叽下去 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就要措施了 再等下一次机会 就要等五年之后了 1712集 听了严松的话 房间内陷入寂静 片刻后 蔡博率先开口 声音依旧如同 轰雷一般 在房间内 轰隆作响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提出 我的看法 和蔡某人 别无他求 只需要 裴军林身上的 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严松问道 蔡博 缓缓吐出几个字 九俏 玲珑 文言 严松和老中 都沉默了 蔡博所说的 九俏 玲珑 诀 正是裴军林 修炼的功法 超天阶功法 霸道无比 非常的厉害 裴军林之所以 能有如此强的实力 可以说 九俏 玲珑 诀起的 至关重要的作用 怎么 你们不愿意 蔡博眼睛一等 沉声问道 严松还未开口 王彦林 边抢先一步说道 愿意 九俏 玲珑 诀 可以给你 只要能够杀了 裴军林 什么都好说 蔡博又看向 印译中的老钟 老钟缓缓点了下头 用机械般的声音 说道 可以 那 我就没问题了 蔡博说道 严松 又看向老钟 现在就剩下老钟 没有表态了 老钟是 玲珑商会的高层 是能出现在 裴军林身边的人 也是这次计划 至关重要的一环 需要他抢先 偷袭裴军林得手 才能增大成功率 否则以裴军林的实力 他们的行动 根本难以奏效 老钟没有让 严松等太久 直接了当地说道 我要陪军林 除无戒之力 除九霄 玲珑爵之外 所有的东西 老钟 你的胃口未免太大了 也不怕撑死 蔡博冷笑道 每一个化身强者 都是活了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的老怪物 这么长时间的积累和沉点 让他们每个人 都拥有着难以想象的财富 各种天才地宝 神兵利器 功法秘籍等等 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而裴军林 作为昆仑仙界 最大商会 玲珑商会的会长 他的储物戒指里 更是有着难以想象的宝物 而且 玲珑商会的隐藏人脉 藏宝地点 交易记录等等 恒达可能 也在裴军林的储物戒指里 拿到他的储物戒指 便相当于掌握了 一小半玲珑商会 这个收获 任何一个化身巅峰强者 都会眼红不已 能者多劳 多劳多得 老钟淡淡地说道 我既然提出这样的报酬 自然会出 能与之匹配的能力 出力 谁没出力 就你一个人出力了 如果我说 我还能再联络 一位天际供佛 一同行动 什么 此言一出 其他人顿时惊额 言松 看向老钟问道 老钟 此言当真 老钟 虽然没有表露身份 但是其他人都知道 他必然是玲珑商会 四大天际供奉之一 只是无法确定 具体是哪个 有一个天际供奉座内应 便为行动增添了不小的成功率 而现在 老钟居然说他 还能再拉来一位天际供奉 两个天际供奉 便相当于两个可以接近裴俊灵 并且 他还不会设防的化神巅峰强者 如此一来成功率将会直逼百分之百 自然是真的 我们已经说好 到时候会一起出手 有八成的把握 可以将裴俊灵当成疾病 好 言松重重的一点头 说道 如果真是如此 那筹物戒指给你 也有何妨 老钟又看向蔡伯 蔡伯沉默片刻后 也缓缓点头 行啊 给你们 王彦林嘴角微微挑笑了 杀父之仇即将得报 言松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定下了君子约定 明日在玲珑拍卖会上 袭杀培剧令 退了卫将排好 到时够按照计划即可出城 文彦林和蔡伯都点了点头 老钟说道 今天 裴俊灵亲自出城 迎接了一个客人 你们知道吗 听说了 那个年轻人 什么赖了呀 不知道 裴俊灵并没有透露他的身份 我只知道裴俊灵称呼那个年轻人为林先生 除此之外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 我看裴俊灵的态度 那个林先生 极有可能是顶级宗门的重要成员 甚至与某位主宰有关系 所以明天行动的时候 如必要 不要动他 好 众人都同意了 他们也担心 因此再惹上什么麻烦 几人达成共识之后 便各自离去 房间很快恢复了安静 夜幕下这一切都被遮掩得非常完美 四日早晨 林凡缓缓睁开眼睛 睁眼的瞬间 心芒暴闪 在他的面前 恶魔凶威缓缓地悬浮在空中 终为一圈鸿芒在闪烁着 如果仔细看的话 可以发现 现在的恶魔凶威 与昨天相比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虽然外形和颜色并没有明显改变 但是 整体的气势 却已经不可同人而语了 更加的厚重 更加的霸气 也更加的凶悍 这就是硬件升级所带来的提升 现在的恶魔凶威 已经无限接近仙器了 要想让恶魔凶威 迈过那最后的一道坎 真正的提升为仙器 就需要让恶魔凶威 吞噬大量的灵气法器 这一点 相信裴军灵 会让林凡满意的 林先生 玲珑拍卖会 今天要开始 会长让我来邀请林先生 前去参加 门外 传来风鱼修的声音 林凡说道 风部长稍等 随后 林凡便收起恶魔凶威 把琪琪和小小琪 喊起来 一起洗漱 十几分钟后 林凡和姐弟俩 出现在坊间门口 风伯伯 早上好 琪琪和小小琪 向着风鱼修招手 声音清脆地打招呼 非常的有礼貌 前一天 他们跟着风鱼修 在白云城玩了一拳 非常的高兴 所以 对于风鱼修印象特别好 孩子们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谁对他们好 他们就会对谁好 风鱼修有些受宠若惊 连忙摆手 笑呵呵地说道 姐姐小公主啊 小小琪王子 你们太客气了 然后又看向林凡说道 林先生 我带你尝一尝 咱们东悬域的特色早点 好 林凡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几人便离开客栈 在风鱼修这个导游的带领下 吃了一顿非常有特色的早餐 吃饱喝醋之后 前往白云城中央区域的 玲珑商会总部 这里也正是举办 玲珑拍卖会的地方 今天是玲珑拍卖会的第一天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从各个方向 云起于此 有序地进入会场 第1713集 玲珑商会总部 作为整个白云城内最大 最宏伟的两个建筑之一 端的是极致的雄伟壮观 正门宽度有二十几米 两侧各自矗立着 一尊威武雄壮 徐徐如生的狮子雕像 还有一对玲珑铁卫 负责守卫入口和维持秩序 另外在正门的侧面 则是几位化神级别的供奉 如同石之一般的目光 在周围不断地扫视 领域之力也扩散而开 关注着周围的环境 同时也正视着部分 有些小心思的人 其中就玲珑商会 四大天气供奉之一的巨灵神 那宛如铁塔一般的身影 矗立在旁边 并且散发出了如同洪荒猛兽 一般彪悍的气息 还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正门处开了五个小门 其中左边四个小门 排了四条长龙队伍 各方代表排着队 有序通过入门进会场 这其中不罚原因强者 甚至是化身强者 也不罚一流势力的代表 但是此刻 他们都老老实实地在排队 至于最右边的门 光是看表面就能看出 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更加尊贵 更加宽敞 就连那扇门前面都铺着红毯 各方面都展现出差异性 这第五个门就好比VIP通道 另外四个门则是普通通道 普通人只能通过普通通道进入 唯有尊贵的客人 才能走VIP通道 而能称得上玲珑商会尊贵的客人 毕竟只有少数 所以第五个门前面非常的空 跟另外四个门前的长龙队伍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林先生 紧随我来 我们走贵宾通道入城 风驴休 在前一路 引导林凡 向贵宾通道走去 林凡两手分别牵着琪琪和小小琪的手 缓步而行 毫无疑问 林凡肯定是玲珑商会最尊贵的客人 而且裴俊林 还赠了他一张黑金贵宾卡 那可是玲珑商会等级最高的贵宾卡 所以他自然是可以走贵宾通道的 好 搞不当当 赶紧给我家少主让路 就在这时 后方传来一阵嚣张霸道 有一直气势的声音 风驴休 蒙得扭头看去 只见一个衣着光鲜亮丽的青年 背着双手 微微仰着下巴 迈着六青不认的步伐走了过来 在他的身边则是一个同样年纪不大的男子 半躬着身子 面对着青年的时候 脸上带着谄媚的笑 扭头看过来呵斥其他人的时候 就嚣张不已 教科书般的构杖人士 刚才说话之人正是他 而后面 则是两个神情淡漠 济视如鸳的老者 眼垂低脸 步伐沉稳缓慢 分别穿着黑色和白色的长袍 黑袍老者怀中抱歉 白袍老者则抱着一把漆黑如墨的长刀 这两个老者赫然都是华神巅峰强者 风云修可是非常熟悉林凡的脾气的 必须要在对方做出更过分的事情之前 提前致死 否则事情只有可能会闹大了 林凡可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 当场把对方杀了都是小事 哎你们 风云修抬手刚说了三个字 黑袍老者瞬间抬眼看了过来 那犀利的目光如同利剑一番 直接便洞穿空间 射在了风云修的脸上 恐怖的压力 狠狠地压在了风云修的心头 将他还未说完的话 硬生生地给堵了回去 风云修只有半部化神修为 再一个化神巅峰强者的气势为压响 根本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亮强后退几步 哼 不知规矩的东西 要不是看在你身上的那一身衣服 就凭你刚才的态度 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黑袍老者声音低沉地说道 他有这个实力 也有这个底气 若非风云修穿着玲珑伤灰的制服 恐怕黑袍老者还真的会暴起杀人 狗腿子更加嚣张了 抬手一指林凡 呵斥道 哎 有没有点眼力劲 赶紧管 我家少主要进会场 第一 我不就位 第二 说到此处 林凡的表情逐渐冷了下来 目光也逐渐变得凝炼稀里 语气骤然一变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家少主又是什么东西 也配上我 给你们让路 此言一出 全场结晶 中围人都瞪大了眼睛 用看怪物的目光 看着林凡 但是 那好像是天神殿的人 没错 是天神殿的 那两位是天神殿的两大天王 魔刀天王跟血剑天王 都是老牌化神巅峰强者 这么说的话 那个莫非是 天神殿殿主 神徒觉得独子 啊 神徒傲天 没错 应该是 对面那个年轻人 要吃大亏了 惹到了神徒傲天 怕是不能善聊啊 周围想起了小声的议论 有人认出了 居傲青年等人的身份 天神殿少殿主 身徒傲天 以及天神殿顶尖强者 两大天王之末 刀天王和血剑天王 刀剑天王 是天神殿的顶尖强者 化神巅峰就为 名声在外 是成名已久的强者 天神殿的殿主 定然也是化神巅峰强者 而且 比刀剑天王 只瞧不弱 一门三巅峰 天神殿的实力 在一流实力中 都算得上在顶尖 要知道 当初 无极宗最强时期 也不过两个化神巅峰而已 身为这么一个 超级宗门少主 神徒傲天 有骄傲的资本 有跋扈的底气 更有嚣张的理由 而 神徒傲天 也正是这么做的 他一点都没有浪费 天神殿的威名 走到哪儿 拽到哪儿 偏偏还没人敢惹 慢慢的 神徒傲天 越来越目中无人 越来越狂妄自大了 即便 是在这 玲珑商会总部的门前 刀剑天王 也并未制止 因为裴军林 曾经欠过 他们家店主的 一个大人情 所以 即便 身徒傲天 做得稍微过分一点 裴军林 也不会真的怎么样 这个 也是身徒傲天的 底气来源之一 听到林凡 那些毫不给面子的话 某不配 拥有姓名的狗腿子 顿时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凡 眼神始终 除了震惊之外 就是如同 看待死人一般的神色 作为一个 专业的狗腿子 还已经记不清 有多少次 将那些得罪了 身徒傲天的人 以及什么都没做 单纯就是被 身徒傲天 看不惯的人 狠狠地踩在脚下了 不管口气多大 骨气多硬 气焰多么嚣张的人 遇到身徒傲天 都得跪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惹到身徒傲天 那就是踢到铁板了 而且还是烧得 通红的铁板 狗腿子相信 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而且或许 会来得更加激烈 1714集 身头傲天走上前 轻轻地拍了拍 狗腿子肩膀 越过他向前两步 看着铁板 脸上虽然带着笑容 却让周围人 感觉到了如同身处 冰窖一般的刺骨寒意 莫到天王和血剑天王 站在原地 并没有什么动作 但是他们都目光冰冷地 盯着铁板 两人的契机 牢牢地将铁板锁定 只要铁板有丝毫的举动 他们将会雷霆出击 区区一个化神终极而已 两大天王还没有放在眼里 小子 你跟他说什么 我耳朵不太好 没有听清楚 身头傲天 右手抬到耳朵旁边 侧过脑袋 咫着牙说道 要不 麻烦你再说一遍 周围众人都屏住了呼吸 身头傲天明显是发怒了 他要发飙了 希望那个年轻人识相一点 服个软道个歉 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得想想身边那两个孩子呀 不过说回来 那两个小娃娃长得还真是标致 众人心里都各自有些想法 关注着场上 铁板嘴角微先笑了 随后他捏了捏小小奇的手 低声说道 儿子啊 那个家伙耳朵不好学 你把爸爸刚才说的 诊授一遍给他听一点 嗯 小小奇点了点脑袋 他右手插着林凡的手 左手插在腰间 微微扬起脑袋 看向身头傲天 随后 清脆且带有几分稚嫩的声音 在场上响起 你这次可要听好了 我爸爸说 你算什么东西 能让我们给你让路 哼 话音落 周围顿时一片死寂 安静地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不少人都瞪大了眼珠子 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 童言无忌 出生牛犊不怕虎 可就算是小孩子不懂事 你一个大人总不至于 认不清场面是什么情况吧 完了 那家伙死定了 他的一双儿女也死定了 没人能救得了他们 身头傲天嘴角抽出两下 目光之中迅速浮现起杀意 哼 身头傲天冷哼一声说道 你很快就会知道 我是个什么东西 说完 身头傲天直接转过身 不再看林凡 摆了下手 淡淡地说道 不要傻了 大的小的 都给我制成神怒 我要让他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身头傲天的脸上满是猙獰之色 一身白袍的墨刀天王 身形一闪直接消失在原地 下一瞬 刀锋入肉的声音响起 身头傲天嘴角缓缓挑起 心里生起了一种莫名的快感 他除了是个嚣张跋扈的二代之外 还是个有暴力倾向的虐待狂 那些得罪了身头傲天的人 全部都遭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听到他们惨叫声和求饶声 会让身头傲天兴奋不已 最近身头傲天 发现了一种新的花样 据说是从地球上传来 叫做人质 所谓的人质便是人质 把四肢给剁掉 挖出眼睛 用铜注入耳朵 使其失聪 用暗药灌进喉咙 割去舌头破坏声带 使其不能言语 然后扔到厕所里 使其折磨致死 身头傲天刚刚得知 这种酷刑的时候 颇感兴趣 一直想实验一下 现在他找到了实验对象 但是很快 身头傲天的笑容 僵硬在脸上 觉察到不对劲了 原本留在原底的 血剑天王脸色猛的一遍 红芒一闪 他那把通体赤红的长剑 已然出脚 人间合一 带着凌厉挚节的剑椅和杀椅 暴衷而出 身头傲天连忙转身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 他的瞳孔 顿时剧烈地收缩两下 脸上浮现起难以置信的表情 想象中 凌帆宣剑当场的画面 并没有出现 凌帆依然 稳稳地站在原地 莫刀天王的漆黑长刀 不知道怎么出现在 凌帆的手中 刀锋燃血 莫刀天王的右臂 已经不见 断臂处 喷着血柱 血剑天王双手持剑 做冲杀姿势 但是 剑尖却在距离 凌帆的脑袋不到十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两根修长的手指夹着剑锋 让他难以寸净 时间似乎停滞了 天神殿 亮大天王 一个照面就被凌帆空手夺白忍 顺手斩下右臂 另一个全力以击 却被凌帆单手轻松挡下 这一幕实在是太过震撼 无趣 凌帆缓缓摇撩头 林先生 手下留情啊 身后传来 一道爆合声 林凡好像没有听到 右手一翻 手中 墨黑长刀一阵 刀锋闪过一道寒帽 从墨刀天王的脖颈处划过 一颗头颅 带着血柱 抛飞而起 同时 左手双指一用力 那把法器级别的血剑 直接从剑尖土被斩断 当的一声 剑身极铲 恐怖的力道通过剑的震动 传递到血剑天王的手中 血剑天王手臂一斩 五指控制不住的自动张开 虎口处鲜血淋漓 剑直接便脱手飞了出去 林凡左手一甩 手指尖夹着的剑尖 化作一道剑光 击手而出 在血剑天王根本来不及 做出丝毫反应的时候 便从眉心处射入 从后脑射出 带起一道血剑 将他的脑袋都冻穿了 一瞬时间 磨刀天王 血剑天王 天神殿的门柱子 两大化身巅峰强者 当场隐落 两具尸体摔落在地上 鲜血流出 血腥味飘散而起 凭凡手指微动 将磨刀和血剑 都收入除物戒指 同时把磨刀天王 和血剑天王的除物戒指 也收了起来 毕竟是两个化身巅峰强者 除物戒指里 肯定是有些好东西的 正好可以为恶魔雄威的进化 天砖加瓦出一份力 林先生 你怎么将他们都杀了 巨灵神冲了上来 等在已经被吓得 脸色惨白的 身灵傲天的面前 冲着林凡喝倒 刚才出演企图 喝止林凡 正是这巨灵神 巨灵神本来一直在旁边看戏 想着看看 能被裴君灵 如此看重的人 会怎样处理这个事情 当然了 如果事情有发展到 不可收拾的地物的征兆 巨灵神肯定会出手干预 毕竟他怎么能眼睁睁 看着林凡出事 但是巨灵神万万没想到 林凡居然顺秒了 磨刀天王和血剑天王 以至于连他都根本来不及阻止 不过 身途傲天还活着 巨灵神万万不能让 身途傲天也死在这里 你是在质问我 林凡撇了巨灵神一眼 淡淡地说道 巨灵神接触到林凡那 冰冷刺骨的眼神 顿时心神一颤 手段狠辣 杀人如麻的巨灵神 居然被一个眼神便震慑住了 在此之前 恐怕他根本想不到会有这一幕 林先生 这里是玲珑神会总部门前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巨灵神沉声问道 林凡吃巧一声说道 刚才怎么不见你出名 巨灵神一时语色 沉默片刻后说道 林先生 既然磨刀天王跟血剑天王都已经死了 能否放过神徒烧天中 林凡看向巨灵神后面的身途傲天 身途傲天现在稍微缓过神来了 或许是巨灵神宽厚伟岸的身影给了他安全感 居然从巨灵神的后面探出脑袋 眼神怨毒地瞪着林凡 大声喊道 你死了 你肯定死了 你竟然敢杀我天神殿两大天王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 也必死无疑 还有你身边那两个野虫都得死 我一定 一听这话 巨灵神脸色巨变 心里咯噔一下 暗骂一声蠢祸 这种时候了 居然还敢放狠话 这不是找死吗 李先生 海警 巨灵神连忙抬手 但是他话还没说完 身后身途傲天的声音就戛然而止了 巨灵神猛地扭头看去 身途傲天双眼中的神采迅速暗淡下去 身体一晃 摔倒在地 气息全无 第1715集 我的妈呀 身途傲天一死 旁边的狗腿子 腿一软 一屁股就跌坐在地上 身体宛如筛康一般地抖动着 吓得脸色惨白 眼神惊恐 这个狗腿子实力不够强 出身不够好 全身上下唯一的亮点 就是长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把身途傲天这个主子舔得很开心 所以他才被身途傲天待在身边 能够狐假虎威 借着身途傲天的全是背景 将许多自己根本惹不起的人踩在脚下 现在 拱腿子最为仰仰的身途傲天 就这么死在自己面前 他能不害怕吗 周围人更是眼睛都快爆出来了 身途傲天可以说是整个昆仑仙姐最顶尖的二代了 他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当初的竹笼 但是也仅差一下而已 纵观整个昆仑仙姐能强过身途傲天的人 不说没有 但绝对只有极少数 身途傲天 是天神殿店主 身途傲的独死 他现在死在这里 可想而知 身途傲会如何地暴怒 如何地疯狂 不少人甚至有些后悔来参加玲珑拍卖会 以身途傲的作风 极有可能会把在场所有人都当作报复泄愤的对象 到时候来一局 你们这么多人在场 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儿被杀 你们都是凶手 给也死 你找谁说理去 真的是无妄之灾呀 神途傲天主 巨灵神惊呼一声 连忙俯身查看 只见身途傲天全身上下 没有半点外伤 也不见内脏器官有任何内伤 甚至他的身上都察觉不到丝毫外来的真情 但是人确实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这是什么手段 巨灵神 内心疑惑不已 不过更多的是愤怒 紧接着 巨灵神 脸色勃然大变 猛地站起身 两个同龄般的大眼睛死死瞪着林凡 虚发皆张 暴鹤如雷 新灵的 你居然杀了天神殿烧店主 林凡脸色平静无比 瞥了巨灵神一眼 淡淡地说道 杀就杀了 以待如何 周围人顿时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不少人开始猜测林凡的身份 实力强得一塌糊涂 完全不在乎天神殿的势力 直接杀了两大天王和少殿主 现在又丝毫 不给玲珑商会四大天极供奉之一的巨灵神面子 他的仰仗是什么 是什么给了他这么大的勇气 巨灵神喘着粗气 双眼变得心红一片 身体表面似乎都冷罩起了一层诡异的鸿芒 宛如被激怒的野兽 众人都知道 巨灵神怒了 这与巨灵神修炼的功法有关系 他越愤怒 身体表面的鸿芒就越旺盛 不过很快 巨灵神起伏的胸膛逐渐平复了下去 鸿芒也迅速消散 他目光余波 看到了林凡脚在两具尸体 莫刀天王和血剑天王 这两个化神巅峰强者 实力并不比巨灵神弱 然而他们两个人 连手都被林凡轻松反杀 巨灵神打了个机灵 这要是换做自己上 也不会比两大天王好到哪儿去 林凡戏谑地看着巨灵神说道 你似乎有意见 脸上带着一丝不怀好意的笑 巨灵神虽心有不甘 非常地憋屈 但也只得摇头道 没 没有 没有就好 林凡嘴角未先 转身 看向身边处于呆滞状态的风雨修 说道 风不整 我们进去吧 好的 好的 风雨修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连忙点头 随后 风雨修在前带路 向着贵宾通道走去 林凡带着两个孩子 轻松写意地跟在后面 周围人静静地看着 没有人说话 巨灵神望着林凡的背影 心头生起了浓浓的无力感 林先生太强了 恐怕跟会长是一个级别的强者 怪不得能让会长如此看重 随着林凡走进会场 场上的气压才恢复了正常 刚才林凡在场时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恐怖的威压 死了 死了 都死了 狗腿子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目光呆耻 拦拦着 巨灵神心烦意乱地 踢了狗腿子一脚 喝道 把你们家竹子的尸体收敛一下 说完 巨灵神让其他供奉继续守着 而他则进入了玲珑商会 商会门前渐渐地恢复了平静 不过林凡 这果断杀伐的一母 注定在所有人的心里 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同时 这些人也开始猜测 林凡的来历 商会内部 巨灵神找到了裴军灵 将林凡在门口杀死了 深途傲天 和两大天王的事情 告诉了裴军灵 裴军灵却表现得非常平静 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死有余辜 对于深途傲天的为人 裴军灵非常清楚 要不是他的身边一直跟着两个化身 巅峰强者保驾护航 要不是他老子是深途爵 要不是天神殿是顶尖的一流纵闻 实力雄厚 恐怕深途傲天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即便是裴军灵 也早就看深途傲天不顺眼了 不过因为当年深途爵 确实帮过裴军灵 有着一份恩情在 裴军灵对深途傲的儿子 也就多有关容 即便是深途傲天顶峰作案 屡次破坏玲珑商会的规矩 裴军灵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有处罚了 只是深途傲和裴军灵之间 有点勤奋 随着深途傲天 疑死疑死的犯错 裴军灵疑死疑死的放过 慢慢地也就消磨殆尽了 所以对于曾经的恩人的儿子生死 裴军灵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心理波动 裴军灵神颇为担忧地说道 会长 深途傲就一个儿子 现在死在咱们门口 而且两大天王也死了 以深途傲的性子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啊 到时候恐怕会给商会 带来一些麻烦呢 温言 裴军灵叹了口气说道 我现在给神途菊 写一封信 你立刻帮我送到天神殿 说完 裴军灵便抬起手 用手指向着面前的虚空 飞快地滑了几下 虚空中顿时显化出一道道 金色丝险 逐渐汇聚在一起 最后形成了一个半透明的卷轴 裴军灵手指微动 控制圈轴飞到了巨灵神的面前 巨灵神 你速速将这封殿血送给天神殿 让神途决亲戚 哎 好的会长 巨灵神领命而去 神途啊 神途 希望你能听我这个老朋友的 你去劝告啊 巨灵神离开后 陪巨灵 副手而立 淡淡地说道 眉宇间 有着淡淡的担忧 他知道林凡的脾气 更清楚 神途觉得作风 只怕是不容易挽救脸 第1716集 林学生啊 这是天子一号贵宾室 从这里可以纵观拍卖会的全场 如果你有什么中意的东西 可以随意寒假 玲珑商会内拍卖会场二楼 第一个包间内 有劳了 风于修向林凡说道 林凡笑了笑 这个拍卖会场特别大 做地球上一个足球体育场的大小 中央是一座高台 正是拍卖品的展台 周围则是环绕着一圈一圈的席位 以阶梯状排布 越向外越高 此刻这些席位上 已经基本上坐满了人 在二层则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小包间 居高领下 可以轻易地看到整个拍卖会场全貌 而且这些小包间内 都布置了简易的阵法 从里面能看到外面 但是从外面就看不到里面 可以充分保障包间内人的隐私 林凡所在的小包间 正是这二楼所在包间里排名第一位的 市委天子一号贵宾室 贵宾室内装修豪华 不知齐全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该有的人有尽有 门口还有两个年轻冒门的女侍者 负责端茶倒水 帮忙喊假等等 拍卖马上就要开始了 绝大多数人都是满脸的兴奋 尤其是那些年轻一代 更是一个个兴致勃勃勃的 很快随着当的一声响 拍卖会场中央的高台主 空间微微扭矩了一下 一道人影显现而出 正是玲珑商会会长裴军林 裴军林作为玲珑商会的会长 不但实力高强 而且在与人打交道方面 也是行家 他双手抱拳在台上转了一圈 笑呵呵地向着八方来客问号 并且明显在面对天子一号贵宾室的时候 多停留了一会儿 随后便是码出来会被读者 骂水自述的开场白等等情节 然后直入主题 拍卖会正式开始 贝勋林已经退到了幕后 换了一个中年登台 开始主持拍卖会 这个中年名叫金特 是玲珑商会的首席拍卖师 已经主持了好几届的玲珑拍卖会 众人对他并不陌生 金特没有说太多废话 很快便将第一件拍品请上了台 居然是一部火系超天节攻击类攻法 狂暴烈焰绝 火系攻法的特点就是狂暴凶猛 杀伤力尽人 而这部超天阶攻击类攻法 绝对会将这些特点发挥到极致 这部攻法顿时引起了很多人的争相竞价 让这次的拍卖会在开始之初 便直接到达了一个高潮 最终 狂暴烈焰绝被一流家族 颜家的家主颜烈拍到手 化身巅峰强者颜烈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周围不少认识他的人都相继祝贺 颜家本就是以火属性修饰为主 有了这一部狂暴烈焰绝 其实力绝对会更上一层楼 金特以一部火系超天阶攻击类法绝 引爆了拍卖会 接下来一件又一件的拍卖品被送上台 会场里的气氛始终都热烈无比 琪琪和小小吉趴在贵宾室的门口 兴致勃勃地看着外面 而林凡则显得有些百无聊赖 那些被其他人争破头的宝物 在林凡看来 不能说是垃圾吧 但肯定也入不了他的法眼 与此同时 东悬域某处群山之中 是谁 谁敢害我 一个身穿紫金龙袍 气势如愿的身影 虚空立于群山上方 双臂张开 仰天长笑 脚下的群山客厨 顿时砰砰砰地发生了连环爆炸 一股恐怖的能量风暴 在中年头顶汇聚而成 上帘苍穹 下街大地 呼啸声 响彻天地 正是天神殿殿主 化神巅峰强者 身途绝 身途绝的手掌中 有一个满是裂纹 光芒暗淡的小珠子 那是他儿子身途傲天的 本命法珠 如今法珠已裂 光芒一暗 这说明他的儿子死了 不管你是谁 你都死定了 身途绝脸色正宁 双眼赤红 语气森寒无比地说道 上穷碧落下黄泉 我必杀你 话音落 能量轰然爆发 身途绝头顶能量风暴 瞬间向着周围席卷而开 将周围大片空间 都搅动得动荡混乱了起来 脚下的群山更是如同台风过境一般 一片狼藉 本来身途绝在此处修炼 刚刚取得了极大的突破 实力有所精进 谁曾想 还没有来得及开心 就得知了儿子的死讯 这让身途绝内心极度伤心 也极度愤怒 浩天 现在应该 在白云城参加玲珑拍卖会 他的身边 跟着莫涛跟雪剑 怎么会被杀 难道 难道是其他参加拍卖会的强者出手 说是如此 恐怕莫刀跟雪剑 也是凶多吉少啊 裴军林在干什么 啊 白云城是他的地盘 他怎么可能坐视不理 还是说 这件事 本身就是裴军林默许的 身途绝脸色阴沉得虚空而立 内心飞快地闪过不少念头 他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越来越猙獰 就在这时 身途绝似有所查 眼皮一抬 眉头微皱 随后用手在面前虚空一滑 一刀金芒闪过 所以 一个类似卷轴一般的东西 在身途绝面前展开 正是裴军林写来的信 身途兄啊 令劳遭遇不测 我很是万幸 但是身途兄 千万不要生出报复之心 因为动手之人 绝对不是你我能够招手的起 切记 切记 这是裴军林对身途绝的忠告 他到底还是感念 身途绝当初对他的帮助 不忍心看到身途绝走上绝路 只不过身途绝并不领情 他右手一握 将光影卷轴打散 脸上戴着凝瑟 咬牙低沉地说道 裴军林 没想到你居然如此能将仇报 还为杀死傲天的贼人 说话 尽有此理 此等大仇 我必报 话一落 身途绝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原地 很快 身途绝回到了天神殿 让手下人发出四方召集令 号召盟友来天神殿集合 天神殿作为顶尖的一流总盟 并非孤家寡人 还是有盟友的 在这些盟友之中 光是一流势力就有三个 一同组成了一个攻守同盟 名叫四方同盟 四方同盟 由包括天神殿在内的四个一流势力 还有八个二流势力 以及更多的三流势力组成 光是化神巅峰强者 就有八个 即便是末刀天王和血浅天王陨落 也还有六个化神巅峰强者 至于巅峰之下的化神强者就更多了 整体实力还是非常雄厚的 足以称得上强者如云 卧龙藏湖 身途绝虽然悲愤交加 但他不是傻子 身途傲天身边 跟着两个化神巅峰强者 都被人杀了 所以说明杀他人实力非常强悍 要么就是有至少两位化神巅峰强者出手了 所以身途爵并没有脑子一热就冲到白云城去报仇 而是先摇起喊人 再徐徐土之 第1717集 四方同盟凝聚力很强 而且成员相互之间距离并不算太远 所以在身途爵发出四方召集令之后 四方同盟的成员势力 第一时间便派出强者赶往天神殿集结 当天下午 四方同盟就到了个七七八八 天神殿主殿内各方代表齐聚一堂 各位 深途爵生若红雷般内开口 主殿内便安静了下来 众人都看向深途爵 双途爵双眼之中布满了红血丝 深吸一口气咬牙道 这一次发出四方召集令 那是因为全子傲天被奸人所害 就连磨刀天王跟血剑天王 也是凶多吉少 对方实力强悍 我苦复仇无望 所以希望诸位 助我一臂之力 说完 深途爵双手抱拳 向着众人深深地拘了一躬 众人脸色顿扁 居然有人敢杀深途傲天 而且 连带着磨刀天王和血剑天王 也都死了 这个消息着实有点惊人 四方同盟中 天神殿的实力是最强的 作用三位化神巅峰 整体实力要比 另外三个一流实力强出一些 所以一直以来 四方同盟便引以天神殿为首 而深途爵便是四方同盟的盟主 也正因如此 所以在收到深途爵发出的四方召集令之后 其他势力的人才会马不停蹄地赶来几捷 但是现在 天神殿的三个化神巅峰强者已续其二 只剩下深途爵一人 天神殿的地位 瞬间就掉落到三四名的位置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另外三个一流势力的首脑们 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如何报仇 而是想着是不是 可以把深途爵拉下来 自己尚未当盟主 正所谓皇帝轮驴座 今年到我家 分别是一流宗门 昭天阁 以及高家和陈家 这两个一流家族 其中昭天阁和高家 各自有两个化神巅峰 陈家算是最弱的 只有一个化神巅峰 昭天阁的阁主 秦昭天和高家家主 高盛涵相互对视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野心 陈家家主 陈毅 道是心里有鼻鼠 知道自己最弱 怎么都轮不到自己上位 所以眼观鼻 鼻观心 没有什么多余的举动 至于那些二流势力 在这个时候 也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意味 都沉默着 并没有说话 神徒觉 将众人的反应 看在眼里 顿时心中了然 冷笑两声 高声说道 哼 诸位 莫不是看我天神殿 日伯牺牲 有什么小心思 哈哈哈哈 秦昭天大笑几声 一正言辞地说道 神徒兄多虑了 我们四方同盟 向来同气连枝 鼻之对外 现在 神徒贤之遭遇不幸 我们这些 当叔叔伯伯的 也是非常的痛心啊 只是 这复仇之事 还需要从长计啊 秦兄所言极是 高圣涵点了点头 接着 秦昭天的话说道 那贼人 既然能够杀害了 木刀 跟血界 必然实力不索 背后肯定有一个 强大的靠山 若是贸然行事 只怕非但报不了仇 还很可能 令自身损失惨重 其实啊 我倒是不是畏惧对手 只是如果我们 一击不咒 只怕 这报仇之事 会变得更加的艰难 如此一来 神徒贤之 岂不是死不瞑目 神徒觉 面容非常平静 目光在秦昭天 和高圣涵的脸上扫过 目露 讥讽地说道 两位 真是用心良苦 你当柔子 你当柔子 秦昭天 靠着一位 轻浮胡须 脸上带着虚伪的笑 说道 神徒觉猛地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目光瞬间 变得犀利如刀 指示着秦昭天 秦昭天 心生警惕 真气暗自运转起来 领域之力蠢蠢欲动 在秦昭天旁边的秦家 太上长老 秦太上 也提高了警惕 死死盯着神徒觉 死了儿子的神徒觉 谁也不能保证 他会不会做出一些 出格的事情 神徒觉 有事说事 动不动就拍桌子 这个习惯不好 秦昭天 淡淡地说道 以前 天神殿有三位化神巅峰 自然是能够力压群雄 秦昭天也从来 不敢用这种态度 跟神徒觉说话 但是现如今 天神殿只剩下 神徒觉一个化神巅峰 秦昭天对他的忌惮 自然大大的减轻 神徒觉目光一寒 声音低沉地说道 秦昭与高雄 是觉得吃定我的事吗 清昭天冷笑两声 并未答话 高盛寒则是 面带笑容地品着茶 优灾优灾 两人明显就是不把神徒觉 放在眼里了 看来 我神徒觉 是时候 展现一下盟主的威严 神徒觉冷声开口 随后 真气瞬间澎湃而起 若大的大殿内 瞬间被血海所笼罩 血海之中 张开了一张恐怖的血盆大口 向着秦昭天等人呼啸而去 王王 秦昭天 秦太上 高盛寒 以及 高家太上长老 高张陋 四个人 化神巅峰强者 同时运气还击 一时间 各色真气皮练 向着血盆大口 狠狠地轰击而去 一连串爆响声 炸裂天底间 场面变得混乱无比 众人 颇为狼狈地向后躲去 很快场面渐渐平息下来 大殿已经在 五个化神巅峰强者的 交手于危险 化为废墟 神徒爵在一块 倾倒的石板上 覆手而立 一派高人风凡 秦昭天四人 稳稳当当地站在对面 表情凝重 下一刻 秦太上身形 摇晃两下 嘴角又鲜血溢出 秦昭天三人 虽然没有流血 却也脸色苍白 气息紊乱 四人眼神之中 满是亥然 神徒爵以一己之力 居然将他们四人 全部击伤 四位 可还有意见吗 神徒爵淡淡地说道 秦昭天 表情苦涩 压下体内翻腾的气血 咬牙问道 神徒爵 你的血海无牙大法 修炼到第几层呢 血海无牙大法 是神徒爵 赖以成名的功法 非常霸道 这部功法一共有九层 只不过神徒爵停留在 第八层超过一千年了 始终难有突破 但即便如此 神徒爵的实力也已经 超过了大多数的化身巅峰 而现在一番交手下来 神徒爵表现出来的实力 绝对不是 血海无牙大法 第八层能有的 神徒爵 嘴角一挑 并未说话 但是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请昭天嘴角抽筒两下 抱拳道 神徒蒙主 答案 我昭天阁 愿听后调解 高盛寒也深知事不可为 深吸一口气 同样抱拳道 我高家 也是一样 神徒爵 万一地点点头 然后看向陈家家主 陈毅 陈毅连忙站起身 拍着胸脯 大意凛然地说道 盟主 无需多言 我陈毅的名字里面 有个意思 是出了名的相意气 神徒先知被奸人所害 我们 必然要手刃抽筒 包辞血仇 没错 没错 报仇 必须报仇 我们四方同盟联手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都要挡平了他 盟主 你就下令吧 其余众人也看清楚了局势 纷纷出言 深吐绝笑的 眼眸之中划过了一道精盟 大手一挥说道 主位 随我坚持 白云城 是 1718集 深吐绝 整顿了四方同盟 以绝对的实力优势 树立了自己的威严和领袖地位 随后便整顿人马 杀气腾腾地向着白云城而去 这番举动 很快便引起了周边势力的注意 六个华神巅峰 十几个华神后期 至于华神前中期 境界的 足有三四十人 另外还有数量过百的半部华神 和原音巅峰 争执队伍的数量 接近两百 胸围最低的都在原音巅峰 这样一支队伍 威慑力绝对拉满 所过之处 经的无数宗门和家族震动不已 生怕被随手灭了 深吐绝等人的举动 很快便被玲珑珊会的人探听到 传回了总部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裴俊林苦笑一声 看来 深吐绝到底还是没有 听从自己的劝告的 若是深吐绝隐忍下去 或许林凡 还不会刻意去对付他 但是只要深吐绝 敢踏入这白云城半步 绝对有死无生 甚至整个四方同盟都会面临灭顶之灾 对于林凡的实力 裴俊林再清楚不过 别说深吐绝那个四方同盟了 就算他拉一个主宰过来 也无济于事 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裴俊林现在面临着三个选择 第一 将这个消息告诉林凡 买他个人情 第二 装作不知道 全程不参与 第三 在城外将深吐绝拦下 让他悬崖勒马 裴俊林几乎没有犹豫 便吩咐柳鲁烟关注着点拍卖会 而他则离开了玲珑商会总部 向东出了白云城 在白云城东门外武士里处的建龙林 等着深吐绝 他要在深吐绝进城之前 将他拦下 虽然双方的情谊日渐淡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裴俊林都想念 当初深吐绝对他的帮助 还是无法眼睁睁地 看着他走上绝路 但是裴俊林却不知道 他刚一动身 便被暗中的目光盯上了 以裴俊林的实力 其实是能够发现 跟踪监视他的人的 只是现在裴俊林内心焦急 而且监视他的人 也有着华神前提的修为 精通隐秘之术 所以裴俊林并未察觉到 那人尾随裴俊林到了 建龙岭之后 便将消息传了出去 什么 裴俊林出城了 蔡博颇为意外地问道 没错 我的人刚刚收回消息 裴俊林从东城门出城 一路向东 现在人在建龙岭 阎松说道 蔡博眉头一皱说道 会不会有诈 阎松说道 应该不会 我们的行动如此隐蔽 裴俊林肯定察觉不到 而且 我的人说 裴俊林脸色焦急 似是有心事啊 恐怕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机会啊 王爷林兴奋地在旁喊道 阎叔 那我们动手 是不是能提前了 阎松沉音片刻后 点头道 谁可以提前 蔡博 看来我们要改变计划 我立刻联系老钟 让他找借口去建龙岭 刺激要动手 我们也立刻动身 行动地点 就改在建龙岭 可以 蔡博也觉得计划可行 便点头同意了 随后这一伙人立刻行动起来 同一时间 有十几个化身强者 零零散散地从各个方位 向着白鹰城的东城方向而去 这些化身强者 全部都是阎松他们联络起来的 都跟裴军林 或者玲珑珊会 有着深仇大恨 正是仇恨 把他们联系在立即 阎松还联系到了老钟 与他互通了消息 老钟也是个行事果断 于是不拖沓之人 他得知裴军林出城之后 便当机立断 找到他提前联系好的 另一个天际供奉 一同出城 前去寻找裴军林 本来老钟的计划 是在拍卖会结束之后动手 不过现在能在城外动手 无疑大大降低了得手难度 和撤退难度 真是天主我眼 与此同时 天子一号贵宾室内 林凡眼神怪异地向着右边看了一眼 那俩二货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有自己眼皮子底下琢磨 有的没的 被神识探听的一清二楚 现在林凡的神识修为 已经划身巅峰 平时就算不刻意地催动神识 也会自然而然地 在周围扩散出去 覆盖林凡方圆几公里范围 在这范围内 任何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林凡的感知 在林凡不主动 使用神识的时候 神识会自动维持运转状态 过滤到99% 无用信息 只有被神识判定为 有用的信息 才会被林凡注意到 于是总部内两个天洁 供奉脑袋 碰脑袋商量者出城去 暗海培居林的事情 便被林凡知道了 随后看向风于修说道 风部长 我要出去的 风于修并没有问林凡去干什么 只说道 林先生尽管去 令爱令狼 我都会照顾好 好 林凡点了点头 随后走到贵宾室门前 摸了摸琪琪和小小琪的脑袋 俯身轻声道 琪琪啊 小小琪 你们乖乖在这玩 爸爸出去一趟 很快就回来 爸爸 你要真的很快回来哦 琪琪回头说道 林凡笑道 好 随后 林凡便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原地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片刻后 见龙凭 裴俊林脚尖踩在一根脆竹的树间 双手背在身后 遥望着东方 忽然裴俊林似有所查 回头看来 只见两道流光 从天际略来 很快便出现在裴俊林的身前 黑魔 圣鼓 裴俊林目光淡然地看着两人 疑惑地问道 你们怎么来了 这两人正是 玲珑商会四大天际供奉中的 黑魔老人和巫骨婆婆 现在正式拍卖会进行阶段 正常来说 他们两个应该是在商会总部正常的 现在突然来到剑龙林 裴俊林自然心生疑惑 不过他倒没什么怀疑什么 黑魔老人脸色凝重 走看了一眼说道 会长 我收到消息 有人对你不利 准备在剑龙岭对你出手 所以我紧急叫了圣鼓过来协助 闻言 裴俊林眉头一皱 看向圣鼓婆婆 黑魔说得没错 会长 我们还是得多加小心 最好 现在就返回白云城 裴俊林思索片刻 摇头道 不行 我不能走 不是有人要对我不利吗 一群藏头漏尾之辈 让他们尽管来好了 我裴俊林 就在这里恭候大家 裴俊林到底是一方强者 气魄惊人 面对极有可能发生的埋伏 豪畏惧 非常的霸气 黑魔老人 钦佩地看着裴俊林说道 会长之气魄 老夫佩服 既然会长留下 那我和圣鼓 便陪着会长 在这里 会一会那些心怀不归的人 裴俊林笑道 如此 再也好不过 黑魔老人和圣鼓婆婆 对视眼 分别从左右向着裴俊林 靠近过去 看样子 似乎要守护在裴俊林的左右两边 突然裴俊林瞳孔微微一缩 似乎想到了什么 尼姆看向黑魔老人 壮若随意地问道 黑魔 我来见龙林 是临时起义 而且刚刚抵达片刻 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怎么得知有人会在见龙林 伏击我 第1719集 黑魔老人没想到裴俊林会突然发问 一时愣在原地 不过黑魔老人的反应也非常的快 说道 会长 我是在商会内偶尔探听到两人在密谈 内容就是说什么改变计划 立刻到剑龙林 务必杀了会长年 所有才敢来协助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裴俊林恍然大悟 点了点头 那两个密毛的贼人 我已经将其拿下 黑魔老人目光隐秘 冷言道 竟然图谋不轨 哼 真是吵死 裴俊林 叹了口气 说道 是啊 为什么人们总是不自量力 像鸡蛋碰石头 黑魔 圣谷 你们说 那些人是不是太蠢了 黑魔老人和圣谷婆婆这个时候 都觉察到不对劲了 停在原地看着裴俊林 此时他们距离裴俊林 已经不足五米了 裴俊林脸色一变喝道 黑魔 圣谷 我自问对你们二人还算不错 你们要什么功法 材料 我都抄何给 你的仇人 我帮你们掰平 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黑魔老人 嘴角抽搐两下 问道 裴俊林 你 是怎么看出来的 裴俊林 讥讽地看着黑魔老人 没有说话 黑魔老人 看了圣谷婆婆一眼 喝道 圣谷 动手 话一落 黑魔老人和圣谷婆婆 同时攻向裴俊林 本来黑魔老人和圣谷婆婆 是准备偷袭的 但是现在很明显 裴俊林已经识破了 所以他们只能强行动手 黑魔老人背后的双剑 瞬间出脚 在周身带起了无数剑影 向着裴俊林 击手而去 圣谷婆婆手持龙头拐杖 向前一指 顿时响起一道道破空声 一个个小黑点 从圣谷婆婆的 豪秀内射出 飞向黑俊林 仔细一看 那些小黑点 竟然都是一个一个 带着坚硬外壳的小虫子 外形非常恶心 那都是蛊虫 也是圣谷婆婆主动的攻击手段 面对两个化神巅峰强者的 联手攻击 裴俊林非常冷静 双臂在身前 快速地摆动两下 这件两道紫色的能量皮链 凭空出现 霸道无比地席角而出 空中 顿时爆发出了 密集的爆响声 三大化神巅峰强者 顿时激站在一起 交手刚开始没多久 黑魔老人和圣谷婆婆 就落于下风了 裴俊林的实力确实强悍 即便是面对两大同级别 对手的合力围攻 依然能够稳稳地站起上风 但是 裴俊林 果然不愧是你 实力确实强悍 但是 形致 也难逃一死 裴俊林脸色一变 因为另一变 阎松 阎松 蔡博两个化神巅峰强者在前 十几个化神前中后期强者在后 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 上 主杀裴俊林 阎松长刀一指 大声喝倒 一干人等 顿时冲杀而来 裴俊林顿时感到压力大增 他虽然强 但终究不是主角 一打二 一打三 或许还能站而胜之 但现在他的对手可是四个化神巅峰 十几个化神前中后期强者 很快 裴俊林便受伤了 裴俊林受伤了 蔡博兴奋地喊道 众人 攻势更加猛烈 裴俊林苦笑 看来 他这次是真的凶多吉少了 打打不过 逃也逃不掉 见如此 只好拉了几个垫背的了 裴俊林目光一寒 脸色争宁了起来 手掌瞬间变得晶莹剔透 猛地向前一拍 只听砰的一声 面前一个化神后期强者 便被裴俊林一掌打得暴体而亡 但是与此同时 裴俊林也被圣骨婆婆的一只 黑金色鼓虫贴身 直接咬破皮肉 钻进了裴俊林的体内 裴俊林顿时身体一铲 动作慢了几分 又被其他人的攻击接连命中 裴俊林中了我的黑金夺命骨 已是强弩之末 大家加把劲 顺骨婆婆大声喊道 众人顿时精神大振 但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传来 裴会长 看来你需要帮助啊 听到这个声音 裴俊林眼睛一亮 面色狂喜 猛地抬头看去 其他人也扭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只见林凡 脚踩恶魔雄危 欲见而来 停在几十米外 是你 黑魔老人和圣骨婆婆认出了林凡 这个来历神秘 让裴俊林都极为重视的林先生 林先生 林先生 这件事是我们的私人恩怨 还请你不要插手 黑魔老人沉声说道 非道万不得已 黑魔老人不愿意招惹林凡 林凡却说道 裴会长是我的朋友 你们现在立刻回 我可以放过你 林先生 我们知道你背景雄厚 靠山大 但是这个浑水 你最好不要随便汤 圣骨婆婆 目光阴冷地看着林凡 说道 否则 很容易淹死你 跟他费什么话 区区化神中期而已 杀就杀了 蔡博满不在乎地说道 随后他一摆手 对着手下两个化神后期下命令 你们两个 去给我杀了那个两害眼的家伙 杀 两人领命 一人出枪 一人挥刀 杀下林凡 然后 林凡 动都没动 那两人刚冲出去不到十米 就突然身体猛颤一下 垂直向着大地坠落下去 气息 已然潇洒 居然死了 关键是所有人都没看明白 他们是怎么死的 这就很可怕了 即便是化神巅峰强者 想要斩杀两位化神巅峰 就算能做到 也觉得不可能 悄无声息 最起码真气波动得有吧 你 你这是什么妖手 一个化神巅峰强者 悄无声息的就被杀了 这等手段令在场所有人都是心底意涵 我知道了 黑魔老人眼睛一瞪 破声地喊道 我知道你是谁了 第1720集 我 我知道你是谁了 黑魔老人这一声爆合 可谓是声音队 可谓是声阵天敌 微波四野 众人都扭头看向黑魔老人 只见黑魔老人双眼瞪得好像两个灯笼 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表情充满了惊骇 惊恐惊讶 以及浓浓的绝望 你 你 你是 你是 黑魔老人 因为极度的恐惧 身体都颤抖了起来 右手指着林凡 手臂颤微微的 仿佛 连剑都抓不稳了 声音也带着颤音 你是林凡 你是林凡 对不对 林凡 林凡是谁 卧槽 你他妈连林凡都不知道 你怎么出来混的呀 就是 就是那个林凡 严颂 黑魔老人 圣谷婆婆等人都惊呆了 要说 最近昆仑仙界 谁最有名 谁最火 那无疑就是林凡了 一个地球人 来自昆仑仙界之后 大杀死亡 威名远扬 着实令所有人 都大为惊讶 那一桩桩一件件 那些血淋淋的教训 那些死在林凡手下的 绝世强者 那些因林凡而负灭的 顶级宗文 这些所有 无一不彰显出林凡 有着何懂恐怖的实力 林凡之名 光是听闻 便已经足以令所有人的心底 胜不出丝毫为敌的信心 而现在林凡就在眼前 而且自己 还是处在林凡的敌对位置 颜松 黑魔老人 圣谷婆婆等人 只觉得末日 降临一般 蔡博跟他们是同级别的强者 还不是连林凡的一脚 都没碰到就死了 林凡的墙 唯有亲眼看见 才能有最为直观 最为深刻的体会 林先生 这 这是个误会啊 黑魔老人狠狠地咽了下口水 声音颤抖地说道 我不知道 是您老人家当面 要不然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在这儿跟您辞牙 您说是不是 哦 是吗 是啊 是啊 您脚踩万腰狱 当贫摩罗族 这些英雄事迹 我都如雷贯耳 您 您是我偶像 黑魔老人都快哭了 旁边的圣谷婆婆 也满脸堆小 褶子挤在一起 整张老脸如同一朵盛开在秋风中的菊花 说道 林先生 求放过 林凡看向裴军林 裴军林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 看着黑魔老人和圣谷婆婆 脸色阴沉 目光森寒 若不是林凡及时赶到 现在的他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不 或许连尸体都保存不下 此刻裴军林的心里满是仇恨愤怒 严嵩等人来杀他 无可厚非 因为双方本来就是敌人 就是仇人 谁生谁死 各拼本事 但是黑魔老人和圣谷婆婆都是他的人 现在却背叛了他 让裴军林无法接受 这时严嵩突然化作一道流光 向着远处掠去 知道林凡的身份之后 严嵩就知道事不可为 还是作为上级 所以抓着众人 林凡和裴军林的注意力 都不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果断掉头就跑 只可惜他面对的是林凡 林凡往严嵩逃窜的方向撇了一眼 浩瀚雄浑的精神力 瞬间凝为一根尖针 射了出去 已经掠出去几千米的严嵩 突然身体一缠 如草累积 然后便脑袋朝下 向着大地坠落下去 又死了 先是蔡博 现在是严嵩 什么时候化身巅峰强者这么弱急了 远隔数千米 没有动用四号真起 就秒杀了一位化身巅峰强者 林凡的手段 再次震惊众人 也让其他几个原本想逃命的人 急忙停了下来 生怕步了严嵩的后尘 会长 不是 那个 何几年 何几年看在我 刚刚 几十年的交情的份上 饶过我吧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黑魔老人看出来了 自己是生是死 全在裴军林的一念之间 说白了 黑魔老人 这些化身修饰 在林凡的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而且他们 也没有真正得罪林凡 所以杀还是放 对于林凡来说 没什么区别 蔡博和颜松 死就死在唇 他们若是老老实实的 不要有什么动作 现在应该还能活得好好的 圣古婆婆也连忙求饶 越是年纪大的 越怕死 越是实力强的 越怕死 他们活了几千年 好不容易 修炼到化身巅峰境界 不管在哪里 都能活得好好的 还能再活很长时间 不想死在这里 裴军林内心挣扎了起来 她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黑魔老人和圣古婆婆 跟在她身边几十年了 肯定是有感情的 但是他们的做法 实在是让裴军林 没有办法释怀 为什么 裴军林问道 黑魔老人满脸愧疚地说道 我 算了 我不想知道 裴军林一摆手 打断了黑魔老人的话 然后看向林凡说道 林先生 麻烦你了 林凡轻轻一点头 他明白了裴军林的意思 黑魔老人则是脸色巨变 他同样也明白了 不 不要 自助您 不可 话音落 林凡双眼神盲暴闪 精神风暴瞬间席卷而开 黑魔老人的叫声夹然而止 眼睛里迅速地升起死灰之色 向着大地坠落下去 已然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圣古婆婆同样也坠向大地 同样也死了 还剩下十几个化身强扯 弱小可怜又无助地悬浮在空中 不敢逃不敢打也不敢说话 宛如一群待宰的羔羊 你们这些人 林凡扫立眼 淡然开口 一干人等顿时身体遗产 神色紧张 内心忐忑 等待着审判 林凡继续说道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臣服 或者死 众人面面相取 但是很快便齐刷刷地向着林凡 单膝而跪 齐声道 我等 我等愿意臣服 好 林凡点头 右手一扶 面前的虚空中 便幻化出一个类似 展开的书一样的东西 金光闪闪 有着一种玄妙稚疾的韵味 说道 这个是新谋契约 想过命的 献出一滴金血 滴在新谋契约上 从此以后听我的调整 让你们往东 你们便往东 让你们往西 你们便往西 即便我让你们自杀 你们也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三期时间 献出金血 否则我送你们上路 好死不住来活着 我愿意 一个化神后期境界的 球兵大汉 狠狠咬牙 猛地抬头 直接逼出一滴金血 弹指射向新谋契约 新谋契约顿时荡起 一圈圈的波纹 一股难以言语的能量 波动传来 紧接着便是一道鸿芒 从新谋契约射出 直接射入那 球兵大汉的眉心 球兵大汉 瞳孔已震收缩 然后便拜扶下去 大声道 曹猛 誓死效忠林先生 第1721集 曹猛签订了新谋契约之后 其他人也不再犹豫 纷纷献出精选 宇林凡签订了新谋契约 新谋契约其实是隐文 比较特殊的功法 以目标人物的精血为引 契约方便可以控制对方 只要一个念头 就能够轻松主宰契约 签约者的生死 其实新谋契约并非万能的 它是可以被破除的 只要签订者的修为 超过契约方一个大境界便可 只是以林凡的升级速度 曹猛等人怕是永无指望了 曹猛这一批人总共13人 其中华神后期有3人 华神中期有4人 华神前期有6人 算得上一股不弱的力量了 林凡说道 你没有13个 以后便通称为13太保 曹猛 你为大太保 统帅所有人 是 林凡学生 曹猛抱拳领命 另外两个华神后期强者 此时一阵后悔 若是自己动作快一点 说不定现在大太保就是自己的了 只可惜现在后悔已经没用了 林凡手腕一翻 手掌上方 凭空出现了13颗 蚕豆大小 通体赤红 并且散发着阵阵红芒的小丹药 说道 此乃龙血丸 能够极大的增强肉身 增强气血 你们13人 每人一令 说完 林凡手掌清晖一下 那13颗龙血丸 便同时飞出 分别停在13太保的面前 13太保顿时脸色大喜 连忙道谢 多谢林先生 他们能够感受到 龙血丸中 蕴含着何等浩瀚的能量 也深知这一颗小小的丹药 能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提升 如此神药就在眼前 让他们产生了些 不太真实的感觉 此刻 13太保的内心中 再无半点疑心 林凡以铁血手段诛杀几人 此时在 提出西魔契约 剩下的人自然不敢有半点意见 只能签订 本来林凡 只依靠西魔契约 便能牢牢地掌控曹蒙等人 但他还是拿出了 在曹蒙等人心目中 与神药无异的龙血丸 这打一榔头 给一颗枣的手段 可谓炉火纯青 13太保收起龙血丸 也收起了一心 现在 即便是没有西魔契约 他们也不愿意离开林凡了 归顺林凡有好处啊 这个靠山足够强大 没人敢惹 而且 这才刚归顺 就有龙血丸 要是在 林凡手下时间长呢 或者 立下什么功劳 那肯定还有更多的龙血丸 或者 其他赏赐啊 这不比自己出生入死的 闯密进来的轻松 林凡摆了摆手说道 你们全部去南悬域大青山 找吴奇宗宗主 苍元吉 过着台上长老 月无疆 就说是我让你们去的 他们会安顿你 是 曹蒙等人领命而去 大戒将职 林凡不想在这个时候 损耗昆仑仙界的实力 虽然面对杜杰强者 这些化神七修时 与龙影无异 但有总比没有强 而且林凡也是时候 在昆仑仙界 发展自己的实力了 正因如此 所以曹蒙这十三个人 才留下了一条命 林先生啊 救命大恩 永世不甘忙 裴军灵脸色有些苍白 向着林凡抱了抱拳说道 林凡摆了摆手说道 举手之劳 不用太过在意 温言 裴军灵笑着摇摇头 是啊 自己面临的生死绝境 对于林凡来说 确实只是小菜一碟 林凡抛给裴军灵 一颗疗伤丹药 裴军灵不应有她 当即便服下 苍白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恢复 林凡将黑魔老人 肾骨婆婆等人的储物戒指 顺手都收了起来 看着裴军灵 突然问道 裴会长 你来这里 是为了等人吗 裴军灵面色已知 随后点头道 没错 原来 林先生 什么都知道了 这并不难猜 不是吗 林凡笑道 裴军灵点了点头 由于片刻后问道 呃 林先生 可不可以 不行 林凡知道裴军灵 要问什么 直接将他的话 读了回去 林凡并不喜欢杀人 但是他更加懂得 斩草除根的道理 生徒绝的 毒子 死在林凡的手里 他代表着 生徒绝跟林凡 已经是 势不两立的关系 虽然林凡不把 生徒绝放在眼里 但生徒绝 到底是化神巅峰强者 如果他有心报复的话 还是很有可能 对林凡亲近的人 造成不小的威胁 最保险的做法 自然便是将危机 扼杀在摇篮里 裴军灵摊了口气 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也知道 自己没办法 劝林凡改变主意 若是再多说一句话 就有点不失抬举了 这时林凡抬头 看向远方 裴军灵脸色微贬 也回头看了过去 很快便有 众多强悍的气息 从东方极略而至 四方同盟的人到了 最前面的正是 满脸怒气 双目星红的身徒绝 在身徒绝的身后 则是秦昭天 秦太上 高胜寒 高张诺 以及陈毅 五大化神巅峰强者 其余大部队 跟在最后浩浩荡荡 气势汹汹 杀气腾腾 裴军灵 身徒绝看到裴军灵 抬手视了一下 身后众人都停了下来 最后 身徒绝一个人 来到了裴军灵的身前 瞥了林凡一眼 随后便收回目光 面色不善地 看着裴军灵说道 裴军灵 你在这里等我 莫不是想 阻我去白云城 裴军灵目光复杂地 看着身徒绝 说道 本来就是这样 现在 不需要了 身徒绝冷哼一声 面露背脊之色 我叫傲天一个儿子 他死了 我没有办法 再让他活过来 我能做的 就是将杀他的人 碎尸万顿 错误扬灰 身徒绝的脸色 逐渐变得猙獰可怖 嘴角抽搐着 咬牙说道 裴军灵 你知道杀傲天的人是谁 是不是 你告诉我 裴军灵 没有说话 身徒绝一皱眉 就要再问 这时林凡开口道 是我 什么 身徒绝猛地扭头 看向林凡 这个被他忽略的人 林凡咧嘴一笑 看着身徒绝说道 说过你儿子 是叫身徒傲天的话 没错 就是我杀的 还有两个化身巅峰 一个用刀 一个用剑 也是我杀的 好 很好 身徒绝双眼喷着仇恨的火光 死死盯着林凡 点了点头 狠声说道 小杂水 你 结果身徒绝连狠话都还没说完 就脑袋一歪 死了 死得毫无存在感 没有激起一点波澜 说话说着 就身体遗产 向着大地做起了自由落体运动 气息在一瞬间 便彻底消散 林凡顺手将身徒绝的储物戒指 也拿到了手 嗯 林凡 惊异一声 脸上呈现出惊喜之色 第1722集 身徒觉得储物戒指里 居然有月光炎 这可算得上一个意外之喜了 至此 林凡 炼制阵戒杯的材料 便警察雷击木一样 基于全部都已拿到 哼 你也算是死得居足 林凡撇了 身徒绝的尸体 喃喃了一句 所谓的敌人 说白了就是 送装备 送惊艳的 另一边 秦昭天等人 看得目瞪口呆 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咋回事啊 身徒绝怎么说死就死了 这死的也太突然了 等等 那个一念秒杀了 身徒绝的恶魔 看过来了 呃 这位英九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呃 不打扰了 告辞 秦昭天打了个哈哈 转身欲走 其他人 也都夹着尾巴 想尽快离开这里 镇住 林凡迪和一声 秦昭天等人 瞬间一个机灵 直接原地立正 双手紧贴裤缝线 身体绷得挺直 目不斜视 动都不敢动 堪比占军司 林凡 长生而起 来到这些人面前 扫尸一眼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 你们应该是跟着 神徒绝来杀我的吧 哦 误会啊 我们 我们虽然跟 神徒绝是同盟关系 啊 呃 但是 真不是因为 他得罪像您 这样的强者 啊 其实 哎 这 我是不想来的 呃 但是 神徒绝比我们都厉害 他强迫我们来 我们也是不能不来啊 呃 这位前奔 我们确实是逼迫来的 你们临场 高正涵也说道 其他人纷纷 大点起头 就连天神殿的强者 也都表示 他们是被强迫的 这一百多强者 最低修为 都在原因巅峰境界的强者 面对林凡一个人 就好像一群 犯了错的小学生 面对最原厉的 教导主任一样 大气都不敢出 低垂着脑袋 一副受训的样子 林凡没有废话 直接召唤出 心魔契约 要么臣服 要么死 同样的选择 摆在了 晴昭天等人的面前 我天神殿人 永不为奴 一个天神殿 化神后期强者 怒吼一声 然后掉头就跑 与此同时 还有另外几个 天神殿强者 也一并 向着远处逃窜 林凡并未追赶 只是静静地 站在原地 看着那几个 疯狂逃窜的身影 缓缓吐出一个字 死 话音刚落 那几个跑出去 几千米的人 同时身体一颤 坠向大地 死了 神说你有罪 你要死 于是 你就得死 就是这么的 不讲道理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神的话 那么林凡 就是那个神 秦昭天 等留在原地 没有跑的人 看到这一幕 顿时 遍体 刷寒 急忙把内心 深处 蠢蠢欲动的 小心思 死死地 按了下去 要么臣服 要么死 做出你们的选择 云凡再次 抛出两个选择 这位前辈 万辈陈家家主 曾有名陈毅 现在给万辈 改名叫做陈忠 陈毅上前一步 高声道 万辈的名字里 有个忠字 是出了名的忠诚 现在万辈宣誓 效忠前辈 就定当忠心恳恳 按前马后 居无而行 陈毅 不 应该叫陈忠 笑呵呵地 献出了自己 一底精血 汇入 心魔契约 见陈忠都献出精血了 陈家 其余强者 也纷纷上前 献出精血 随后使 请昭天 高盛寒等人 一个没落下 全部献出了精血 与林凡 切定了心魔契约 没有人想死 林凡 照例拿出了一百多颗 龙血丸 有一个算一个 人人有份 并且 也将自己的名字 告诉了他们 陈忠 金昭天 等人 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位大神 怪不得实力如此强悍 归顺在他挥下 不冤 更不丢人 不知道多少人想归顺 还找不到投靠的门路呢 现在想来 也算是因火得福了 这批人 林凡倒是没有让他们 去乌吉宗 而是 给几个主要人物 留下了传讯遇见 别让他们各自回家了 以后若有需要 林凡只需一句话 四方同盟这些人 便会顺涓赶到 处理完这一切 林凡和裴俊林 便返回了白云城 林凡商会总部 顺路还给琪琪和小小琪 买了一些零食 此时拍卖会 已经到了后期 一件又一件宝物 被送上台 因得众人纷纷出家 就连林凡也出家 拍了几种药草 晚上 林凡拍卖会 圆满结束 众人纷纷退场 有人面带微笑 显然 在拍卖会上 收获不浅 也有人面了疑惑 悔恨不已 估计是与自己 中意的拍卖品 试着交比 拍卖会结束后 北俊林 亲自将林凡 拍得的物品 送了过来 而且还给林凡 送了一堆 法器和灵器 全部都是用 龙血丸换来的 没有人 可以抵挡 龙血丸的诱惑 即便是化神 其强者也不行 那可是以万妖语 绝世强者 九龙老祖的血肉 炼化而成 药效不能说强大 只能说 堪比神药 除了自己的本命武器 和武器 不会拿出来之外 他们除戒指中 多余的法器灵器 全部被拿出来 换取了龙血丸 每一个化神强者 少说也活了几百年 都是非常富有的 所以灵凡给了 裴军灵的第一批 龙血丸 很快就耗尽了 全部都换成了装备 还有不少人 也想换 只是 佩俊玲手中 已无龙血丸 只好说 明天再来了 一天之内 龙血丸的名声 就打响了 绝大多数前来参加 玲珑拍卖会的强者 都知道了 佩俊玲的手里 有一批神奇的丹药 即便是化神 巅峰强者 服用 都能有明显提升 所以在拍卖会 结束之后 很多人都没有离开白云城 只等着裴军灵 再拿出一批龙血丸 便要第一时间 前去兑换 裴会长 有劳了 林凡接过裴军灵的 储物戒指说道 裴军灵感慨地说道 林先生言重了 我其实没做什么 只要将这个消息放出去 有的是人前来兑换 说到底还是龙血丸 太过神奇啊 林凡笑了笑说道 我再给你七百颗龙血丸 其中半成是给你做为报酬 剩下的九成 全部兑换成灵器或者法器 七百颗龙血丸 半成也就三十五颗 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林先生 我何得何能 能收着半成的龙血丸呢 裴军灵连忙推辞 您烦开玩笑地说道 裴会长 你千万别客气 你若是跟我客气 我就真的收回去了 裴军灵笑了几声 重重地点头道 我明白了 啊 李先生 那裴某就确置不公了 你放心吧 那六百多颗龙血丸 明天就会全部化成装备 好 林凡点头 随后裴军灵便告辞离去 1723集 次日 林凡带着琪琪和小小琪 在白云城里又玩了大半天 将白云城好玩的地方基本上玩了个遍 到下午的时候 裴军灵找到林凡 第二批六百多颗龙血丸 已经全部换成了灵气法器 林凡看着橱戒指里面堆积如山的装备 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林先生 这些装备是否够用 如果不够用 我还可以再收集一下 裴军灵在旁说道 林凡说道 够了 这些够了 裴会长 这次的事有劳了 裴军灵一脸的受宠若惊 说道 林先生严重了 裴某只是尽了一点绵部之力 不敢邀功 如果还有别的事 尽管吩咐 裴军灵现在是彻底地抱上林凡的大腿 死不撒手的那种 如今昆仑仙界正在面临着大洗牌 这个时候 最明智的做法 当然就是抱大腿了 而现在最粗最大最稳固的大腿 毫无疑问 就是林凡 所以裴军灵才会抓住这个机会 跟林凡打好关系 搭上他这艘巨舰 林凡想了想说道 还真有一件事 您请说 这附近还有哪个城市比较好玩 白云城虽然不错 但是这两天琪琪和小小琪 已经玩得差不多了 想换一个地方 这个问题自然难不倒裴军灵 他只是略微思索偏刻 便如数家珍地说道 从此地往南五百里 有一座城 名为清风城 绿水环城 封锦修炼 而且 今天刚好是清风城 独特的集市 关联节 到了晚上 清风城会举行建筑合同 包括 关上莲花 放花灯 许愿 菜灯迷等等 会非常的热闹 林凡笑着点了点头 关联节 不错 琪琪和小小琪 应该会喜欢 随后 林凡便带着姐弟俩 离开了白云城 裴军灵站在南城门上 望着林凡三人消失的方向 满脸的感慨 自己这步骑算是走对了 若不是有林凡及时出手 恐怕裴军灵难逃大劫 经历这次的事情 玲珑珊悔 天际供奉 损失两个 顶尖站里 损失严重 但是 裴军灵丝毫不慌 甚至已经开始 展望更大的舞台了 在此之前 玲珑商会虽然说起来 是昆仑仙界最大的商会 裴军灵也是成名已久的高手 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还是难免束手束脚 毕竟玲珑商会的背后 没有主宰作证 一些真正的强者 或者一些顶尖的势力 对玲珑商会会更加的抱有合作的友好态度 但是 若论忌惮的话 或许并没有太多 试想一下 如果玲珑商会的背后 站着一尊主宰 黑魔老人和圣谷婆婆 还敢背叛 严嵩等人 还敢生出报仇之心 玲珑商会在万妖宇 还会受到部分种族的打压和针对 说白了还是威慎力不够 不过现在 至于玲珑商会发展的最大问题 已经不复存在了 傍尚凌环这个超级大腿 放眼整个昆仑仙界 谁敢再生己欲之心 和为敌之意 就在这时 裴军灵的身后 传来一阵空间波动 裴军灵回头看去 只见身后四五米处 空间扭曲两下 随后 一个挥袍老者 现出身形 向着裴军灵抱了下拳 笑呵呵地说道 裴会长 我去商会和城主府找你 没有找到 原来你在这里啊 原来是癸疚 裴军灵看着老者 同样面带笑容问道 我知道您找我 所谓何事 这老者名为癸蛇 乃是一流宗门 金龙门的太上长老 化神巅峰强者 一神实力 颇为不俗 金龙门与玲珑汇往来不多 癸蛇和裴军灵 也只是点头之交 此刻 癸蛇却特意找来了 裴军灵瞬间 便猜到了他的来意 只不过是看破不说破罢了 做生意嘛 主动开口推销 和期货可拘 等客上门 可是两种局面 癸蛇没有想着许多 直言道 呃 裴会长啊 不知道你手中 可还有剩余的龙血管 裴军灵用龙血管 换取装备的时候 癸蛇有其他事情在处理 并没有留意到这件事情 当他知道了龙血管的存在之后 裴军灵已经把手头的龙血管 都换了出去 癸蛇不死心 癸蛇知道 裴军灵既然拿出了几百颗龙血管 换取装备 就说明他手中的龙血管 只会更多 所以才专门找来 想从裴军灵的手里 搞点龙血管出来 癸兄 师兄们 龙血管并不是裴某私人所有 裴某只不过是替那位先生出面 进行兑换而已 说到这里 裴军灵停顿了片刻 才接着说道 那位先生给的额度 已经全部兑换完毕 真的 真的没有了吗 裴会长 你手里 真的一颗都没有了吗 癸兄啊 我手里确实还有一点 如果你真的想要 我可以私人拿出一颗 与你交引 一颗 癸蛇的眼睛闪亮了一下 又迅速地暗淡了下去 既然对这个数字不满意 不过他也明白 裴军灵能拿出一颗 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不能再勉强更多 所以便点头道 数字 便多谢裴会长了 无须客气 裴军灵白了白手 两人在城墙上面 很快便完成了交易 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够炼制出 如此神奇的弹药 癸蛇仔细端详着龙血丸 感慨道 裴军灵笑了笑说道 是啊 那位仙蛇确实如同神人一般 更多的事情并未多说 癸蛇也没有多问 随后 癸蛇便告辞离去 城墙下一个锦衣玉带 华冠 利福的年轻人 正坐在台阶上 百无聊来地四处张望着 他叫袁龙 是天龙门少主 天分也还算不错 已经是原因巅峰境界 癸蛇来到袁龙面前 袁龙顿时站起身 急切地问道 癸长老 怎么样怎么样 拿到龙血丸了吗 癸蛇说道 少主 哪是拿到了 只是 只有一可 说着 癸蛇拿出了龙血丸 癸龙一把拿过龙血丸 感受到里面雄魂的药力 袁龙痴迷地深细口气 说道 好神奇的弹药 只可惜只有一颗 说是有两颗 呼吸火便有机会 进击半步化神 馈长老 想办法 再弄一颗龙血丸 不惜一切代价 袁龙的眼神 逐渐狠立了起来 他的意思也很明显了 如果无法通过 和平手段 换取到龙血丸 那便杀人越祸 当然了 他们肯定是不敢 打裴军林的主意的 袁龙的意思是 那些用装备 换得龙血丸的人 匹肤无嘴 怀必急碎 如果没有 与龙血丸相匹配的实力 那么龙血丸 就不再是神丹妙药 而是催命符 癸蛇目光隐秘 凑近袁龙 哑低声音说道 首主啊 我知道 好被拒那个老家伙 商务曾经掏空家底兑换了两颗龙血丸 袁龙双目之中顿时闪过一道金毛问道 可是清风城 好家的太上长老 好北郡 正是 魁蛇点头 清风城三大家族之一的好家 只能算作一个二六家族 其最强者 好北郡 不过化神后期秀为 而且清风城 距离百云城 也不算远 很显然 好北郡 就是最好的下手目标 走 我们去清风城 袁龙当即做出了决定 魁蛇 袁龙两人便离开了百云城 向着清风城急行而去 他们此去 只为抢夺龙血丸 第1724集 林凡带着琪琪和小小齐 离开百云城之后 便向着清风城而去 不过他们 沿途走走停停 玩玩闹闹 并不是专门赶路 所以速度算不上快 在途经一片野花盛开 草叶 茂密的草地时 父子女三人 更是干脆落到地面 步行而走 爸爸 我漂亮吗 琪琪站在一片 烂漫的山花之中 臭美地摆了个pose 脑袋上 戴着花疼编织的草帽 一朵淡粉色的小花 憋在头发上 小公主粉雕欲折的脸蛋 在阳光下 显得格外明媚艳丽 您烦忠地说道 我们家琪琪最漂亮了 琪琪甜甜一笑 又弯腰摘了一朵小花 碰在手里 小小琪在旁边 追着一只小野兔 三花地跑着 欢声笑语在这方天地荡漾 这时 远处高空中传来一阵 轰隆的音宝声 两道气浪 由北而来 在空中留下两道明显的气浪 快速地向着南边而去 林凡目光如举 看清楚了 两道气浪的前方 正是一老一少两个人 一个化身巅峰 一个原因巅峰 想必是前来参加 玲珑拍卖会的 某宗门或者家族的人 林凡抬头看去的同时 那个原因巅峰修为的年轻人 也正好低头看了过来 两人有过一瞬间的目光对视 林凡只看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没有过多关注 空中 圆龙同样也收回了目光 撇了撇嘴 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 他是个萝莉控 喜欢年轻体柔的小萝莉 刚才惊鸿一撇 圆龙看到了花丛中 笑眼如花的奇迹 心底的某根弦 顿时便被拨动了 不过圆龙能分得清楚 轻重缓急 在眼下这种关头 当然是龙血丸更重要 只要拿到了龙血丸 帮助自己顺利进击半步化神 到时候还不是想要多少极品小萝莉 就能有多少极品小萝莉 而且说不定事后再反回来 还有机会再碰到那个小萝莉 到时候说不得就要友好的交流一番了 所以圆龙只是心头躁动了片刻 便继续前行 童行的长老魁蛇注意到了这一点 欣慰地点了点头 少主虽然贪玩 但是在关键时刻 还是能拎得轻 哪头轻哪头重的 如此可叫野 傍晚时分 残阳如雪 林帆三人来到了青丰城 刚入城 林帆便察觉到了空气中 有股淡淡的血腥味 显然此处刚刚经历过一场惨烈的大战 林帆神识瞬间扩散而出 很快便发现在青丰城的城东位置 好宅内死伤无数 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鲜血汇聚成河 再缓缓流淌 而在好宅的废墟之上 一个年轻人盘膝而坐 双目为比 有着明显的真气波动 似乎在闭关修炼 身体表面萦绕着一层淡淡的鸿芒 旁边守着一个老者 为其护法 正是下午碰到的 那一老一少的组合 而且林帆瞬间便看出来了 那年轻人刚刚 扶下了龙血丸 正在借助着龙血丸的药力 进行突破 倒是手段狠辣 居然为了冷血丸便灭人满温 林帆暗自摇头 却也没有出手的打算 这样的事情林帆见得多了 甚至他自己就曾做过类似的事情 内心并没有多少波动 更没有出手主持正义的打算 并不是林帆冷血 只是弱肉强食 向来如此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龙血丸虽然是好东西 但是 这好家人 显然并没有资本占有 强行占有 只会招来灭门之祸 好宅内血流成河 好宅外 却无人察觉 清风城 依然热闹非凡 城民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正在为晚上的关联节做着准备 很快太阳彻底落山 夜幕笼罩大地 但是清风城内 却是亮如白昼 热闹非凡 城内各处都张灯结彩 灯影倒映在水面上 水光炼烟 隐隐灼灼 别具一番美感 在清风城内 有一座莲花池 虽然名为池 但面积却非常大 莲花池内有着无数朵莲花 在灯光光昏映下 骄傲地盛开着 池边无数清风城的居民 正将写了愿望的纸条 放进花灯里 然后将花灯放在莲花池 任其随波漂流 飘向远方 这寄托着人们美好的心愿和期盼 在莲花池边 一个年轻爸爸带着一儿一女的组合 格外引人注意 年轻爸爸英俊俊朗 女儿亭亭欲丽 长相甜美 活泼可爱 儿子也是格外的帅气 真是颜值爆表的三人 弟弟 你写好了吗 琪琪蹲在池边 扭头 问旁边的小小琪 小小琪折立下指说道 我写好了 那这个给你 琪琪把一个花灯递给小小琪 小小琪接过花灯 将写了自己愿望的纸条 放进花灯里面 爸爸快来 我们要放花灯了 琪琪双手捧着花灯 回头喊道 林凡走上前 笑问道 你们写了什么愿望 我写了 小小琪刚开了个头 就被琪琪拦住了 弟弟不要说 燕王说出来就不灵了 哦 小小琪连忙紧紧地抿住了嘴 两个小花灯 林凡不由失笑两声 说道 好了 放花灯吧 琪琪和小小琪 转过身 蹲在莲花池的边上 小心翼地 把承载了自己美好愿望的花灯 放到了池子里 花灯飘浮在水面上 随波助流 飘向远方 花灯里面都燃烧着蜡烛 烛火倒映在水面上 更显美轮美奂 真美啊 琪琪双手捧在身前 满脸的陶醉 感慨道 明车的眼眸之中 眸光闪烁 林凡靠着台阶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心境非常平和 在弱乳墙时的昆仑仙杰 还能享受到如此宁静祥和的气氛 确实挺不容易的 很快 放花灯活动结束 清风城土著居民们 都呼朋隐伴地去广场猜灯迷 爸爸 我们也去猜灯迷 琪琪和小小骑 拉着林凡也跑到了广场 凑起了热闹 一个一个大红灯笼悬挂着 每个灯笼上都写有一个谜语 同时也藏有谜底 无数人在骑中穿梭 猜谜 热闹非凡 一直到半夜时分 这场盛事才逐渐平息下去 林凡带着意犹未尽的姐弟俩 在清风城中心位置 找了一家客栈落脚休息 玩闹了一天的姐弟俩 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林凡在房间内设置了一道结点 便将恶魔凶威拿了出来 此前添加了六元悬中水 将恶魔凶威重新炼制了一番之后 这把魔剑已经成为了顶级法器 距离仙气也仅差一步之遥 林凡现在要做的就是喂饱他 用大量的灵气法器来喂养恶魔凶威 使其突破智骨 晋级到仙气级别 这是一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 第1725集 很快一夜过去 玉途落下 金屋升起 这个时候相当于地球的起点左右 早晨融合的阳光透过窗户缝隙 投射到房间里 在地板上留下了斑驳的印记 林凡依旧在全身贯注的喂养恶魔凶威 目前禁毒80% 阳光斜着照射到林凡身上 在他身体表面 镀上了一层金黄色 让他整个人看上去都充满了神韵 恶魔凶威悬浮在林凡面前 缓缓地吞吐着光芒 在另一边 则是一把终极法器级别的双刃战斧 一股红色能量从双刃战斧而出 连接着恶魔凶威 仿佛用一条悬在空中的 透明的河床 那红色能量便如同河水滔滔流淌着 双刃战斧的精华能量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向着恶魔凶威传递 在墙角还散落着一些暗淡无光的装备 有刀剪 有盾牌 也有腰带头饰 等特殊类装置 曾经他们最低都是林几 只不过现在 全变成了一对沸铜烂铁 这时琪琪和小小琪几乎同时 从两个小房间里走了出来 穿戴齐城 精气神非常好 姐姐俩已经连续几年时间 不论严寒酷暑 每日早晨静心晨练 已经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也形成了固定的生物钟 所以到了点根本不用闹钟 也不用爸爸妈妈喊 自己就醒来了 姐姐 爸爸好像在忙呢 小小琪好奇地瞅着林凡 凑到琪琪身边 小声说道 嗯 琪琪点了点头 用手挡在嘴边 轻声道 弟弟 我们不要打扰爸爸哦 我明白 小小琪点了点脑袋 然后双手摸着肚子 可怜兮兮的仰头看着琪琪 说道 可是姐姐 我饿了 肚肚都咕咕响了 嗯 琪琪撇了撇嘴 看了眼灵烦 用无奈地看向小小琪 说道 爸爸还在忙呢 要不 我们先出去吃早饭吧 吃完了给爸爸也带回来一份 好 姐弟俩一合计 便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房门 反手把门带上 然后手拉着手 跑下了楼 房间内林凡笑着摇摇头 其实在琪琪和小小琪 睁眼的一瞬间 林凡就已经察觉到了 不过 他正在恶魔凶威 冲击仙气的关键时刻 所以 没有中断 琪琪和小小琪 自己出去吃早饭 也挺好的 反正他们身上有九龙护身符 足以保自己无欲 没错 九龙护身符 很明显 又是九龙老祖的馈赠 是用九龙老祖的逆龄炼制而成 顶级法器级别的护身符 而且林凡还在护身符里面 雕刻了不少阵法 有攻击 有防御 有隐秘气息等等 一旦检测到主人遇到危险 便会自动触发 有九龙护身符的保护 寻常化身巅峰强者 都别想威胁到林雪菲和孩子们 琪琪和小小琪的安全不是问题 林凡也就随着他们去了 自己则继续 与此同时 清风城城东 豪宅内 一股狂猛能量瞬间爆发 将周围不少石块都席卷地飞了出去 元龙长身而起 悬浮在树米高处 看着自己的双手 脸上带着狂喜 这 这就是半步化神的力量吗 果然强大 这种天地近在掌控的感觉 太美妙了 元龙仰天大笑起来 恭喜少主 成功进击半步化神 从此刻起 昆仑仙姐年轻一代 当有少主一席之位 奎龙笑呵呵地说道 昆仑仙姐最顶尖的年轻一代 便是半步化神境界 而元一巅峰 只能算作第二梯队 此前 元龙只能屈居第二梯队 还没有办法 跟那些真正拔尖的天才相比 不过从现在开始 这种情况彻底改变了 元龙 以半步化神之姿 足以傲视同辈 小龙笑完确实神奇 若是没有龙血丸的帮助 恐怕 我也没有那么顺利进击 只可惜 龙血丸也用完了 元龙颇为惋惜地说道 龙血丸的嘶吻 令元龙痴迷 若是再有几颗 那便再好不过了 魁舌说道 少主不必担忧 龙血丸几人问世 就不会那么快消失 另外 据老夫推测 裴军林的手中 肯定还有多余的龙血丸 只是 他不愿意拿出来而已 等我们回到宗门之后 便将此事禀报门主 他与裴军林 有些交情 或许能够说得上话 再拿出相应的代价 违必 不能够从裴军林的手中 多换几颗龙血丸 嗯 魁长老所言极是 元龙眼睛一亮 点点头 说道 魁长老 势必一直 我们这就返回宗门 魁舌点头 两人当即便离开好宅 元龙和魁舌 翘无声息地 来翘无声息地走 没有惊动任何人 清风城 另外两大家族 曾察觉到 好家有一边 却也不敢靠近打探 很简单 他们惹不起化神巅峰强者 可怜好家 位列清风城三大家族之一 就这么一夜之间 被人灭门 且说这元龙和魁舌 离开好宅之后 便向西而去 准备穿过清风城 从西门出城 返回天龙门 本来元龙若是救死回家 也就罢了 但是正所谓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有些事情是已经注定了的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就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一眼 元龙的步伐 突然停了下来 少主 你怎么了 魁舌问道 元龙嘴角一挑 目光看着路边 舔舔嘴唇 黑黑笑着 哼 正坐在路边 小摊的凳子上 等早餐的琪琪 觉察到了有人 注视着自己 便扭头看了过来 当他看到元龙之后 微微臭了皱眉 不知道为什么 琪琪感觉到元龙很讨厌 他不喜欢元龙的表情 也讨厌元龙的眼神 唯一所的表情 充满了侵略性的眼神 哼 琪琪轻哼一声 回过了头 留给元龙 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后脑勺 怎么了 姐姐 小小琪问道 琪琪 千里来相会 元龙抓着 魁蛇的肩膀 眼睛放光地盯着琪琪 有些激动地说道 奎章了 看到没有 那个小萝莉 太漂亮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极贫的小萝莉 奎章了 我要她 少主 这 这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元龙不满地 瞥了魁蛇一眼 说道 魁长老 我刚刚前期半步化神 就当是庆祝了 你也知道 我就好这一口 这 魁蛇左右看了看 陈音两秒 说道 好吧 不过少主啊 你在外面玩就可以 别再带回宗门了 要不然的话 你父亲肯定会 训斥于你 元龙白了白手 说道 哎呀 放心吧 魁长老 我老子啥样 我还不知道 我有自己的地方 不会让他看见的 嗯 魁蛇点了下头 便要动手 元龙强调了一句 小手轻一点 千万别伤着我的小宝贝 放心 魁蛇回了一句 便身形一闪 消失在原地 而当他再度现身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琪琪的身边 如同枯枝一番 皮包骨头的手掌 悄无声息地向着琪琪伸了过去 第1726集 作死了 作死了 开始作死了 看到魁蛇对琪琪出手 元龙内心狂喜 终于要到手了 终于要到手了 命中注定的极贫小萝莉 哈哈 但是下一刻 元龙狂喜的表情 就转变为了恶然 因为就在魁蛇的手 即将碰到琪琪的一瞬间 嗡嗡嗡地一阵能量 波动传来 九龙护身符自动生效 一道道 亮光从琪琪的身上亮起 在他的周围 笼罩起了一层能量光照 魁蛇的手 拍在能量光照上 竟然被那股诡异的能量 给弹开了 能量光照 荡起了一圈圈连移 却完好无损 并没有破裂 嗯 发起级别的防御至爆 魁蛇眉头一皱 心里顿觉不太妙 能有此等级别保护身 足以说明 这个小萝莉来历不俗 魁长老 快动手呀 元龙发现有变 在后面大声催促离去 魁蛇一咬牙 开弓没有回头见 既然已经动手了 那便一条道走到黑吧 抓了人便走 即便这小萝莉背后之人不简单 怕是也难以追踪 这一点 魁蛇还是有信心的 这些念头 在脑海中瞬间闪过 魁蛇目光一凝 眼中黑芒暴闪 领域之力瞬间张开 属于化神巅峰级别的恐怖气息 轰然爆发 魁蛇双手飞快结印 向着琪琪一直点出 副天锁裂 话音响起的同时 只见两条黑漆漆的能量铁链 从魁蛇的两袖中飞出 如同两条漆黑的毒蛇 飞快地绕着琪琪转两圈 然后 稳定收紧 便将琪琪连同能量光照 都绑了起来 虽然还是没能突破能量光照 但这并不妨碍 魁蛇抓起去 可以连人带护照 一起带走吗 魁蛇已经判断出来 以自己的实力 固然可以击破护照 但是那需要消耗 不少的时间精力 而眼下的情况 并不允许他在此处耽搁 否则 这小萝莉背后之人 极有可能感到 到时候免不了一场大战 为了省事 胡吻 最好第一时间把人带走 远顿千里 这一切都发生在 电光火石之间 你这坏人 放开我姐姐 小小奇瞬间发弩 脚下的凳子直接炸裂 而他则怒而一拳 轰向魁蛇 金灯 魁蛇瞳孔一缩 金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这么小的孩子 居然有着金丹修为 不过 惊讶归惊讶 以小小奇的实力 就算魁蛇站着不动 让他打 他也根本破不了防 滚开 小东西 魁蛇随手摆了一下 一道能量匹炼 轰击而出 虽是随手一击 但也足以轻松杀死 任何一个金丹修士 魁蛇只狠辣 可见一番 却见小小奇的身体表面 也瞬间出现了一层能量光照 将魁蛇的攻击尽入档下 真是见了鬼 魁蛇暗马一举 心里越来越觉得 自己贸然出手 似乎是个错误 你敢打我弟弟 齐齐生气了 手掌一番 手中出现了一条火红色的软鞭 向着魁蛇便打了过来 是九龙鞭 顶级法技级别的武器 九龙鞭挥舞间 竟然隐隐带起一阵龙鞭声 而且散发出了淡淡的龙威 即便是比齐齐高一两个小竞技的对手 也会受到这龙威的影响 实力有所限制 当然了 魁蛇的实力超出奇奇太多 他完全可以忽视这种程度的龙威 只是奇奇表现出来的实力 让魁蛇再度狠狠地震惊你吧 又一个金丹 魁蛇觉得自己活了几千年的世界观 都要崩塌了 虽然说在昆仑仙解 金丹静解算不上墙 但也不至于这么大点的孩子 都能达到吧 这都是什么神仙之人 培养出来的绝世妖孽 这一下魁蛇更加不敢耽搁了 他连忙从处戒指中 拿出一件传送宝石 用力以捏 宝石之中 顿时放射出强烈的白光 将他和奇奇都笼罩在内 而且还分出了一道白光 射向另一边的圆龙 随后白光猛地一闪 魁蛇和奇奇的身影 直接消失不见 就连另一边的圆龙 也同样不见了踪影 小小奇脸色大变 姐姐 着急忙慌地四处张望着 记得都快哭了 爸爸 爸爸 姐姐被坏人抓走了 你过来呀 小小奇回头冲着客栈方向 一边跑 一边大声哭喊着 小小奇这次是真的着急了 也是真的害怕了 姐姐被坏人抓走了 万一她受到伤害 小小奇不敢想下去了 儿子 不要紧张 爸爸已经知道了 兵凡 沉稳冷静的声音传来 下一刻小小奇眼前一闪 已经身在空中 林凡面沉如水 欲见而行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冰冷的气息 小小奇在后面 抓着林凡的衣服 急道 爸爸 有坏人抓走了 姐姐 你放心吧 姐姐不会有事 有事的是那些坏人 爸爸会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后一句话语气颇为的森寒 显然林凡真的动毒了 虽然有九龙护身符的存在 琪琪安全无欲 但是有人生出了对琪琪的不轨之心 就该死 这世上 总有些人 在作死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不到死不回头 既然如此 那便送他们去死吧 林凡感应着琪琪的位置 全速欲见赶过去 距离清风城数百里的某处 空间突然扭曲两下 随后三道身影险下而出 正是魁蛇 元龙 还有被他 掳来的琪琪 魁蛇使用了传送宝石 随机离一个位置 将他们传送到了过来 嘿嘿 小妹妹 不要怕 哥哥会好好疼你的 刚一落地 元龙就迫不及待地 跑到琪琪身边 猥琐地冲着琪琪 黑黑笑着 搓着手 姿态令人作呕 琪琪怒气冲冲地 瞪着元龙 兴眼圆瞪 坏蛋 只是他却不知道 自己这生起起来的样子 非但不凶 反而还更加可爱了 元龙的眼睛又亮了几分 不错不错 是小爷的菜 元龙舔着嘴唇 满意无比 魁蛇辨别了一下方向 指着北面说道 少爷 组门在那边 我们走吧 着什么急啊 我还想跟小妹都说说话 少主 这个小女娃 还有刚才那个小子 都不简单 年纪这么小的 金丹修士 老夫也是第一次 恐怕他们身上都有顶级法器级别的防御 至宝 必然不会是一般人 恐怕最起码也是一流宗门出身 未免生事 我们还是先回宗门 未免 好吧 元龙撇了撇嘴 道也没有坚持 他虽然有些特殊的癖好 但是人并不傻 知道魁蛇说的有道理 也愿意听从 两人带着琪琪腾空而去 第1727集 这个时候琪琪已经冷静了下来 并不慌张了 身体周围的能量护照 带给他很充足的安全感 而且他也知道 爸爸肯定已经在飞速赶来 该担忧的 应该是这两个坏人才对 只不过琪琪有些生气 生气这两个莫名其妙的人 突然出手将自己掳走 生气那个老的对小小琪出手 生气那个年轻的 看自己时那猥琐的表情 喂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抓我 琪琪在能量光照内 把玩着自己的九龙边问道 元龙黑黑一笑 双眼放光地看着琪琪 说道 小妹妹 你的声音真好听 都说小萝莉 殷亲体柔意推倒 不错不错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小美女的要求 我没有办法拒绝 哇 金龙门少主 昆仑仙界的典籍天赞 年轻的半步画神强制 拥有着打装机一样的腰 发动机一般的肾 一束临风 风流梯躺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玉面小飞龙 俊郎小郎君 元龙 至于我卢走 不 不能说是卢走 只是友好的邀请小美女 我邀请小美女 只是想请你去我家做客罢了 嗯 你放心吧 我不会伤害你 我舍不得 这细皮嫩肉的 邀请 有这么邀请的 琪琪冷笑道 说着 琪琪左右看了下周围的漆黑铁链 面带讥讽 元龙笑道 小美女 这只是权宜之计 回头我会好好跟你道歉赔罪 对了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你这么漂亮 一定有个很美的名字吧 还想知道我的名字 琪琪摆了扳手 眼珠一转 眼眸之中闪烁起了 脚匣的光芒说道 送你一句话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天 嗯 元龙眨巴着无知的小眼睛 一时间不明所以 说道 小妹妹 你说错了吧 你说的这个我听过 完整版不应该是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 碧莲天 你怎么少了碧莲两个字 因为你 不要碧莲啊 琪琪仰着下巴 说完就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 两只漂亮的眼睛都弯成了月牙 哎呀 小仙女是不能说脏话的 琪琪连忙捂住小嘴 摇了头 不要碧莲 元龙重复了一句 这才醒悟过来 脸色顿变 好啊 好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不过这才有意思呀 元龙又乐起来了 也不知道这货 是哪根弦没有搭队 脑子似乎不太正常 琪琪斜眼看着元龙 大声说道 喂 你别傻呵呵地在那儿落了 我劝你一句 立刻把我放了 否则我爸爸找过来 你就完了我跟你说 你爸爸 哎哟 吓死我了 元龙表情夸张地怪叫了一声 说道 我实话告诉你 前面马上就到我家了 我老子 可是金龙门门主 全是无双 实力通天 乙爸来了过去 还得巴结着我 嗯 乱拼爹啊 我元龙长这么大 还没输过 呸 琪琪脆了一口说道 巧了 我拼爹也没输过 这时 魁蛇突然问道 小丫头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琪琪仰着光潔的下巴 满脸骄傲地说道 我爸是林凡 魁蛇听到林凡两个字 顿时被吓了一跳 脑海之中轰然作响 甚至连真气都出现了一瞬间的紊乱 带着元龙和琪琪一起晃动了下 不过很快恢复了稳定平衡 你 你说什么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魁蛇死死盯着琪琪 沉声问道 元龙也懵了 林凡之名 只要不是个傻子龙子 几乎都听说过 元龙自然无例外 而且元龙还非常的崇拜林凡 甚至曾经幻想过 如果自己也能有林凡那样的实力 该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 那还不是想杀谁就杀谁 想要多舍小萝莉就多舍小萝莉 想想都要笑出声来了 但是现在 自己居然打起林凡女儿的主意 这 琪琪哼哼哩声说道 我爸是林凡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个林凡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赶紧帮我放下 自己逃命去吧 我爸脾气可不太好 林凡的脾气 又几时一句简单的不太好 能够概括的 那家伙可是个杀神啊 魁蛇一阵后悔 他从琪琪的装备和修为 早就看出来琪琪来历不凡 只不过魁蛇并没有往林凡的身上想 他以为琪琪充其量 也就是某一流宗门中 某位大佬的后代 没想到 居然会是林凡的女儿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 魁蛇肯定不敢对琪琪动 哪怕一丝一毫的歪心思 魁张老 怎么办 怎么办 要不我们把它放这儿吧 元龙这个时候是彻底的慌了 脸色煞白 说话的时候 嘴唇都在哆嗦 不可 魁蛇目光一寒 眼眸之中闪过一丝寒芒 沉声说道 事到如今 我们已经起呼难下 若是刚才 你没有把宗门消息透露给他 我们自然 何以在此处放下他离开 但是现在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 回头跟林凡一说 恐怕会给宗门带来灭天之灾 元龙惊呼一声 手足无措地说道 那 那怎么办 未经之计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魁蛇一咬牙 看向琪琪 语气 阴森恐怖地吐出四个字 杀人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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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元龙也看向琪琪 有些舍不得 这么极品的小萝莉 如果杀了 那该多可惜啊 琪琪倒是一点都不害怕 一手撩着发丝 好整以暇地看着 魁蛇和元龙二人 元龙看着琪琪心头一热 连连摇头道 不行 不行 魁长老 不能杀呀 少主 现在可不是 炼香喜语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魁长老 这小妹妹身上 是有着顶级法宝价格的 防御质宝 一时半会儿也打不破 反而有可能将 那个灵盘吸引过来 倒不如 把她带回宗门 慢慢想办法 魁蛇一想 似乎也确实是个道理 顶级法器级别的 防御质宝 要想攻破 势必要费一番功夫 由此产生的能量波动 就可能引来让人的注意 难保不会被灵盘查去逃 看来 只好先将人带回宗门 再行想办法了 年纪至此 魁蛇沉声说道 我们现在远速返回宗门 我现在累计门主 向他禀报情况 同时也让门主准备提前 关押这个小姑娘的地方 元龙脸色一息 只要将琪琪带回金龙门 那还不是任他处置 就算灵盘再厉害 他也不可能找得到 完美 这时琪琪突然抬起头 向着远处看了一眼 说道 哎呀 让你们走 你们不走 现在晚了 爸爸来了呢 第1728集 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传入魁蛇和元龙的耳中 却仿佛催命的魔鹰 让前一刻还因为 想出了应对之法 而沾沾自喜的两人 瞬间亡魂大冒 彻骨的寒意 从脚底板升起 直冲天灵盖 在哪 在哪 林凡在哪 完了完了 林凡来了 我们都得死啊 元龙惊慌失措地 四处张望着 眼神惊恐 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人的名树顶 林凡的名气 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关于他的传说 每次都伴随着沙伐 毁灭 就不说死在林凡手里有多少人 单单是被他所灭的顶尖势力 就有元门 帝皇阁 兵京凤凰族 九幽玄迷茫等 这里面 最弱的都不比金龙门弱 但这些势力 在碰上林凡的时候 还不是如同鸡蛋撞到了石头 碰得一下 蛋壳破碎 蛋清蛋黄 蹦跤而出 金龙门一直以来 都是元龙最大的仰仗和底气 但是这次 却并不能带给他丝毫的安全感 因为元龙明白 对于林凡来说 金龙门并不比随手 便能碾死的蝼蚁强到哪里去 少主 不要慌 这小丫头在吓唬我们 魁蛇用力地抓了一下 元龙的肩膀沉身头 这下 元龙稍稍镇定了一下 但是眼神之中 依然满是惊恐 不安地四处看着 他才刚刚突破半步化神 正是七身 昆仑仙界顶其天骄 拥有着光明的未来 可不想就这样夭折了 老夫 并没有察觉到丝毫强折的机械 你这小娃娃 倒是心机深沉 想要借此 坏我的心境 魁蛇 魁蛇撇了琪琪一眼 随后 真气加速运转 速度陡然加快 向着金龙门的方位 全速挺进 我说了你们还不信 等一下有你们哭的 琪琪轻哼一声说道 魁蛇感应不到林凡的气息 那是因为他太弱了 而琪琪之所以知道林凡快到了 是因为林凡神识传音告诉了他 但是魁蛇并不知道这些 他带着圆龙和体体加速前进 向着金龙门疯狂地冲去 就在这时魁蛇发现 从金龙门方向冲来树道身影 一个个气势雄魂 颇为不俗 尤其是当些那个中年人 提心魁梧 见眉入病 身穿一件宽大而豪华的紫金龙袍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一股强悍的霸气 观其气势更是如冤 亭月寺一般 竟然比华神巅峰强者 魁蛇都要强出几分 正是金龙门门主 顶尖化身巅峰强者 袁淳君 后面几人则是金龙门的守护者 全部都是化身强者 是门主与诸位守护者到了 看到来人 魁蛇稍稍松了口气 袁龙脸上顿时浮现出狂喜 联盟向着袁淳君招手喊道 父亲 父亲 下一刻 袁淳君已经来到了 魁蛇三人面前 父亲 海二已经突破着半步化神进进 袁龙带着五分炫耀 五分妖功地向着 袁淳君说道 袁淳君 看了一眼 袁龙身后 被覆天锁链捆着的琪琪 脸色顿时就变了 父亲 袁龙靠近 还想说什么 一声清脆而响亮的巴掌声响起 袁龙的脸上迅速地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红纸印 整个人都被这一巴掌扇在原地转了几圈 父亲 您这是何意 袁龙 稳住身形 一脸委屈地看着 袁淳君 混账东西 你一只逆子 看看你做了什么蠢事 袁淳君气得直喘粗气 吼道 平时你他妈就算了 但你总得有个度吧 林凡的女儿都感动 你是嫌你爹活得久了是吗 父亲 齐齐轻眼小嘴笑得花枝乱颤 在下金龙门门主 袁淳君 携金龙门高层给小公主请安 袁淳君脸上挤出一副笑容 向着齐齐抱拳鞠躬 同时微微偏过头 咬牙喝道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小公主 行礼 是是是 跟着袁淳君来的一杆化神奇强者 纷纷抱拳鞠躬 魁蛇拉了一下 袁淳的一脚也弯下了腰 袁淳颇为不甘 却也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思 只能照做 只不过袁淳 在敷衍着鞠躬之后 立马执起腰来 眼眸之中闪过了一道金萌 说道 父亲 我们现在立刻把这个小妹妹带回家门 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到时候就算凌凡震怒 也波及不到我们身上 闭嘴 你个蠢祸 袁淳君一白手打断了袁龙的话 极为严厉的说道 你以为林先生是什么人 你真觉得能瞒得过他 我们现在不能跑 不能躲 只能在这儿 等着林先生 等他到了 向他赔礼道歉 就算搭上我们半个青龙门的家庭 也要让林先生消气 至于这样吧 袁龙小声嘀咕着 袁淳君狠狠地一个目光扫过去 顿时让袁龙不敢再吱声 就在这时 爸爸你来了 琪琪突然仰起头 看向一边 欲掉欢愉的喊道 袁淳君 袁龙 魁舌以及金龙门众多守护者 顿时全部扭头看了过去 只见一道剑盲 从天际积虑而来 速度快如闪电 携带着冰冷森寒 而又凌厉无比的气势 转身之间已经抵达了面前 正是林凡 他面沉如水 眼眸之中 弥漫着如同火山 喷发一般的无际怒气 林先生 我 袁淳君眼皮一跳 整颗心脏都控制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连忙向着林凡抱拳大声喊道 林凡的恐怖就算听闻一百遍一千遍 也远远比不上真正面对他时的那种感觉 如同蝼蚁在仰望大象 如同小溪面对江河 如同石子面对高山 死 谁是林凡人狠话不多 根本没有跟袁淳君对话的打算 直接吐出一个字 金龙门众人顿时感觉到无边杀意 如同汹涌的浪潮一般 狠狠地拍打过来 而自己就像是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随时可能颠覆的一夜孤舟 恐惧无处绝望 下一瞬 一道金王在场中一闪而逝 亮瞎了袁龙的狗眼 一声轻轰 随后便见一道人影 一头从空中栽倒下去 向着大地做起了自由落体运动 正是魁蛇 此时魁蛇的眼睛之中 已经被一片死灰所覆盖 围心处有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细小伤痕 那伤痕之中似乎还在隐隐向外放射着淡淡的金光 至于人已经是死得彻彻底底了 魁蛇的尸体在下落的过程中 违心那道缝隙中的金光越来越强烈 最后那金光更是直接将魁蛇整个都吞噬了 续雨金光散去 空中哪里还有魁蛇的踪影 竟然是尸骨无存 彻底湮灭 就连灵魂也已经彻底消亡 魂飞魄散了 干脱琪琪和小小琪出手 就注定了魁蛇的结局 谁也无法改变 林凡甚至懒得跟他说话 直接便将其当场斩杀 并且诛灭了灵魂 1729集 杀法果断如此 直接将袁淳君等金龙门众人 害得遍体发寒 眼神惊恐 二话不说直接杀人 而且还是直接秒杀化身巅峰 太恐怖了 尤其是袁龙 更是害怕得腿都软了 身体一晃 直接软啪啪的 如同一滩烂泥一样 探到了 魁蛇只是个动手的 都魂飞魄散了 袁龙可是肿谋 他现在是真的害怕了 心脏控制不住的在颤抖 如果能重来 他肯定离得极其远远的 甚至宁愿永远放弃 晋级半步化身的机会 也不会踏入清风城半步 只可惜时间不能回溯 人生也不能重来 袁龙什么的都无法改变 他甚至不敢逃跑 也没有勇气求饶 只能在无尽的恐惧中 等待林凡的审判 就好像死刑犯被压上了刑场 心轻胆战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李先生 袁纯君到底是一代门主 获利不足 连忙向着林凡抱拳 声音颤抖地说道 不过林凡再一次打断了他的话 完全没有搭理 袁纯君 而是遇见来到奇奇的身边 爸爸 弟弟 奇奇开心地蹦蹦跳跳地招手 姐姐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小小齐上下打量着奇奇问道 我没事 有爸爸给的护衫服呢 那些大蠢的根本奈何不了我 奇奇摆了摆小手 满脸轻松地说道 林凡轻轻地打了个响指 奇奇周围那一圈 赴天锁链 顿时便崩裂成无数劫 洒落大地 奇奇轻轻一跃 便跳到了 放大了N多倍的恶母兄尾上 抓住了林凡的一脚 一副不怕事情闹大的架势 在林凡身边说道 爸爸 刚才你两个坏人 还商量着要杀我灭口呢 说着 奇奇伸手指了指袁龙 袁龙顿时身体一颤 心是拔凉拔凉的 林凡 顺着奇奇手指的方向 看向袁龙 等等 等等 李先生 手下留钱 袁臣军联盟将自己的储物戒指摘了下来 以真气控制飞向林凡 同时颤声说道 李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是袁龙叫子无妨 这才犯下大错 冒犯了奇奇小公主殿下 不过万幸的是 奇奇小公主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否则的话 我 我真是 我真是 万死难辞其咎 林先生 我愿意赔罪 还请林先生 给我二一次机会 这资源里 是我金龙门一半的资源 如果不够 稍后片刻 我将另一半 也取来 全部双手奉上 金龙门乃是一个一流纵门 传承了数千年 他一半的资源 绝对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宝藏 林凡伸手接住 储物戒指 随手便将其收了起来 见林凡收起储物戒指 袁蠢轻松了口气 他不怕林凡收下 就怕林凡不收 如果林凡不收这个储物戒指 那就表明他不会饶过袁龙 而一旦收下了 就意味着事情 还有回旋的余地 袁龙也生出了一种 劫后余生的喜悦 袁龙 多谢林先生 高抬贵手 袁春君笑着林凡 深深地弯向了腰 心里虽然在低血 但是脸上却带着笑容 等等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放过你儿子了 然后林凡的声音 却直接将袁春君 再度拉到了冰点 什么 袁春君 猛地抬头 难以置心地看向林凡 这件林凡满脸戏谑地 看着袁春君 脸上带着笑 但是这笑容之中 却带着令袁春君 通体发冷的寒意 李先生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您收下我的储物戒指 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 对不对 袁春君 咽了下口水 艰难地说道 很抱歉 我没有开玩笑 我也从来不跟 不是我朋友的人 开玩笑 林凡摇摇头说道 文言 袁春君 脸色顿便 心底涌上了一股 不祥的预感 猛地扭头看向袁龙 瞳孔顿时一阵紧缩 眼神之中充满了慌张 父亲 你 你 这么看着我干嘛 别 别吓我呀 袁龙 被袁春君的目光 看得浑身发毛 结结巴巴地问道 少主 你 你的身体 旁边一个守护者 眼神惊恐地看着袁龙 伸手指着他喊道 啥 袁龙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身体 这一看 袁龙顿时三魂丢了击破 因为他骇然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正在逐渐笑容 就好像烈日下的冰淇淋一样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逐渐地笑容 袁龙虽然感觉不到痛苦 但是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身体 一点一点地消失 这种感觉足以将人逼疯啊 是 是怎么回事 父亲 父亲 救救我 不想死 我还年轻 我刚刚进去半步化身 我不想死 袁龙顿时哭嚎了起来 他抬起手臂 要去抓 袁传君 但是 手臂刚抬起来 手指就在 袁龙眼睁睁的注视下 消失不见了 从手指间 到第一节 指关节 再到第二节 再接着 整个手掌也没了 不 不 袁龙彻底疯了 林先生 求你高抬跪手 林先生 您也是做父亲的 提量提量我 我只有袁龙这一个儿子 袁传君声泪俱下地哭喊着 林凡轻声跟琪琪和小小琪说道 真不许啊 小孩子不要看 说完林凡还封闭了琪琪和小小琪的听觉 琪琪和小小琪很听话地扭过了头 虽然姐弟俩都已经见识过杀戮 经历过鲜血的洗礼 但是现在的画面 以及接下来的画面 会比较血腥残忍 还是不适合他们看到 你说得对 都是父亲 要互相体谅 林凡眼神冰冷地看着袁传君 冷漠地说道 那我倒是想问问你 当你的好儿子祸害别人家闺女的时候 你有没有体谅过他的父母什么干涉 你有没有可怜过那些被你儿子祸害的女孩子 现在跟你跟我说 体谅体谅 对不起 我从来不体谅人渣 你儿子祸害少女 是人渣 你身为他的父亲非但不阻止 反而一味纵容 也是人渣 对待人渣 我的态度很简单 那就是 让他们彻底 变成渣 华一诺 林凡抬起右手 轻轻打了个响指 一声脆响 传入每一个金龙门 强扯的耳中 这在寻常不够的响指声 却成为了催命符 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脚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妖术 闷主 救我 闷主救我 都是原龙 都是原龙那个祸害 连累了我们 金龙门众人 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 也如同袁龙一样 在一点一点地消融 顿时场面就混乱了起来 有人疯狂地怒吼 有人一脸怨毒地埋怨袁龙 有人跪下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求饶着 林凡始终不为所动 如同高高在上的仙神 冷漠地俯视着下界楼椅 袁传君倒是颇为冷静 或者说 他认命了 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做 都改变不了结局 所以 干脆接受了这个结局 小龙 是我害了你啊 你目前早逝 我把对他的爱跟愧疚 都倾注到你的身上 是我以为纵爽 让你走上了不归路 如果来生还能做父子 我一定先教你做人 再教你修理 袁传君满脸愧疚地看着袁龙 缓缓说道 他的身体也开始从手指处逐渐笑容 不过 袁传君并未在意 只是一直看着袁龙 想在临死前 最后看一看自己的儿子 是你 是你 都是因为你 袁龙泪流满面 死死盯着袁传君 咬牙喝道 你说得对 都是因为你 是你纵容我 此父多败儿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都是因为你这个老不死 我恨 我恨 我 说到这里 袁龙嘴唇没了 剩下的话 没有说出口 小龙 袁传君难以置信地看着袁龙 他从未想到 袁龙会说出这样的话 下一刻 袁龙再不干涸惊恐中 半边身子都没了 只剩下一半的身体 在缓缓蠕动着 袁传君一脸死灰 正所谓 挨莫大于心死 现在的他 虽然还没有死 但是已经与行尸走了无异 第1730集 宁凡转身 牵起琪琪和小小琪的手 爸爸 事情都处理完了吗 琪琪仰头看着宁凡问道 同时眼睛不由地 朝后面看了一眼 宁凡轻声说道 不要看 啊 琪琪连忙回过了头 另一边小小琪也听话的 没有扭头去看 实在是 现在的场面 太过恐怖血腥 如果将这一幕拍成电影 怕都是过不了神那种 痛苦的惨叫声 惊恐的哭喊声 绝望的嚎叫声 夹宅在一起 让这一幕 如同人间地狱一般 林凡很久没有 用如此残忍的手段 对付什么人了 这倒并不是林凡心思手软 只是 一来他重生之后 有了老婆孩子 修身养性 煞气减轻了许多 二来则是 因为在林凡的眼中 云云众生 皆是蝼蚁 他压根没有专门低头 去看蝼蚁一眼的兴趣 但是这次 袁龙是真的触怒了他 当袁龙的心理 产生了某些想法的时候 就已经给足了林凡 杀他的理由 更别提袁龙 还真的付出行动 先尊一怒 恐怖如斯 由此下场只能说 袁龙是旧由自取 最有应得 至于其他人 也不是无辜的 林凡一眼扫过 观其面相 便知道 死在他手上的 无辜生命 不在少数 金楼门这些守护者 每一个的双手 都沾满了鲜血 沾满了 没有修为的 普通人的鲜血 所以说明他们 都是一群心狠手辣 杀人如麻的恶人 正所谓 物以类举 人一群分 浑水里 养不出鲸鱼 泥潭里 也留不住 白天鹅 金龙门 是从根部 腐烂到了顶部 杀了他们 也算是为昆仑仙姐 除去一些祸害 随后 林凡便带着 琪琪和小小琪离开了 剩下的事情 已经是注定了的 就算是神仙降临 也改变不了 袁龙 袁纯君父子 自食恶果 锦龙门 那一众守护者 助纣为虐 而且本身 也是尸杀成性 绝对 死得不冤 对此林凡 并没有丝毫的 心理负担 爸爸 我饿了 爸爸 我也饿了 都怪那个袁龙 害得我们都没有 吃上早饭 就是就是 太可恶了 姐弟俩小脑袋 碰在一起 数落着 已故玉面 小飞龙的不是 林凡不由 失笑一声 两个孩子本来 是出门去吃早餐的 结果碰上了袁龙 搞得早餐没吃成 林凡轻声道 好 爸爸给你们做个早餐 顺便 让你们看一场奇观 哇 爸爸做早餐 想想都要流口水了呢 嗯 想知 琪琪和小小琪 顿时双眼放光 开心不已 林凡无奈一笑 他们两个小吃伙 怎么光顾着吃 到底有没有听到 我说的奇观呀 虽是这么想 不过林凡还是在 一个地势平坛 草绿花式的地方 落了下去 让琪琪和小小琪自己玩 而她则拿出吹菊 开始做饭 琪琪和小小琪在地上 铺了一个野餐店 趴在野菜店上 翘着四只小脚丫 撑着下巴 看着林凡的动作 很快有香味飘来 清香美味的龙肉粥 里面还添加了 菌宝菇 象羊花等珍贵草药 增加营养的同时 也使得龙肉粥的美味 得到了升华 另外还做了几个 龙肉肉夹馍 地球地方特色小吃 与昆仑仙界 顶尖食材的碰撞 这将是一顿 令人难以忘华的早餐 香味迷茫而出 方圆树里内的野兽 都被这股香味所吸收 从各个方向围了过来 哈拉斯流得满地头时 想吃就不敢靠近 夯吃夯吃地喘着粗气 急得都快哭了 林凡悄然放出一些气势 便足以让这些野兽 望而却步 好香啊 这是吃龙肉的味道 琪琪皱了皱小鼻子 嗅了一下 眸光闪亮地说道 随后她拉着小小旗 蹦了起来 跑到林凡的身边问道 爸爸 这是龙肉粥吗 没错 今天的早餐 是龙肉粥加 龙肉粥加馍 孩子们去坐好 爸爸盛饭了啊 锅盖一掀开 顿时便有五色霞光 从锅中放射而出 美轮美奂 续雨 霞光消散 露出了龙肉粥的真面目 细色的龙肉丁 白色绿色红色的各种灵草 共同组成龙肉粥的灵魂 看上去色香味俱全 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爸爸我来帮你 我也来帮你 奇迹和小小旗围在林凡身边 自己动手咬粥 然后屁颠屁颠地端着粥 拿着肉夹馍 跑到野菜店上吃了起来 林凡也成立碗粥 刚准备吃便查去到了什么 抬头看向右边 小兄弟好敏锐的感觉啊 一道略带些沙哑 却又显得浑厚有力的声音 从林凡看过去的方向传来 非常具有穿透力 下一刻 一道身影从远处极略而来 因为速度太快 在经过之处 留下了一道道残影 在人走远之后才缓缓消散 眨眼的功夫 那人便来到林凡面前 是一个身穿 淡灰色粗不一的老者 发丝干枯且杂乱 如同鸟窝一般 脸上满是皱纹 露在外面那双手 如同树枝一般 皮肤皱哇哇的 而且非常的细 几乎是皮包骨头的样子 就这么一个看上去 风筑残年 垂垂老矣的冒蝶老者 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却令人侧目 别的不说 光是这一首 类似 缩地成寸的本事 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老者的目光 只是在林凡的脸上 兄弟 你这粥 我看还有挺多的 可否分小老二一碗 如果能再分一个肉饼 那就再好不过了 林凡哭笑不得地 看着这老头 他这哪里 还有半点高手风范 活脱脱一个 蝉虫活跃的老顽童 不过林凡并没有 多说什么 将自己的一碗龙肉粥 递给老者 又给了他两个 龙肉肉夹馍 多谢了小兄弟 老者笑呵呵地 道了声谢 便盘腿坐在地上 开始吃了起来 一边吃 还一边含糊不清地 连连撑散着 林凡笑着摇摇头 只觉得这老者 还挺有趣的 大肆肆地不拘一格 不过林凡眼眸之中 闪过了一丝精芒 还带着几分疑惑 这老者 他居然看不透 第1731集 这就有意思了 林凡前世可是达到过 杜劫巅峰境界的 现如今 虽然修为大跌 但他的眼力 却没有丝毫地减弱 即便是杜劫强者当面 林凡也不会产生 这种看不透的境界 然而 面前这个老者 林凡却是真的看不透的 这老者的身上 仿佛笼罩着一层浓雾 竟然隔绝了林凡的感知 他的气息也是忽高忽低 飘忽不定 一会儿能达到练须境界 一会儿 却又陡然降到了原因体别 最低的时候 甚至与毫无修为的普通人无异 而且林凡并不能确定 这是老者本身境界的变化 而是他故意表现出来的 这老者是一个谜团 不过林凡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老头对他没有敌意 最起码暂时是没有的 很快老者便吃完了一碗粥和两个饼 用手被胡乱地擦了一下满是油腻的嘴巴 看向林凡说道 小兄弟啊 那是你的孩子 真是两个好孩子呀 林凡笑了笑 为人父母最喜欢听到的 无疑便是别人对自己孩子的称赞 这可必称赞他自己要更加深入忍心 林凡说道 谢谢 老者突然摸着肚皮又道 小老儿觉得可能没吃饱 我看还有剩余的粥 可否 你自便 小兄弟够张义 老者哈哈一笑蹦了起来 衣食闪身便如同顺衣一般 出现在了粥锅的旁边 又成了一碗粥 并且拿了一个肉夹馍 再次大吃特车了起来 很快又干完了 这下老者总算是吃饱了 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 还眯着眼睛 打了一个嗝 随后老者就好像变戏法一样 手中出现了一根 如同牙签一样的金色小棍棍 撕着牙开始剃牙缝 林凡走到老者面前 目光指使着他 一字一顿地说道 这包喝足啊 是不是该说明你的来意了 小兄弟啊 你对我似乎很有防备啊 老者撇了林凡一眼 笑呵呵地说道 一脸的无所谓 非常放松 林凡微微一笑 反问道 难道不应该对你有防备吗 老者愣了一下 随后也笑了 说道 小兄弟 不要紧张 小老儿对你 绝对没有万分敌 只是 这蝉虫作祟 实在是压不下去了 林凡目光古怪地看着老者 林凡的神识 始终在注意着老者 这便是世间最精准 最敏锐的策划医 刚才老者说这一番话的时候 林凡没有察觉到丝毫的异常 要么他说的是实话 要么这老者实力 也比林凡所判断的更加深不可测 竟然能骗过林凡的神识 林凡更倾向于前者 老者又道 小兄弟 我也不是白吃你的东西 这一番月儿 就当是饭钱 说着 老者手中出现了一个东西 向着林凡一抛 那东西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 落到林凡的手中 只有指甲盖大小 铜体赤红 表面经营剔透 有点像红蒜 但是入手微尘 居然有数百精种 而且散发着灼热的气息 地心盐髓 林凡瞳孔微微一缩 这老者随手抛出来 当作饭钱的东西 居然是地心盐髓 地心盐髓 是极为稀有 极为珍贵的东西 举个直观的例子 当初吴吉宗 流星殿还有澹台家族 三大势力 共同开发无边矿山的 严金矿 那么大一座山脉 海量的严金矿 即便是三方势力均分 也都是一笔难以想象的资源 不知道让多少势力眼红不已 而此时 林凡手中这支甲盖大小的地心盐髓 其价值便足以抵得上半个无边矿山的严金矿 地心盐髓 蕴含着极为雄魂的能量 这股能量雄魂到什么程度呢 即便是炼虚第一强者 如果短时间内将地心盐髓中的能量全部吸收 也会暴体而亡 绝对没有第二种可能 就是这么夸张 当然了 没有人敢做这种蠢事 只要慢慢地吸收地心盐髓中能量 足以让炼虚强者提升一个小境界 这 这下林凡懵了 他实在是摸不准这个神秘老者的脉 老者能拿得出地心盐髓这样的天才地宝 肯定不是普通人 而且他也肯定知道地心盐髓的价值 但还是随随便便地丢给林凡 财大气粗到这种程度 着实有些惊到林凡了 老者捋着胡须 笑眯眯地看着林凡 说道 小兄弟啊 这份钱可否还满意 林凡微微皱眉 目光复杂地看着老者 他确实想要这地心盐髓 借助此物 林凡有信心可以短时间内冲到化身巅峰 再加上炼神种子的帮助 冲击炼虚也将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虽然没有地心盐髓 林凡也能晋级 但是时间上可能会差很多 而林凡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这地心颜色的出现可以说正合林凡心意 但是这天上掉馅饼的事 林凡可不大相信 你到底是谁 林凡死死盯着老者 沉申问道 老者依旧是标志性的笑容 慢悠悠地说道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 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违复世界的和平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琪琪和小小琪相识一笑 只觉得很有意思 老爷爷 你是火箭队的吗 琪琪眨巴着明澈的大眼睛 看着老者问道 说完还没等老者说话 琪琪就笑了 老者也不生气 反而是又变戏法式地 拿出了两个青色的小果 一手一个 分别向着琪琪和小小琪递过去 笑道 初次见面 爷爷没什么好送的 这个野果还挺好吃 给你们吃啊 琪琪和小小琪没有结果 而是扭头看向琳凡 眼眸之中 闪烁着几分渴望 那小果 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 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飘出 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即便是刚刚吃饱饭 但姐弟俩还是挺想吃的 不过他们懂得 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要爸爸同意了才行 而此时 琪凡的表情是这样的 老者拿出来的那两个金色小果 居然是青梅灵果 堪称天才地宝的灵果 服用后可以极大的增强 对风属性的亲和力 第1732集 一个人的体质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他能在修行之路上走多快 走多远 比如 林凡前世 虽然天生体质一般 但是他因为修炼五行帝王诀 后天改变了自己的体质 对五行属性都极为亲和 所以才能获得如此显赫的成就 再比如 火灵族这个神奇的宠族 拥有着得天独厚的火属性亲和力 所以他们修炼火属性功法 可以事半功倍 也可以爆发出超越修为境界的实力 又比如 吕阳深具九天巡雷体 是雷属性顶级体质 也正因为如此 林凡才会收下吕阳这个徒弟 世间元素有很多种 最基础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 还有冰封雷光 暗时间空间等 元素有强弱之分 不同的元素 有各有不同的特点 比如 金属性攻击墙 木属性生命望 土属性敦厚厚厚重 大部分情况来说 亲和的属性越多 好处越大 不但能够满足复杂环境下的快速修炼 而且在面对不同属性的敌人时 也可以有不同的应对 但是一个人的体质好坏 亲和哪种属性是天生的 后天很难改变 很难就说明还是有办法的 林凡前世靠着五行帝王诀 后天改变属性是一条路子 此外 某些灵草灵果之类的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只不过 这种就属于真正的天才地宝了 极为的稀奇 而此时老者拿出来的这青梅灵果 便属于能够后天改变体质的天才地宝 服用青梅灵果之后 将会极大的提升对风属性的亲和力 后天制造顶级风属性 这两个青梅灵果放在外面 不知道会引来多少人争强 然而老者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拿出来送人了 搞得林凡都想把这老者抢了 他的储物戒指里不知道还藏着多少宝贝 林凡点了点头说道 还不谢谢老爷爷 急救小小琪急声道 谢谢老爷爷 然后从老者手中拿过青梅灵果 便开心地吃了起来 见林凡眼神怪异地看着自己 老者后扯半步说道 老头子我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了 没别的了 林凡撇了撇嘴说道 说吧 你到底是谁 老者立刻摆出了一幅室外高人的模样 一手背在身后 另一只手轻抚胡须 淡淡地说道 你还算不错 有资格知道老夫的名诽 你可以叫老夫 神藏 神藏 林凡重复了一下这个名字 问道 那你 神藏微微一笑 打断林凡的话 说道 小兄弟啊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 但是现在 不是说与你听的时候 我只能告诉你 我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确实是为你而来 正确地说 是为了把那番鱼儿 送到你的手上 神藏指指林凡手中的地心眼髓 继续说道 我觉你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你站稳咯 别激动地倒在地上 你手上那个 叫做地心眼髓 其中蕴含着极为雄浑的力量 你这样 你每日从底线岩髓之中 吸取百分之一的能量 用来修炼 应该可以帮助你 尽急练须啊 千万不能弹性 一天之内 最多只能吸收百分之一 虽然你肉身不错 但是也别冒险 肉过多了 你根本承受不住 有暴体而亡的威胁 确计 确计 说道后面 神藏的表情变得极为严肃 语气也很认真 彻底收起了嬉笑之意 米凡内心更加疑惑了 颠了颠手中的地心 眼髓 问道 你第一次说 你特意给我送来这个 没错 为什么 因为 神藏的眼眸之中 闪过了一丝忧虑 四十五度角看向天空 缓缓说道 这个世界需要强者 这个世界需要强者 林凡心底末的一尘 他从神藏的话语 神态 甚至是心理波动中 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神藏内心的忧虑 你是不是预感到什么了 林凡问道 神藏猛地扭头看向林凡 紧接着便是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原地 再度现身的时候 竟然已经出现在林凡的身边 干枯消瘦的右手 向着林凡的肩膀拍了过来 但是他的手 在碰到林凡肩膀之后 却没有丝毫停滞地拍下去 而林凡 则扭曲闪烁两下 缓缓消散 残影 神藏颇为意外 扭头看去 只见林凡的身影 出现在他方才站立的地方 相当于两人相互换了位置 不错的速度 不愧是 能够以化神之姿 强杀练须的人 神藏转过身 没有再出手 而是双手背在身后 看着林凡称赞了一句 虽是称赞 但林凡却颇为不悦 因为神藏说这话的语气 就好像长辈在夸奖 取得了进步的后背 不过林凡并未发作 神藏的出现仿佛在林凡面前 铺开了浓浓的迷雾 林凡突然意识到 昆仑仙界 恐怕也不像自己所看到的这么简单 别的不说 单单是眼前这个神藏 就让林凡 有种看不透的感觉 神藏又到 你刚才那个问题 什么意思 林凡没有回答神藏的问题 而是说道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不是预感到了什么 神藏成音片刻 似乎有些犹豫 目光闪烁了几下 但最终还是说道 没错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非常强烈 昆仑仙界 恐怕面临一场大劫难 足以毁灭世界的大劫难 大劫将至 这个世界需要强者 需要更多 更强的强者 唯有其心协力 或许还能拼得一线生机 林凡内心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神藏这番话 是否意味着 他预感到了修罗子的到来 他居然能够演算天机 而且还是涉及到了 杜杰巅峰强者的天机 如此手段 即便是林凡前世所处的修真界 也唯有寥寥数人能够做到 而且那几个人 无一不是屹立在修真界顶端的大能 比如天眼宗那位号称 算天算地 算仙算神的神算子 又比如以天地为棋盘 以众生为棋子的诸葛梁 而神藏居然也能做到 这让林凡颇为惊讶 第1733集 林凡皱眉看着神藏说道 你居然能够预解到 大劫难即将降临 我对你的身份 越来越好奇了 神藏浑浊的眼眸之中 顿时闪过一道精芒 说道 我对你也越来越好奇 看样子 你似乎也知道什么呀 林凡不知可否 如果此时旁边有第三个人 肯定会听得与你物理 不知所以 小兄弟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神藏目光忧深地看着林凡 仿佛要把他看透一般 只可惜神藏失望了 神藏原以为 他已经足够了解林凡 但是现在看来 还远远不够 林凡看不透神藏 但神藏现在 也发现自己看不透林凡了 林凡微微一笑 焉余地看着神藏说道 你不是对我挺了解的吗 刚才神藏说了一句 不愧是能够以化神之姿 变强杀炼虚的人 足以说明 神藏是调查过林凡的 我以为我很了解你 但现在来看 我以为的也仅仅是我以为的 神藏自嘲地摇摇头 紧接着脸色一变 身体微微探前 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的身上有大秘密啊 林凡淡然一笑 并未接话 神藏继续说道 据我所知 在你二十岁之前 你一直是标准的 顽固子弟 放浪行汉 不诚意 被逐出家族 沦为弃子之后 更是浑浑噩噩度过了四年 但是毫无征兆的 你一夜之间 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不但掌握了许多 即便是我 都看不透的奔列 月街斩杀 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而且 性格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而后 更是在短短十年之内 达到了现在的化身中心 并且拥有着 斩杀炼须强者的实力 如此提升速度 当真是让人惊骇不已啊 现在细细想来 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你 到底是什么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不是吗 没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既然如此 你我就不要再试图打听 跟窥探对方的秘密 可以 敏凡 既然你也知道 大劫难的情况 多余的话 我就不说了 你心里有数就好 唇王止寒的道理我懂 如果昆仑仙界沦陷 地球也难免 幸免于呢 所以我也不希望劫纳 毁灭昆仙界 如此 再毫不过 既然如此 老夫就不再打招 我还要去寻找下一个 种子 种子 就是跟你一样 天赋实力 人品 俱加的强者 我会给他们提供资源 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提升实力 没突破一人 他们 踏实面对大劫难 便多一分 你只是我 种子名单上的第一位 在你之后 还有上千位强者 实力最低 都在化身后期 最强 则是练须 林凡脸色怪异的 看着神藏问道 你打算就像现在这样 主动给其他种子 送上修炼的资源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你这么做 是个人恐怕都会怀疑 你的身份跟动机 如果你不说明实情 恐怕很多人 都会内心不安慢 但是如果你实话实说 将会在昆仑仙界 引起恐慌啊 对啊 我从未想过 有一天 竟然会发愁 送不出资源呢 这还不简单 你只需要将送资源之事 从人为的包装成天意 从刻意包装成偶人 让其他种子都以为 是自己遇到了机遇 那么就好了 没错 没错 你说的很有道理 那些种子 每个人都是人中龙凤 不但实力强 并且身负机遇 只要我稍加调控 别人很难从他们手中 夺得机遇 如此一来 便能够完美地 解决问题了 林凡 就此别过 山高水长 江湖再见 华英诺 神藏身体微微扭曲了一下 身体如同泡影一般 缓缓消散在空气中 林凡瞳孔微微一缩 他居然没有感知到神藏的去向 连大致的方向都没有 这个神藏有点东西 他身份成名 实力不详 没想到昆仑仙节之中 居然还隐藏着这么一尊大神 不过 林凡嘴角未先 神藏下次见面 我一定会把你研究得明明白白 神藏离开之后 林凡让琪琪和小小琪 在旁边自己玩 而他则取出恶魔胸微 准备进行最后的练制 此前在清风客栈里面 林凡已经将恶魔胸微 练制到最关键的时刻 马上就会达到仙气级别 但是因为琪琪出事 所以林凡只能中断 而现在 是时候接着之前的禁毒 将恶魔胸微 真正推上仙气级别了 说干就干 林凡拿出一杆 顶级法器级别的长枪 这把枪 也是林凡处务戒指中 品质最高的 一件装备 以他来完成恶魔胸微的蜕变 再合适不过 林凡盘息而坐 双目微比 双手快速变换着手印 恶魔胸微悬浮在右 法器长枪悬浮在左 在林凡的指引下 法器长枪的能量 源源不断地汇入恶魔胸微 在两者之间 架起了一道能量桥梁 而恶魔胸微周围环绕的鸿芒 越来越旺盛 渐渐地更是如同沸腾那般 不断地吞吐沸腾 气息也越来越凶猛 正在持续攀升 向着仙气发起了最后的冲刺 就在法器长枪能量 消耗了将近九成的时候 林凡双眼猛地睁开 眼眸之中 顿时神盲暴闪 在此刻 林凡的气势也攀升到了极限 他开始为恶魔胸微 垫顶仙机 所谓的仙机 简单来说 就是成为仙气的仙觉条件 一把武器或者防具 要想突破智谷成为仙气 天时地利 人何缺不可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那就是仙气 有仙气才有可能成为仙气 没有仙气 就一切都是白搭 奠定仙气的法没有很多 而林凡掌握的正是最顶级的一种 名为负仙觉 以负仙觉奠定的仙气 可以极大的提高 晋升仙气的机会 林凡 运转负仙觉 开始为恶魔胸微 垫顶仙气 恶魔胸微变得更加具有神域 很快 仙气便垫顶好了 更准确地说 是修复重建好了 恶魔胸微 曾经至少都是仙气级别的武器 甚至更高 所以它本身是有仙气的 只是受到了损坏 林凡并不需要从零开始 垫顶仙气 只需要修复原来的仙气 并且进行一定的优化巩固 便足矣 仙气已成 突破仙气 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此时不突破 更待何时 第1734期 仙气 成 林凡抱和一声 双手合在一起 向着恶魔胸微 凶猛地一指 段时便有一道金芒 从林凡的手指尖射出 瞬间便射入恶魔胸微 下一瞬 恶魔胸微突然大放光芒 金光四射 如同烈日一般耀眼 令人不能直视 一股霸裂无匹的能量 从恶魔胸微之中爆发而出 向着周围席圈 方圆数千米范围内 顿时飞沙走时 一片动荡 几人核爆粗的巨数 都被这股能量冲击波 压弯了腰 数百上千斤的巨石 被掀飞出去 无数飞禽走手 发出了惊恐的尖叫 四散而逃 大地开始 剧烈地颤抖 山峰裂开了一道道 漆黑裂缝 巨石滚落 又很快被吹飞 几几个小小急 被一道防护罩所保护着 悬浮在空中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凌凡站在能量爆发的中心位置 但是他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那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的能量 在靠近凌凡 肃无米远的时候 便仿佛被一道透明的屏障所阻挡 自动向两侧分开 凌凡屹立当底 目光穿过暴动的能量 死死盯着恶魔修为 突然 天空乍响一道惊雷 如同墨汁一般的浓浓乌云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聚集在林凡头顶 一幅黑云压成的恐怖景象 如同末日来临一般 天地间顿时按了下来 偶尔有一道闪电 滑破天幕 为天地间带来短暂的明亮 林凡缓缓抬头 看向头顶那滚滚乌云 目光之中仿佛有雷霆在闪烁 这是雷杰 其实说白了 雷杰就是一方世界中天道的自我保护 当本世界内有人的修为突破极限 天道便会感受到威胁 降下雷杰进行阻挠 比如在修真界 当修真者修炼到度界巅峰 想要更进一步 便会面临雷杰 成则飞升上界 败则魂飞魄散 此刻便是这样的情况 昆仑仙界的天道 便是自从恶魔纤维的仙界气息中 感受到了威胁 所以便凝聚天雷 欲进行阻挠 爸爸爸爸 琪琪和小小琪向着林凡 招手喊道 他们有些担心爸爸 林凡大笑几声缓缓开口 声音虽然不高 却将那轰鸣的雷声 肆虐的呼啸声 全部盖了过去 琪琪 小小琪 看爸爸如何全灭天雷 话音落 林凡长生而起 那挺拔如枪的背影 带起了一股 踏破云霄的霸气 琪琪和小小琪 小小琪呆呆地看着他们心目中 如同天神一般 无所不能的爸爸 眼眸 闪亮 满是崇拜 也有担忧 但是很少 主观上会产生担忧 但是客观地想 无敌的爸爸 战无不胜 无所不能 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这担忧 所以这担忧便减轻了许多 毕竟琪琪和小小琪 可是林凡的头号粉丝 此处的灭石天雷 动静极为恐怖 方圆百里范围内 都能感受到这股恐怖至极的气势 而且越是修为高 越能受到强烈 反而是普通人倒是没什么感觉 这以为是几端天气变化而已 精丹修使 坠坠不安 原因强者 心惊胆战 即便是化神强者 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但也有真正的强者 化神后期之上的强者 亦高人胆大 不退反击 向着天雷爆发之处而来 天降异想 必有大事发生 要么有圣人出使 要么有魔头降宁 要么就是出现了天才地宝 这些强者 便是要来一探究竟 如果是天才地宝的话 自然是各凭本事来争夺了 就连各妖孙和主宰都被惊动了 纷纷奔赴而来 很快 凌凡头顶的雷云便已经凝聚成形 传出了恐怖的波动 下一刻 一声惊天爆雷 乍想天气 只见一道紫色的球形闪电 从那浓浓的雷云中冲出 携带着惊天 微能暴射而下 目标 直指恶魔兄威 那是 好恐怖的雷劫啊 雷劫披露 瞬间便让无数强者的心脏 骤然一惊 原本想着冲过来 争夺宝物的强者 顿时 拳头击刹车停了下来 满脸惊骇地 看着空中那恐怖的雷劫 目瞪口呆 再也不敢靠近半步 即便是远隔千里 但他们还是能感受到 那雷劫有多恐怖 蝼蚁 此刻众多强者的心中 同时产生了一种 自己是蝼蚁的感觉 上至化身巅峰 下至金丹修时 无一例外 唯有练须强者 方敢稍作靠近 孰子雷劫 不应该降临此界才对 难道 难道是有先其问世 小子看到 那从雷云中暴冲而下的 球形闪电 眼眸之中顿时 金芒闪烁 产生了猜测 到底曾经是一方 八级大世界的最强者 逍遥子的见识 自然非同一般 面积至此 逍遥子说道 很可能是林凡 我们速去 查看护法 话音落 逍遥子的速度骤然提升 化作一道剑光 在天际暴略而过 罪道人和富青山对视一眼 也迅速跟上 如此恐怖的景象 他们担心林凡受伤 被人趁虚而入 所以要第一时间赶去 志愿护法 与此同时 蓝冰月花千古 和万古三个主宰 也飞速逼紧 而痴渊和蒙荒 则因为距离遥远 明显地慢了一步 此等骇然景象之下 林凡却面丝淡然 甚至眼眸之中 还带着几分喜意 雷劫既是阻碍 又是磨炼 承受雷劫的洗礼 不管是对于修饰而言 还是对于舞者来说 都有着莫大的好处 但是恶魔兄威 曾经承受过雷劫 所以雷劫洗礼这一步 对于恶魔兄威来说 可有可无 林凡便准备以肉身 来替恶魔兄威 承受雷劫 借助雷劫 来锤炼自己的肉身 自从林凡修成鸿蒙不灭精身之后 他的肉身强度 已经堪比顶级法器 在昆仑仙剑来说 是已经无敌了 但是这还不够 还需要继续提升 只是要想再度提升肉身强度 难难难 当肉身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要想再度获得提升 甚至比提升修为更难 就如同林凡 他如果想要再度提升 鸿蒙不灭体的等级 就必须让自己的肉身 感受到威胁 感受到压力 唯有这样 才能够激发血脉潜力 刺激血脉能量 完成蜕变 只是昆仑仙剑中 着实难以找到 能真正威胁林凡肉身的存在 所以林凡便将主意 打到了雷劫上 这雷劫 是专门为掀起而降 威力绝对没得说 林凡默念鸿蒙创始绝 全力运转鸿蒙不灭精身 身体顿时放射出耀眼的金光 在空中如同烈日一般耀眼 下一瞬 天雷劈落 林凡不退反进 拳风上包裹着金芒 向着天雷 一拳轰出 第1735集 面对那恐怖的雷劫 林凡不退反进 既然握拳主动冲上九天 一拳轰出 恐怖的能量波动在空中爆发而开 周围大片范围内 空间都发生了剧烈的扭曲和震荡 这一拳之威 即便是炼须强者 恐怕也唯有暂壁锋芒 恐怖如斯 林凡一拳金芒四射 球星闪电 紫光耀势 就那样在万众瞩目之中 轰然相撞 惊天乍响 瞬间炸裂天际 金芒与紫光交织碰撞 瞬间爆发 大片天地都在此刻 变得明亮无比 好像一个巨大无比功率超强的探照灯 在天空向着大地照射 即便是千里之外 都能看到此处 那闪耀天地的强光 不少强者 顿时脸色巨变 那恐怖的雷劫 即便是他们距离这么远 都能感觉到令人心悸的杀伤力 但是刚才 居然有人握拳迎着雷劫冲了上去 这 这不是找死吗 然而下一刻 他们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那恐怖的球星闪电 居然 被金色拳影 一拳轰散 球星闪电被轰散 骤然之间 溃散为无数的紫色电弧 暴剑而开 席卷四面八方 周围天地间不断闪耀起紫色 蓝色白色的光芒 一道挺拔如枪的身影 奥立于虚空之中 仰头凝视苍虫 眼眸之中充满了斗志与战役 他的身体表面不时有紫色电弧闪烁 却不能对他造成丝毫的伤害 如同一尊身披雷甲的灭世魔神 这一刻无数强者倒吸口两起 那人是谁 莫非是哪位主宰 是了 如果不是主宰的话 又怎么会有这样的盖世神威 全灭天雷 这是何等的霸气 但是林凡知道 这还不算完 恶魔凶威以来的雷结 名为四天雷结 岂会如此简单 果然 在球星闪电 被轰散后 一道道惊天爆响声 密集的炸裂天气 雷云翻滚 一道道几十上百米长的恐怖雷霆 仿佛机关枪一样 疯狂地向着大底 砸落而下 共计九道雷霆 接连不断地轰击而下 几乎没有停顿 没有喘息 这幅场面令人胆战心惊 随便一道都比方才的球形闪电 强出不止一倍 随便一道都能轻易毁灭化神巅峰强者 而且一道更比一道强 来得好 林凡双眼瞬间一亮 非但没有丝毫的退缩 反而战意高涨 爆火一声便冲天而起 依旧是直面雷劫 林凡一拳轰出 第一道雷劫如同纸壶的一般 被轻易轰散 化作无数电光滚滚散开 林凡第二拳轰出 第二道雷霆被林凡这一拳轰得硬生生 转变下落轨迹 狠狠地轰散了百米处的一座山峰上 那座山峰的峰顶 顿时就轰成了积粉 剩余的雷劫能量 顺着山体 迅速传向大地 嘶啦嘶啦的声音 通过地面传出了数千米 所过之处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响声 大地变得焦黑一片 地面上到处燃烧起火焰 林凡第三拳轰出 第三道雷霆仅仅持续了一息时间 便轰然而散 林凡第四拳轰出 天降九道雷霆 林凡连出九拳 将所有雷霆统统轰散 圆圆看取雷光滔滔 如波涛汹涌的大海 足以淹没吞噬一切 但是当这恐怖的雷霆 来到林凡面前的时候 却好像纸糊的一般 一道接着一道的溃散 天空中响起密集的声音 好像烟花绽放一般 接连炸开 在这汹涌的雷光之中 林凡的身影依旧是那么的挺拔 气势冲天 林凡一鼓作气连出九拳 将九道雷霆全部轰散 看起来很是轻松血液 但其实林凡并不好受 到底是掀起引来的雷结 以林凡目前的肉身强度 硬扛下来还是有不小的压力的 但这正是林凡想要的 唯有感受到压力 才能勉强进步 林凡的身体表面雷霆肆虐 皮肉骨骼血脉 都感受到了狂风暴雨般的能量 皮肤炸裂又鲜血流出 林凡舔了舔嘴唇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虽然承受雷结的滋味并不好受 但是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 林凡此刻明确地感受到 鸿蒙不灭体的境界 有了松动的迹象 此刻的鸿蒙不灭体 正由不灭金身 向着更高一级的琉璃身逼紧 所以没有直接提升等级 但已经足够了 林凡尝出一口气 就要降落下去 但就在这时 林凡的心脏骤然一缩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林凡猛地抬头看向天空 神奇惊察 目光惊骇 那雷云居然还没有散去 这 林凡瞬间意识到 这场雷劫还没有完 这事怎么会这样 恶魔凶威 剑声仙气引来的四九天雷 明明已经结束了 但是为什么 林凡心里都要骂娘了 就在这时 头挺那淡淡的雷云 突然从中间向着两边裂开 雷云中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形状好像一只树眼 两头窄中间宽 透过裂缝看过去 是无尽的黑暗 下一刻 一只黑色色的爪子 从那雷云之中探了出来 单单是那一只爪子 并有一个小扇包那么大 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声 从雷云之内传出 响彻小半个昆仑仙剑 真的无数人耳目生疼 内心更是惊惧不已 紧接着 并看到一头体型庞大的猙獰巨兽 从雷云中 踏空奔驰而出 四肢 踩踏虚空 每个落脚都会在虚空之中 荡开一拳紫色的雷环 背声双翼 展翅超过两百米宽 端的是遮天蔽日 身后拖着一条粗壮无比的尾巴 尾部雷光环绕 形成了一个球形闪电 始终掉在尾巴末端 这巨兽通体呈显黑紫色 浑身上下都环绕着恐怖的电弧 没有血肉 完全是由雷霆凝聚而成 雷兽 林凡瞳猛的一缩 眼前出现这一头体型庞大无比的巨兽 便是雷兽 全名叫做寂灭雷兽 并非生物 而是能量体 完全是由雷霆组成能量体 寂灭雷兽 是寂灭雷劫的具现 而寂灭雷劫 在雷劫中 算是比较高级的存在 威力要高出 四九天劫一个档次 不对 恶魔凶威引来的四九天劫已经结束 这个寂灭雷兽 不是被恶魔凶威引过来的 林凡 双目凝视着空中那咆哮天地的恐怖雷兽 瞳孔一缩 产生了某种猜测 这个雷兽 莫非是冲着我来的 念及至此 林凡稍稍往旁边 横移了数米 果然 那雷兽巨大的头颅 也微微转动 跟着林凡 坐了偏移 此时 已经脱离恶魔凶威的方位 以一双冰冷无情的眼眸 注视着林凡 如此 林凡便可以肯定 这寂灭雷兽 肯定是冲着他而来 第1736集 雷兽现行 那庞大的身躯 令人望而生畏 光是远远地看一眼 就让无数人感到通体病寒 恐惧到连呼吸都变得艰难了许多 雷兽那惊天怒吼 更是传遍了小半个昆仑仙节 那 那是 好恐怖的举手呀 那是何物啊 为何从来没见过 太恐怖了吧 远隔七百里 我都能感觉到莫大的威压 难道 天要灭我昆仑 无数修士顿时脸色巨贬 只觉得 莫非是世界末日降临了 此前那九刀恐怖的雷霆就足够吓人了 没想到雷霆刚过 现在又出现了更加恐怖的巨兽 是几面雷霆 是几面雷兽 走了 一向从容淡定气质出尘的小偶子 此刻也是满脸的惊骇 眼眸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那可是 几面雷兽啊 威力 太过恐怖 即便是萧子 如今进入 练须第一井 也没有把握 能够接得下 而林凡此时 不过才化身中急 萧子不清楚 林凡为何会引来 寂灭雷兽 但是他知道 这雷劫对于林凡来说 是一道坎 而且极难翻越 停 萧子一抬手身形骤然停下 前方空间一阵压缩 碰得发出了一声暴响 萧瑶子 为何停下来 如此恐怖的雷劫 我们得帮李凡 罪道人焦急地说道 罪道人与林凡化名的李萧瑶 有师徒之名 虽然后来得知李萧瑶就是林凡 他其实是欺骗了最早人 欺骗了吴吉宗 但是林凡事后 不管是请动两位主宰 出面保下吴吉宗 还是为吴吉宗 请来萧子作证 甚至送给罪道人 一枚恋神种子 这些种种做法 任何人都挑不出 半点毛病来 所以罪道人 心中对林凡的 那一丝戒敌 也已经彻底地消散了 现在眼见林凡 面临如此恐怖的雷劫 即便罪道人 也没有把握能承受得住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 要帮林凡 共同抵挡 旁边的傅金山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他的表情 已经说明了一切 小子 沉生说道 雷劫是为毁灭而存存 谁引来的谁就得面对 如果我们进入雷劫方圆 十里之内 以我们的修为 恐怕会引来雷劫的针对 解释雷劫的威力 将会成倍增加 我们若是出手 非但不会帮到林凡 反而会增加他的威胁 文言 罪道人和傅青山都沉默了 小子前辈 难道 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吗 傅青山咬牙问道 逍遥子说道 这个雷劫 林凡只能够自己面对 我们要相信他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阻止其他的炼虚强者 靠近雷劫十里范围之内 罪道人和傅青山 不甘心地点点头 随后 三人各自散开 收在雷劫方圆十里范围的边界处 不同的方向 准备阻拦其他赶来的炼虚强者 虽然他们不能在 抵抗雷劫这件事情上 帮到林凡 但是最起码不能让人给林凡拉后腿 而此时 林凡已经能够确定 祭灭雷兽是专为他而来 这狗日的天道 林凡嘴角抽搐两下 他确实想借助雷劫来提升肉身 但是 四九天雷劫 已经足够了 林凡已经能够感受到肉身 有了突破的迹象 只需要在修炼几日 鸿蒙不灭体 由不灭金身 进击到琉璃身 那绝对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只是林凡没想到 居然会有 寂灭雷兽这么一出 那可是寂灭雷兽啊 即便是 以林凡的实力 也不由得头皮发麻 爸爸 就在这时 一道清脆的嗓音传入林凡耳中 虽然天地间不断 炸响雷霆 轰鸣之声 但这道声音依然穿过了空间 清晰无比地传入林凡耳中 也落入林凡的心底 林凡回头 看到了琪琪和小小琪 姐弟俩二双手 趴在透明的防护罩上 眼巴巴地看着林凡 清澈的眼眸中 有着难以掩饰的担忧 虽然他们不知道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头顶 那争年恐怖的巨大雷兽 即使太过恐怖 让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 爸爸加油 打倒怪兽 琪琪双手 举在嘴巴前面 大声喊道 小小琪也举着拳头 高喊 爸爸加油 爸爸无敌 听到宝贝儿子和女儿的加油声 林凡的心境 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在此之前 林凡心有牵挂 有老婆 有孩子 有母亲 有其他亲人 和朋友 他担心自己出事 他们会伤心 会难过 所以在面对 寂灭雷兽的时候 林凡的心底 其实生出了几分胆怯 不过现在 林凡念头通达 思维 发生了转变 对于林凡来说 亲人 是牵挂 是软肋 但同时 也是铠甲 有他们在 林凡就有了 更坚固的铠甲 任何底人 都无法伤害到他 不管是眼前的 寂灭雷兽 还是林凡心中的 梦魇 九霄神雷 不管是曾经的 劲敌 原文帝皇阁 还是即将到来的 修罗死都不行 谁都不行 什么都不行 天要压我 我必毁天 地要震我 我必灭地 我当无敌于事 拘须寂灭雷截 又何去再 这就是无敌心机 念及至此 林凡双目瞬间 绽放出耀眼的 金色身亡 原本因为 静灭雷兽的到来 而被压制下去的信念 此刻骤然 突破了 静灭雷兽的威压 冲天而起 仿佛是感受到 林凡的气势 恶魔凶威震掺了起来 发出了一阵阵剑银声 周围空间也 随着恶魔凶威震掺的频率 在震动 进来 林凡伸手一招 恶魔凶威 顿时撕裂空间 瞬间出现在林凡手中 此时得魔凶威 已是掀起 真正的掀起 箭在手 林凡的气势再度提升 天空中 雷兽扬起头颅 再度咆哮一声 那声音震撼苍穹 震动大地 紧接着 雷兽双翼一阵 如同晴天之柱一般 粗壮的四肢 脉动起来 每一步都使得大片空间剧烈抖动一下 那无比庞大的身躯 携带着灭使之威 向着林凡俯冲而下 来得好 今日我便在此 斩雷兽 成琉璃 林凡抱和一声 恶魔凶威高高举过头顶 剑肩向上 剑身绽放出耀眼的轰芒 如同熊熊烈焰一般 脚下空间 碰被一下炸脸 而林凡 则暴冲而出 迎着寂灭雷兽 悍然冲去 在小子等人的视角中 看到的便是一头 猙獰巨手 俯冲而下 一道赤色见光 冲天而起 然后 二者轰然相撞 恐怖的能量 瞬间洗脚而开 肆虐天地 形成了如同 河潭爆炸 产生的蘑菇云一般的 惊天意象 小瑶子等人 死死盯着场上的成败 即将揭晓 此时蓝冰月花千谷 和万谷 已经赶到 停留在十里之外 目瞪口呆地望着 那惊天见光 冲向灭石雷劫 如此恐怖的波动 即便是他们都感受到了 不小的压力 下一瞬 雷兽 嗷地发出了一声怒吼 庞大的身躯 剧烈地扭动了起来 身体表面的雷霆 噼里啪啦地闪烁着 突然 一道赤色剑芒 从雷兽尾部冲出 直射向天穷 直将那滚滚雷云 刺了个通头 红色剑芒在雷云中 以圆弧 向着周围扩散 在这剑芒气势之下 那滚滚雷云 便仿佛水地 落在烧红的铁块上一样 瞬间 烟消云散 天地恢复明亮 阳光普照大地 雷兽艰难回头 看向头顶 发出一声嘶吼 似乎破位不甘 然后砰的一声爆响传出 在无数人惊骇的目光中 雷兽在空中直接暴体 化作无数雷光 向着周围席卷而开 这恐怖的雷兽 这恐怖的雷兽 竟然被林凡一箭锁灭 第1737集 雷兽虽灭 但是那溃散而开的恐怖雷光 依然拥有着超强的毁灭威力 即便是化神巅峰强者 都难以抵挡 林凡一箭刺破雷云之后 仗剑立于虚空之中 微微低头 看着那四处暴冲的雷光 目光一凝 右手持剑背伸后 左手伸出五指张开 然后向着虚空五指一收 猛地抓握 区区雷光休得放肆 给我收 化音落 原本还疯狂向着四面八方 席卷的恐怖雷光 仿佛受到了强烈的吸引力 全部向着林凡的左手 汇聚而去 噼里啪啦 一连串暴响声 听得人头皮发麻 林凡的声音 也在这暴闪的强光中 完全无法看到 不过很好 雷光便消失了 更准确地说 是被林凡收入了左手 林凡左手手心处 出现了一个紫色的雷纹 充满了玄妙的韵味 又隐隐散发出 令人心计的恐怖能量 林凡翻转手掌 看了眼掌心处的雷纹 嘴角微先 眼眸之中重现出一抹喜意 寂灭雷兽 从崩散到被林凡吸收 不过短短一息的时间 那崩散而开的雷光 已经全部被林凡的左手吸收 这个过程 用时极短 寂灭雷兽能量 得到了充分的保留 消散的不足两成 林凡将这些雷光收入体内 时时刻刻加以宁愿 强化升华 他日 对敌之时 便可以将这些雷光 催发出来 南威力绝对远超 寂灭雷兽 绝对能给林凡 带来不小的惊喜 倒是可以作为一张 隐藏的底牌 但是林凡最大的收获 远不止于此 他的真正收获在于 鸿蒙不灭体 已经真正地完成了噤声 林凡伸了个懒腰 全身上下各处关节 顿时响起了噼里啪啦 如同炒豆子一般的声音 这声音 居然引得林凡周围 空间都荡起了一圈圈涟漪 林凡的皮肤 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变得如同流离玉子一般 光滑晶莹 似乎还隐有光芒在闪烁 看上去颇为玄奥 鸿蒙流离一身 鸿蒙不灭体前七层 不配拥有名字 第八层为不灭金身 强度相当于顶级法旗 而第九层名为流离身 其强度相当于仙旗 在四天九节 和冀灭雷节的双重洗礼之下 林凡的肉身成功突破到了流离身境界 现在的林凡绝对称得上是肉身无敌 就算是站着不动 练须第二镜之下 便无人能伤得了他 而即便是炼须第三井 和炼须大圆满强者 拼尽全力之下 也无法给林凡带来 致命的威胁 这次肉身体身 看似无比轻松 实则艰难无比 也煎熬无比 击灭雷兽的威力极为恐怖 若是林凡赤手空拳与之对抗 能否承受得住还是个未知数 幸好的是 恶魔凶威提前完成了蜕变 又掀起在手 为林凡提高了不小的成功率 但即便如此 林凡的肉身 还是在寂灭雷兽的轰击之下 瞬间崩裂 在鸿蒙创始织的作用下 又迅速地恢复愈合 然后又瞬间崩溃 又愈合 如此反复 这个过程是极为痛苦的 短短一些时间 林凡的肉身经历了九次崩溃 又愈合的过程 正所谓不破不立 林凡的肉身在不断地崩溃 不断地愈合的过程中 逐渐提升 逐渐蜕变 最终成功晋升琉璃身 琉璃身 不错 林凡缓缓挥动了一下手臂 感受着肉身提升所带来的力量 满意地笑了笑 而且 手中的恶魔凶威 也已经是真正的先起 划过那脸 看上去似乎不如之前那么的耀眼 但其气势却远胜之前 雷兽被灭 雷光北收 雷云消散 天地间恢复了平静 阳光不照大地 微风徐徐吹过 一片祥和 唯有那龟裂的大地 倒塌的山脉 折断的巨树 才能证明 此前到底发生了何等恐怖的景象 爸爸爸爸 琪琪和小小琪蹦蹦跳跳的大声喊着 语气中充满了愉悦 林凡收回思绪 微微一笑 闪身来到姐弟俩身边 挥手 解除了防护罩 爸爸 刚才那个大怪兽 被你打倒了吗 小小琪好奇地问道 林凡扬两手中聚剑 于太轻松地说道 没错 被爸爸一剑灭了 哇哦 小小琪微微张着嘴 满脸的崇拜 爸爸最帅 爸爸最厉害 琪琪竖起了大拇指 眼眸星光闪烁地看着林凡道 这时 一道的破风声响起 逍遥子最道人 富青山 蓝冰月 花千谷 横万谷 独谷求败七大主宰 以及随后赶到的池渊和蒙荒两大妖孙 出现在林凡旁边 他们看向林凡的目光之中 都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惊之色 在此之前 虽然林凡已经有了斩杀练须的实力 并且曾亲手斩杀过黄天阳等练须强者 但是各位主宰都知道 那是因为林凡有些强大的底牌 而现在却不一样了 林凡没有动用底牌 甚至没有催动真气 便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威胁 仿佛随随便便 单纯靠着肉身力量 便能够爆发出恐怖的杀伤力 即便是以肉身强悍著称的 吃冤和猛荒 在林凡面前 居然感觉到自己的肉身 有着微微刺痛的感觉 这说明林凡的肉身强度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们 尤其是林凡手中那把剑 更是带着一股凌厉至极的气势 只是看一眼 竟然让众人内心一紧 好可怕的现眼 竟然真的是仙气 林凡 你 你竟然领植出了仙气 小子双眼凝视着恶魔凶味 片刻后脸色一变 惊呼一声 仙气 何为仙气 以仙为名 当真霸气 难道 难道是法器之上 随道人等昆仑仙气 本土 恋须强者 面面相去 他们并未听说过仙气之名 在昆仑仙气 武器装备的等级天花板 便是法器 至于法器之上 没人见过 甚至没人听说过 没错 现在的恶魔凶威 的确是仙气 林凡 淡然以一笑 轻浮 剑锋说道 不过 这并不完全是我炼制的 恶魔凶威 原本便在仙气之上 只是受到了损伤 性解跌落 不受的只是修复了部分的损伤 虽然林凡说的轻描淡写 但小子的内心 依然如同十万头羊驼在狂奔 仙气 那可是仙气 小子的锻炼剑 巅峰时期 也是仙气 那把剑可以说是 汇集了大罗天解 超过五成的炼器宗师 耗费了五十年的光阴 才炼制出来的 如此手笔 也唯有大罗天解 第一强者 才能够支撑得起 所以断念剑之后 大罗天解在五仙气 当然了 断念现在 也受到了损伤 跌落到法器级别 不过曾经拥有 小瑶子深知 要练这把仙气 有多么的困难 林凡居然做到了 小瑶子内心 在震惊之余 产生了某种猜测 难道林凡不是地球人 1738级 这个猜测在 逍遥子的内心 升出之后 便开始疯狂 肆意生长了起来 小瑶子自己 就是来自 九级大世界 大罗天解 他闯天路失败 残魂 寄托在 断念剑中 辗转流落到了 龟虚界 后被林凡 带回地球 而且小瑶子 还见识过 来自 摩罗界的 摩罗族 见识过了来自 泰罗星域的 无系底系 小瑶子知道了 原来在 大罗天解之外 还有如此多的世界 各有各的特点 各有各的文明 有高有低 现在想想林凡身上 实在是存在 太多的奇迹 即便是小瑶子 这个一方 九级大世界的 第一强者 都看不透 地球不过是 一方五级小世界 如何能诞生 林凡这样的存在 所以 逍遥子 大胆猜测 林凡说不定 也是来自 某高级未免 逍遥子 越想越心惊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这时 林凡目光一转 看向了逍遥子 逍遥子 感觉到了林凡的目光 扭头看了过去 只见林凡 那宛如星河般 深邃的目光 仿佛要将 逍遥子 看透一般 逍遥子 面色异灵 心神竟然出现了 一瞬间的失神 不过 林凡 只是看了 逍遥子一眼 并未说什么 便收回了目光 逍遥子 顿时感到 压力大增 连呼吸 都顺畅了许多 小子将内心 刚刚冒起了 苗头的猜测 死死 按压了下去 林凡看着 几位主宰 和妖尊 心念一动说道 现在 各位正好都在 有些事 我需要跟各位 说明一下 温言 众人都看向林凡 如此郑重其事 必定是有大事发生 林凡叹了口气 将修罗死的事情 说了出来 杜劫强者 蓝冰月 红唇微仗 难难了一局 翘脸上满是苦涩的 表情说道 原本我以为 炼虚就是终点 却在不久前 知道了炼虚之上 还有合体 但是当我以为 合体就是尽头的时候 现在又出现了 比合体 更高一级的杜劫 我突然感受到了 自己的渺小 渺小如蝼蚁 将帝之蛙 竟是我 花千古也感慨了一局 其他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也是同样的想法 这群人 都是昆仑仙界 站在最巅峰的存在 但此刻 他们却经受了 前所未有的心灵冲击 杜劫 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字眼 单单是合体期的魔地 就为昆仑仙界 带来灭顶的威胁 让整个昆仑仙界 强者坠坠不安 倍感压力 而现在 却是境界 有在合体之上 杜劫强者 而且 很有可能不止一人 难道昆仑仙界 真的要面临末日了吗 感受到众人 低落的情绪 凌反暗自摇头 屹立在昆仑仙界 顶峰的这些存在 这些大能 在面对杜劫强敌 即将来袭的时候 都会产生如此浓烈的 负面情绪 可想而知 其他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会是怎样的绝望 这也是为什么 林凡要提醒神藏 不要将大劫将至的事情 告诉他人 林凡说道 这个消息 目前仅限于 有限的几个人知道 各位万万不可以透露出去 否则的话 整个昆仑仙界 将会陷入恐慌 发生暴论 这个我们自权明白 几人点头 情绪还是有些低落 这时 琪琪扬起小脑袋 声音清脆地说道 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不就是 杜劫强者吗 虽然听起来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再厉害也是人啊 是人就能被打败 只要齐心协力 一定可以的 还有啊 我爸爸可是无所不能的 我相信他会保护我 弟弟 还有妈妈 不管是什么杜劫强者 还是什么别的人 爸爸都会打败他的 没错没错 爸爸是无敌的 小小琪也举着拳头喊道 两个孩子的话 好像在众人的镜头 重重地 敲响了一灭鼓 让他们有种 醍醐灌顶的感觉 我们这群人 几千年上万年 莫非都回到狗身上去了 思想觉悟 都不如两个孩童 惨愧 惨愧呀 为战先妾 七十五倍疯子 杜劫虽强 但是我的 也不是你你的 他若是真来犯 我们拼了命 也要崩掉他两颗牙 杜劫强者 杜劫强者 这昆仑仙界 就是你的棋 众人纷纷出眼 眼神之中 顿时绽放出了光彩 一个个战役高昂 精神焕发 在无之前半点颓废之感 能够练到练须境界 本就足以说明这些人 不管天赋机缘还是星星 都是绝佳的 方才因为 初闻杜劫 心神震动 所以才会产生 负面情绪 现在他们被 琪琪和小小琪 一语点醒 自然也就瞬间 转变了思维 林凡破为心扉 摸了摸琪琪的小脑袋 各位 我们在战略上 要谬视敌人 在战术上 要重视敌人 林凡环视一圈 沉声说道 杜劫者 确实强大 但是也并不是真的无敌 接下来 诸位第一药物 便是要尽量提升实力 做好沿街大敌的准备 我没别的东西 这里是为几位 梁山准备的仙街功法 若能修炼到小城 战力少说提升三城 文言 众人眼睛顿时一亮 仙街功法 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等级 昆仑仙街等级最高的功法 是位超天阶 而此时林凡拿出的仙街功法 必然在超天阶之上 林凡 这 这道人惊讶地看着林凡 仙街功法 即便一步 能引起整个昆仑仙街震动 林凡就这么送出七步 林凡说道 大敌当前 尽可能提升实力 才是第一要务 我只是拿出几步功法 算不上什么 这个时候 林凡想到了神藏 那个神秘的老人 说到手笔 神藏才是真正的大手笔 即便是林凡都自渴不如 随后 林凡手掌在空中轻抚而过 手掌所过之处 接连出现一个个散发着不同颜色 微光的预见 第一个名为万道龙黄诀 志愿姐妹 这是给你的 说着林凡去之一谈 第一个散发着红色微光的预见 飞向志愿 第二个 名为不死霸体诀 只有炼体 猛光前卖 这是给你的 这第三个 林凡一点过 七个预见 分别飞向七个炼须强者 林凡想要 多谢 志愿向着林凡 申俊一功说道 身为目前昆仑仙界境界 最高的强者 有着炼须第三 近十日里的志愿 手刺姿态 摆得如此低 实在是林凡送出的 万道龙黄雪 太过贵重 志愿仅仅是看了开头 便能感觉到出来这一步功法有多么的神奇 恐怕林凡所说的战力提升三成 还是保守的说法 以持缘自己的评估 若是将这万道龙黄雪修炼到小城 他的实力或许能提升近一半 若是将万道龙黄雪完全掌握 实力远不止翻倍那么简单 如此贵重之物 林凡确实说送就送了 没有提出半点要求 单单是这份气毒 就令池原折服 其余众人也都向林凡表示感谢 林凡摆了摆手说道 诸位不必如此 我只是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 对了 我想跟几位打听一个人 请说 池原微笑道 池原活了几万年 简直就是昆仑仙姐行走的活化石 箭矢自然非同一般 林凡缓缓吐出一个名字 神仓 第1739集 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 池原微微皱眉 开始在脑海之中 搜寻数万载岁月累积下来的繁杂 而斑驳的海量技艺 其他几个练须强者也都 面露思索之色 片刻后 池原摇了头 看向林凡说道 抱歉 老夫搜遍记忆 并未听说过神藏这个名字 我们也完全没有听说过此人 完全没有意思 其他几人也纷纷摇头 剑状林凡倒是没有太过的意外 以神藏的手段 若是他不愿意的话 即便是池原 这等练须第三境强者 也完全是发现不了的 池原好奇地问道 林凡小友 这神藏 可是有何不同 没什么 只是 之前偶然见过此人 觉得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对于这个说辞 众人自然是不信的 不过也没有再多问什么 只是众人的心里 都暗暗记下了神藏这个名字 随后 几人又说了几句话 便相继告辞离去 他们都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回去修炼 刚刚拿到手的先进攻防了 就好像小孩子买到了新玩具 总归是要忍不住拿出来玩一样 爸爸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 琪琪拉着林凡的手 扬起了小脑袋 看着他问道 林凡说道 我们去看一下火凤跟老龟 如果进度正常的话 最近几日应该要出关了 对此 琪琪和小小齐 自然是赞同不已 火凤和老龟 虽是夭手 但他们与琪琪和小小齐 相处时间很长 完全没有什么架子 而且还非常的有童心 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们俩 现在要去找他们玩 自然是欣然前往 至于林凡除了看望火凤和老龟 确保他们修炼正常之外 也是要为四项玄骑 更新换代 以不受魂 林凡心念一动 恶魔凶威顿时嗡的一下 震颤起来 在空中旋转一周 稳稳地旋停在了林凡身侧 琪琪小小齐手拉着手 轻轻一跃 琪琪跳上了恶魔凶威 就好像要出去春游 兴冲冲地跑上爸爸的车一样 爸爸我们快出发吧 好 林凡笑了笑 身形一晃 出现在恶魔凶威之上 微微偏过头 说道 本次列车终点站 万腰欲猎狐狸 各位乘客 请借我安全带 我们马上要出发了 出发 琪琪和小小齐 意义起喊道 清脆的声音在天底间 飘荡而起 林凡爽朗一笑 恶魔凶威破空而去 林凡离开后 其他那些远远围宽的化身强者 才鼓起勇气 慢慢地靠近 一个个都非常茫然 脸上又带着极为凝重的表情 这里遗留的气息实在是太恐怖了 光是这股气息 就让他们心惊胆战 天地间 还残留着狂暴的雷霆之力 空气中部是有 噼里啪啦的爆响声响起 不少人甚至感觉到皮肤 都有些微微刺痛 这还是化身强者 能够抵御得住 化身之下 根本难以靠近数十里范围内 好恐怖的气息 不知道哪位前辈在此 方才那只庞大的雷兽 让我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 确实没想到 却被一剑秒杀 我被剑袖当初是 好浓郁的雷霆元素 我感觉浑身的细胞都活跃起来 在这里修炼 绝对能够十半功倍 此处雷霆能量 竟让我的肉身产生了些许提升的 不少人纷纷感慨出生 有剑修 从残留的痕迹和气息中 感悟剑野 升华剑野 有雷属性修是 原地盘系而坐 贪婪地吸收着天底间 浓郁的雷霆能量 强化极深 有专修肉身的体修 望着崩碎的山峰 裂开的大地 陷入沉思 不少人都心有所无 忽然之间 一道紫色柳光 从天际一闪而过 转瞬之间消失在远处 只在天地留下一道 小小的光点 下方一众化身强者 面面相觑 下一瞬 一个体型魁梧 长相粗犷 留着霸气长发的 中年男子眼睛一瞪 发出一声惊天爆合 最后 中年右脚在地面上 狠狠一踩 脚下地面 顿时塌陷下去 出现了宛如 弹坑一般的巨大坑洞 一道道裂缝 向着周围蔓延出去 而中年则如同炮弹一般 暴射而出 向着紫色流光 消失的方向 追了过去 是宝贝 快追 天才地宝 有缘者居之 这个宝贝 我廖某人笑纳呢 放屁 天才地宝 是有能者居之 这宝贝是我的 谁想抢 问问老子这双铁拳 稍说废话了 赶紧追吧 一道道身影冲天而起 疯狂地追了过去 场上顿时就没人了 与此同时 昆仑仙界多处同时 有一宝将士 引来多番争夺 整个昆仙界都沸腾了 某处不可置空间内 一身灰色粗不一 发丝干枯凌乱 不修蝙蝠的神藏 左手背负在身后 右手轻轻地捋着胡须 面带微笑地看着前方 在神藏面前的空间内 垂直树立着一个一个 方向的光幕 就好像监控室里的屏幕一样 每一个光幕里面 都在播放着类似的画面 一道光团 以及疯狂追赶 或者激烈争夺的众人 这些光团 全部都是神藏 投入到昆仑仙界各处的 是专门为了他所选定的种子 提供的资源 论珍贵程度 比起地心眼髓来 也不省多让 而且其中就有两成 正是地心眼髓 神藏听从了林凡的意见 没有直接找到种子 送上资源 而是选择了这种 天降异宝的方式 让其经过一番争夺之后 落入种子手中 当然了 神藏并不是随机在 昆仑仙界各处投放宝贝 他的投放地点 是有针对性的 只会在种子周围投放 而且神藏还会进行 人为干预 当他发现宝物 快要被非种子的人 抢到的时候 就会暗中出手 进行干扰 保证宝物最大概率 落入种子的手中 就好像某无良机构 举办的已经内定的 中奖名单的抽奖活动 神藏似乎找到了新的乐趣 乐此不疲地玩着 忽然神藏目光一转 看向左侧靠上位置的 一个光目 嘴角一条 露出令我玩味的笑 好像一个成了惊的 千年老狐狸 第1740集 北玄域 某冰雪绵延 寒风肆虐的雪山山脉上空 好宝贝 你是我的烂 一个身形小手 有着一双三脚引的 化身听风强者 猖狂大笑几声 双眼放着光 右手反握短刀 背于身后 左手掏出 向着面前一个红色光团抓去 脸上带着激动的表情 那红色光团散发着 一股一股雄昏的能量波动 正是地心眼随 脚下的雪山 有着明显的大战痕迹 山峰倒塌 地面塌险 甚至还发生了大雪崩 有不少化身强者 散布在周围 大半带伤 目光不干 也有些人因为距离太远 只能无奈地看着三角眼 率先接近光团 这天大的纪元 看来与自己无缘了 不少人内心暗暗叹道 但就在三角眼的手 即将碰到地心眼随的时候 地心眼随突然鸿芒大涨 一股强悍的能量 瞬间席卷而开 三角眼顿时脸色大变 本能地调集 真气尽心阻挡 但还是被地心眼随 突然爆发的能量给侦退了 侦退三角眼之后 地心眼随化作一道流光 向着另一边的地面射去 可我 岂有此理 眼看着到了嘴边的鸭子 竟然飞了 三角眼勃然大怒 真气一荡 紧追其后 但是三角眼 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他眼睁睁地看着地心眼随 落入地面上一个人的怀里 那个身材魁梧 留着山羊虎的钟眼 穿着一件淡灰似的朴素长袍 脚下踩着布鞋 虽然修为只有化身后期 在此处并算不上突出 但是 他有着一种 如渊庭月寺一般的气势 倒是令人侧目 在中年的身旁 还有一个年轻女子 一袭红色竖腰 长裙 将少女完美的身段 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一片矮白雪之中 显得格外的亮眼 脸蛋吹弹可破 五官精致 长裙在寒风中飘动 光洁雪白的小腿若隐若现 好一个标志的女子 只不过 这女子的实力很低 只看看达到了惊叹巅峰 还未突破原因期 在众多华神强者的眼中 与地面上随时可以一脚踩死的小蚂蚁 没什么两样 华神后期的若鸡 本座命 搜索将宝物双手奉上 否则死 三桥眼目光冰冷的望着 得到了地心眼髓的心缘 语气思寒地说道 缓一诺 一股杀意 顿时在周围弥漫起来 这家伙 真是走了狗屎运 既然让宝物自己投怀送抱 走运是挺走运的 这可不是什么狗屎运 而是没运 没错 宝物虽好 却不是谁都有资格拥有 在场光是华神巅峰 就有三文 他区区一个华神后期 恐怕 只能够沦为待宰的羔羊哦 那一位 可是威名赫赫的鬼影 据说呀 曾经成功袭杀过 一位华神巅峰强者 一身实力深不可责 尤其是擅长速度跟暗杀呀 快看啊 另外两个华神巅峰强者也过去了 破边战狂田伯刚 书生彩轩 再加上鬼影 三大巅峰强者 哼 那家伙现在难了 无论他将宝物给谁 都会得罪另外两个人 可惜了 身边还有个娇滴滴的小美人 怕是要在这白雪之中相骁欲 周围众人顿时小声议论了起来 其中不乏有看热闹的 也不乏有四肩而动的 历令至婚 虽然现场有鬼影 田伯刚 蔡轩三大华神 巅峰强者 但还是很难将众人眼眸之中的火热 彻底地压制下去 只要有半点机会 绝对会有人铤而走险 山羊湖中年的表情也变得极为的难看 手中的宝物虽好 但确实不是他有资格染指的 老祖 这 身旁红群女子面露焦急之色 坐在山羊湖的身后 眼神窃窃的 好像受到了惊吓的小猫咪 非是他胆小 实在是 以金丹秀为 身处众多化身强者之中 很难没有压力 鬼影见山羊湖中年犹豫 脸上顿时无限出一抹凝色 瞥脸他 旁边的红群女子 杨里杨手中短刀 沉声道 你若是再犹豫下去 本座等得 本座手中的刀 等不得 刀刃闪烁着寒芒 山羊湖中年 脸色一紧 鬼影的话 很明显是在说 他身旁的红群女子 若是他再不交出地心眼髓 恐怕鬼影就要率先 对红群女子出手了 山羊湖中年虽心有不甘 却也只能妥协 他并非性格懦弱之人 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的话 绝对会冒险 带着地心眼髓 逃顿而走 哪怕会因此 被化身巅峰强者追杀 但是 此时他的身旁 还有红群女子 是他颇为喜欢的一扣背 却是无论如何 不能放弃的 山羊湖中年叹了口气 抬起手说道 阁霞 我愿意 好个不要脸皮的老鬼 居然拿一个小背做威胁 真是长见识 就在此时 一道如同红中大驴一般的声音 从另一边传来 鬼影 猛地扭头看去 目光之中 惊芒暴闪 天博钢 你找死 说话之人 正是化身巅峰强者 人称破冰战狂的天博钢 这个体型魁梧 深如铁塔的壮汉 肩扛一把寒气弥漫的双人战俘 气势汹汹地从远处掠来 鬼影 这次确实是你不对 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拿一个小背做威胁 你也不嫌丢人啊 又有一道声音响起 这次说话的是一个身穿青色长袍 头戴发簪 手握指一扇白面无须的男子 看着形象倒像是 古时进京赶考的读书人 但是周围众多强者 在目光落到他身上的时候 却不由地戴上了几分忌惮之色 正是号称 书生的化身巅峰强者 蔡轩 书生模样 但形式风格 却心狠手辣 如同土夫 此书生 你也要烫这道浑水 鬼影嘴角抽出两下说道 蔡轩笑了笑 缓缓地扇着扇子说道 鬼影 你这话就有些好笑了 天才地宝自然是谁的 拳头大就是谁的 我蔡某人 确实也想争上你这 书完蔡轩扭头 看向山羊湖中年 说道 好了 那东西给我 我保你安全 无人能动 还没等山羊湖中年说话 田伯刚便一甩战斧 生若红雷般的鹤桃 你最后想清楚 我手中这把破冰 不是吃素的 鬼影并未说话 却冷笑着 目光冰冷地看着山羊湖中年 同时承受了三大化身 巅峰强者的气势威压 山羊湖中年的额头 顿时便冒起了痘荡的汗珠 三股截然不同的领域之力 在相互的轻扎 敌抗 使得周围空间都发出了一阵阵 酸牙的声音 山羊湖中年脸色更加难看了 同时心里也极为的憋屈 就在这时 一道红色剑芒 从天际掠来 一道轻一声在天空中响起 林凡低头看着下方雪山 脸上带着几分意外之色 难难道 屈原是他们 第1741集 雪山上山羊湖中年双手 碰着地心眼髓 面沉如水 目光阴沉 只觉得这令无数人眼红的宝物 此时落入自己手中 却烫手不已 红区女子躲在山羊湖中年身后 翘脸发白 眼神惊慌 而在周围 则是鬼影 田伯刚和蔡轩三大化身巅峰强者 呈三足鼎立的姿态 分别在三个方位虚空而立 将山羊湖中年围在了中间 在外围则是其他人 都在观望 也不乏有人在暗中 积蓄力量 讲好没有 再不做出选择 我就要自己过来呢 书生蔡轩笑眯眯地说道 熟悉蔡轩的人都知道 当她露出这副表情 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 就表明 她动了杀心 你们 每一个都是成年已久的强者 为何如此躲躲逼人 山羊湖中年咬牙道 田伯刚冷笑两个声说道 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不公平 谁的权都大 谁就要话语权 若这没有资格出生 你觉得我们独独逼人 那 我就独独逼人 你一代如何 你 山羊湖中年气急 却也无能为力 她修炼时间不过短短数百年 跟这个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相比 还是有不少插曲的 若是再给她百年时间 她有信心 最起码 能跟着三个人平起平坐 只可惜 现在等不了百年 山羊湖中年一咬牙 做出了决定 她肩膀一晃 准备将地心眼髓抛出去 然后自己带着红区女子 向着相反方向 逃遁 那三人肯定不会舍弃地心眼髓 而来追她 但就在这时 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 从上方传来 哟 挺热闹的吧 语调轻松 略带着几分玩味 正是林凡 还有琪琪和小小琪 刚才林凡带着两个孩子 遇见向着万腰玉而去 却在图经此处时 看到两个熟人 便降落了下来 哎 那家伙是谁啊 不过是化身中期 居然敢强行出面 还带着俩孩子 是要出门玩的 完喽完喽 可怜那俩娃 跟了个不知死活的父亲 她是再也没有机会 见识这个滑滑世界了 众位人看到林凡 顿时小声议论起来 林凡的境界 只有化身中期 这样的修为 在别处或许 能撑得上一方强者 但是这片雪山区 因为地心眼髓出现 吸引了 众多强者 最弱的都有化身中期 甚至还有化身后期 有化身巅峰 修为在第一点 根本没有资格靠近 所以林凡这点修为 真的有点不够看 所以众人都觉得 林凡是在找死 小子 也已经分出一部分契机 锁定林凡 没对三大化身巅峰强者的针对 林凡却并没有半点紧张 而且压根没有理会天不高 只是扭头看响山羊湖中年 和红曲女子 咧嘴一笑 说道 怎么 不认识了 林凡 红曲女子 微微张着小嘴 颇为意外地看着林凡 似乎 有些难以置信 山羊湖中年目光 闪烁了一下 脸上露出了笑容 满脸的如是重负 说道 林凡小瑶 别来无恙 对于林凡的实力 他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知道 有林凡在这里 自己二人 什么事都不会出 现在 该担心的反而是鬼影 田伯刚和蔡轩他们 龙渊先生 龙姑娘 看来你们似乎 遇到了一些麻烦的 林凡笑着打趣了一局 山羊湖中年正是龙渊 他是数百年前 保龙异族的第一天才 后来进入昆仑仙节 创立了龙门 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 当初昆仑仙节 通道开启的时候 龙渊便曾回过地球 与林凡有过树面之缘 而龙渊身旁的红群女子 正是龙傲仙 他是当年跟随龙渊 一同进入昆仑仙节的 看起来他这些年来 也有些奇遇 如今已是金丹巅峰境界 修为提升绝对不算慢 林凡跟龙傲仙就更熟悉了 早在探索 北狱狂生遗迹的时候 便曾有过接触 后来又有过多次交集 而且林凡与他哥哥龙傲天 他爷爷龙武也多有往来 关系还算不错 不管是保龙一族 还是龙门 都曾给林凡提供过帮助 此时见到龙渊和龙傲仙 遭遇危机 林凡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关于林凡在昆仑仙记的一些事迹 龙渊和龙傲仙 自然是有所耳闻 所以在看到林凡之后 他们二人便彻底放松了下来 龙傲仙眨了眼睛 看向林凡身后问道 林凡 这是琪琪吗 都长这么大了 琪琪从林凡身后探出脑袋 看着龙傲仙 脸蛋上流露出思索的神色 片刻后眼睛一亮 啊 你是龙姐姐 龙姐姐 好久好久没见了 你还好吗 真的是你啊 姐姐现在这么漂亮了 龙傲仙也非常开心 我说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讨厌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们几个是不是脑子不好使 居然还落井壳来 不知道现在什么场合 还是说 你以为我鬼影不会杀人吗 鬼影面带凝色 掰了掰脖子 发出了咯蹦咯蹦的脆响声 冷冷地说道 你这个人好讨厌 难道你妈妈没有教过你 打断别人说话是很不礼貌的吗 琪琪扭回头 气鼓鼓地看着鬼影说道 话音落 全场顿时寂静下来 周围一众强者 目瞪口呆地看着琪琪 大张着嘴巴 都能吞下一个大鸭蛋了 完了 这么一个亭亭玉吏 粉雕玉拙的小姑娘 马上就要离开 这个美丽的世界了 鬼影出生的时候 身有残疾 被她的生父生母 抛弃在荒野 后来一个路过的娇夫 看到了她 心生可怜 便带回家将她抚养长大 所以在鬼影的心里 父母这个字眼是一个雷区 凡是在鬼影面前 提到她父母的人 无一例外 全部被鬼影 用最残忍的手段杀死了 这并不是秘密 最起码在原因化神 这个级别 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现在那个小女孩 居然好死不死地 跟鬼影提到了父母 完了完了 这下鬼影彻底暴怒了 一直让人心底发寒的笑声响起 鬼影 呲牙笑了起来 那笑容却格外地阴森恐怖 万有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